赵康是在茅房找到的林二牛 看着二牛撒尿的样子 赵康心一颤 声音有些抖 二 二牛 咋了老爷 赵康 你怎么这么撒尿 不这样会尿裤子的 为了让老爷你重整雄风 我是在所不惜啊 林二牛说着 双手将昆昆放进了裤子中 赵康眼皮一跳 怎么说 林二牛淡然道 没啥 也就之前做了那个药之后 吃下到现在半个多月了 家伙事儿 也就撒尿的时候有感觉 都起不来了 不过这样也好 我也更能专心地搞研究 不会想着女人 倒也是件好事 对吧老爷 林二牛偏头 就见自家老爷那目光 仿佛要吃人一般 最后还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 半个多月都没有感觉 一次也没有 是啊 怎么了 林二牛差一道 我杀了你 深夜 赵康穿着短裤 坐在床边抽着烟袋 周边几女忧心忡忡 曹白露犹豫一下 随后自告奋勇道 我再试试吧 说完 将赵康扑倒 极尽诱惑 夫君 感觉怎么样 吴星仪紧张地问道 赵康神态平和 吐了口烟雾 没感觉 老五 退下 我来 叶洪雪一听气了 一般抓起了赵康 左手拔掉了发簪 瞬间青丝如铺荡开 轻咬红唇 冷眼看着赵康 那神女姿态 换了一个人 恐怕死在他身上 都心甘情愿 但对于已经进入了佛之境界的赵国师来说 都只是红颜枯骨罢了 赵康淡然道 还是没有感觉 秦玉峰顿时急了 我来 片刻之后 尽管女子用尽浑身解数 赵康的眼神依旧圣洁如佛 要是一些佛教徒见了 恐怕要误以为 是什么得到高僧 看来我是废了 赵康叹了口气 这一刻四双美目 全都看向了另外一个人 大姐 你要救救夫君啊 曹白璐苦嘻嘻地说道 叶洪雪 现在只能看你的了 这一刻 萧玲珑从未感觉到 有这么大的压力 就算当年带地掌权 都没有此刻简单 深吸一口气 萧玲珑面色严峻 看来是有些棘手了 容我准备一下 说完 萧玲珑起身出了房间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有人走进屋子 众人一看 瞬间大惊 就见萧玲珑 一身龙袍着身 仿佛又变成了 当初那个大前女帝 赵康脸上一喜 随后又叹了口气 注意到他情绪变化 无心已赶忙道 夫君怎么样 刚有了点反应 但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赵康叹气 萧玲珑听他这么一说 快步走上前来站定 看着赵康轻声道 不看看我里面是什么吗 众人狐疑 就见女子弯下腰 轻轻提起了裤脚 露出了一节粉白 瞬间赵康热血上涌 直接将其抓到了床上 脱掉了那双袖鞋 上次不是被我撕坏了吗 赵康惊喜万分 萧玲珑有些羞涩 之前让人去了圆江县 放你的纺织厂 又弄了几双 昨天本来要穿的 有感觉了吗 有了有了 赵康狂喜 自己还没废 没想到自己的女人 居然如此地跨时代 竟然领悟了库里斯 这种大招 只是很快 赵康眼神又变得暗淡 萧玲珑也急了 又没感觉了 好像是回光返赵 赵康长出一口气 不过可以确定 老子还没废 接下来要好好调养了 听他这么一说 众女虽然还有些担忧 但也没有办法 脑海中不约而同地 想起一个名字 紧接着 都流露出一抹杀气 第二天 赵康起床走出房间 刚到院子 就见一个猪头躺在地上 顿时吓了一跳 我草 这谁啊 怎么被打成这样啊 一旁的下人小心翼翼道 王爷 这是林大夫 先前不知道怎么惹怒了几位夫人 被狠狠打了一顿 打死都活该 He too eh 被五人暴打了足足二十分钟的 林儿牛 虚弱地张开眼睛 正好听到赵康的话 顿时悲愤欲绝 老子为了老爷你 以身试药 甚至连昆昆都废了 还挨了这么一顿惨无人道的毒打 没想到 竟换来你如此冰冷的对待 姓赵的 我林儿牛以后 不做你的走狗了 夫人们呢 问着下人 赵康发现 自从没了感觉之后 自己带人竟越来越平和了 说话都温柔了许多 夫人们今天去林山寺 给王爷祈福了 这样啊 赵康点了点头 想到一个人 当即冷笑一声 张胜老爷子刚从外边回来 见他要离开 便询问道 国师 你这是要出门 是啊先生 我去一趟皇宫 说完 赵康直奔皇宫而去 终于是在御花园 找到了那一身扎眼的龙袍 看到赵康 萧玄策心下一抖 不自然地笑了笑 哦 老赵 陛下 赵康咧嘴笑了笑 随后对着身旁太监道 你们都下去吧 我有国事 要和陛下商量 最后两个字 赵康几乎是咬着牙说出来的 老赵 萧玄策连连后退 赵康随手折断一根树枝 你今天就算叫爹也没用 我操 救命啊来人啊 是君了 雪下得越来越小 新年也过去四天 吴天虎等人也该告辞了 赵康相送几人来到帝都城门前 吴天虎疑惑道 这几天陛下怎么了 都不见人影 之前还说要和我学武呢 赵康笑了一声道 之前我教了他一些拳脚功夫 这会儿正在领悟 不用管他 这样啊 行吧 那赵小子 我们就先走了呀 国师在坏 高权陈茂凯等人抱拳 赵康回礼 逐围慢走 路上小心 一直看不到车队 赵康这才转身离开回到王府 看了一眼院子里扎堆的舞女 也就只是看了一眼 赵康就去书房练书法去了 连招呼都没有打一声 二牛说得不错 没了感觉之后 反而有了大把的精力 做其他的事情了 他这态度顿时气坏了舞女 这不莫还没磨好呢 书房门就被踹开 夜洪雪怒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关上房门 一把将赵康提了起来 今天不让老娘痛快了 我就给你一刀切了 娘子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还在恢复妻啊 赵康大惊 老娘管你用手还是用嘴 麻溜达 冰雪消融 出阳照耀大地 春风吹拂万物声 又是一年新气象 富冠 来给爹笑一个 妈某某臭小子 又尿老子身上 看着怀中咯咯笑的小家伙 赵康一乐给孩子换尿布去了 两世人第一个孩子 那真是做什么事情 赵康都要亲自来 根本不舍得让下人插手 如今被迫放下邪念 赵康每天经历那叫一个旺盛 带孩子练书法写策略 生活是越发充实 就是几名娇妻眼中的怨念 也越发深重 然后林二牛就惨了 以至于被揍的 都躲回原江县去研究 如何让赵康在镇雄风的要去了 将孩子交给无心一去不辱 赵康靠在摇椅上 算算时间也快到开春的时间了 各地应该也筹备得差不多了吧 正想着管事来报 说是宫里来人邀请赵康前往 赵康立马起身 换上了官服 做教子来到皇宫 都快晌午了 百官还没有下朝 等到赵康走进朝堂 一个个都看了过来 国师来了 快赐座 萧玄策赶忙道 赵康抬了抬手 陛下不用这么麻烦了 要臣入宫 可是有什么大事 萧玄策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的确如此 国师 今早各地来报 咱们现在铸造大炮的铁矿 已经足够了 36个铸炮之地 最多在三个月 只能就能够使咱们 大炮数量破200 除此之外 炮弹储备数量 也已经足够 每一门大炮 至少配备了500发炮弹 手榴弹8万克 所以 郑和群臣 想要问问你的意见 何时开始发兵 赵康着实有些惊讶 如今前国的制造速度 不过转念一想 也就明白过来 现在整个前国五周 36处建造大炮的工厂 有超过20万人 日夜不休的铸造大炮 基本算是举国之力搞大炮 由此速度 倒也不算意外 朝堂上 一双双炽热的目光 都充斥着以往从未有过的野心 一个个地死死盯着赵康 他笑了笑 看来诸公都已经有些等不及了 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殿外响起 哈哈 国师说的什么话 这十年间 我大前先后三次受到 弃国周国进攻 平日里咱们弱小 被打了也不敢还手 更不敢说什么 但是现在 咱们前人该好好报仇了 众人的目光看向大殿之外 太师杨千云 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老太师年纪已经不小了 在赵康刚入帝都的时候 就已经过了七十 如今已经七十四 满头银霜 不见一丝乌色 尤其是这次过了年之后 那种精气神肉眼可见的消散不少 太师 赵康连忙上前去搀扶 杨千云笑着摆了摆手 遭老头子还能走 来到朝堂中央 杨千云看着赵康 声音苍尽有力 老朽在我大前围观 如今已经五十六个春秋寒暑 在之前从未有一刻想过 有朝一日 我大前竟也会成为虎狼之国 这一切都是国师带来的 是国师让我前国强盛至今 再次我杨千云要谢谢国师 说着 老人用尽了力气给赵康行礼 赵康赶忙拦阻 却被杨千云阻止 老太师起身笑道 老朽这一辈子论文采 不如国师万一 论御人更是远远不及 但好在还是有着之进退 好坏这一个优点 这才不至于和那赵金生一个下场 如今垂垂老矣 不知还能苟活几日 今日我杨千云便厚着这张老脸 给国师提个要求 国师能做到否 看着老人笑容 赵康收敛心绪 无比郑重道 太师请说 杨千云扔掉了手中的拐杖 后退一步 这一刻用尽了全身力气 双手平举互蝶 行文人大礼 前国之臣杨千云 有请国师破其灭周 前国之臣张明远 有请国师破其灭周 前国之臣李源 有请国师破其灭周 前国一座朝堂 文武百官 此刻文人行礼武将单膝跪地 有请国师破其灭周 萧玄策起身一步步走下龙街 来到赵康之前 同样的攻身行礼 这一刻 赵康感觉到了 有无数双大手 将他整个人托举到了苍穹之巅 并且不用担心会跌倒 因为这些手的 主人会一直拖着他 绝不松开 深吸一口气 下一刻四土镜一枪报复 赵康沉声 二月二龙抬头 发兵破其灭周 谨遵国师之命 杨千云笑呵呵地抬起头来 这样 老头子也可以放心去死了 赵康平静道 老太师 请慢死 且先看我赵康 如何攻破周旗 然也 杨千云哈哈大笑 似乎又多了一股精气神 确定了发兵时间 赵康将所有的精力 都投放到了其中 不再成天窝在王府躲清闲 开始过问户部兵部所有的一切 事无巨细 所有的一切都要经过他的手 时间一点一点推移 赵康这一天来到了北镇府司 找到明书 国师大人 明书忙行礼 赵康顿了顿 明书向齐国的人发消息 可以动手了 明书心里一惊 知道赵康的这句话 意味着什么 那将是无数人投落地 遵命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一门门大炮 从铸造工厂拉出 前往了通州集军地点 如今的前国论兵力并没有多少 战后重建 除了上过战场 敢打敢杀的十二万人之外 其余的十八万 都是新兵弹子 要是带着这三十万人 就去打灭国战 那无疑是开玩笑了 只不过这一次 赵康会让这天下知道 时代变了 随着时间越来越逼近二月二 齐国圣经城 马掌柜从外边走进铺子 将密信交给了方少 看完信上的内容 这名太监黑黑一笑 关铺子 马掌柜点了点头 开始让伙计关上铺子 随后召集所有人 方少 陈江河 南攻龙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三百号 用要散去修为的五夫杀手 陈江河给众人发着解毒丹药 方少背着手 看着所有人开口 今夜子时动手 张王李马留照这六家 所有人一个不留 其余人各自按照原计划 刺杀目标 我等遵命 所有人一口同声地回应 方少说的这六个姓氏 乃是齐国六名十全武将统兵将军 其余的 除了身在军营中的一些杂号将军校尉都尉之外 只要是身在圣经城的武将 全都被他们盯上了 另外 齐国兵部护部的官员 也都是他们的必杀对象 务必要在今夜 就让齐国朝堂的军务财政两项直接瘫痪 深夜如约而至 今夜无心 似乎老天爷也在帮着前国 圣经城不设宵禁 庚夫敲锣抱着时辰 看着庚夫从旁边走过 一名中年男子笑了笑 一晃三倒地 朝着户部左侍郎的府邸走去 绕过了前门 看着高大的院墙 这名四平武夫一跃而起 跳进了院墙之中 紧接着 一路摸向主屋 随后破门而入 正在小妾肚皮上耕耘的户部左侍郎 吓了一跳 立马朝着门口方向 看去 什么人 钱大人你该死了 男子咧嘴一笑 猛地抽出一把软剑 一道凌厉剑气破空而去 直接将这身材臃肿的钱大人 砍成了两半 鲜血喷洒了那容貌娇好的小妾一身 整个人直接都被吓傻了 紧接着 又是一道剑光 小妾也上路了 做完这一切 中年男子收起软剑 故技重施 跃出了墙头 这是一群暗处的幽灵 他们找好了自己的目标 随后挥动屠刀 这一刻 圣经城内城 好似每个地方都在杀人 终于有一名护院的武夫 发现了行刺的刺客 惊恐地大吼一声 让整座兵部侍郎府邸热闹起来 随后 这座兵部侍郎府邸 就燃起了熊熊大火 仿佛连锁反应一般 一座座官员的府邸 被人纵火焚烧 引起了无数人的惊慌 什么情况 丞相周月听到响动 立刻翻身而起 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老燕 帝都出现刺客 有不少官员府邸被纵火 什么 刺客 周月一惊 快去查 门外的声音沉闷道 不能 这批刺客数量广大 我等若是离开 恐怕他们会来刺杀老爷您 二 已经先去查探了 听到这话 周月连忙冷静下来 曾经他派出十名四品 去刺杀赵康 他这周国丞相 自然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早早就招揽了一些江湖高手 暗中护卫 基本上除了皇宫 他周月走到哪 这些高手就跟到哪 想着 周月连忙拿出自己的官印腰牌 打开门 让阿四手持另应 前往皇宫 通知公主殿下 派禁军抓捕这些刺客 明白 变故横生周月 哪里还睡得着觉 很快 皇宫中的刘燕燃 也得到了消息 震惊之余 立刻下令 让禁军出动围剿刺客 这位明珠公主的手 不由地颤抖了一下 怎么会突然冒出刺客来 而且还专门刺杀朝廷官员 难道 只是想着刘燕燃的俏脸 就变得煞白 不会的 一定不会的 一场屠杀盛宴开始 帝都各处纷纷起火 火光将夜幕都映成了一片红色 整个圣经城彻底乱了起来 同样被吵醒的宋青岩 推开窗户 看着远处通红的夜幕 心中顿时不安起来 总觉得 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般 禁军出动 四处围剿陈江河等人 骚乱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帝都之外 方绍强压下体内翻涌的气血 先前他和一名齐国大内高手对了一掌 对方是三品下层的绝顶高手 险些让他生死盗销 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方绍睁开眼 看了一下逃出来的一百多人 所有人撤离 这时候 陈江河与南宫龙两人走了出来 方大人 您带人先撤吧 方绍皱眉 你们二位 陈江河笑道 国师另有任务交给我们 接下来 我们还要在帝都中潜伏 方绍这才明白 那你们各自小心 这齐国 皇宫之中有高手 不下于你们二人 大人放心 天色逐渐明亮 不少百姓看着远处那些被烧得漆黑的官邸 一个个都只感觉到不可思议 街上满是血迹 一个个禁军侍卫 穿梭在街道间 引得人心惶惶 昨天晚上 究竟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皇宫之中 一夜未眠的刘嫣然 太子刘建元 周越 以及几名官员 听着禁军统领的汇报 昨夜此刻行刺 我朝官员 兵部尚书安永身亡 户部尚书孙涵身亡 除此之外 兵部户部四品及其以上的官员 无疑倖免禁数惨死家中 前将军李镇江 后将军张元平 车骑校尉王川 征南将军马三山 党旗将军刘生 镇北将军赵凯龙 禁军屯齐校尉韩平关 皇城军天将军燕子云等八将遇刺身亡 除此之外 还有太学府 汉林院 昨夜我朝文武 共有63人死于刺客之手 说话间 这名禁军统领 声音都在颤抖 小心翼翼地 抬头看了一眼众人的反应 发现明珠公主也好 太子也罢 丞相周月 还有那些幸存活下来的官员 全都面色惨白 查 查出来是谁所谓了吗 刘建元艰难地问道 禁军统领赶忙道 我军缉拿击杀凶手近两百人 这些人都是江湖武夫 其中甚至有四品三品的顶尖高手 景国 一定是景国人干的 一名官员气愤地破口大骂 他们这是在报复 是一群该死的王八蛋 禁军统领这时候 小心看向周月 云大人说得不错 应该的确是景国人干的 周月皱眉 你已经查清楚他们的来历了 禁军统领咽了口唾沫 有百姓和官员家属认出来 我军击杀的那些刺客 全都是朱雀大街商铺的伙计 那商铺的当家姓爸叫什么爸爸 之前自称是景国商人 与周大人您的小儿子兄弟相称 轰一声 只感觉晴天霹雳一般 周月顿时面无人色 禁军统领又道 而且周大人您的夫人 和这几家铺子 同样也是关系匪浅 之前常有往来 周府 女子赤足余地 从梳妆台底层抽出那只便宜货 轻轻插在了头饰之上 又拿出了口红抹在唇间 鲜艳动人 取下一点香水轻轻揉搓 她换上了一身暗红绸子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不由地笑了一下 回想着先前打探消息 回来的人传达的消息 一滴泪珠从眼角滑落 宋青岩闭上双眼泥南 原来真的只是算计啊 贱人 房间门被一脚踹开 宋青岩无动于衷 怒气冲冲的周月 冲了进来 一巴掌将其打翻在地 你干的好事 睁开双眼 女子神太平静地可怕 轻声道 此事与明儿无关 与周明无关 吵起凳子狠狠地杂趣 鲜血瞬间印红了面容 周月神情无比猙獰 提起花瓶 又朝着宋青岩杂趣 你以为这么大的事情 是你这条贱命 能够抗得下来的 知不知道昨天一晚上 死了我齐国多少大臣 你这个贱货彪子 害了多少人 因为你们母子两一时贪念 致使我齐国动荡 杀你一千遍一万遍也不够啊 你还连累了我 贱人 知不知道 我坐上如今位置 花了多少心思 现在全都被你这个贱人给毁了 一脚又一脚地踹着 周月发泄着心中所有的怒火 老子给你吃给你穿给你荣华富贵 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坑老子 宋青岩忽而抬起头来呵呵一笑 鲜血满面 让他看来再没有丝毫美感 反而显得有些凄厉 是啊 你周大人给我十六年的荣华富贵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满足呢 宋青岩笑笑 语气忽而变得运毒起来 十六年前 我陪赵郎进京赶口 若不是你 他怎会投胡自尽 要不是你周大人 看上我这个贱人表X 他明明可以和你一样穿着一身官服 在那朝堂之上指点江山 要不是你 他那天就可以骑着马 穿着那一身状元服来接我 带我看遍这圣经城 而不是被你联手那群畜生陷害 诬陷他考场作弊 让他只能以死明智 最后也是无人问津 呵呵 我真该好好感谢周大人你啊 周月顿时心神大乱 你你你 你怎会知晓这些事情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宋青岩平静下来 捡起碎词片 说到底 还是我这张脸害了他 我也报复过你了 你我从此两不向欠 还是那句话 此事与周明无关 若是周大人还念着他是你儿子 就留他一命 鲜血顺着脸颊滑落 宋青岩闭上眼睛 毁了这祸根源头 如此能不能也算 干净了一点 那个姓霸的究竟是不是锦国人 看着女子脸上的触目惊心的疤痕 周月强压怒气 不知道 听着宋青岩的话 周月怒火再度被点燃 一脚踹翻女子 眼神阴狠 怎么 以为毁了这张脸 你就能干干净净下去见人了 你休想 我要你生不如死地活着 来人 门口走出一人 把这件货 给我关进水牢 让府上那些下人 好好伺候他们的周夫人 周月宁笑一声 宋青岩依旧是面无表情 那一点点期盼都没了 也就无所谓了 真够狠的呀 进来的下人心底嘀咕了一声 一把抓起了宋青岩压去周府水牢 同时还有十余名周府的下人 老爷说了 要你们好好伺候夫人 下人们顿时笑了起来 总管放心 咱们一定照老爷的吩咐做 被叫做总管的男子 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一阵刀光闪烁 所有下人的头颅 全数飞起 看到这一幕 宋青岩眼神有了些许波动 总管回过头来 借一道 抱歉夫人 在下来晚了 你是谁 宋青岩冷声道 我家大人走之前下了死命令 要我保住夫人 现在齐国皇室的大内高手 到处在内城抓捕我们 在下没有把握 带着夫人逃出去 只能委屈夫人了 周明那夫人放心 有另一人守着 宋青岩带住 是他吗 他究竟是谁 易容的沉江河叹了口气 此事我不能透露 不过夫人请放心 大人走之前 让在下转告夫人 他不会失约 宋青岩笑了 泪花混着鲜血 滴入水牢之中 陈江河叹了口气 随后转身离开水牢 两指真气在墙壁上刻下一行字 随后惊慌失措地跑去找周明 老爷 老爷大事不好了 周明此刻怒火正盛 什么事 陈江河慌乱道 刚出现一个人 一下子把那些吓人的头全砍 你说什么 周明一惊 连忙跑到水牢之中查看 满地的无头尸体 反复修罗炼狱一般 墙壁上一行字迹 宋青岩活 周明活 周明顿时大惊立马 看向陈江河 是谁干的 不知道啊老爷 对方肯定是江湖上最强的高手 我都没看见人长啥样 他们 他们就都死了 周明的护卫也赶来 查看了一下之后 也是惊恐万分 所有人都是一刀毙命 好可怕的用刀之人 他刚才是在水牢洞的手 陈江河赶忙点头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争气波动 老爷 对方恐怕是绝顶高手 甚至恐怕就在府上 周明顿时吓得浑身一颤 看向了被锁起来的宋青岩 贱人 对方究竟是谁 我也不知道啊 是真话 宋青岩眨了眨眼 哈哈一笑 那点散去的期盼 伺又回来了 前国皇宫 赵康一身蟒袍 身后是文武百官 甚至于当了皇帝的萧玄策 现在也只能站在他身后 前方是周龙统领的进军 在场的一共八千人 其余的早已经出发 太监端来一杯酒 赵康提起了酒杯 下方周龙以及八千士兵 同样也提起了酒杯 目光狂热地看着这位大前国师 赵康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神皇元年 其周景三国进犯我大前 战火绵延四年 我前国将士 战死十三万 神皇六年 周国其国再次进犯我大前 战况持续一年 我将士战死二十六万 神皇八年 周国再犯我前国 魏元景国 我大前出兵同抗周旗 战况持续一年半 我军将士 战死八万七千元 短短十年不到 我前国有近五十万人 死在了齐国和周国的手上 告诉老子 这笔账 咱们前国怎么和他们算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周龙大声吼道 八千将士一同吼了起来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对了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这些年竟挨揍了 所以这次轮到咱们揍人了 喝了这杯酒 跟老子 我报仇揍人去 二月二龙抬头 苍龙昂首 气吞天下 八千将士 车马 离开了帝都皇城 肖玄策和文武百官 站在墙头之上 目送着士兵远去 户部尚书张明远 难难道 不知道这次要打几年 李渊痴笑一声 几年 要是按照国师说的 真能成的话 最多三个月 咱们就能去盛京城吃饭 我去 牢里头你飘了呀 张明远诧意道 李渊摇摇头随后狂笑 不是我飘了 是他娘的不飘不行啊 国师说的对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任何阴谋诡计 都只是徒劳而已 而这份实力 前国刚好有 景国 华京城 吴关海看着赵康送来的消息 顿时一乐 晃着手中的信件 诸位爱卿 国师来信了 陛下 国师说了什么 高渊连忙询问 吴关海故作姿态看着信件 国师是这样说的 老子现在推着大炮去轰齐国了 景国的赶紧派点人跟上帮帮场子 老子只管打 你们就只管接手城池 事后再分账 轰笑声顿时响起 一名官员笑出了眼泪 咱们这位赵王爷 可真是个妙人啊 灭国之战说的跟过家家一样 这正表明了 国师这次有多大的自信 吴关海收敛了笑容 这位温文尔雅的景国新军 这一刻 眼中满是杀气 国师既然说了要咱们去帮帮场子 那咱们自然要去 去年齐国周国欠咱们的该还了 高渊 于成功 陈茂凯等人 纷纷走了出来 陛下 陈请命 吴关海呵呵一笑 叫你们三人怎么够 众将听令 所有武将一同走了出来 陈在 于成功为元帅 陈茂凯为副帅 高渊为先锋 一口气连点三十二将 吴关海冷声道 命你们所有人带领全军 配合国师作战 这一次 要么齐国周国死 要么朕坐在这 看着这华金城 再被人攻破一次 上一次朕逃了 看看这一次 是不是还要做丧家之权 齐周不灭 那我大井则亡 只是简单两句话 吴关海就刺激了 所有武将的神经 身为军人保家卫国 然而帝都却被人攻破 这是无法洗刷的齐齿大辱 这种耻辱 只有也攻破一次敌国都城才能洗刷 于成功率先一吼 誓灭齐周 誓灭齐周 文武同协力 在这一刻 没有了文武不和 只有洗刷耻辱的怒火 在炽热生腾 行军十天 终于和大部队会合了 赵康打着哈谦坐在战车上 一名随军斥后拍马 赶来手持秘信 大帅 赵康接过信件 仔细看着 姓是方少传出来的 说起齐国 现在已经疯了 开始到处抓齐国境内的前人和警人 他们这群家伙 也得东躲西 葬 这会儿已经跑到了边远的雍州去 随后还附带了一则消息 赵康叹了口气 勾了勾手 一名士兵跑来 元帅 刀借我用一下 赵康说道 士兵连忙地上配刀 二牛 赵康吆喝一声 远处的李二牛 起码赶过来 老爷咋了 老爷我这两天夜观天象 发现你身上有一股血煞之气 怕是这几天有血光之灾啊 赵康认真地说道 二牛顿时笑了 老爷你啥时候还会夜观天象了 再说了我林二牛身在这万军丛中 周边上百门大炮护卫 怎么可能会有血光之灾呢 开玩笑呢 你不信 我这可是 家传的铁口之断啊 赵康诧异 林二牛呵呵道 白痴才信 赵康 嘿 伸手出来 老爷我给你看看手相 好好分析一下 行啊 林二牛伸出手来 赵康拿起刀 在他胳膊上一滑 一条口子出现 哎 你瞧 这不就有血光之灾了吗 说了你还不信 卧槽你 X 林二牛愣了一下 低头看了看正在冒血的手臂 随后破口大骂 赵康将刀扔到一旁 把血止住 快把血止住 林二牛气了个半死 连忙从不斗里 掏出药粉止血 老爷你疯了呀 砍我干嘛 砍你 你把老爷我的坤都废了 我都想杀了你了 赵康气道 林二牛不敢说话了 虽然他很想解释 自己的也废了 这会儿还没反应呢 但是哪里敢说啊 再给你个任务 赵康叹了口气 林二牛疑惑 啥任务 老爷我现在可忙了 得研究拯救坤 拯救坤暂时放一放 你手上我划出来的这道疤 一个月之内 我要它在你手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跟没出现过一样 你滴明白 林二牛挠头 老爷 你要我研究去坝 赵康点了点头 记住了呀 是要一点痕迹都没有 你要是能做到 老爷我就不计较你 废掉我坤坤的事情了 林二牛点了点头 那行吗 不对啊 老爷 咋了 你要我弄去坝药 直接说就行了吗 砍我做什么 赵康则一声 二牛啊 老爷这不是怕你 不将这事放在心上吗 砍在你身痛在我心啊 白人给我加二牛 安排一辆马车 好好研究 拿出 你研究细菌的态度知道吗 这对老爷来说很重要 林二牛郑重点头 誓死完成老爷的任务 去吧 打发走了林二牛 赵康顺势一躺 目光怅然 虽然说早已经预料到了 但终究还是发生了 怀中一阵摸索 赵康拿出一只金钗 凑到跟前看着 好似那狐狸精 又出现在了眼前 赵康忽然恩了一声 勾着脖子看了一眼 感受着那生命的律动 赵康感叹一声 老话说家花没有野花香 是有道理的 原来二弟 你想他了是吧 行军半个月 赵康的先头部队 由李狗蛋带领的三十门大炮 以及三万先锋军 已经出现在了齐国边关 李先锋 咱们怎么打 大帅还没来 李狗蛋抽着汗烟 听到这话 将烟斗往炮管上一颗 怎么打 来个人去喊话 就说给他一刻钟 让他们出城投降 要不然破关之后一个不留 把大炮给老子一字排开 一刻钟之后开火 报告将军 敌军守将喊话 让我军投降 不然破关之后一个不留 听着士兵的汇报 边关守将气笑了 娘的老子刚才才看过 满打满算 就两三万人要破关爱 世人说梦 传令下去 不许出城交战 死守成关 齐国的边关守将冷喝道 遵命 守将心中冷横 我都要看看 你怎么破我的关 一刻钟之后 火炮军士兵挠了脑脑袋 看向李狗蛋 李先锋他们不投降啊 看样子 是要死守城池了 那就让他们无城可守 传令下去宝盒轰炸 目标城墙 炮车上阵 火炮军开始调整炮口 对准了那座 看似威厄的雄关 李狗蛋将炮阵的 推进到了城池五百步前 这个距离城中的敌人 就算用抛射箭矢的方法 也很难伤到他们 紧接着 三十门火炮开始不间断开火 犹如天神发怒 顷刻天翻地覆 一刻钟之后 那威厄雄关 已经被炸开了一道二十米长的口子 并且多处开始崩溃 城墙上原本驻守的骑军 无疑幸免全沦为了炮火下的亡魂 城内守将傻了 听着士兵的汇报 依旧不敢置信 你 你说什么 敌军 敌军不知道用了什么武器 把 把咱们的城墙打没了 将军咱们没有城池可以守了 我操 开什么玩笑 守将顿时提起了一旁的大刀 叫上了轻卫军 要冲出去一看究竟 若是敌人攻进来 那就和他们拼了 只是当他赶到之后 看着那硕大的城墙 一块一块炸开崩塌 变成了一堆破砖头之后 他傻了 只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 十几米 搞得城墙就这么没了 半个时辰的时间 离狗蛋将关爱的一百米距离的城墙 全轰垮了 随后就推着炮车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了一众敌军之前 冷冷道 放下气投降者不杀 就在这时候 离狗蛋看着那好像是将军样的人 哈哈大笑起来 对方手舞足蹈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这么大的城池 这么大呢 怎么会突然就没了 这不可能 是妖术 肯定是妖术 弟兄们 别怕这是妖术 他们进不来的 咱们的城池还在呢 你们瞧 多高多大呀 谁都打不进来的 齐国的边关手将又叫又跳 颇像是开心的手舞足蹈 看着这一幕 离狗蛋不由地想起了行军之前赵康和他说的话 最容易让人崩溃的事情 就是世界观的崩塌 二牛啊 你不光要轰碎他们齐国的城墙 还要轰他齐国人心里的那面城 现在来看 这边关手将心里的那座城 也随着这座关爱一同倒塌了 再说一遍 放下武器投降 可活 离狗蛋又叫了一声 叮铃当当的声音响起 前方的齐国士兵 一个个扔掉了手中的兵器 离狗蛋身后的大部队 立刻冲上前去 将这些士兵全部俘虏了 竟然没有一个人反抗 唯有那边关手将 还在哈哈大笑着说 自己的城池多高多大多坚固 终于二十天之后 赵康这个主帅才姗姗来迟 如今齐国边关内 已经全是前国的军队 李龙 孙芳 调哥 等将领 全都到齐 众人围坐一团 墙上挂起一幅齐国地图 离狗蛋会报道 赵帅 我军攻进驻马关 共俘虏齐军 一共四万五千人 齐国境内边城 有人探查战况 军被我军斩杀 干得不错 继续推进 玉城平城 但有一条破城之后 不得伤害无辜百姓 为此军令者 不管是谁结斩 我等遵命 看着地图上 齐国大大小小的边城 赵康没有了什么研究的性质 敌我双方实力太悬殊 尽管边关之后 还有十八边城 依旧是能够平推过去 这不是打仗 而是降维打击 若是搞热气球占领制空权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点赵康之前也想过 但是前国无论是青天坚 还是地理斯 他都没有遇到那种 能够切实掌控风向的人才 至于他自己 还是算了 别飞上去就下不来了 这种事情 还是等有科研精神 且不怕牺牲的人 才出现在考虑吧 如他所想的一般 李狗蛋带着火炮军三十门大炮 荡平十八城 只用了十天不到 都是轰垮敌军城池 俘虏敌军 然后士兵接管城池 根本就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发现前军入城之后 不杀不抢 这也让边城内的齐国百姓 松了一口气 在边关待了小半月的时间 景国的大军也来了 景国三十二将一同入关 在听说前军已经拿下了 齐国的门户之后 这高渊等三十二将直接傻X了 怎么这么夸 陈茂凯不敢置信 赵康翻了个白眼 这还快呢老陈 要不是为了等你们来接管城池 我这会儿都打到永州去了 来来来都别愣着了过来坐 咱们合计一下 什么人接手什么地方 先说好 我知道咱们景国和齐国有血仇 但是不允许屠杀齐国无辜百姓 高渊等人点了点头 国师放心 这点操刑 咱们还是有的 我们要的只是干翻齐国和周国 干掉他们之后 管他什么齐人周人 不都是咱们景人前人 对不对 没错 赵康大笑 有格局 行 那这样老子就放心了 现在就来合计一下 怎么灭齐 三天的时间 赵康众人商议了所有细节 赵康就带兵出发了 如今前国的火炮 足足有两百四十门 赵康将其分成了六支队伍 每支队伍配备四十门大炮 从齐国边境开始向内推进 乾国负责打井国 负责接收城池 安抚齐国百姓 镇压叛乱 在赵康的带领下 乾军的攻势 就像是浪潮一般 无穷无尽 这些齐国的士兵将领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守 怎么打 箭都还没射到人 自己的城就先破了 这他娘的 你告诉我咋打吗 于是就出现了恐怖的一幕 乾军打到哪里 哪里就望风而降 甚至于都还没开口 城内的官员士兵 就打开城门投降了 速度之快 让得到消息的 盛京城不敢置信 乾军一口气 视如破竹 二月中旬 攻破我国边关 随后二月底进攻永州 半月之内 连破永州三十六城 所过之处 永州官员士兵 尽数望风而降 预计最多三月下旬 永州沦陷 永州周目 徐虎上表 一直到战报念完 足足过了十分钟 整座大殿 依旧是寂静无声 好半天 才有人嘴皮子颤抖着说道 不可能 乾军攻势 怎么会如此凶猛 永州的官兵 都是吃屎的吗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 就让人给攻破了 糟糕了 现在怎么办法 照这个进度 怕是半年不到 乾军就要 打到盛京城了 该死 快想想办法呀 求和 快派人求和 该死的 乾国不是收了咱们的钱 怎么还要打咱们 痴群混账 不讲信用啊 你是傻X吗 没听见景国也来了 肯定是这两狗日的联合在一起 用景国出兵复仇为借口 老夫去年就说 好不容易和景国关系 修复了 别去打人家 你们就是不听 现在好了 人家来报仇了 狗日的乾国 要是没有他帮忙 景国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 要不看看 乾军主帅是谁 想想办法向他求和 朝堂之上 瞬间就炒成了一锅粥 七嘴八舌 仿佛菜市场一般惹闹 甚至不少人心中 已经开始盘算着 等到乾军打过来 自己要怎么做 才能不丢失气节 又能留的命在 太子刘建元 这会儿更是吓得瑟瑟发抖 全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唯独刘燕燃 此刻神态平静 自从那日帝都混乱之后 他就知道 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 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这一次 齐国是真的站到了悬崖边上 如果 如果再给自己一些时间 不多就十年 刘燕燃心里痛苦地想着 他种种谋划布置 甚至不惜去绝人祖坟 刀尖上跳舞 容许士族豢养士兵 只要再给他十年时间 他能帮助齐国恢复巅峰 但是赵康 根本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 他处心几率层层不济 但是赵康却总是走在 他前面一步两步 甚至更多 让他所有的计划刚开始实施 就已经破产 你是上天派来和我做对的吗 强压着心口的绞痛 看着台下吵得不可开交的大臣 刘燕燃怒吼一声 够了 大殿瞬间就安静下来 刘燕燃闭上眼睛 恢复了一下情绪 紧接着瞬间睁开 传令同舟 平舟 云州三帝驻军 以最快的速度持缘雍州 务必要将前军的攻势 阻挡在雍州 其次 传指天下各地士族所 豢养司军 以最快的速度集结 一个月之内 务必全部赶到帝都 配合皇城进军巩卫京师 如有为令者 满门抄斩 公布将所有黑火药运送前线 以此为依仗 在雍州和前军一决雌雄 所有大臣立刻高呼起来 尽遵殿下之命 随后这些人就忙活起来了 看着他们在看看 好似松了一口气刘建元 刘燕燃面无悲喜 聪明如他 又岂会不知道 先前种种都是这些人在演戏罢了 身为太子刘建元 虽然平庸了一些 但是先前那两条应对的办法 他并非不知道 只是他不愿意说罢了 因为边关 因为永州沦陷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即便他们绞尽脑汁 也不知道这一战究竟是怎么打的 更不知道齐国这边是怎么败的 所以他们不敢发号施令 因为怕背锅 怕背上齐国灭亡 是因为他们只会出错的黑锅 所以他们都在等 在等刘燕燃发号施令 就像当初皇帝刘广文病重 将辅政大权交给刘燕燃一样 那时候 他们也在等 等刘燕燃出来 应对前国锦国的报复 上一次 刘燕燃没让他们失望 这一次同样也是 那就很好 这样 接下来要是打赢了 那你刘燕燃牛逼 但要是打输了 今后历史便会记载 王岐之千古罪人刘燕燃饰演 而他们 将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顶多王国呗 到时候过个几十年上百年的 咱们 就不是齐人了 是钱人或者井人 这有什么关系 到时候 咱们依旧还是张家李家王家 永远不会变 一千年 也不会变 所谓家千年国百年 便是如此了 这一切 刘燕燃都清楚 但他还是站出来了 因为他没得选 刘广文已经离死不远 刘建元得过且过 齐国百官 他的父兄 用家国大义 用刘氏江山设计 将他推了出来 哪管他前方 是不是悬崖 看着空旷无人的大殿 刘燕燃笑了 起身离开了那张椅子 随后坐上了那一张更高的椅子 如真正的女皇 要知首碗天青 目光向前看去 讥讽一声 满朝无一是男 唯独一人是丈夫 齐国永州 赵康骑着战马 大摇大摆入城 一旁的随军主部快速说道 清河城共有三家张马皇 属下已经调查清楚 这三家的人无恶不作 在这清河城官商勾结 残害了不少百姓 光是张家两个少爷 这些年来 就糟蹋了不少两家女子 马家手上 至少有十条人命 皇家同样是罪恶滔天 嘖嘖嘖 是不是前面那几个 赵康笑眯眯地问道 看到了前方有三名衣着华丽的中年男子 带着全家老小金银珠宝 来攻赢他这个敌人 随军主部点头道 不错 赵康嗡了一声 翻身下马 张白玉一看他气势不凡 便立马捧着银子上前来 这位一定是钱国大将军吧 小人张白玉拜见将军 特献上金银聊表心意 还望将军收下 你很伤到啊 我喜欢 赵康哈哈大笑 一旁的皇谦立马也道 欢迎将军入城 草民皇谦这些金银都送给将军 将士们辛苦了买点茶水 是啊是啊将军 再下马彪 将军真是神武不凡啊 赵康笑了 你们都很不错 很识实物 是良民啊 三人立马小鸡灼米一样点着头 没错将军 我们都是良民大大的良民啊 孙芳 赵康叫了一声 孙芳立马跑了过来 大帅 来 带兵去这三位齐国良民家里 将他们家里的金银珠宝全部找出来 他们都是良民 不会介意的 雍州周目徐虎估计的没错 前军的的确确确在三月下旬就将整个永州给拿下了 速度之快 前所未有 更让徐虎不解的是 居然没有多少难民从永州逃出来 这可就奇了怪了 以往哪次打仗 不是城破之后 老百姓死的死跑的跑 这次居然这么反常 也没听说前军屠城啊 倒是杀了不少士族门阀 徐大人 我三军都已经集结完毕 接下来该如何 从同州平州等地支援而来的驻军 也赶到了永州 这会儿 一个周目三个将军凑在一起 思索着对付赵康的策略 徐虎苦涩一笑 三位 关于行军打仗 我是一窍不通 难以发表什么意见 不过 不过什么 徐虎叹了口气 目光看向了永州的方向 我只知道 那么大个永州 前军都只用了一个月 就完全吃下来了 那么 咱们永州是不是也只能坚持到一个月 听到这话 三名将军顿时不爽了 徐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那永州之所以会败得这么快 全然是因为永州驻军稀少的缘故 各城只有官府的官兵罢了 咱们现在这里 可是有着足足十万大军 他前军还能把咱们全灭了不成 徐虎张了张口 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很想说 这十万大军有多少水分在里面 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 现在齐国各地的军队 乃至不是刚训练了一年的新兵担子 有的他娘的 甚至枪 怎么那都还没有学会 这就让他们上战场 那跟让他们送死 有什么区别 只是一看三将军那全然不在乎的模样 徐虎就知道说也没用 只有真正和前军交上手才知道 究竟是不什么情况了 而在他们商讨对付前军策略之际 赵康也看了下永州的地势 孙方轻声道 据李隆他们传来的消息看 这会儿雍州内部囤积了十万骑军左右 齐国这是想要以雍州作为战场 和咱们一较高下了 差不多吧 赵康笑了笑 这种时候还能做出如此布置 除了那个明珠公主之外 整个齐国恐怕就没有其他人了 也只有他有这个胆子 孙方传信出去 让李狗蛋先打开雍州大门 神雷军和玄武军打头阵 大炮压后 孙方讶异 不直接轰 赵康翻了个白眼 你小子轰上瘾了 雍州不比雍州 雍州地势平坦 大炮行军一路上 基本没遇上什么阻碍 但是雍州不一样 这破地方崎岖得很 得先让部阻打头阵 给大炮争取构建炮阵地的时间 不然傻乎乎地把大炮摆在前头 敌军一冲过来 保管你裤子 都来不及提 正好也看看这一年 齐军新兵练出些什么玩意儿了 孙方明白过来 好嘞 第二天 李狗蛋拉着大炮轰开了雍州边城 玄武军和神雷军顿时冲了进去 半天的功夫解决了战斗 宣告着前军开始进一步吞并齐国大帝 得到前军动手的消息 徐虎等人立刻做出布置 依旧是派兵把守最紧要的几座城池 想要依次来阻挡前军推进的步伐 期间甚至派出了斥后 来骚扰前军的布置 前方将士剑拔弩张 赵康却依旧处于大后方不急不慢的行军 二牛啊 把手伸出来 老爷瞧瞧 林二牛翻了个白眼 还没想到办法呢 老爷你急什么 赵康喝一声 等老子打到圣经城去 你都还没有个结果 那你就自财谢罪吧 其实还是已经有点眉目了的 林二牛听他这么一说 也不敢再打马虎眼了 赵康来了兴趣 你又研究出啥玩意儿了 老爷你之前和我说过的吧 说咱们人体除了细菌 还有啥细胞 伤口愈合长肉啥的 就是细胞在生长 然后变成啥组织之类的 对 赵康也不禁有些懊悔 高中学生物的时候 只顾着看插图了 早知道以后 穿越会遇上二牛这好人才 当初就该好好学习生物知识的 林二牛若有所思道 如果能够促进细胞生长 那么伤口愈合 应该就快了 可你小子研究的 好像都是怎么杀死细胞 赵康无语道 哎 事情都有两面性的嘛 而且也不一定就是相反的 死亡未必不是一种新生 赵康惊了呆呆地 看着林二牛 没想到这小子 居然还能蹦出一句 充满哲学意味的话 他不由地笑了一声 传令兵 在 给我向前线传达一句话 让先锋军干碎齐军之后 将话带给敌军主将 从攻破雍州门户 再到和徐虎等人 统领的齐军交上手 也不过是五天的时间罢了 饶是徐虎心里有所准备的 但是当各地战败的消息 传回来之后 他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会败得这么快 毫无还手之力 只剩下一只手的士兵 跪在地上 满身先红凄惨的教导 前军 前军不知道用什么武器 远远的就会爆炸 所有弟兄都被炸死了 还有他们的士兵 会扔一种东西 扔出来也会爆炸 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 徐虎嘴唇发白 颤抖着 还有呢 放我回来的前军说 让我给大人您带话 说是让您转告 明珠公主刘延然 什么话 一名将军赶忙问道 士兵强忍着伤痛 说是什么 你刘延然隔得远 所以只知道我前军厉害 但是只有面对前军的人 才知道究竟厉害在哪 徐虎暗自心惊 这前军是在说明珠公主 派他们这些人来守雍州 其实就是派他们来送死啊 果不其然 三名将军脸色都变得十分难看 就在这时候 有士兵急冲冲地赶来 启禀周牧大人 各地传来消息 前军已经开始大规模进攻雍州 恳请大人派兵增援 前军 前军 又是前军 这能不能让人消停话 你们就不会累吗 徐虎愤恨地一拳砸在门框上 这周牧大人脸都有些扭曲了 自从赵康出兵罚齐 已经过去一个月 这边打得火热 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其他人的耳中 周国此刻就很紧张 前国出兵太过迅速 他娘的 甚至连席文都没有发 简直是卑鄙到家了 要是这王八蛋 打得不是齐国 而是咱们周国 那咱们岂不是这会儿也遭殃了 可是 就从现在传回来的消息来看 那软啪啪的齐国 好像是支撑不了太久啊 估计也就一年的光景 就得玩犊子了 到时候 乾国和景国 是不是就要掉头过来 打咱们周国了 因此 这些天周国朝堂上 可谓是吵翻了天 就吵一件事 要不要出兵援助齐国 出兵吧 得罪乾国 不出吧 搞不好将来周国 也要面临今日的局面 纯王齿寒这个道理 文风浓郁的周国 那是三岁小孩都知道 但之前 这道理 只有乾国和景国才会提 因为他们最弱吗 从来没想过 居然有一天 咱们周国和齐国 也沦落到了 淳王齿寒的地步 李沐义看着台下的 群臣吵翻天 除了开始一句平声之外 他一个字都没说 就只是这样看 侯戏一样 看着文武百官互喷口水 这幅场景 也别有滋味 这群家伙就不知道 出不出兵 说到底都只是 自己一句话的事情 李部尚书曹安国 大概是懒得喷口水 直接转身看向李沐义 陛下 臣以为 此刻必须出兵援助齐国 否则齐国一灭 将来乾国和景国的目标 就将是我大周 说得轻巧 户部尚书 陈尚云一哼 咱们大周 现在有多少 能够上战场的士兵 现在去跟乾国拼命 岂不是找死 陛下依照臣看 就该让乾国和齐国 打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 到时候 我周国在四肩而动 乾国就算最后 真打下了齐国又如何 他还能完好无缺 到了那时候 就是咱们的机会 陈大人怕是忘了 武雄将军说的 乾军所拥有的 那种大炮的武器 有这武器在 咱们去哪找机会 一名将军冷声道 主委该睁开眼睛 看清楚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自从乾国弄出 黑火药这玩意儿之后 如今的战场 就已经不再是 骑兵说了算的 偏偏乾国研究 黑火药如此厉害 咱们要是依旧觉得 骑兵天下无敌 搞不好明天乾国的大炮 就打到咱们周国来了 不错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四国之中 无论谁和乾国对上 输的几率都在七成以上 连其抗前 或许还要胜算 三对一 陈尚云瞬间就落了下风 一时间找不出 什么反驳的词汇 只能嘟囔到 他有大炮 咱们还不是有霹雳车 不曾想 这时候李沐一开口了 华京城一战 已经证实了 朕的霹雳车 就是不如大炮 陈尚云这一刻 就像是吃了苍蝇屎一样难受 罢了 今日就遇到这吧 退朝 懒得再继续看侯戏 李沐一直接宣布了退朝 拍拍屁股就走了 徒留一群猛逼的文武大臣 哎不是 这陛下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啊 到现在 我一次都没有猜中过他心里的想法 他究竟是要打 还是不打呀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之际 李沐一已经回到御花园中 往躺椅上一靠 抬头看着天空 百观都猜不出他的心思 其实很简单 李沐一想的就是 如何让赵康不打自己罢了 听起来有些好笑 但却是这样的 只是现在看来 这简单的事情 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完成的 就从武雄对大炮的介绍来看 拥有这种武器 齐国在前国的攻势下 恐怕都撑不了半年 换成地盘更大的周国 李沐一也不看好 所以 这些天朝堂上一直吵究竟要不要出兵 他听了只想发笑 人家不打 咱们就不错了 这些家伙 居然还想着出兵去打人家 关键点 还是在火药身上啊 要不在关外多买一点火药 谁来炸谁 不过这种大规模的工程 玩一次就玩不起了 被赵康看出来 那就不好了 早知道就应该老老实实等赵康来帮自己 而不是听了宁王的鬼话 李沐一笑了一声 现在可是有些骑虎难下了呀 靠了一会儿 李沐一起身 传阵旨意 各州 今日起开始征兵 半年之内 各州必须征集十万大军 州国 有足足二十州 版图之大 占据了整个北地三分之一 其余的三分之二 才是其前景三国 一州征兵十万 那就是足足两百万大军 光是听着 就是一个让人安心的数字 轰隆隆的炮火声不间断响起 甚至都根本冲不到前军跟前 齐军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 当那炮火声停止之后 也就代表着齐军败了 很难以想象 天下间居然会出现这样一股军队 他们杀人 简直比吃饭喝水还简单 吃饭还要搅两下才咽下去呢 十天的时间和前军交手已经十天了 从一开始的自信到后来的错愕惊讶 再到现在的恐慌 周末徐虎和三将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们用尽了办法 想要守住城池 但前军直接就把他们的城池给轰了 火气上来 他们要和前军决议死战 战是战了 但死的却是他们 十万大军打了十天 现在只剩下两万多 用屁股想也知道 雍州守不住了 这一刻 徐虎他们终于知道了 雍州是怎么倒在前军脚下的了 如此变态的军队 究竟他娘的事 谁在指挥 是谁弄出来的 老天爷打个雷 劈死那家伙吧 要不然 咱们都玩不下去了 要不撤退吧 一人突然开口道 其余人看向他 这人激动地说道 这群家伙 根本就是魔鬼 咱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是啊大人 咱们根本就打不过他们 三位将军 这会儿都被围住了 咱们也只能干瞪眼 还是跑吧大人 听着众人的话 徐虎愤怒地一吼 都闭嘴 退 咱们还能退到哪里去 退到圣经吗 那么到时候 还不是要和他们继续打 那退了干什么 听着徐虎的呵斥声 众人羞愧地低下头 我明白了 大人您说的对 咱们绝不能退 要和他们战到底 对战到底 徐义愣了一下 激动地看着这群下属 好半赏才开口 你们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与其撤退 之后还要和前军在队上 不如投降算了 老子再也不想和他们为敌了 根本打不了一点 投了投了 众人眼神变了 妈的 老子还以为是个好汉呢 哥们只想着逃跑 你个当老大的道好 直接发起投降是吧 周围官员都有些小尴尬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反倒是徐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看了下自己的这些下属开口道 诸位觉得如何 再打下去 恐怕等到前军攻破此称 咱们这些人怕是都活不了啊 既然想到投降上去了 那这种事情 自然是大家伙一起决定的好 总不能让自己一个人背负骂名 一名官员犹豫了一下才开口道 那个周牧大人 上头还给咱们送了三十多万斤火药 就囤积在后方 借助这火药 应该能够抵挡一阵子的吧 不少人都是眼前一亮 之前刘燕燃可是将这段时间 齐国积攒的火药 全都送到了雍州来 准备在这一举 重创赵安康的军队的 徐虎看了他一眼 当然道 这点我又怎么会忘记 现在关键是咱们没人啊 十万大军打到现在就两三万 各城老百姓听说永州沦陷 一个个都往后方跑拦都拦不住 众人一听都不禁有些头疼 徐虎说的没错 之前从平州调集而来的 十万大军败得太惨了 导致他们现在手上就两三万人 就这点人数还分成了四波 这会儿 其他三将都被赵康的兵马为主 就徐虎手上现在能用的人 不足八千 搬运火药都不够 更别说守城了 一人叹了口气 心里也开始动摇了 不是我等无能 而是乾均太强大了 非战之罪啊 我赞同周牧大人说的 有一票了 徐虎心里想着 目光看向了其他人 一人骂了一句 他娘的乾均 怎么就不去打周国 投吧投吧 有人心里还有着其他想法 试探着开口道 要不咱们炸降 然后在城中堆积火药 等到乾均进来炸死他们 顿时就有人翻了个白眼 那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的 是你还是我 咱们就一文官又不是武将 一年就那么点俸禄 你玩什么命啊 是啊 而且乾均在永州 那可是足足杀了 四十六士族门阀的人 听说那人头成都挂不下 由此可见 那赵人图究竟有多残暴 咱们要是这么干 那姓赵的混蛋 还不把咱们祖坟都给刨了 祝708写了士族门阀 但是被审核了放不出来 听到这话 之前献炸降机的官员也不说话了 他知道 这会儿 许虎提出来的投降 已经是众人心之所向了 恐怕这会儿就算还能打 这些人也不想打了 因此 他也就再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许虎咳嗽了一声 既然大家伙都赞同投降 那咱们就给乾均联名去一封书信吧 那长远将军他们呢 有官员问道 他口中的长远将军 便是之前来支援雍州的三名将军之一 许虎想了想到 咱们也给他们去一封书信 不过得送得晚一些 这些武将脑子里都是石头 要是一根筋地打到底 知道咱们要投降搞不好先弄咱们了 许虎话音刚落 门外侍卫连忙进来汇报 诸位大人 我军一名赤后来报 众人一愣 许虎开口 让他进来 门口走进一名士兵 满身血红 也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诸位大人 长远将军让他下来送信 徐虎有些吃惊 如今凤流成被前军围的水泄不通 你怎么跑出来的 士兵喘着气 仿佛还有些心悸道 将军派出了三百名赤后传信 只有我一人活了下来 死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前军竟然恐怖如斯 士兵一边说一遍 掏出了带着血迹的信封 徐义赶忙接了过来 拆开信件只看了一眼就无语了 大人怎么了 见他这反应 官员们有些疑惑 徐虎把信扔到了桌上 咱们还在这商业 长远这家伙居然已经先投降了 曹 他这信 还是来劝咱们一起投降的 雍州官员顿时都无语了 而此时 赵康看着面前局促不安的七国将领 这家伙不久前才带着麾下七千骑军县城投降 坐吧 打了个哈欠 赵康率先开口 看着面前的赵康 长远心中满是感慨 这就是钱国的国师 这些天就是他带着前军将自己打得稀里哗啦 连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手下的士兵就都死得差不多了 并且看起来对方居然如此年轻 真是可怕呀 说说吧 雍州内部不防的情况 我懒得一个个继续打下去了 赵康笑道 长远表情严肃 淡然道 若是只有我一人 我必然和贵军死战到底 之所以投降 只是不想手下的士兵在白白牺牲 大帅要是以为我是贪生怕事之辈 想让我出卖齐国 我平生恪守的军人知道 不支持我做这样的事情 抱歉你看错人 赵康择了一声 伸手入怀 掏出了一千两银票 拍在了长远面前 这有一千两 要么老实交代问题 要么我现在 让人把你拉出去绑起来轰一炮 自己选 长远笑了一声 大帅 您看人真准 雍州的情况是这样 而且 我还专门给助手雍州主称的徐虎 写了一封信 劝他一同投降 这算不算立功了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算你一功 随后伸手将银票拿了起来 重新放进了怀里 伸手去接的长远一愣 大帅您 赵康认真道 我这说 这有一千两 又没说给你 你这什么意思 操 长远心里怒骂一声 行了 你可以回战复营了 放心 既然你投降了 那本帅自然不会杀你 当然你想要在我这里继续领兵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赵康呵呵一笑起身道 我手底下 只有战死的士兵 没有投降的将军 长远顿时老脸一红 却也没在装什么军人气节 这些天看着自己手下两三万人 一战就只剩下七千左右 而且连一个前军都没杀掉 他差点尿都吓出来了 能保住命 这会儿 已经很幸运了 至于还在坚守的同僚 对不住了 我先投了 有了长远的投降以及正在投降的徐虎 雍州基本上是已经手无可守 齐军也并非都是如长远和徐虎这般惜命的人 来支援的三将之一 林海峰便选择了死守城池 面对赵康三次劝降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于最后在城池被攻破之际选择用携带的火药自尽 与城同亡 给前军造成了些许损伤 但也仅此而已了 站在雍州主城的城头上 赵康看着后方城内一件件耸立的房屋 面前是徐虎等开城投降的雍州官员 赵康心中有些感触 这大概便是师胜所写的国破山河在了 徐虎是吧 他开口道 徐虎赶忙应声 大帅 赵康道 明日景君就会来到 然后接手着雍州主城 接下来你要做的便是配合景君安抚百姓 在下明白 在下明白 徐虎点着头 赵康 带我去火药库吧 大帅这边请 一众官员赶忙到 随后带着赵康去了存放火药的地方 打开雍州库房 看着满满当当的堆积成山的火药桶 赵康嘖了一声 这么多火药要是炸了 还不得上天 刘嫣然也是够狠的 在齐国财政如此紧张的情况之下 居然还能弄出这么多火药来 可惜锁托飞人 这会儿可就全都便宜了自己了 派兵将此地把守起来 赵康没有再多说什么 让徐虎他们下去安抚城内百姓 自己则在城内走着 攻打雍州的进度远比雍州更加简单了 只用了13天 接下来 只等警军的大部队接手一个个雍州城池 这一周也就算是拿下了 徐虎他们这十万人 应该是齐军这段时间新操练出来的士兵 就是不知道刘嫣然有没有征集那些 世家豢养的士兵 要是这样 那可就省了自己的功夫了 只要这些士兵赶上阵 他就有理由继续一路下去 找士族门阀的麻烦 他正思考着 远处孙芳小跑来 大帅 方公公他们到了 赵康点了点头 带我过去 方少等人逃出圣经城之后 就躲到了距离帝都较远的雍州来 这些天都分散潜伏在主城当中 本想着伺机而动 干掉徐虎这个周末 没想到 对方这么快就投降了 省了他们不少功夫 国师 见到赵康方少 恭敬地打了个招呼 看了眼方少身后的人 赵康不经皱眉 死了这么多人啊 当初带去齐国的三百号杀手 除了陈江和南宫龙两人之外 这会儿 方少身边只剩下了三十多人 方少有些惶恐到 圣经城内有着三名三品的高手 行动的那天晚上被他们察觉到了 因此折损了不少人 请国师责罚 赵康摆了摆手 这些有的没的就不用说了 集合你的人马随军待命 随后你速速赶回国内 加紧时间增加人手训练锦衣卫 将来要想稳定 少不了锦衣卫的 得让方少扩充一下北镇府司的人手 是 方少立马应声 随着锦军的赶到 接手雍州主城 赵康给正在雍州大地作战的前军 下达了一条命令 加快进攻速度 等时 张龙 吊哥 李狗蛋 周龙等各将收到消息之后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开始疯狂进攻 尤其是李狗蛋 甚至在三天之内连下四成 这家伙打到最后 直接将大炮跑到了后方去 带着千号人骑马行军 只是用手榴弹 就炸得城中的七国官员惶恐不安 最后出城投降 所有人都感觉到了 前军的攻势 比较之前变得更加猛烈 18天的时间 雍州全面沦陷 有的地方在听说徐虎等人投降之后 根本就提不起反抗的心思 前军还没杀到 就打开了城池大门 等到前国士兵一到 直接开头 奶奶的 前线十万大军 这么些天就没了 老子手底下就几十号官兵 让老子去对抗前军 这不为男人吗 抱着这样的心里 雍州沦陷的速度 远远超过了雍州 跟在赵康生后 接管城池的景国将领 这些天都乐得有些合不拢嘴 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打仗的 一路横推碾压 简直不要太过瘾 相较于赵康他们 高渊等人更觉得自己 好像是来旅游的 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 跟在前国屁股后面 接管城池就行了 那叫一个轻松协议 以至于一些景国新军 都有些手痒了 向自己的将军请命 想要跟着前军上战场 如今 七国朝堂乃至各州各地的眼睛 都在盯着雍州的战场 因此 当雍州被前军占据之后 消息第一时间 就传递到了各处 这是难以置信和接受的结果 刘燕燃捂住嘴 强行咽下那口 涌上喉咙的滚烫鲜血 紧紧握着左拳 下方的文武百官 这会儿一个个静若寒蝉 甚至连吵架的声音都没有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着刘燕燃 周月 各地司君集结得如何 听到刘燕燃发话 周月赶忙开口 目光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 已集结了五万人马 拱卫惊尸 五万 刘燕燃眼神一凛然 周月身子一哆嗦 这种事情瞒不住 回殿下 前军功是太猛雍州沦陷 如今霞州 宇州等地的世家门阀 都开始兴兵作乱 有的甚至 甚至什么 刘燕燃闭上眼睛 周月低下头 这些人打出口号说是 迎新前推爆齐 眼神轻微上挑 不着痕迹地扫过对面的官员 周月垂下眼帘 这便是之前刘燕燃加大商人税收 以及逼迫百官捐赠迎钱充赢国库 带来的后遗症了 之前齐国没有什么波澜 所以这些人都只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现在乾国打过来 齐国已经有了亡国之相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坐不住了 与其等着乾国打过来 那不如自己先行一步配合 加速齐国的灭亡 也算是给乾国立功了 相当于卖一份人情给乾国 周月心知肚明 这些作乱的世家门阀 其中有不少的幕后之人 就站在这座朝堂之上 都不是傻子 看得清如今局势 齐国真的要亡了 所以便早早地开始给自己谋厚路了 刘燕燃笑了 依稀能够看到唇齿间的血色 好 好的很啊 刘燕燃的笑声显得有些阴寒 令人不寒而栗 不少心虚的大臣纷纷低下头 宣语文宗师 刘燕燃突然开口 对着一旁的太监总管道 太监总管连忙传话 不少大臣都有些疑惑 只有周月等少数人心中一惊 他们这些齐国重臣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东西 在齐国 有三位宗师被皇家供奉着 修炼资源武器秘籍 应有尽有 而他们除了护卫帝都安全之外 平时也负责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刘燕燃这时候 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照对方 这是要干什么 刘燕燃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看向周月 宰相大人 想必已经将各地作乱的士族查清楚了吧 周月心中亥然 连忙从袖子中掏出一份折子 压着心头惊慌 启禀殿下 所有名字尘都已经记下了 那就好 话音降落 大殿外一名老者身穿灰衣走进大殿 浑身上下透着不凡气势 宇文元参见殿下 老者不卑不抗行礼 刘燕燃淡道 宰相 将名单交给宇文宗师吧 周月赶忙递出了那份 此刻和死亡名单无疑的折子 宇文宗师 本宫现在 对你下最后一道命令 名单上的人 三代之内一个不留 刘燕燃笑呵呵地说道 宇文元打开折子看了一眼 密密麻麻的名字连带着鼠地 他叹了口气 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刘燕燃 虽说不懂政治 但刘燕燃那句最后一道命令 表示 今后要放他这位皇家 供奉自由了 这也表示 起国真的撑不住了 宇文元遵命 抱拳行礼 这位三平五道宗师 大步离开了大殿 当即就有人坐不住了 连忙尖叫道 不可押殿下 若是如此行事 恐怕会让民间百姓 对朝廷更生怨恨 是啊殿下 如今正是需要凝聚民心的时候 只要民心尚在 咱们就能和前军一战 眼见刘燕燃要动手 这些大臣都有些急了 那些人和他们 可是都有着不小的关系 这要是让刘燕燃派人杀光了 这可就玩毒子了呀 刘燕燃细血一笑 朱军为何反应如此剧烈 真是怪灾了 本宫又不是让人杀的朱卫 你们慌个什么劲 不是殿下 这些可都是我齐国的子民啊 子民 笑话 疏然间 刘燕燃眼神一变 敌人敬犯我大齐 不思欲敌 反而新兵作乱 开门迎敌 这样的人 也配饰我大齐子民 既然他们想要这时候 用我齐锅的血肉 去做献给敌军的贺礼 那我就要他们的命 朱军好自为之 起身静止离开了大殿 刘燕燃已经不想再面对 这些虚与伪夷的家伙 松开了一只紧紧握着的手 手心烟红一片触目惊心 宰相大人 这一下怎么办 这女人一定是疯了 义人显然是昏了头 已经有些口不择言 但却没有人提醒 他们心里也都是一样的想法 周月此刻也是心情阴逸 看着众人不客气道 你们问我 我问谁去 看来这次咱们齐国真的要亡了 朱军咱们不如 义人眼中露出凶狠之色 话没有说话 但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如今甚至都不需要避讳什么了 一座朝堂好似成了谋反的密室 显得那样滑稽可笑 你想什么呢 可是还有这禁军呢 咱们去找林双劝他行事 这会儿要是提早向前军投诚 将来说不定还能保住官身 求个荣华富贵 要是等前军打过来 那可就不好说了 难不成到时候真要投井悬梁 看着这一幕 周月心中冷笑一声 懒得再和这些大逆不道的人 掺和在一块 虽然他心中也有着想法 但是却无比地头疼 自己在前国并没有什么能够说上话的人 和那国师赵康也不认识 就算是想要投诚 都没有路子 景国那边倒是有个赵龙 但这家伙这些年就跟死了一样 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算他这段时间秘密派人前往景国 也一无所获 再加上现在齐国和景国的深仇大恨 想要通过这赵老弟牵线搭桥 好像有些困难了 心头闪过一个人 周月眼神一下子阴沉下来 冷哼一声 甩袖离开了大殿 坐轿子一路返回家中 看着面前双手带着镣铐的女子 周月语气冰冷的和水牢中的水一样 再问你一句 那个家伙究竟是谁 宋青岩眯眼笑了一声 脸上的伤痕显得有些骇人 都说了几次了 我不知道 周大人神通广大 不会自己去查 周月顿时冷笑一声 看来你是不想要周明活了 宋青岩神色顿时一变 周月你这个混账 自己亲生儿子 你也想要下手 有什么你冲我来 彼此批字罢了 比其你送给我的侮辱 这算得了什么 周月五官都有些扭曲起来 看着墙面上那行字阴森地笑着 我现在是不敢杀你 还得好好捧着你 但你这个贱人给我寄好了 周明的命 现在卧在我手里 你要想 女儿安好 最好乖乖听我的话 否则 我保证你会后悔 紧紧握拳 宋青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看来景国和钱国的攻势很紧密 让你这齐国宰相也慌了 怎么齐国要亡了 这段时间 周月三天两头就来问那人究竟是谁 宋青岩已经猜测出了外界的情况 他太了解面前这个人了 若非情势已经十分危急 对方根本不会这么急迫 真是聪明 周月冷哼一声 将来你要是能够保住周家 那名儿便没事 二 去把城内最好的大夫请回来 遵命 宋青岩神色讥讽 真是好一只绿毛龟呢 请大夫自然是要来给他治脸上的伤势了 周月却并没有这话给激怒 冷漠道 记着我刚才说过的话 你现在应该最好祈祷 那个家伙 是个能在井国说得上话的人 否则咱们 就都别活了 那到时候 就请你周大人 好好操劳 最好风风光光地 将我送到对方床上 皇宫之中 刘延然平静看着前方病床上的父皇 刘广文脸色苍白 眼窝深陷瞳孔之中 红黄交织 精气神肉眼可见的衰落 听着刘延然说完 这齐国皇帝剧烈咳嗽起来 好半天才舒畅地闭上眼睛 强撑着身子 靠在床头 如今 如今 真是悔不当初了 要是当初没有信了 萧飞与蛊惑 出兵攻打井国 让刘延然好容易建立起来 两国关系破裂 齐国断不会遭此劫难 刘延然轻声道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那帮家奴如何了 刘广文突然开口询问 原本昏暗的双瞳 露出了些许锋芒 有了些许帝王气质 刘延然笑了一声 笑声显得那样苍凉 明里暗里 基本上都在谋划着 怎么向乾国投诚了 想必现在最期望 乾国濒临城下的 便是他们了 该杀 刘广文的呼吸 变得急促起来 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神色显露些许愧疚 这段时间苦了你了 欺然一笑 刘延然难难 我终究不是他的对手 有负陛下重拖了 强提一口心气 刘广文深吸一口缓缓吐出 整个人显得平静下来 闭上双眼轻声道 收拾一下 让龙宗师送你离开吧 接下来的事情 正会自己处理 父皇 刘延然呆呆地看着对方 刘广文睁开眼睛笑了笑 我婚拥了一辈子 唯一值得称道的 便是有你这么个好女儿 国破家王这种千古骂名 怎能让你承受 延然 离开吧 离开皇宫 不要想着复国 赵康和乾国 的确不是我们能够对付得了的 为父现在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将来找个好人家嫁了 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 再与群臣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在面对乾国和赵康的磅礴压力之下 都没有显露丝毫颓丧的刘延然 此刻泪水绝地难以忍受 扑倒在了病床前 伸手摸着女儿的长发 刘广文自嘲一笑 当了这么长时间的缩头乌龟 总该要为自己的女儿站出来一回 快去吧 我不走 刘延然抬起头来 翘脸上满是泪痕 傻孩子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的路 为父和大祈自己走 说着 刘广文笑了一声 起身下床拉开了一个柜子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 并没有多少光泽的玉佩 这是你娘进宫那天给我的 那个傻丫头 当时还说什么 这是她的嫁妆 刘广文神色缅怀 笑容有些忍俊不惊 似又见到了当年那个 被地方官员送进宫里 当秀女的女孩 可惜 在这争齐斗艳的后宫之中 那样单纯的人 注定活不长久 以至于后来 这位齐国皇帝大发雷霆 杀掉了后宫三十六名妃子 我是见不到你成亲的时候了 所以这玉佩你拿着 将来要是有看上眼的男子 就给他 也当作是嫁妆吧 父皇我 刘广文打断了他的话 去吧 龙宗师已经在寝殿等着你了 魏夫现在就这个心愿了 莫要忤逆 一直过了许久 寝宫之中 不见了刘嫣然的身影 几名太医惶恐不安地跪在地上 刘广文笑了一声道 诸位神医圣手 敢问朕如今 还能苟延残喘几天 几名太医不敢回话 刘广文喝了一声 朕问你们话呢 身子同时一颤 一人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说道 回回禀陛下 若是条理得当 至少 至少还能延寿两年 太长了 可有办法让朕回复精气 时间短暂一些也无妨 刘广文平静道 几名太医互看一眼 好办法才知之无无道 若是服用药时 佩以银针刺穴 能能够使陛下完全恢复 但是但是只有两月寿命 那便是真吧 刘广文笑了一声道 片刻之后 刘广文的气息 浑然一变显得悠长平和 甚至原本花白的头发 多了些许乌黑 看着同镜中的自己 宫女伺候着他 穿上一身龙袍 传令下去 圣经城内所有兵马 即日前往帝都八门防卫 太子刘建元丰护国将军 二皇子刘建康丰荡寇将军 八皇子刘建吉 丰武威将军 八人统帅帝都全军 镇守圣经城八门 不破敌军 不得返回内城 今日起 再朝闻五百官 无论品质大小 皆披甲直锐助手成头 为此令者杀无赦 端正了一下刘免 刘广文轻笑一声 自言自语道 那就封个够吧 圣旨一出 帝都瞬间震动 所有人都猛逼了 尤其是刘广文的八个儿子 此刻一个个的都跪在大殿上哀求着 他们平日里混吃等死 作威作福习惯了 要他们上阵领兵打仗 跟要他们死没有什么区别 这不八皇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 父皇 您这是要尘死啊 那前军如此虎狼孩儿如何对敌 哦 那的确是父皇考虑不周了 刘广文端坐在龙椅之上 看着自己的儿子 刘建吉立马 是啊父皇 威武将军父皇 还是另行分封他人吧 周语 刘广文弹道 毅历大殿的老者 乃是齐国皇室三大供奉中的最后一位 听到刘广文的话 当即一掌拍出 浩大真气 直接将八皇子刘建吉 鸡飞装在了龙柱之上 都没有发出一声惨叫 刘建吉就去见了佛祖 尸体满身血污 灯石下的所有人目瞪口呆 满脸的不敢置信 尤其是周月 呆呆地看着龙椅上的刘广文 就 就这么给杀了 剩下的七位皇子 连带太子刘建元在内 差点尿都吓出来了 同样也是愣愣地看着自己的父皇 刘广文端坐在龙椅之上 笑了一声 现在还有谁觉得 不能胜任朕的安排 尽管说出来 一座大殿 瞬间变得仿佛鬼域一般 刘广文满意地点了点头 很好 看来朱军都和朕一样 满腔报国志向 在座诸位不少都没有上过战场 不过别怕 朕也一样 你们是将军 那朕自然便是元帅了 所以朱军别怕 这一战 朕和你们一起 咱们君臣上下一心 何愁敌军不灭 疯了 所有人都只觉得 此刻坐在龙椅上的刘广文疯了 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能说杀就杀 但是这会儿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劝阻 面对一个疯子 你根本没有任何道理可以讲 但要是就这样按照刘广文说的做 真的穿上铠甲去成头 那跟死有什么区别 于是乎 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宰相周约六部尚书 这些一品二品的朝堂大佬 希望他们能够出声制止一下刘广文 这会儿 他们都开始怀念起刘延然来了 因为刘延然虽然也会杀人 但不像现在的刘广文一样 一眼不合就杀人啊 并且第一个宰掉的 就是自己亲儿子 这他娘的也太吓人了 可惜 当刘广文出现的时候 对方就说了 从今天开始 所有事情 都由他这个齐国皇帝决断 似乎是也猜出了 群臣心中所想 刘广文笑眯眯道 看来诸位爱卿 有些不太愿意啊 不过无妨 在召见诸君之前 朕还下达了一道旨意 他话音刚落 一名小太监来到大殿门口 高声道 启禀陛下 皇城进军统领凌双求见 刘广文高兴道 这就来了呀 让林将军进来 进军统领凌双走了进来 丹西跪地 拜见吴皇 林将军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刘广文问道 群臣有些摸不着头脑 看了看刘广文 又看了看凌双 不知道这两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林双沉声道 回禀陛下 臣已经按照陛下旨意 如今圣经城内所有 在朝官员府邸 都已经派了进军把守 所有人出行 都要经过盘查 群臣瞬间大惊失色 这不是威胁吗 刘广文哈哈大笑 好 很好 朱军都听见了没有 唉 听说前段时间 有敌人的高手 潜伏到了咱们帝都 杀了不少官员 朕深感痛心 所以啊 这才奋出兵力 让林将军保护朱军的家眷 你们也不用太过感激朕 没了后顾之忧 想必朱军就能和朕同心协力 打退敌军了 之前 咱们打景国的时候 不是传回来战报吗 刘广文自顾自说着 想那景国不过区区七州之地 在圣经城被咱们攻破之际 好家伙再朝官员两百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逃跑的 就连皇族子弟都战死了仨 咱们七国雄居北地十二州 总不会连小小景国都比不上吧 话说到这份上 就算是傻子 也听得 出来刘广文的意思了 这个疯了的皇帝 是要拉着他们一起陪葬 如此 齐国的文武百官 哪里还坐得住 陛下你这是逼迫我等 陛下 要逼迫咱们造反吗 昏君 昏君啊 所有人都不装了 一个个双眼充斥着怒火 看着龙椅上的刘广文 刘广文露出一副惊异的神色 不解道 朱军这是做什么 朕这么做 可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要不然 等到前国打过来 攻破了咱们圣经城 你们这些人 岂不是都成了亡国奴 朕可是不忍心 让朱军背负如此无名 才这样做的 笑话 你这昏君如此行事 置我等成功于何地 由此君王 这齐国果真要亡了 既然这样 这朝堂不大也罢 几名官员一时间 气昏了头 纷纷叫嚷着 刘广文收敛了笑容 很好 来人 把这几位不想 待在咱们朝堂之上的大臣 带走 砍了 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 当时 这几名官员就后悔了 连忙跪下 陛下 陛下 我等一时间口不择言 还请陛下恕罪 陛下 我等之罪 求陛下开恩啊 但刘广文此刻 杀意已决 带走 门口侍卫立刻冲了进来 抓着几名大臣 就要往外拖 几人是奋力反抗 哀嚎不断 听的人胆颤不已 撇了撇嘴 看着几人抱着柱子 哭天喊地 刘广文呵斥侍卫 都是我设计之臣 你们怎可拖拽 驾出去 陛下陛下 陛下饶命啊陛下 陛下恕罪啊 胆敢出生的几人 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一刻 一座大殿无数朝臣 身子都在发抖 若是刘燕燃 他们还可以装死不作声 用这种办法来逼迫对方 去决断担责 但是 现在是刘广文 而且还是已经疯狂了的刘广文 这种满狠不讲理的方式 直接让他们无从应对 周宇 刘广文再度开口 周供奉恭敬道 陛下 刘广文 你去咱们宰相大人家门前守着 毕竟是百官之首 虽然周大人家里有好几个高手 但也不可大意 搞不好对方行刺的对象 就是咱们宰相大人呢 正好你们都姓周 可一定要好好保护周大人的家眷啊 最后一句话 刘广文是看着周月说的 后者脸色惨白 刘广文这一通乱全 将他的所有盘算 全都打乱了 这时候 刘广文起身哈哈一笑 笑得人心里发慌 他也不再装了 朱军 朕当了四十七年的皇帝 也就被你们这些家伙 制衡了四十七年 今天才痛快了 所以 朕现在就只有一个要求 敌军来势汹汹 要么你们将来跟着朕一起 有可能 死在外城八门 但你们的家眷子四可以活 要么朕现在杀了你们 灭了你们的家族 在座之人 不是有许多 自许国百年加千年 行吧 朕给你们选择 还想着加千年的 待会就得给我穿上甲皱 去外城八门厚着 等着敌军来 放心 朕会和你们一同上路了的 灵霜 臣在 刘广文笑呵呵道 诸位大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体面人 待会要是实在体面不起来 你就带着敬军帮他们体面 臣明白 灵霜咧嘴一笑 离开大殿 刘广文又颁布了一道圣旨 后宫中的嫔妃 可以自行离开皇宫了 随后这位七国皇帝 去了库房之中 挑选了一身普通假皱 自己穿戴起来 而后除了禁军之外的皇宫中的三千侍卫 跟随者刘广文 亲自来到外城 不多时 一个个文武大臣 就在灵霜这个禁军统领的帮助之下 体面地来了 仿佛皇帝御驾出征 百官随同 不管有没有实力 但至少外表很唬人 这不如此情形 让圣经城内的老百姓都很振奋 觉得君臣如此 区区前国 必然将要杀鱼而归 只是真实情况 就只有官员们心里清楚了 相较之下 更加恐慌的是 这些官员的家眷 府邸都被禁军侍卫给包围监禁 谁也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啥 只能惶惶不安地 过一天算一天 更改了容貌的陈江河 端着饭菜走进院子中 敲了敲房门 进来吧 看到是他 已经不用待在水牢的宋青年 眼皮一跳 目光看向外边 目光透着问询之色 陈江河放下饭菜低声道 这会儿 府上被禁军包围了 人心惶惶 没人在意的 闻言宋青年点了点头 随后有些着急 先生 我而周明 陈江河叹了口气 夫人不必担忧 周明被周月软禁起来了 派了食人看守 有我同伴注意着 倒是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是现在皇宫中的 那个大内高手 来到了府邸 此人实力境界 都要比咱们两人高 就算是联手 恐怕也只能占个平手 所以 咱们暂时还走不了 是我急切了 还请先生 无论发生何事 都要救下周明 我在这先谢过先生了 宋青年恭敬道 陈江河笑了笑 夫人客气了 您放心 上头人既然说了 必须护住你们二人 那在下拼上这条命 也会护住 你们两人安全的 听到这话 宋青年心里仿佛和猫爪一般 实在忍不住询问道 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他究竟是谁 居然连你这般顶尖强者 都听命于他 总不能是什么警国皇室吧 陈江河尴尬一笑 不听命不行 上头那家伙记仇不说 还很会坑人 总之到时候 夫人便知道了 先用饭吧 宋青年 只得无奈下意识地 摸着自己的脸庞 两道骇人疤痕 自嘲一笑 要是见了这副模样 就算来了 怕是也得吓走了吧 几名大夫治疗下 比起原先好了许多 但终究还是 毁了容貌 陈江河顿了顿 此事 我们已经传信出去 他这会儿应该知道了 那便好 宋青年点了点头 带到陈江河走后 女子来到镜前 看着头上那只便宜货 又将其取了下来 小心收进了柜子中 摇记得许久之前 有个寒窗苦毒的学子 节衣缩时积攒了许久 也送了这样一只簪花给他 4月27 自出兵将近两个月 拿下了齐国永州雍州 外加如今沦陷大半的平州 坐雍十二州大帝的齐国 已经有将近三州 落入赵康手中 孙芳 点出一万白虎军 另外传令给李隆 点一万青龙军出来 咱们再奈成集合 另外大炮三十门一同出发 赵康挽着手上的药盒子 开口传令 孙芳挠了挠头 大帅您要干嘛 我带你们打圣经成雀 赵康随口道 孙芳顿时无语 您能不能不要说得这么轻巧 难不成你觉得有难度 赵康诧意道 孙芳黑黑一笑 这倒不是 不过咱们这样干 那么大军谁来指挥 周龙呗 这点小事 你应该能够做好吧 赵康看向周龙 后者咧嘴一笑 大帅这话说的 从现在敌军的抵抗来看 这些七国人 根本就没有了斗志 就算不用大炮 给我二十万人 半年之内 我也能凭了七国 瞧瞧 不愧是老子的副帅 就是他娘的豪横 那这大后方就交给你了 让高渊他们 分出五万人来 大炮分作十组 分发个军 咱们多面开花 总而言之 老子打到圣经城的时候 你们要是拿不下来 两三个周 就等着老子回来收拾你们 周龙哈哈一笑 大帅放心 我等必是死完成任务 带到其余人走后 赵康这才开口 二牛啊 守我看看 老爷我看你身上 有股焚迹煞气 怕是有血光之灾啊 二牛立马一脸警惕 不是都给老爷你看过了吗 真有效 您又要干嘛 我是怕效果不好啊 赵康忧虑道 毕竟上次砍你那刀 好像下手有些轻 操 老子伤口十天 才愈合开始结痂 你和我说轻 林二牛气得蹊跷生烟 赵康乐呵着一脚踹过去 妈得越来越没大没小了 话说回来 你的昆最近如何了 林二牛打了个哈欠 好了些了 最近有些蠢蠢欲动 那就好 看来老子的确没有废 他娘的 你那破药 究竟咋弄的 如此丧心病狂 赵康心中安慰了不少 林二牛顿时来兴趣了 一脸傲然道 开玩笑 那可是我结合了驴药 以及江湖惯用的数十种魅药 取其精华 气其糟粕 凝炼而成 得得得 您老以后 还是研究些正事吧 说着 赵康也来了些兴趣 二牛你有没有研究过手术 手术 那又是啥 林二牛有些猛逼 就比如说啊 战场上让人捅了一刀 军中大夫不就是用针线缝合伤口吗 这就叫手术 赵康引导着道 咱们人啊 会生很多病 比如 有的士兵感染了什么细菌啊 或者内脏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手术去医治生病的地方 把坏死的地方切了 这玩意儿 也叫做开刀 二牛一听顿时不屑 这有什么难的 赵康顿时大惊 莫非二牛又重新捡起了大夫的职业道德 都已经开始研究到手术方向了 他胆忙追问道 你有什么发现吗 深入研究过 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需要什么深入研究啊 林二牛喝笑一声 哪里坏了 把哪里砍了不就行了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了 要是手指不好 那就把手砍了 专门治砍出来的伤口不就行了 赵康 那他妈要是头吗 那就把头 可嗨嗨 这个好像不能砍 看着赵康不善的神色 二牛赶忙改口善笑一声 听老爷你这么说 好像是得好好研究一下 赵康叹了口气 果然 在这种医学科技素质上 自己还是不能对二牛抱有太大的期望 不过转念一向 西医好像最开始也是从哪里坏了 砍哪里 还有什么放血治疗发展来 这么一想 二牛的方向 居然也不算彻底错了 这个时代医学赵康是有所了解的 毕竟之前带着人弄大蒜素和青梅素 和前世的中医比起来说 这时代的大夫和中医 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虽然都有针灸草药啥的 但是就拿二牛弄出来的这盒屈八糕来说 就算放到前世 赵康也没听说过 有什么药膏 能够真的完全做到屈除疤痕 但李二牛愣是就搞出来了 用的那些药材 赵康别说见了 听都没听过 这要放到前世 这一盒子不得卖个几万块 但是 有一些中医轻而易举就能治好的病 李二牛也好 前国的御医也罢 就是治不好 不得不说有些神奇 不过赵康还是希望 二牛能够有所提高的 不然要是将来自己运气不好 给个什么癌症啥的 那不玩犊子了 虽然二牛技能有些歪 但是你不能否认 这家伙做出来的药 效果那是真的好啊 也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没有洋人 要是有的话 那么自己有必要去看看 那边发展成啥样了 到时候 绑几个什么瓦特 雷电法王特斯拉啥的人才回来 直接开启工业革命 那就有的完了 跟二牛东拉西扯的聊了会儿 孙方赶来汇报 一万百虎军已经集结完毕 军令也传递出去给李龙了 赵康便叫上二牛 将帅应交给周龙 指导黄龙去了 率军突袭敌军水晶这种事情 赵康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因此 除了警军有些惊恶之外 周龙等人都很淡定 有大炮跟着 能出什么事 退一万步讲 赵康一身三品中层的修为 打不过还跑不了 所以问题不大 来到奈城 等到了李龙的一万青龙军 两万兵马 再加上两千运送 操作大炮的火炮军 赵康等人一路上没有什么掩饰的 直接从官道出发 要是有人拦阻 那就直接轰 没人就行军 他麾下的青龙军和白虎军 那可都是数次杀场大战之后 活下来的老兵 就现在齐军的战斗力 三个打一个都不会是 这群前军的对手 因此 在发现赵康这群人这么嚣张 一些城池的官员看不下去 好容易凑出了一万人出来拦截 结果被一个照面 就被杀得屁滚尿流之后 所有人就都默契地 对着两万多人视而不见了 您只管走 别吃多了 打咱们就行 前景两国这次联手灭齐 加上府兵 勉强算是凑出了六十万人出来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 却没想到 过程如此顺遂 以至于景国在接管城池方面 一步一步进行调整 因为高渊等人发现 要是再像这样 打下一城 就派个一千人接管 那他们的人手根本就不够用 于是乎 在张龙的建议下 高渊直接绑了这些城池中 齐国官员的家属 你们继续管理城池老百姓 我们管你们就行了 这样一下子 人手就充裕了 而且效果还不是一般的好 原本惊慌失措的齐国老百姓 发现他们既不屠城 也不抢劫之后 日子还和以前一样过 除了城池被打没了 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之后 也都放心下来了 也因此 前军推进的速度 远比之前更加恐怖 并且因为知道赵康的前进路线 所有各军工程之际 也都是紧挨着赵康走的那一条关道 随时拦阻有可能出现的敌军 齐国各州各地的官员 在这种攻势下 要不投降 要不节节败退 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到了这一刻 就算是市井老百姓田间农夫也都知道了 好像齐国 这次真的要没了 5月下旬 气候变得炎热起来 不过齐国水系发达 比较其他三国来说 气候向来要低一些 因此 倒也还算适宜 再一次看着那高耸的城墙 赵康心头感慨万千 第一次来 是代表景国来要赔偿 第二次是为了坑消飞语 如今这是第四次了 圣经城外城的城头上 站着密密麻麻的代甲士兵 势力向来有些不太好的赵康 也变不出来 里面有没有熟人 便直接告诉孙芳道 派人喊话 投降可活 孙芳眯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这才道 大帅 我看悬啊 那城头上竖着的旗子皇帝龙文 好像守城的是皇家的人 刘嫣然 不能吧 赵康一愣 要是刘嫣然这娘们 守城那齐国 还真是死得不冤了 问问是谁 青龙军中 一起策马而去 直接来到城门前一百步 我家大帅发问 守城之将是谁 刘广文一身战甲 听着下方传来的声音 他身边是一个个 面色惨白的皇子和官员 要不是这会儿 刘广文身边还站着几个 死中皇室的高手 他们都恨不得 把刘广文给绑了 抬下去 献给赵康了 淡然一笑 刘广文平静道 齐国刘广文 赵康收到消息 不由得一愣 刘广文 这不齐国皇帝吗 对方是这样说的 前去问话的士兵道 赵康 问他投降还是死战 刘广文听到赵康的传话 神色越发平静 告诉你们大帅 我齐国只会死战 不会投降 陛下 父皇 您饶我们一条生路吧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城头上顿时骚乱做一团 刘广文直接拔剑出来 将那叫着要投降的官员给砍了 鲜血满地 生死关头 所有人都顾不得许多了 周越神色猙獰看着刘广文 陛下 你这是要我们死啊 之前朕说的不够清楚吗 刘广文问道 混蛋 老子可不陪你这个疯子 都给我滚开 老子还没活够呢 一个个官员 立刻朝着城下跑去 刘广文坐到了椅子上 但道 凌霜 遵命 凌霜开口 所有人听令 若有人胆敢离开城头一步 视作逃兵 杀无射 遵命 周边进军纷纷抽出刀 另一边得到刘广文死战的答复 却没看到对方开门进攻 赵康有些不解 但也顾不上了 连环炮阵 目标圣经城 遵命 当第一颗炮弹 落在圣经城的墙面上时 刘广文等所有人都感觉到 好像脚底下这座尖城摇晃了一下 伸手轻轻胆去了肩头上的灰尘 在周边所有人都吓得趴下瑟瑟发抖之际 刘广文非但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露出一副饶有趣味的神色 起身离开了椅子 来到了墙朵旁 看清那正在发射炮弹的大炮 究竟长得什么样子 一丝裂缝出现在墙面上 刘广文看清了那一根根有黑的炮管 咧嘴笑了笑 想必 这就是前国用来一统天下的依仗了 这样的军队 这样的武器 试问天下诸国谁能抵挡 谁又敢打 看着一颗炮弹朝着自己飞来 刘广文闭上了双眼 并无巨色 轰隆一声 这一发炮弹将这位齐国的皇帝炸成了满地血肉 刘广文一死 墙头上的骚乱就更大了 一个个文武大臣开始四处逃窜 有的被炸猛逼的人伸出头奋力地吼着 我投降 别打了 然后就随着他们皇帝老儿一起下了皇权 说是一朝军臣拼死一战 但是自从战斗打响 就没有一个齐军冲出城门和前军来一场死战 凌双这个齐国禁军统领 在挥刀杀了几个逃跑的大臣之后 苦涩地笑了一声 挥刀自尽 他死之后 原本就混乱的皇城禁军也开始逃跑 毕竟不是谁都像他一样忠心耿耿 负责开炮的士兵用手遮挡着额头 眯着眼看清圣经城头上的混乱 连忙小跑上前 末将看城头混乱一片齐军守将 惊慌失措逃窜 是不是可以停止轰击破门 赵康双手拢袖 只是淡淡道 敌军并没有出声投降 继续开火 给本帅轰出一条马车可以通过的大道出来 遵命 听着不断的炮火声 赵康神情淡然 这些炮火 就算做送给刘广文这亲自守城的齐国皇帝 当做鉴别礼吧 虽然从未见过对方 只听传闻知道对方是个昏庸之辈 但在这种时候 一没投降 二没逃跑 赵康还是很敬佩对方这股气节的 足足三个小时 圣经城这座齐国都城的外墙 被轰出一道百米宽的口子 只打得赵康三十门火炮的炮管 铜红一片 跟烙铁似的 视线透过满地尘埃看去 根本就看不到活人 只有一片尸体 大帅要入城吗 赵康翻了个白眼 咱就几万人挤进去 人家老百姓用锄头扁的 都能把咱们敲死 等他们选出个主事的人来投降 说完赵康就不再言语 等到对方选出一个投降代表来 这座圣经城才算是彻底告破 到时候宣告天下齐国败亡 之后李隆他们 基本上也就不用打了 圣经城内的人 没有让赵康等太久 很快他就见到一批灰头土脸的官员 穿着齐国官服 在禁军的护送之下 小心翼翼地来到被哄开的城墙前 还没走近呢 就扯着嗓子叫了起来 别打了 别打了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赵康让驾车的士兵上前 没有什么顾忌的 来到这帮子负责投降的官员面前 目光扫了一圈 没有周远 很好 他看向先前开口的官员 报上你的名字官职 对方看样子 是个四十出头的官员 穿着蓝底绸子 一听赵康这么说 连忙跪了下来 将军饶命 在下云长青 之前任齐国礼部又侍郎 择了一声 赵康笑眯眯道 就一个又是狼了 现在 你能代表齐国投降 你们齐国的什么宰相啊 尚书啊 啥的呢 一名官员身子一抖 紧接着小心翼翼道 都 都被将军你们炸死了 周远也死了 死了 死得老惨了 我看着他裂开的 赵康听闻有些唏嘘 周老哥 你真是死得苦壮万分啊 放心去吧 其而我养之 云长青是吧 短暂的替周远 默挨了一秒钟 赵康发问 云长青赶忙英生 是小的 给你半个时辰 写一篇齐国投降的文书 不会太为难你吧 不会不会 我当年科举写的文章 得了假上 不用半个时辰两刻钟就够了 为了活命 这里不又是狼 那叫一个热情 赵康让人 给他找来笔墨 真就只用了半个小时 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出来 赵康看了一眼 不由得惊为天人 文章里面写的什么 齐国暴政名不聊生 今有前国授天之命 神兵天将拯救齐国 黎明百姓与水深火热之中 看得赵康那叫一个惊叹 这读书人颠倒黑白的本事 还真不是盖的 将军你还满意吗 不满意在下还可以重写 云长青小心翼翼地说着 赵康点了点头 不错 比我写的好多了 来人 拿下去 让随军主部抄路分发 各军昭告天下 士兵连忙上前 接过那篇投降的诏书 看向云长青等一干官员 赵康淡淡道 本帅不希望接下来 圣经城发生什么动乱 明白吗 明 明白 大帅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一群官员连忙跪了下来 表示忠心 入城 赵康大手一挥 在云长青等人的带领之下 步入圣经城中 也宣告着 这数百年国座的齐国 于今日起 就将不复存在了 圣经城内混乱一片 有的门户紧闭 有的眼神茫然地看着四周 更多的是一些衣着华贵的人 成群结队地凑在一起 身后堆积着无数金银财宝 准备好好向前军 展示自己投降的决心 看着那些眼神茫然的老百姓 赵康没有理会 只是再次传令告诫部下 不得胡作非为 一直过了两个多小时 看着前军不抢不杀 圣经城内的人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赵康的人马 就在外城驻扎着 到了傍晚时分 士兵前来汇报 大帅 外边有人求见 谁 对方自称陈江和 赵康眉毛一挑 让他进来 国师 卸掉伪装陈江和 兴冲冲地走了进来 他也有些振奋 没想到赵康 居然这么快 就打进了圣经城 情况怎么样 一切安好 就是之前信中所说的 赵康 那些我知道了 不怪你 听赵康这么一说 陈江和心里的石头 终于落地 赶忙到 差不多是您攻破 圣经城的时间 守在周府的那个 七国高手就离开了 宋夫人一家子 除了周月 现在就在周府 南宫龙守着 不会有什么意外 您何时过去 赵康咳嗽一声 等大军到来吧 这老陈都不看看时机的吗 心里嘀咕一声 赵康翻了个白眼 他这会儿 总有种曹操在晚城的感觉 就差没来一句 此城中可有那啥了 明白 那在下先返回了 陈江和道 赵康点了点头 顿了顿又追问道 可有刘嫣然的下落 陈江和摇了摇头 我和南宫龙 只顾着完成您交代的任务 并没有去注意对方 可能已经从后城逃出去了吧 这样啊 算了后面再说 你先回去吧 赵康摇摇头 圣经城破这家伙却失踪了 以后难免会给自己整什么幺蛾子 接下来 除了接收城池之外 还得找一找这家伙的下落了 攻破圣经城的第一天 并不算平静 有很多城内的人 在晚上出逃 赵康并没有让人阻拦 齐国都没了 这些家伙 还能逃到哪里去 同时也有不少权贵送来金银财 务事好 赵康是一点没有客气 钱都收了 人一个没见 把这群家伙气了个半死 却敢怒不敢言 接连过了两天 青龙军出现在圣经城外 是李龙收到了赵康攻破圣经城的消息之后 命令副将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帮助赵康接收城池 同时 高渊等警国将领 也派出了速度最快的骑兵 这些警国重将 心里那叫一个痛快 听说圣经城被攻破之后 一个个月的跟老来得子一样 唯一可惜的就是 不是咱们亲手攻破的 不过也无所谓了 有了各方兵力的入驻 赵康手下的人 一下子变成了六七万 接管现在的圣经城 已经是绰绰有余 安排好所有人的任务 赵康慢悠悠地离开了驻军地点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 看着往西繁荣的朱雀大街 变得一片冷清 赵康觉得有些物是人非 不过倒也就此而已 谈不上什么心理负担 慢悠悠地来到了宰相府 和周边的官邸一样 都被前军把守着 见到赵康士兵 立马就要打招呼 赵康拦了下来 走进府内 见他来了 陈江河立马去叫人 片刻之后 周明周贵兄弟俩都到了 还有宋青年 看着昔日的狐狸精 此 克脸上两道骇人疤痕 赵康突然觉得 心里有些堵得慌 前方三人的表情 也不尽相同 周贵是一脸 担惊受怕的神色 周明满眼怒火 宋青年则很是狐疑地 看着赵康 有些不确定 赵康究竟是不是 心里所想的那个人 毕竟这张脸比起之前 少了些书卷气 多了些厚重沧桑 赵康想了想 这才开口道 我乃前军将帅 之前来齐国 为了防止和刘燕燃打交道 赵康和人交流 都会压着点声音 这会儿用原本的嗓音 宋青年也没有察觉出什么意义 周贵率先就跪了下来 大人饶命 周明则是满腔木火 甚至朝着赵康吐了口唾沫 呸狗贼 我一定要杀了你 明儿 宋青年皱眉呵斥一声 赵康一乐 好小子 一段时间 眉见骨头居然这么硬了 他笑道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周明冷声一笑 死就死 老子要是皱一下眉 就给你姓 嘖嘖嘖 真是硬气啊 行了知道 你周少爷是硬骨头了 接下来 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的 我保证不会有人伤害你们 陈江和带两位少爷下去吧 遵命 草 狗日的你要做什么 周明怒吼 起来 带他们俩下去 偏偏留下自己娘亲 是什么意思 但陈江和哪会儿惯着他 踢着衣领 就像抓小鸡仔一样带走了 周贵大少爷倒是自己走的 这家伙 吓得都快尿了 院子中只剩下两人 赵康叹了口气 起身走上前去伸出手 宋青年下意识后退一步 冷声道 大人要做什么 赵康顿时觉得有些新奇 之前都被这女人拿捏 搞得像是自己被玩一样 他邪笑一声 泽泽 之前就听老陈说 夫人貌美如花 今日一见的确如此 虽然破了箱弹也很是吸引人啊 所以 我要做什么夫人 应该不难猜出来吧 宋青年一听 又退了一步 你敢 赵康便前进一步冷笑 夫人也不想自己的儿子没了命吧 宋青年登时目光一沉 陈江河到这会儿 也没有点破赵康的身份 他虽然有所猜测 但依旧不敢确定 见赵康这一脸禽兽的模样 当即拔出了头上的御差 语气平淡 齐国都被将军打下来了 我们自然是难以反抗什么 不过 至少生死还是能够自主的 大人不嫌弃 一句尸体的话 可以随便 他话音将落 下一刻猛地发现自己的手 被抓住 面前男子笑呵呵道 现在夫人还能自主生死 屈指一谈 御差便落在了赵康手中 则则 想不到夫人如此尊贵身份 居然带着这么便宜的头饰 不如从了本将军 以后金钗银钗有的是 这种拉某某一儿要了干嘛 还我 宋青年瞬间愤怒起来 就去抢御差 但他又怎么是赵康的对手 双目一下子就红了 看着赵康女子满是祈求 还我 你要做什么 我都答应你 赵康嬉笑一声 这可是夫人自己说的 说着 将御差递了过去 结果御差 宋青年擦了擦眼泪 柔和一笑 随后猛地将差子尖锐地 拿头刺向自己的喉咙 赵康吓了一跳 连忙伸手一挡 宋青年这一下力道之大 直接将赵康的手心也刺穿 并且还在推向女子自己的咽喉 鲜血猛的的涌出 滴落在地上 赵康低着头 有些不敢去看对方此刻的表情 他甚至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而是满腔的愧疚 坑了这么多年人 他还是第一次 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另一只手从怀里掏出一枚金钗 将其插进宋青年发际中 其实还是这个比较适合你 换一下 宋青年呆呆地看着他 泪水不知不觉滑落 赵康将玉钗抽出来 擦掉了上面的血迹收了起来 然后将身上的布包解开放到桌上 里边都是些香水香皂口红 他依旧没敢去看女子的神色自顾自盗 我不是什么锦国商人 也不叫爸爸 我叫赵康 钱国人 上次来齐国 就是为了一战提前布置 说完之后 他就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炫耀一下自己国师镇国王的身份 告诉对方 自己其实非常牛逼 不知为何 他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好半天 他才听到对方开口 原来也姓赵啊 他抬起头来 发现女子笑着 随后就见宋青年收起了桌上的布包 眯眼笑道 谢过赵博师赏赐 那玉钗确实不适合我 继而便转身离去了 女子边走边笑着 用手背擦了擦眼泪 其实吧 太有诠释了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 要只是小人物 那还可以没脸没皮地缠着 一直到了院子 宋青年回过头来 看着站在月亮门前的赵康 皱眉道 国师还有诗 赵康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尖 有的 请讲 赵康连忙拿出零二牛搞出的驱八药 高 这个我让人弄出来的 可以治你脸上的伤势 效果很好的 一点疤痕印记都不会留下来 宋青年的心猛地跳起来 双目死死看着赵康 好一会儿才到 让国师费心了 放那把 我带回自己敷药便是 这么些年来 除了挨消玲珑地打 赵康还真怕过什么 但此刻 看着宋青年的双眼 他感觉心里都在发毛 那目光就像是二品刀剑客 展出的剑气刀光般凌厉 又像是一双大手 将他穿的衣服全部扒光 让他赤裸裸地站在眼光下 在那眼神之下 赵康感觉 今天穿底裤 都被看清楚了 那双眼睛分明在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也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就我就是不主动提 就要 你自己说出来 赵康承认 这一刻 他有些怂了 事实上这一段时间 赵康总在思考 自己与面前 这个女人之间 只是单纯的欲望 还是自己心里 已经有了些难以言说的情绪 之前在齐国的种种 他心中所想都是算计 至于切欲偷香 著名的动作巨星说过 那是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也是男人 所以也会犯错 但是自从宋青岩 将那张名单给了他之后 他心里就始终有种怪异 的感觉萦绕 今日金钗换玉钗 也是想着到此为止 将之前发生的事情 当作一段美好回忆就行了 但他依旧鬼使神钗地跟了过来 四目相对 两人的目光 就像是在交锋一般 一个有些难以自信 却胜券在握 一个忐忑难安 躲躲闪闪 似乎胜负早就已经注定了 对视良久 赵康目光垂下 看着元气大伤 今天却突然重振旗鼓 求战心切的兄弟 暗骂一声 贱祸 他抬起头来刚要开口 对方直接祭出了致命杀招 国师大人 又能给我些什么呢 赵康露出无奈之色 想不到老子年纪轻轻 就要当后爹了 话阴落 宋青岩笑得花枝乱颤肚子疼 好半天才直起身来 那真是太难为你了 那药要怎么使 赵康犹豫了一下 看着宋青岩脸上 两道已经结痂的伤口 伤口已经结痂了 得把疤痕揭开在 话还没说完 女子猛地用指甲刺进疤痕 两指掐住夹块 连皮带肉扯了下来 刹那间 鲜血淋漓 你个疯女人 赵康破口大骂 连忙冲上前 宋青岩已经揭开第二道夹痕 只是笑着问道 用了这药 什么时候能好 得四五天 那也不长 感觉怎么样 上好了药 看着宋青岩 赵康低声询问道 冰冰凉凉的 不怎么疼 赵康翻了个白眼 林二牛又不是没跟他说过 这药效有多霸道 涂上之后 跟再被砍一刀 没啥区别 他也没有拆穿 宋青岩突然道 你养过鸟吗 赵康一愣 对这些玩意不怎么感兴趣 怎么了 养鸟很简单的 有个笼子一天给点吃的 兴趣来了 逗一逗听他叫唤 几声就行 打开笼子他也不会飞 更不会和别的鸟说在笼子里的事情 赵康愣住看着宋青岩 对方却只是眨眨眼 齐国的鸟是很贪心的 只想着 自己一个能把主人逗开心就够了 哪怕其实主人家还有更好的 赵康翻了个白眼 金屋藏娇 我好像会死得更惨啊 老实交代 顶多被打个半死 那就不关我事了 我也舍不得你被打个半死 能藏一天算一天 宋青岩认真道 赵康顿了顿 你刚才不是问 逗你玩的 宋青岩笑了一声起身 行了 夜夜深了 国师回去吧 免得让人知道了不好 赵康一听 虽然知道对方是 故意这样说的 但还是被勾起火气 开什么玩笑 帝都都被老子打下来 老子乐意住皇宫都行 左个儿才听说前军军令 不得骚扰百姓 大爷从来都是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 赵康鸣笑一声 宋青岩露出一抹犹豫之色 要不再过些天吧 现在这样子太难看了 少废话 你都不知道 老子这段时间遭了什么罪 一日天明 赵康心情愉悦地起床 虽然在宋青岩的要求下 没做啥 但只是同床而眠一夜 宋青岩就让自己的二弟满血复活了 赵老爷都快流泪了 帮着宋青岩上药 宋青岩笑盈盈地伸手掏了一把 一晚上到现在了 怎么还不老实啊 别乱说啊 我可啥都没干 赵康咳嗽一声 眼神有些忧怨 别这样看着我 是你自己说的不行了 我这才帮你重新抬起头来的 妈的 你给我等着 被撩拨了一晚上 赵康有种被人狠狠玩弄了的感觉 穿戴好衣服 两人走出院子 赵康就见到周明 提着一把菜刀冲了过来 王八蛋 老子和你拼了 助手名 不许这样对你赵叔叔 赵 叔叔 周明猛逼了 踢着菜刀的手高高扬起 一时间不知道是该砍 还是不该砍 宋青妍淡淡道 不错 这是你赵叔叔 与娘之前事就相识 正因为 有他 咱们现在才能好好活着 把刀放下 周明下意识就想要放刀 随后想到什么愤怒刀 娘 爹可是就死在他们这些钱国人手中了 宋青妍叹了口气 将周明手中的刀夺过 你爹和你赵叔叔 也是各位其主 想之前他和你赵叔叔 在酒桌上相谈甚欢 一见如故 兄弟相称 可惜两人终究不能在一块笑里 你爹为此常常感到惋惜 赵康也叹了口气 是啊 想当初我与周老哥 也就是你爹关系轻如兄弟 但不得已只能各位其主 当时说好 若是将来齐国打赢前国 他就替我照顾好妻儿 反之亦然 如今我虽然胜了 可是又有谁懂我心中之痛 周老哥 你死得苦壮万分啊 揉了半天 眼眶也没能挤出一滴眼泪 赵康只能放弃了 看着迷茫的周明 伸手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放心吧 以后 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 听你娘说你喜欢做生意是吗 以后你就好好做你 这生意 其他的不用多想 周明皱着没好半天才开口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 你这孩子 我们大人还会骗你不成 放宽心多出去走动走动 国家大事 不是你这种小孩能够操心的 里面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 若拿着当叔叔给你的见面里了 出去放松放松 赵康伸手一掏 就是十万两银子 周明心一跳 这个赵叔叔和爸爸一样 好大方啊 不过比爸爸还要大方 他没有接钱 犹豫了半天才到 那个赵 算了 你是不是在前军中是大官 赵康摸了摸鼻尖 是不小 我能给我跌射灵堂吗 周明眼眶红了起来 赵康 应该的应该的 待会我就让然后呢 你娘脸上的伤势 我已经有办法医治了 这些天要带他去看大夫 你和你兄长 就在家里给守灵 终究是个孩子 听说赵康要带宋青岩去治伤 周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赵叔叔看着 倒是顺眼了不少 也没觉得赵康的话有什么怪异的 那行吧 老陈 赵康叫了一声 远处的陈江河连忙赶过来 帮着周明给周月弄个灵堂 护卫好他们的安全 赵康吩咐道 陈江河点头 遵命 交代完 赵康便带着宋青岩离开了周府 带着一张面纱 女子突然笑了一声 突然有了种自由的感觉 赵康没有说话 昨夜同床 他已经知道了身边女子以往经历 之所以这会儿跟着赵康出来 倒不是说什么远走高飞 只是单纯不想再继续住在那栋豪华大宅院 安顿好了宋青岩 赵康便去巡查各地 就在圣经城内 一名女子身边跟着一名老者 女子戴着面纱 穿着粗布衣服 看着街上的前军和锦国军队 巡逻着街道 圣经城被攻破到今天为止四天 他就看了四天 没有预想中烧杀抢掠 无论是外城还是内城的人 都好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习惯了这群军人的存在 甚至于这会儿 都有摊贩出来摆摊了 他心里想着的那种 敌军烧杀抢夺 百姓激愤反抗的场面并没有发生 甚至可笑的是 在最初的时候 还有元祁国的官员进军 帮着对方维持秩序 身边老人淡淡道 小姐还不走吗 我想再看看 刘嫣然道 老人目光平静 看了这么些天 见到前军和锦军的所作所为 便是老夫也知道了 齐国为何会败 小姐是聪明人 莫非还不清楚 只是不愿承认罢了 刘嫣然七楚地笑了一声 抬头看天呢喃道 原来这就是天下之大 无以为家的感觉啊 龙老您自己走吧 足有三品中层实力的老人皱了皱眉 陛下让我齐国都没了 还什么陛下不陛下的 尽管放心 就算赵康发现了 我他也不会杀我的 刘嫣然悠悠道 龙老犹豫了一下 能有今日修为 全靠刘氏栽培 小姐可以提个要求 就算是要杀一杀那赵国师也可 不必了 您不是说了 他的修为很高不下于你 麻烦龙老将此物交给他 告诉他 有一天我会回来 递出一块玉佩 刘嫣然转身而走 赵康走在街上 一切都视察完毕 没有什么纰漏 正打算回去之际 忽而眉毛一挑 目光看向了右边 一名身穿灰色长衫的老人 嘖嘖嘖 老前辈好修为啊 赵国师也不简单 龙宗师淡然道 赵康伸了个懒腰 想必老人家 应该就是三名流氏供奉 之一了 出城打一场 不必了 龙宗师道 赵康有些诧异 你不是来杀我的 受人之脱教一件东西 话音洛玉佩 仿佛子弹一般射出 却被赵康 以两根手指夹住 龙宗师心里一惊 这小子好深厚的真气啊 玉佩 赵康有些摸不着头脑 龙宗师道 他让我告诉你 有一天他会回来的 让你说好这玉佩 到时候 能够保你的命 赵康顿时翻了个白眼 这娘们比我还能吹呢 东西送到 再会了 龙宗师说完 背着手慢悠悠地离开 赵康也没有阻拦 刚才简单的试探 两人都是心中有数 论真气 修为赵康 是要胜过对方的 真打起来 这龙宗师胜算不大 赵康也不会闲得 没事就想要杀个三品 中层玩玩 打 打杀杀得像什么样子 把玩着手里的玉佩 赵康笑着就要扔了 他还真没把刘延然 放在眼里 不过仔细一想 还是算了先收起来 自己一个穿越者 到现在还没见识到 传说中的未面之子 要是刘延然运气好 抱上了对方的大腿 自己没有系统 怕是干不过 以防万一 还是收下这战书的好 回到给宋青岩安排的住处 赵康往躺椅上一靠 打了个哈欠 女子走了过来 双手搭上肩头 轻轻按揉着 虽然知道赵康本身不简单 他还是忍不住提醒道 齐国打下来了 就得小心提防周国了 周国倒是不用担心 我那有好多熟人 都是位高权重的主 赵康笑了笑 之所以会选择先打齐国 那就是在赵康看来 齐国比周国要难对付 这会儿以雷霆之势 平推齐国 接下来 周国只会更容易 他现在想的是之后的事情 听他这么一说 宋青岩不禁感叹 四国鼎立百年格局 想不到被你一手打破 今后这天下 就只有前景了 没错 事情都按照我之前想的在发展 现在头疼的就是 之后地盘划分等一系列的方案 得好好考虑一下 那我去给你做饭 宋青岩说着便要起身 赵康兴起了 你还会做饭 一直就会的 再给你好好补补 宋青岩道 赵康咳嗽一声 道也不用太补 过些天 我要好好用用的 不补怎么行 要不然 你在找那什么二牛 要嗑药完备着 操 你看不起谁呢 我就算不嗑药 也很猛 对对对 你说的都对 宋青岩嘴唇翘起 嘲讽意味明显 气得赵康 立马就要展示枪法 接连七天过去 如今 整个齐国十二周 已经全面归降 基本上没有什么动乱发生 整个天下的人都知道了 从今以后就没有齐国了 周龙孙芳 高渊 陈茂凯等所有将领 都已经来到圣经城 这会儿就在皇宫大殿中 给赵康汇报着消息 听完 赵康对于众人的表现 给了高度赞扬 高渊兴奋到 国师 咱们什么时候打周国 赵康笑了一声 先缓缓 先把这块地站稳了 眼下各地 还是有一些人 明里暗里地 准备给咱们找麻烦的 这会儿要是急冲冲去打周国 搞不好后院就得起火 那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孙芳骂了一句 还是咱们杀得不够多 这些天山风点火的 都是一些世家门阀的人 没杀 抓到一个弄死一个就行了 赵康不在意道 其余人听了 不由地咋舌 这家伙 可真是的杀配啊 如今在前国 毫不留情的打压之下 整个齐国士族门阀 十去齐齐 剩下的 就都是一些跳梁小丑 不足为虑 他赵康这会儿说得轻巧 那个地调的 可都是脑袋啊 以至于到现在 已经有不少人私底下 将赵康叫做了人徒 继续加强各地守卫 严防有心人 破坏军民关系 赵康起身 看着在场众人开口道 齐国咱们是打下来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守住他 要做到这一点 可比再打一次 要难得多 所以 诸位这段时间 都给我提高警惕了 一众将领连忙音声 我等谨尊大帅之命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 行了 这里交给你们了 交代完 赵康便离开了皇宫 看了眼天色 已经快入夜了 敲了敲门之后 赵康在推门走近 内中有人对镜自顾 长发披肩 泪穿红衬外披紫衣 看着镜子中恢复如初的面容 仔细地描摸着妆容 见赵康来了 笑了一声 忙活完了 搞完了 赵康呼吸变得有些急促起来 那股由心底直冲天灵盖的火焰 在这一刻燃烧全身血液 已经受血沸腾 宋青妍拿着口红 露出些许苦恼之色 你还给我涂吧 我怎么都弄不好 赵康接过自己弄出来的口红 看着仰起面旁的女子 轻轻涂抹着那张诱人的唇绊 随后喉咙一动 咽了口唾沫 心里狼嚎一声 这也太会了 口红掉落在地上 灵巧的舌头将手指卷进弹口之中 将其包裹住 让赵康满脑子想的都是另一幅画面 大脑顷客就被黄色废料给占据 他甚至是有些粗暴地将对方抱了起来 扔到了旁边那张松软大床上 随后反手就被女子给先倒压在了身下 这一刻 赵康才体会到什么叫成熟女性的风雨 衣服滑落 露出如玉的躯体 身上传来淡淡的香水味和香皂的味道 宋青妍 抬手拿起了床边桌上放的一壶喝了一口 紧接着虎口倾倒 酸甜的果酒成了河流 顺着山峰流过平原盆地幽谷 女子直接将自己便做了一道美味佳肴 让赵康食指大动 贪婪地吻尽那些酒水 四仙宫的穷江玉叶一般 让人回味无穷 宋青妍的前戏 那叫一个长 花样那叫一个多 让赵康时时刻刻想着直入主题的同时 却又舍不得跳过 只能任由对方摆弄 随着一声悠扬和久违的舒畅 赵康舒服地眯起眼睛 就听女子笑声如银铃 停止动作俯身下来 我这算不算骑了皇帝的男人 赵康呵呵一笑 硬气道 待会还不知道谁其谁呢 宋青妍笑声不断一把抱住了赵康 发动攻势 好一会儿之后 抽身而退 显现一个撩人的姿态 赵康会议迎合上去 宋青妍则一声 堂堂大国师 挥手灭一国的大人物 这会儿 怎么跪我后面了 赵康根本不答话 只顾埋头苦干 浴火甚至将他的理智都变得疯狂 在对方身上留下不少咬痕 足足三天 赵康都没有离开这间屋子 欢愉一场战况中些 抱着身上的女人 赵康柔声道 接下来要回钱国一趟 你跟我一起 宋青妍抬起头 看着赵康的目光笑了笑 又俯下身 靠着赵康的胸膛 声音呢喃 不用如此的 我明白你的心意就够了 赵康皱了皱眉 刚要说话 宋青妍就堵住他的嘴 好半会儿 女子才抬起头神采飞扬 若我整个人配得上你 何须你说 就算不要脸皮我爬 也要爬进你赵家门 而如今你赵大国是身边之人 女帝 将军那个不是天之娇女 也就他们 才配站在你身边 我有个笼子就够了 偷偷摸摸 更有趣味不是 赵康顿时哭笑不得 想不到我如今 在你心里 居然如此伟岸 宋青妍眯眼 毕竟是让我自拔不能的人嘛 而且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 你就是我一个人的 他也是我一个人的 清晨 周福 赵康看着对面两兄弟 情况呢 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忧哈 周贵小心翼翼道 赵叔叔 您确定三娘没事对吧 对的对的 我就是 带她去前国治疗 你们这的大夫不靠谱 明明都快好了 结果伤口恶化 放心我一定治好她 周明嘀咕 难怪连出病也没来 那赵叔叔 你可一定得治好我娘啊 这是当然的 交给我吧 另外呢 你们在这圣经城 也不用担心什么 诺老臣在这 要是有什么情况 就让他传信 习国已经没了 以后这会被 钱国和景国给瓜分掉 你们兄弟俩不要害怕啊 有赵叔叔在呢 没人敢动你们的 周贵自是松了口气 周明虽然有情绪 但大局已定 也无可奈何了 行了我得赶回去了 有事以后再说 交代了两兄弟一番 赵康就快步离开 毕竟要把宋青岩拐跑 还是得和他俩说一声的 五千代甲瑞士在外等候着 马车已经备好 赵康带着宋青岩坐上马车 最终还是拗不过赵康 一行人离开盛京城 这次赶回钱国有要事 时间有些紧迫 所以赵康加快了航 军的速度 用了差不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会儿 全军正在野外休息 张龙小跑上来汇报 老爷夫人 再有半天时间 咱们就到钱国边境了 宋青岩将丝好的若仆递过来 张龙那声 夫人叫得他心都险些话了 赵康点了点头 行 通知全军启程 临近帝都之际 还有二里地的路程 关道上无数人影耸立 当看到赵康一行人 这群人顿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兴奋地大叫起来 国师回来了 国师回来了 李渊 杨前 老太师 六部尚书 所有的文武大臣 都跟疯了一样叫着 齐国全面投降的消息 早早就传回了前景两国 这段时间 基本上所有人都处于一个亢奋的状态下 赵康的马车停下 站在最前头的萧玄策 带着小腹微微隆起的吴青鸾 左右两边是萧玲龙等人 萧玄策率先高呼 话语很不符合理智 却没有一个人出声纠正 功赢国师 功赢国师 除了萧玄策等人 身后的文武百官 齐刷刷跪了一地 呼声之大 仿佛山崩海啸一般 赵康哈哈一笑 兜起来兜起来 搞这么大阵仗做 什么 低调低调啊 装个屁装啊 咱们现在就该高调 哈哈 老赵我他妈的 真想亲你一口 萧玄策好学没蹦到马车上 灭国之功啊 你这让老子怎么封赏你才好 给钱就行 给钱就行 我最近穷的裤衩都是破的 赵康表示自己的要求不高 萧玄策一听 哎 咱们好兄弟 谈钱多伤感情 再说 你他娘的 都把齐国打没了 就没捞一笔 这不符合你的作风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有些忍俊不惊 如今钱国强是真的强 但穷也是真的穷 赵康无语 都还在齐国放着呢 过后再说 行了行了 赶紧入城 百嫁回城 喜悦的气氛浓重 不过赵康这会儿 却有些不自在 他驾驶着马车 而马车左右两边 是六人抬着的车脸 前后并排 将赵康这马车 包围在了中间 只是这样 倒也不算什么 偏偏上面坐的是 萧玲珑 叶洪雪等人 这会儿 女人们都反应过来 目光有意无意地盯着马车 每次这混账 出去驾驶马车回来 车厢里基本上都有个女人 从车厢隐隐透出的 脂粉味道来看 这次也错不了了 呵呵一声笑响起 王爷这 烫出去打仗 想必很辛苦吧 萧玲珑柔声笑道 赵康强装镇定 不辛苦 区区齐国弹指即灭 怎么会辛苦呢 叶洪雪择了一声 这样啊 那我明白了 王爷猴起火燎地打齐国 原来主要是为了人 六妹妹躲着干嘛呀 让咱们当姐姐的 好好瞧瞧呗 以后都住一个屋檐下 别害羞嘛 这个王八蛋上次问他 就支支吾吾的 果然还有人 该不会是那刘烟燃吧 叶洪雪心里想着 这时候车帘掀开 一张活脸露出来 笑着看向了众女 主位好啊 严格来说 应当是你们叫我姐姐才对 曹白露猛逼 宋 宋青岩立马道 白露好久不见了呀 异地他非要带我回前国 我想着顺道看看你 也就来了 赵康傻眼 自己怎么就成异地了 进来骚操作事吧 异地 你们是姐弟 秦玉凤好奇道 宋青岩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一身大红烛装的女子 是啊 你应该就是玉凤吧 小弟常和我提起你 说你温婉动人 有大富之风 且武姿绝美 他最是喜爱了 刚才还只是不自在的赵康 这回让冷汗都出来了 叶洪雪 玉凤确实温婉动人 有大富之风 最是喜爱也是正常 萧玲珑点头 呵呵 这个一姐开玩笑呢 你们 赵康干笑两声 梁女只是看了她一眼 都懒得搭理 曹白露内心忐忑不安 看了看宋青岩 又看了看赵康 觉得自己还是闭嘴的好 要不然 赵康可能会被打死 毕竟她上次 才给赵康收的诗 三言两语 就将注意力 转移到了秦玉凤身上 宋青岩笑着 放下了车帘 呼了一口气 她刚才心里也发毛啊 毕竟这几个女人 有的是女将军 有的连皇帝都做过 一个个来头都不简单 说心里没压力 是不可能的 而这会儿对于宋青岩 除了曹白露之外 其余四女 都没有在想其他的什么 争论年龄 除了秦玉凤 如今才二十五以外 实际上其余四女 都不小了 都是差一两年 蹦三的状态 宋青岩也就大个两三岁 是姐弟那就还好 想着 两名擅长家庭暴力的女子 都点了点头 对赵康给予了肯定 这次表现不错 没一出门 又带个女人回家 晚上可以好好奖励一下 那什么温婉动人大富之风 就不和他计较了 入了城 赵康得先去皇宫 给曹白露打了个眼色 后者的车拧 故意慢了些 赵康驱散马车上前 老曹 曹白露眼神凝重地点了点头 郑重道 放心吧 我是过来人 你们就是姐弟 赵康竖起大拇指 好宝贝 晚上好好奖励你 这是什么 这是自己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啊 曹白露先是一愣 寄而惊喜 你好了 赵康点了点头 女子心中一喜 不由地开始期待起来 让其他人驾车 赵康换乘轿子 去了皇宫 大殿之上 一片其乐融融 萧玄策坐在龙椅上 迫不及待 国师赶紧说说 现在前线情况如何了 需不需要再派人手 赵康收敛心绪笑道 人手暂时不用增派 前方状况很稳定 十二周并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动乱 相信等咱们两国接手了地盘之后 时间一长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确认一下 咱们国内以及景国 对于接下来是怎么个看法 地盘人口等等的瓜分 陛下和诸位大人 可有和景国商议过 户部尚书张明远顿时来劲了 商议过商议过 国师我们之前是这样定下来的 景国拿五周 咱们前国拿七周 这样 咱们两国就都有了十二周 李源摸着山羊胡笑呵呵道 景国特使传递景国陛下的旨意 先由咱们前国先选 景国要咱们剩下的就行了 不瞒国师说 咱们这些天就一直讨论这事 齐国地图翻来覆去的 都快看成灰了 不知道国师可有好的见解 卫官赶忙道 国师 咱们和景国关系好归好 但您可不能因此 就把咱们该有的好处都分没了呀 显然一众大臣都很着急 这是自然的 为了备战这一仗 再朝官员 基本上把家里能卖的都卖了 就凑钱 这会儿一个个穷的叮当响 而如今打下了齐国这么大的地盘 正是投资得到回报的时候 土地人口 这些将来可是都能变成钱的呀 赵康思虑 既然你们是如此商议的 倒也没有什么毛病 我回国之前 已经让人开始普查 齐国现有的户籍人口 等到结果 一出来就可以开始接管 不过朱军我的建议 还是不要着急派人去齐国 别忘了 还有个家伙 咱们没有收拾呢 众人反应过来 赵康说的是周国 这会儿也都强迫自己 开始冷静起来 看着文武百官的神色 赵康暗暗点头 他之所以要赶回来一趟 一是确定国内的意见 而来 就是怕内部出现乱子 毕竟胜利的果实就在眼前 要是昏了头 匆匆忙忙地去斋 反而会生祸事 老太师想了想 依照果实看 该如何 赵康不假思索道 先就让前线将士 管理着这些地盘 不用急着派遣大量官员前往 毕竟就咱们现在国内的官员 就算全拉上去 都不够用的 即日起于国内选拔人才培养 数量足够的下级官员 等到将来接管的时候 立即就能上任办事 其次比较重要的一点 以后就没有其人了 诸位明白我的意思 一众官员连连点头 明白 话匣子一打开就说不住了 赵康将这段时间考虑到的 一一说了出来 并非是决断 而是众人一起商量探讨 一直到了晚上 也才制定出了三分之一 只能明天再继续 下了潮 赵康回到家中 叫子婷再往府外十多分钟 赵康才下轿 颇有种外边上班的男人 下班之后 待车里的感觉 进了门 没有预想中的狂风暴雨 反而是一片欢声笑语 赵康愣了一下 看着坐在主位和众女 打得火热的宋青妍 这会儿正抱着赵富贵 小家伙也被逗弄得笑声连连 不由地惊叹 此女手断尽高身如此 呀 异地你总算回来了 是 是啊 你们聊什么呢 赵康挠了挠头 没啥就是些家常理短 宋青妍道 萧玲珑起身 你可算回来了 等得咱们都快饿死了 我去让人上菜 青妍姐待会 咱们可得好好喝一杯 叶洪雪笑着 更让赵康诧异 深思一番倒也觉得正常了 萧玲珑之前当皇帝 本身性格就是个小女孩 特别嫁给她之后 早就抛掉了以往强装出来的性格 叶洪雪不用说 以前除了练武 就是领兵打仗 老曹之前为了活命 在江湖上躲躲藏藏 无心仪是生意人 玉凤出身就更不好了 吉女要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那自然是个顶格的厉害 但要处理家庭关系 那就都是新人了 哪里会是宋青妍的对手 不管如何 没有挨揍 就是好事情 韭菜上桌 众人推杯换盏 气氛融洽无比 这一路舟车劳顿 我都有些乏累了 就先去休息了 就不打扰 你们温存了 异地 你可得好好陪我几个弟妹啊 宋青妍笑眯眯的说道 几女脸顿时一红 赵康善笑一声 你这话说的 宋青妍去了客房休息 几女你看我 我看你都没有出声 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沉默下来 赵康还在猛逼着 萧玲珑顿时开口 我先 呵呵 凭什么 叶洪雪转动着手上的酒杯 眼神威胁着赵康 吴欣怡淡笑着 你们三人平日里 没少受夫君恩宠 倒是我和白鹿 至今也才同房过两次 会不会有些太过分了 那我不管 你孩子都有了 而且赵康怎么受得住你 一把抱住赵康的手 萧玲珑眼巴巴地看着他 那叫一个 我见游莲 你那三件套 我房里备了好多哦 你不去看看吗 别说得像谁没准备一样 秦玉凤微微一笑 只有曹白鹿没有说话 只是眨了眨眼睛 似乎再说 你也不想被这四人知道 宋青年和你的真实身份吧 突然间 有人一拍桌子 叶洪雪起身 争什么争 一起上就是了 上次二牛那样 让他弄了一瓶放着的 他要是不行 再让他吃不就行了 我草 洪雪你疯了吧 赵康吓得差点魂都没了 从宽一蹶不振到今天 四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等到了赵康重振雄风 众女那肯轻易放过赵康 这不被狠狠蹂躏了一番的赵康 拉着被子捂着胸口 就插磨眼泪了 女子翻身过来 拍了拍他的头顶 天都亮了 快睡吧 这他妈叫什么话 老子今天还要上朝的 知道你们耽误的是什么吗 国家大事 祸水 果然是祸水 这不还挺有劲的吗 秦玉凤挤了进来 赵康看了看屋顶 双手摊开 摆成了一个大字 来吧 不要因为我是娇花而联系我 给我流口气就行 几女顿时乐了 一条五 熬战一夜 赵天神经历损耗不少 强打着精神去了皇宫 继续商议昨天未完的事情 到了正午才回来 几女还在睡着 赵康来到偏房的院子 就见那狐狸精 躺在摇椅上晒着太阳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乱七八糟地 教了些什么 难怪他娘的 昨晚气氛那么和谐 你给我当上讲师 授课了是吧 昨晚几女 那花样多得简直了 赵康一看 就知道是谁教的 宋青岩哥哥笑着起身来 目光心疼地摸着赵康的脸颊 都是书 上看来的 有幽幽都没有血色了 真叫人心疼 倒是昨晚上 心里可有想起我 你要是不小心叫出我的名字 那可怎么办 好地点 妈的 你个死妖精 赵康催了一口 面前之人总是能够三言两语 就聊拨人心弦 被赵康抱在怀中 宋青岩靠着他闭上眼睛 轻声说道 我托了王府的管事 在外城看了间宅子 今晚就搬过去了 赵康顿了片刻 既然你执意如此 那行吧 宋青岩翻身看着赵康 这会儿没了什么浪荡之色 那你不能忘了去看我 这是自然 赵康笑道 那就好 在赵康痛病快乐着的时候 遥远的另一边 可以说得上是一片愁云惨淡 大殿之上 气氛凝重 仿佛阴沉地 能够滴出水来 李沐一悠悠道 前国二月二发兵 直到咱们收到消息 四个多月 只用了四个月 齐国王了 十二州大帝 被前景联手吃下 朱军觉得 换成咱们周国 能撑多久 没有人敢这时候接话 都还有些难以置信 齐国王的会这么快 更好像已经遇见了 周国的未来 沉默了好半天 礼部尚书曹安国才开口 陛下 要不咱们 继续派人去求和吧 上次公孙云秀 前往前国也是求和 结果模棱两可 但前国那段时间 都没有发兵 让他们都以为 前国不敢随便出兵打仗 结果他娘的谁能想到 这会儿一出兵五个月不到 就把那么大一个齐国给打没了 这样一看 显然是上次求和失败了 陈复义 之前叫嚣着 要出兵攻打前国 援助齐国的陈尚云 连忙开口 他有些怕了 那么该以何种代价 才能让两国罢兵 李沐义笑问一声 众多官员 你看我 我看你谁也不敢开口 钱 如今周国的确倒还有 但是就怕钱 送过去事没办成 钱还没了 那就亏大了 难不成要割土爹 齐国挨着周国不远 如今齐国没了 马上就要成为 钱国和井国的领土 割地兴许两国 会感兴趣 但是 怎么给 给多少 又是一个没人敢触碰的话题 坐在龙椅上的李沐义知道 自己不开口 下方的人 就会一直装死下去的 当即笑了笑 罢了 正来听你们说吧 起草文书 我周国 愿意让出汴州 林州两地 外加白银两千万 与钱国井国 但求三国今后永结同好 不生兵 灾险祸 众人松了口气 这可是陛下 你自己说的割让土地 咱们可没有提啊 下了决定 李沐义便散了朝 见到他 龙飞轻一连步走了过来 陛下又烦心了 有那样一帮忠心耿耿的臣子 岂能不烦 李沐义笑了一声 依旧是强装的笑容 直到看过了详细战报之后 他这会儿才意识到 如今周国和钱国在军事力量之间的差距 究竟有多大 这不是光会弄火药 就能够弥补的 那封战报上 提到过最多的就一句话 前军所到之处 齐国无人可挡 尽数投降 每一站前军伤亡均不破百 将整个齐国打磨 四个多月的时间都在打仗 而每一站的伤亡都没有破百 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李沐义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 前军是怎么打出这么夸张的战绩的 但事实就是 他娘的发生了 看着李沐义的越界凝重的神色 荣飞连忙靠了过去安慰着 陛下也不要太过担忧 大周广袤无垠 又岂是小小钱国和锦国吃得下的 李沐义收敛笑容 你的宽慰朕就收下了 行了退下吧 让朕自己好好想想 荣飞识去的没有纠缠什么 乖 乖退下 闭上眼睛 李沐义回想着 自己和赵康那次在青楼见面的每一个细节 他明白 关键还是在赵康身上 只要这家伙 不对周国起杀心 周国就能安然无恙 反之 钱国就一定会对周国下手 赵康啊赵康 你可真是让我头疼 萧飞宇这个废物 堂堂二品高手 能死在赵康手中 真是个王八蛋 愤恨地骂了一句 李沐义离开后宫 眼都城内欺负 吏部尚书齐峰将写好的信件交给心腹 务必要以最快的时间送到五雄将军手中 遵命 看着齐峰的心腹离去 一名官员忧心忡忡道 齐大人 咱们这次押宝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齐峰摇了摇头 应该不会的 下官这心里总是慌慌的 钱军虽强但要说这能吃下咱们 恐怕也比较费劲吧 齐峰道 这种事情谁说得准 换做之前 你能相信齐国王的这么快 我的人传回来消息 钱军所过之处不伤百姓 但是一些士族门阀 可是都被抄家斩首 人头都能堆满咱们这间屋子 现在也只能堵了 毕竟五雄是咱们周国唯一一个 和赵康和钱军交过手的人 剩下的尾巴 缠声叫得格外响亮 燥热的天气 丝毫不能影响钱国人的心情 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手持桃花扇 摇曳的身姿 一下一下晃荡在男子心间 前线大捷 七国全面投降的消息 早已经随着赵康回国传回钱国 成了全国各地老百姓 茶余饭后的谈论 啃了口手上的西瓜 瓜皮随手扔进了路边 萧悬侧设立的垃圾桶 赵康一抹嘴皮 来到茶摊前坐下 要了碗凉茶 看着基本上是每隔着十来米 就有一个的垃圾桶 赵康不由地笑了一声 皇帝陛下对环境治理 那可是相当上心得 毕竟这是他当皇子的时候 干的第一件对老百姓有益的事实 就是让赵康看着 不由地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好像自己在的不是钱国 而是某个拍戏的旅游景点 老赵 声音传来 赵康看过去 就见萧悬侧带着一群女人 准确地说是他的女人走了过来 他换了一身便装 身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布袋子 萧玲珑在一旁搀扶着吴青鸾 生怕磕到碰到 吴欣怡抱着赵富贵 嘴里不断给自己的妹妹嘱咐着什么 曹白露快步跑过来 手里拿着件婴儿穿的衣服 怎么样 好不好看 赵康翻了个白眼 都还没生呢 而且小屁孩哪知道啥好看不好看的 有块都当不就行了 就是 非要趁着这休暮的时间 给我拉出来 逛街 你们是买爽了 老子这都成人行 或架子了 萧玄策来到摊子前 也附和了一句 伸手去拿赵康没喝完的茶水 然后就被吴青鸾一脚 从椅子上踹了下来 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 堂堂大前皇帝 这会儿是一个屁也不敢放 只是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坐到了赵康身边 要是敢顶嘴 待会动手的 可就是萧玲珑了 曾经的女帝陛下 这会儿 嘴角都快裂到耳后跟了 简直比自己 生孩子还高兴 天天往皇宫跑 一天能问三四遍 御医将来的前国太子 啥时候出生 众人都来到茶滩前坐下 可把茶滩老板给乐坏了 赚钱不说 这么多美女 一个比一个哇塞 光是看着就让人舒服啊 因此连茶水 都给赵康一行人多加了点 对于大早上 就被拉出来逛街 逛到大中午 这种事情 赵康内心是十分拒绝的 不过可惜家里 就没什么他说话的话语权 好在还有好兄弟陪着 看着他也遭罪赵康 心里就好受许多了 喝了碗凉茶结束 萧玄策没有带着吴清湾回宫 反而是来到了赵康的府上 几女叫上了 两个帝都的官夫人打麻将去 她两遍来到书房 萧玄策敲击着桌面 这么会的功夫 想必周国也该坐不住了 老赵你说 他们会是打还是求和 齐国还在的时候 他都没敢打 这会儿就更不敢了 赵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 就像是断了骨头的无脊椎生物 萧玄策挑眉 黑笑一声 那等他们把好处送来 咱们再打他 赵康摇了摇头 打下齐国 对于咱们来说已经够了 所以打周国 得让井国先上 萧玄策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 周国这两年 姿态一直放得很低 咱们要是继续动手 难免让国内那群酸臭腐虏智慧 没错 井国他们和周国 可是有着差点亡国之仇的 让井国先动手 咱们前国再帮场子 这就合乎情理了 萧玄策听着 却不由得有些忧虑起来 周国地盘太大足有二十周 总人口怕是比咱们前国井国加起来都多 不是那么好看下来的 时间一长局势 对咱们就很不利了 因此得速战速决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赵康摇了一声 笑道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对于我来说 周国要比齐国容易对付 周国虽然骑兵很强大 但国内文风太重 朝堂上文武失衡 武将基本上没啥话语权 搞定了能打仗的那几个家伙 剩下那群把持朝政的文臣 能有啥屁用 还能笔杆子戳死咱们不成 肖全策 那继续派人去刺杀 不用那么麻烦 赵康笑了 周国能打的那家伙 我已经搞定了 周国 刘州青云关 从前国通州往西出发三百里左右 就能看见这道周国门户 往年间 周国对青云关的防守并不算严密 甚至有的时候 关内就一万人左右 至于为什么人这么少 他小小前国 弹丸之地 还敢发兵进攻我大周不成 但随着这些年 周国接二连三战败 损兵折将人数多达数十万之后 周国内部就加强了青云关的守军 如今在这座雄关之内 盘踞着周国最能打的二十万人 除却各地新军之外 这已经是周国最后 这也是也是最强的战斗力了 看着足有上千人的车队 从青云关出发 城头上 五雄目光如炬 袁富将走上前来 大帅 你去一趟钱国吧 五雄呼了口气 袁富将喉咙上下滚动 咽了口唾沫 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 大帅真要如此啊 虽然这会儿 城头上就他们两人 可袁富将还是觉得 周边有人盯着自己 那这大帅给你做 你来守我去钱国 五雄笑问了一声 袁富将善善一笑 属下不敢 那费什么话 怎么搞都是说 没一点赢面 早早投了得了 五雄说完便离开了 夜晚 袁富将换上装束骑乘快马 赶往钱国的方向 七天过后 随着周国使臣的车队 进入前国边境 朝堂上也得到了消息 各大官员这会儿 早已经准备好 兴致勃勃地来找到赵康 询问这一次该怎么演 赵康有些哭笑不得 告诉众人 这次不用演了 别人给什么 咱们要什么就行了 让张明远等人 颇有些可惜 这一身本是 无用武之地了 官员们前脚刚走 后脚管事就来报告 王爷 外边有个人求见 谁 赵康随口问道 管事挠了挠头 对方没说 只说是武雄的手下 赵康顿时来劲了 带他来书房 没想到老熟人 居然如此地迫不及待 倒让赵康有些意外 原本他还想着 等到周国使臣走的时候 再让这些家伙 给武雄带句话的 这会儿 倒是省了不少功夫 很快管事就带着人来了 赵康看过去 是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 笑了一声 便让对方落座 原副将心中有些忐忑不安 见过赵国师 赵康双手插进锈馆中 笑呵呵道 不用那么拘谨 武雄将军要你来 是有什么交代的 不敢 原副将赶忙白手 随后犹豫了一下 颇有些做贼心虚地开口道 大帅让我来前国询问国师一句 当年说的话可还算数 赵康锈馆中的双手一握 心中大定 当然算数 当初幽州关外 他重创武雄大军 之后邀请对方见了一面 当时他给武雄说了一句话 是等我用大炮轰死阁下 还是将来在前国封侯败相 后续在战场上的种种 赵康知道 这家伙做出了选择 但这回还是两人真正的第一次 将那些遮遮掩掩掩全部抛开 武大元帅 要背叛大舟了 原副将松了一口气 心虚这一刻 反而变得有些鸡 动起来了 那国师可有话带给大帅 赵康笑道 让他守好国门 我将来取 明白了 那小人告辞了 原副将低下头 只想赶紧离开前国 赵康一拍掌 这次吻了 战场上有武雄 文人之中有公孙云秀 这会儿的周国弹指可破 当即赵康走出书房 来人 片刻之后 家里的人全都到齐了 赵康嘱咐道 我这会儿要去景国 玲珑替我转告陛下 过几天 周国使臣一来 不管说啥都答应下来 萧玲珑连忙点头 赵康 老曹 给我传达一条军令前往前线 火炮军全军并入景国 由景将于成功统领 屯兵西州 西州正是原本 齐国和周国接壤的土地 另外 传令周龙带领青龙军 白虎军 从齐国撤兵 景国一旦攻打周国 火速进攻周国 刘州青云关 交代完 赵康骑成快马 没有带什么随从 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景国 十天的功夫 赵康日夜兼程 这才来到了华金城脚下 一路来到皇宫 向守卫出示了 当初无关海底的令牌 正在带着宫女太监干活的 太监总管李安一见 赵康顿时大惊 赵王爷 您怎么来了 赵康笑着打了一声招呼 好久不见李公公 陛下在上朝 是啊 您有要事吧 我现在就去通知陛下 您稍坐 李安满脸喜色 直接是用跑的离开 一旁的宫女太监满脸好奇 小心翼翼地看着赵康 景国赵王爷的大名 就算是 他们这些小人物 也都知道 就一盏茶的功夫 赵康就见到那一身 明晃晃的龙袍 快速跑了过来 他一时间有些失神 都差点以为看到了吴如龙 面前的吴关海 续起了短须 他本就和吴如龙 长得十分相像 这会儿穿上龙袍 一时间让人有些恍惚 回过神来 赵康笑道 陛下 哈哈 赵王爷好久不见了 怎么也不是先通知一声 吴关海快步走近 吩咐旁人 李安 速让御膳房备好酒菜 朕要和赵王好好喝一杯 遵命 拉着赵康落座 吴关海红光满面 让宫女太监离开 给赵康倒了一杯酒之后才到 赵王这次来是不是 赵康点头笑着 和吴关海碰了一杯 周国派人去钱国了 基本上是求和的 井国可以动手了 好 吴关海握紧了酒杯 明日我便发布 习文讨伐 周国 赵康也道 我来时已经让人传令 将火炮军 并入了井国军队之中 由于成功带领 屯兵西州 明天我便赶往西州 指挥大军 从周国东周攻打周国 同时 钱国从刘州青云关进兵 两路齐头并尽 一同灭了周国 吴关海大笑 王爷既然都安排好了 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两人又碰了一杯 吴关海放下酒杯 看着赵康 感叹了一声 这些年实在是多谢你了 若非你井国 恐怕已经亡了 赵康笑了笑 你我之间 何须再说这些 等到两国灭 钱井两国之间 就要靠你和玄策去维系了 其他的 我是不打算继续管了 喝酒喝酒 吴关海点了点头 随后笑着道 行 那咱们今天就好好喝一顿 就当是庆功酒了 在华锦城休息了一晚上 赵康开始赶往西州 同时 吴关海的伐州席文 也在同一时间发布 宣告天下井国 从这一刻起 开始讨伐州国 瞬间战火再起 等到赵康赶到西州的时候 原本布置在元祁国各地的 井国大军 早已经集结完毕 还有钱国的火炮军在内 两百多门大炮弹要充沛 除了青龙军和白虎军之外 其余的钱国军队 依旧驻守在各地 大帅 见到赵康 于成功高渊陈茂凯 这些曾经一同并肩作战的将领 纷纷行礼 原先的井国三十六将 此刻到场二十四人 上次灭其他们和旅游一样 一路上干的 都是接收城池的活 这次则是赵康要带着他们打下整个周国 一个个的此刻心中都很兴奋 赵康微微一笑 怎么看你们一个个都好像是要去抢媳妇一样 至于这么高兴 众人顿时一乐 一名将领道 大帅咱们可是等了好些天了 这次终于能够动手了 是啊 这次 咱们必须报仇学耻 让周国付出代价 井国上午 本就都是一些热血澎湃的武夫 之前被齐国和周国攻破国都 一国上下谁不是气分万分 如今终于能够亲自报仇 自然是一个个战役旺盛 就连各自麾下的井国士兵也同样 于成功双手拿出了井国率印 上前一步单膝跪地 请大帅直印 请大帅直印 在场24将 周边所有士兵带领着火炮军的鲤狗弹等亲信 亦都纷纷跪地 在众人的呼声之中 赵康双手接过那方率印 坐镇大仗之中 左右两侧井国24将 加上李狗蛋刚好25人 地面上铺开了一张巨大的地图 上面会满了山川河流 这是一张关于周国全境的渔图 乃是这些年来 井国和前国的探子 不断在周国各地要走刊会出来的 随着两国关系日渐亲密之后 就将双方刊会的地图 一起拿了出来比对 最后绘制成了如今这张渔图 地图上详细记录了周国上万座城市 甚至精细到了城镇 由此可见 这张渔图的珍贵程度 赵康目光看着渔图上大大小小的城市 心里中不断盘算着 这次灭国之战 井国几乎是调集了国内所有的兵力 零零总总加起来超过30万人 虽然三分之二是新军 战斗力存疑 但所有将领却都很自信 对自己麾下的士兵十分信任 如今周国战役全无 再加上有赵康的火炮军在 这一仗没有半点理由会输 李丰凯 赵康开口点出一名将领的名字 对方立马起身 末将在 统兵三千 火炮两门 目标灌州无城 末将遵命 赵康 赵天元 统兵三千 火炮两门 目标汴州云城 刘成龙 统兵三千火炮两门 目标梁州凤英城 一口气连下了十二道军令 井军十二将纷纷接令牌 立马就去调集军马 副帅于成功 看着于图上赵康所说的各城位置 发现都是周国相邻的三州各地的城镇 并且联系紧密 只要先打下这十二城 以这十二城在内往周边延伸的数百里 井军就会像是一根钉子一般扎进周国之中 犹豫了一下 明白了赵康的战略意图 于成功询问道 大帅 这样会不会太短时间 毕竟要深入周国之中 各将领兵不过三千 会不会太少了点 赵康笑了笑 不少 这几万人 不过是吸引旁人的注意力罢了 真正的大头 还是你们 况且 美军配备火炮两门 寻常周国军队 没见识过大炮的威力 只要炮声一响 就以周国目前军队的战斗力来看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拦得住他们 听他这么一说 于成功轻轻点头 赵康又道 于成功 陈茂凯 高渊听令 三名井国大将立刻起身 末将在 命你们三人各自领兵十万 大炮武师们 便从梁州 汴州 关州此三州进军 目标艳斗 高渊三人 心中都是一阵激动 老成持重的陈茂凯顿了顿 那样大帅 您这里可就空虚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笑了一声 本帅这不还留了二十门大炮 护卫 放心吧 搞不好你们都打到燕都城去了 我还在西州 这待着呢 众多将领顿时一乐 有人笑道 那看来 咱们的确得加把劲 让大帅这话成为现实 赵康也笑了一声 行了 都各自下去准备吧 三军今夜两更造饭 三更出发 都听明白了吗 我等遵命 打发走了众将 徐义继续看着于途 这一战 不需要他去冲锋陷阵 随着大军走在后方指挥就行了 只要等到青云关的武雄 率领大军投城 青云关一破 到时候 前景两国再加上武雄的人马 那就是 接近六十万人进攻周国 就以周国现在的情况来看 是根本抵挡不住的 所以 自从武雄让原副将传话开始 周国其实就早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正查看着地图 外边的士兵进来汇报 大帅 有人求见 让他进来 赵康头也不抬得说道 外边走近一人 毕恭毕敬地对着赵康行礼 国师 徐义抬起头来看向对方 笑道 来了呀 来人是风云楼中曹白露的下属 之前给赵康当掌柜的老马 马掌柜连忙到 一共三十七人全部到期 是之前跟随方绍在圣经城 大肆屠杀齐国官员之后 逃出圣经城的那一拨人 赵康点了点头 你跟随高渊将军的大军 明天从贯州进入周国之内 带上所有人 给我在周国制造恐慌 然后 将这些抄路下来 每经过一座城就贴上 赵康递过暗桌上厚厚一落纸张 老马接过后 低头一看顿时有些诧异 大帅 这些事儿 我们都不知道 你从哪得到的消息 赵康随口道 我瞎编的 老马无语 纸张上写着 李牧义勾结前国叛贼萧飞宇 杀害李成坤 是君夺位 残杀兄弟 写的那叫一个详细 两人是怎么合计的 萧飞宇是怎么动的手 不知道的 还以为赵康亲自在场观看一样 这件事 自然是真的这点赵康确幸 只不过 过程自然就是 他胡编乱造的了 不过没事儿 别人相不相信不要紧 周国的老百姓相信那就行了 尤其是那帮子读书人 是君夺位这种事情 在这些读书人 心中那是绝对的大逆不道之举 至于残杀兄弟这种事 也是赵康心里想着 李牧义都当上了皇帝 以这家伙的性子来看 恐怕那二皇子李牧森 基本上是凶多吉少了 记住了 每到一个城池之后 就将抄录好的内容张贴出去 最好让整个周国的人都知道这事儿 老马先是点了点头 随后又好奇地问道 这样有用吗 赵康泽一声 你没看我写的 我们可是为了周国先帝报仇 这才出兵攻打周国的 这就是正义之举 这也是制造恐慌的一种手段 叫做舆论战 掌控了舆论 咱们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 赵康笑了一声 突然间问道 对了 听说李牧义这家伙喜好人妻对吧 老马挠了挠头 从咱们在周国的人传回来的消息看 的确如此 这在周国 好像也并不是什么秘密 而且据说李牧义当上皇帝之后 并没有选那皇后妃子 更是将周国先帝的所有嫔妃 全都赶出了宫内 只留下了一名先帝妃子 在后宫之中生活 嘖嘖嘖 这家伙果然不是个东西 自己老子的女人也敢乱来 赵康心里呵呵一笑 要不给这家伙再写点带颜色的舆论故事 赵康之所以觉得 周国会比齐国容易对付之外 除了公孙云秀和武雄 这两位熟人的因素 还在于周国的文风浓重 读书学子众多 李牧义这个世君的家伙 消息只要爆出来 不管是真是假 都会有大麻烦 在这些读书人眼中 你就算是皇帝 那也要好好遵循三纲五常 不可有余悦 虽然说 各家肯定都有点脏事 但是只要不被摆放到台面上 那也能装作没看见 最多也就是私底下谈论谈论 也就罢了 但如果被摆到台面上 那就不一样了 这些读书人会叫嚷着 让皇帝大臣给一个解释 赵康都可以预见 老马将消息散播出去之后 读书人聚集到燕都城内 皇宫门前要说法的场景 作为穿越人士 赵康深深知道 当舆论发酵之后 能产生什么效果 毕竟只是地铁上怀疑他人偷拍 且事实并非如此 就能够标榜正义 继而发动一场网报 还只用付出留校查看 这种微不足道的代价 赵康虽然不是什么 新闻系研究生 但看得多了 也就学会了精髓 当即是说干就干 让老马等了一会儿 提起笔来 就是一篇禁忌小黄文问世 提约 皇宫未亡人的地狱沉沦 内中讲述了 李牧义狼心狗肺 联手前国叛贼萧 非与士军夺位之后 强迫先帝妃子与其狗和 并且用出了诸多胁迫手段 通篇赵康都没有指名道姓 那个魏王人是谁 因为他也不知道 所以就用某妃子直接代替了 反正是瞎坤八胡编乱造的 随后 就用大量的笔墨 描绘了一场场生动肉戏 编故事嘛 除了内容要劲爆之外 能够吸引人之外 老百姓最爱看的 也就是这个了 于是 赵康一边写一边回忆着 曾经存在网盘中 各个东赢老师的荧幕经典 什么葬礼校服 什么妃子皇子的 写到最后 赵康停下笔骂了一声 妈的 有些过头了 搞得自己 都兴奋起来了 停下笔 递给老马赵康淡然道 那去吧 这个也到时候也贴出去 老马站在一旁 看他写故事看了半天 早就想知道 赵康在写个什么玩意 想国师曾经文押四国 被誉为天下第一文人 所写文章 想必也是绝妙 他感兴趣地看向纸上 还没干的墨迹 然后就沉默了 好半天才抬起头 看着赵康尴尬道 国师此文真实 咋了 赵康问道 老马咳嗽一声 没啥 真是引人入胜啊 娘的 看得老子也兴奋了 入城之后 先找个青楼再说 行了少废话 活干得飘 亮一些 最好每到一城 就让城里所有人都看到 实在不行 你们的人假扮一下 说书先生 传唱一下 赵康道 老马顿时哭笑不得地点着头 他娘的还传唱一下 你当你写的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诗词歌赋不成 老马收拾好东西 就去找高渊做随军准备去了 赵康看着周国 那足有二十周的渔途 不由得感叹一声 这么大一块地盘 打下来之后 就能干许多事了 赵康心中 早都已经计算好 等灭了齐国周国 和景国一起划分好地盘之后 就让萧玄策 给自己圈出一块广袤的地皮 到时候 将整个原江县 搬迁到此处来 好好搞科技发展 到时候那种日子 想必会很滋润的 想着赵康就提起笔来 在渔途上 某处画了一个圈 到了深夜 各军早已经修整好出发 高渊带领着十万大军 越过西周 直袭周国灌周 瞬间惊动了灌周 编程的周国官民 虽然之前就知道 景军屯兵西周 他们也时刻注意着 但是没想到 景军居然动手这么快 直接打了个 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有的官员 刚准备组织反抗大炮 就打过来了 成了周国第一个 葬身在炮火之下的人 高渊率军 没用什么功夫 就打下了灌周编程 景军恪守着赵康的军令 入城之后 依旧不杀不强 没有去骚扰周国的老百姓 让人安心不少 一日 几名士兵拿着江湖 在墙面上刷着 然后将黄纸印在了墙面上 胆子稍大一些的周国人 远远观看着 但是黄纸上 密密麻麻写着的东西 几人小心翼翼地凑过来 看着还在贴黄纸的士兵 一人开口询问道 兄弟 这是景军颁布的什么禁令吗 自己看呗 哪有那么多禁令 你们老百姓安稳过日子 平时该干嘛就干嘛 张贴黄纸的景军 翻了个白眼 周国人尴尬地笑了笑 完全放心下来 就站在城墙下看起来 只是看着看着 就有些不对劲了 有人当即愤怒道 污蔑 这是污蔑 就算你们景军 打下了这座城 也不能如此污蔑吴皇 李牧义是军夺位 我靠 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啊 都说了是污蔑 一群吃瓜群众 好学没有打起来 景军士兵翻了个白眼 什么叫污蔑 你们知道 萧菲宇是谁吗 那是之前 钱国的叛徒 这事儿 那可是钱国弟兄说的 那还能有假 想想看之前 你们周国 干嘛无缘无故地 跑去钱国幽州打仗 那就是你们的皇帝 受到了萧菲宇的威胁 弑君夺位这种事情成 了对方的把柄 先前还叫着污蔑的人 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有的人不惊道 好像是有点道理啊 不过这怎么可能吗 儿子联和外人杀老子 这也太没良心了 就是啊 况且那萧菲宇有这么厉害 都能跑到皇宫里 去杀人 景军士兵煞有其事道 那个不 这萧菲宇 可是二品高手 知道是什么概念吗 把你们全城人绑在一块 都不够他一只手杀的 摊上这么个皇帝 你们周国也是真的惨 煞时间 李牧义士君夺位的消息 在边城传开 不管是真是假 基本上周国的老百姓 都在谈论这件事情 而与此同时 一间酒楼内 一名说书人打扮的男子 向四方作衣 然后行礼 诸位金各 我给大家说个 皇宫未亡人的地狱沉沦 话说先帝驾崩前一天 时任大皇子的李牧义 来到后宫 就见 某位妃子正在 妃子一身笑服 听着李牧义大逆不道之言 顿时冷言你这狗贼 但李牧义首路内经上下其手 一时间那葬礼大殿之上 娇声连连 卧槽 一众听书的人直接傻眼了 这辈子 哪里听过这么黄暴的故事 太特么低俗了 一人起身怒骂 说书人吓了一跳 然后就见对方坐下来 然后呢 灌州无城 六天前被井国将领攻破 随后高渊大军过境所向披靡 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阻碍 就推平了灌州七城 赵康的率仗 今日才来到这座边城 如此行军 正常来说是不合情理的 中军大仗 要是不随着三军行动 一旦被敌军斥后 发现动向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尤其是像赵康这种 身边才跟着两三千人 这不才刚一进城 麻烦就来了 骑着高头大马 在队伍中间的赵康 还在看着路边 那一个个娇羞小娘的时候 一声怒吓 从左边响起 紧接着身影暴动 狗贼拿命来 就见一条人影腾空而起 脚尖轻点茶滩为干 竟是从屋顶窜出 另有几道身影 飞出左右夹击 人人手持长剑 此刻剑光清凉 带着道道湖光 秋水之美 竟在这几件之中 展现得淋漓尽致 竟是不约而同的 刺向赵康 没办法 这两三千人都穿着铠甲 就他一个穿着一身上好丝绸 用屁股想都知道 这小子肯定身份不凡 保护大帅 围在赵康身边的锦国士兵 顿时慌了 他娘的前线的人怎么回事 居然没有将这些刺客 倾脚干净 听到小兵的叫声 这些刺客更加兴奋了 好家伙 没想到前夫这么久 居然等到了一条大鱼 都别动 赵康一鹤 从战马上腾身而起 双手大袖一盏 玄黄宫运转卷出两道真气洪流 所有刺客只觉得自己 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都不由自主地朝着赵康飞去 随后八名刺客顿时感觉到 一股无匹犀利从赵康手上爆发 直接将他们的长剑给搅了去 随后铿枪几声 八人手中的宝剑 纷纷化为碎片 八名刺客直接傻眼了 这敌军主帅居然有这么高的修为 随着赵康一声尘鹤 真气向外爆发 被他卷动在手中的宝剑碎片 纷纷射出 荧光飞泻美轮美奂 八人惨叫着跌落在地上 下一刻就被赵康的轻卫军给控制住 赵康的身形从半空中落下 稳稳当当地落在战马上 眼神僻拟 大有天下群雄唯无无敌的气质 足足一分钟的时间 赵康暗骂一句 妈的白妆 这个逼了 就没人来聚大帅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鼓鼓掌也行啊 难道是落地的时候 还不够帅 眼神扫向了几名刺客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有 先前震碎他们的宝剑 再洒出去 赵康并没有以他们为目标 因此都没有受什么伤 此刻对上他的目光 一个个都无比惊恐 原本来想着遇到敌军小部队 杀几个敌军将领的 这下好了 钓鱼老被鱼脱下水了 狗日的居然赶来行刺 大帅 砍了 轻卫军统领刷一下 才抽出刀来 先前被赵康的强大修为所震慑 导致这会儿才反应过来 听到这话 八名最高也就六品的刺客 顿时有些慌了 但也有的人 一脸视死如归的表情 既然敢动手刺杀 那早就将生死置之都外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 看着自己的轻卫军统领 打打杀杀的多不好 绑了 那两个女的 待会送我帐篷里 两名江湖女侠 瞬间变得脸色苍白 统领眼神一下子变得古怪起来 赵康一看连忙道 你那是什么眼神 嗨嗨 大帅末将懂了 随后统领一转身 准备安营扎站 刘峰带你的人 给我搜成那所有带刀剑的 全部抓起来 娘的 要不是赵康修为高深 今天被这些人刺杀得逞了 这统领怀疑自己 就算是有十条命 都不够死的 你懂个屁 听到统领的话 赵康嘴角一抽 不用抓人 我还怕他们不来杀我呢 周边士兵全都傻眼 这又是什么操作 赵康没有解释 这事儿他上次在齐国的时候 就想干了 但是齐国的江湖武夫 居然一个个都老实地出齐 没有一个出手的 赵康还奇怪 这齐国人都这么怂的 事后问了方少叶洪雪 他们之后才明白 齐国武夫较职其余三国来说 一句话就可以形容 无组织无纪律 基本上都是散修 没什么门派 除了一些效忠朝廷 或者被朝廷官员供奉之外 其余的基本上 都在江湖上飘着 除了对武功秘籍神兵利器 感兴趣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管 比起齐余三国 动不动这个门派 那个宗门来说 齐国的武夫生性散漫 显得不是那么专业 以至于让赵康想要动手 都没个理由 瞧瞧人家周国的 老子这才刚入境呢 就来杀自己了 多没有血性 多没有气魄 再看看你们齐国的 活该亡国 扎好迎债 赵康坐在摔案后 统领带着两名资荣 不算差的女刺客走了进来 女刺客被五花大绑 这回看见赵康也不知道 是不是做好了心理建设 两人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来 报上你们性命 来自那个宗门 赵康提起笔问道 两女都没有开口 统领和周边的士兵顿时怒了 大帅问你们话呢 没听见是不是 狗贼要杀便杀 别想从我们嘴里 得到什么消息 左边女子呸了一声 如果眼神能够杀人 赵康怀疑自己 已经二次穿越了 还挺硬气 赵康冷笑一声 从率暗后走出 伸出手摸向女子脸颊 两女顿时慌了 另一名女子顿时怒吓 你要干什么 泽泽 看不出来 你们两个长得还真不赖 你们两个大美人这么漂亮 就这么杀了 岂不是暴殿天物 你要干什么 右边女子腿一脚一软 险些站不稳 赵康笑眯眯道 本帅从不浪费粮食 往往碗里的一粒米 都要吃干净 你敢 两女顿时惊恐无比 赵康大手一挥 听本帅命令 叫弟兄们去外面排队 我先来 众人哈哈大笑 两名女侠差点没下尿 年纪较小 一人连忙开口 声音带着哭腔 不要 我说我全都说 赵康呵呵一声 这就对了吗 都给我老老实实 将知道的全部说出来 深夜 大仗之中 赵康拿着三张纸张 都是白天的时候 那八名刺客说的信息 全被他记录了下来 这八人来自贯州一个用箭门派 人数不多 就几十号人 门主龙腾云 五品上层修为 在贯州说得上 是小有名气 按照这群刺客说的 他们这群铁剑门的人 是自发组织起来 刺杀警军将领的 不过就现在来看 除了他们八人 等到了赵康这条大鱼之外 其他的铁剑门的人 都没敢动手 毕竟前线作战的将领 那个不是身在千军万马之中 就他们六七品的实力 敢去刺杀 恐怕还没冲到人跟前 就被乱刀砍死了 之所以今天敢对赵康动手 那也是看赵康走在队伍前头 周围也就十几个士兵 却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还是个高手 成了赵康的阶下球 这周国的武夫也不少啊 看着纸张上自己记录下来的 按照这群铁剑门刺客说的 光是贯州大大小小的江湖门派 就有二三十个 动不动还会弄个武林大会啥的 一起交流 整个周国有二十周的土地 各州武夫加起来 怕是要比锦国都多 不过质量上估计就不行了 在锦国四品才能被称一声强者 四品之下的通通都是蝼蚁罢了 前国的武夫早就被赵康收拾得服服帖帖 现在一个个都心甘情愿地当走狗 将来打下周国 赵康一直担心的就是武夫问题 这些家伙和文人不同 文人是恶心你 让你跟吃了苍蝇屎一样 但武夫那是会要命的 将来要是打下周国 这群武夫要是搞什么反潜复周 那之后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因此 就趁着这个机会收拾这群家伙吧 免得将来还要费功夫 想到这 赵康开口 上官红 外边守着的清卫军统领 听到传唤 连忙掀开帘子走了进来 大帅有何吩咐 白天赵康吓唬那两女的 没让人真排队 他有些遗憾 今后行军 把本帅的帅旗升起来 上官红吓了一跳 连忙劝阻 大帅这怎么行啊 要是让敌军知道咱们动向 恐怕会有大军围剿啊 还有今天你也看见了 州国的江湖人居然敢刺杀你 要是出来个什么高手 您打不过被弄死了 那恐怕在下会被高将军扒了皮啊 赵康不在意道 怕什么 大军围剿 现在三州各地打得热火朝天 真有什么大军 早就被李牧义派去前线送死去了 而且放心吧 要是真有顶尖强者连我都给干不过 我肯定会跑的 跑路这种事情 本大帅熟得很 你们死八遍 我都不会死的 上官红顿时无语 虽然是自己想听的话 但听着怎么就这么怪呢 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另外 咱们明天改道去青石城 根据刺客说的 铁剑门就坐落在贯州青石城 听他这么一说 上官无奈地点了点头 遵命 第二天 赵康的三千多人离开吴城 往青石城出发 大军中多了几个阶下球 望着青石城破烂的城墙 这城池在高渊的进攻路线上 不久前才被大炮轰开了城门 就是这了 看着前方铁剑门的大门 赵康偏头询问身边的女子 女子脸色发白 小心翼翼地看着赵康点了点头 其余七人心里也都不是个滋味 毕竟是背叛了自己宗门 但是他们也不想啊 实在是面前这个恶人太吓人了 对付女的他就让人去排队 对付男的 他就威胁要给他们吃春药 然后扔猪圈里 而且还要请吴城所有的老百姓观看 还说什么 他有种蓝色小药丸 男人吃了之后 连牛都能对死 更别说猪了 虽然众人不太相信 有这种男人圣药 但考虑到自己的脸面 还是决定 不要以身事显得好 好 上官红给本帅列阵攻进去 遵命 上官红立刻一吼 全军列阵 请客间 军阵成列 盾兵在前 枪兵在后 最后的是 手持弓箭的剑手 动作迅速无比 看得铁剑门一众刺客 心底一寒 这会儿才明白了 为何江湖上有句老话 修为不到四平 千万不要去掺和 沙场上的事情 因为去了 基本上就只有死 上官红带着士兵 将整座铁剑门围了起来 随后踹开大门 铁剑门一众弟子 还在里边练剑呢 见到大门被踹开 当即就火了 谁敢在我铁剑门撒眼 随后这弟子 就被上官红甩了一耳光 剑都掉了 把这些人都给我拿下 上官红大吼道 随他冲进来的士兵 纷纷冲上前 铁剑门弟子还想反抗 但是一看那些弓箭手 对准了他们 都老老实实地举手投降了 他们这群家伙 连真气都没练出来 真动手 那不是找死吗 外边的一群老百姓 纷纷来到街边远远看着 奇了怪了 警军不是不骚扰咱们的吗 怎么经个把铁剑门给围了起来 他们都起了好奇心 大事不好拉门主 铁剑门中 一人连忙跑到后院 通知门主龙腾云 何事 邀选铁剑的龙腾云骤眉道 门主大事不好了 一群敌军将咱们铁剑门给围了起来 龙腾云一听 顿时按道一声糟糕 连忙离开后院来到前面 就看到了自己门下的弟子 全都被压在了一旁 有几名六品的中坚力量 更是被打翻在地 被刀枪架着都不敢妄动 龙腾云顿时就怒了 拔出铁剑 你们竟敢伤我门人 一道嬉笑声响起 龙腾云是吧 龙腾云看去 就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笑眯眯地看着他 身边还跟着几名铁剑门的弟子 现状龙腾云瞬间明白了 怒火中烧 你们竟然背叛宗门 几名刺客全都低下头 不敢看龙腾云 赵康微笑道 龙门主火气不要这么大 我来呢就是想要龙门主帮个忙 只要你合作 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 所有弟子都被制服 为了门人安全 龙腾云强压心头火气 什么事 赵康 解散铁剑门 从今天开始 天下敬武 笑话 听到赵康的话 龙腾云顿时笑了 眼神沉了下来 我铁剑门创立数十年 岂是你一句话就解散的 还想要天下敬武 你以为你是谁呢 赵康则一声 怎么说龙门主事不愿意合作了 少废话 既然你们找上来了 龙某就跟你们拼了 看见 一声看见 龙腾云瞬间真气暴动 身法施展 竟然是幻化出八条真假难辨的身影 朝着赵康杀来 弟子们振奋了 是门主的幻身八剑 门主威武 傻了这群狗猜 一瞬间 所有铁剑门的人 都在为龙腾云加油助威 随后一声惨叫响起 所有铁剑门的人 就看到他们心中战无不胜的门主 被赵康一脚踹在脸上 直接飞了出去 两颗门牙都掉了 怎么可能 你你究竟是谁 撞在石柱上 可出一口鲜血 门牙被踹掉 导致龙腾云说话都有些漏风 赵康直接冲了过去 揪起龙腾云 就是一巴掌 幻神八剑是吧 铁剑门门主是吧 无品修为是吧 要跟我拼了是吧 接连几个巴掌 直接打得龙腾云猛逼了 双颊肉眼可见的红肿起来 他 娘的有刀不练 你练剑 我让你练 又是一巴掌龙腾云气的七窍生烟 狗贼是可杀不可辱 有本事杀了我 打是打不过了 龙腾云很有气节地吼了一声 赵康一听笑了 我最讨厌打 打杀杀了 听说你龙大门主 还是贯州用剑制人的佼佼者是吧 还有个剑魁的称号 上官红 末将在 赵康甩出一千两银子 去 拿着这钱 问问城里的男性 有没有喜欢男人的 把他们给我找来 让他们好好和龙门主寄见 告诉他们别怕 老子呆会就把龙腾云的修为封起来 干他龙腾云一次一千两 干两次翻倍 上官红一听 眼睛亮了起来 大帅 我来成吗 我草 赵康和龙腾云都骂了一声 龙腾云惊恐无比 赵康更是见了鬼一样 难道你 一米八的大鸽子脸上 突然出现一抹娇羞之色 其实 末将 末将是好难封的 赵康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才到 以后打死我 我也不跟你一起泡温泉了 随后 封住龙腾云的经脉 赵康随手扔给了上官红 交给你处置了 那个主不过来一下 我念你写 七月十六 周国 贯州见魁龙腾云 与景国猛将行床子之欢 上官红宁笑一声 大手 在龙腾云屁股上一拍 小家伙屁股挺翘啊 别害怕 接下来最少半个月 你拉屎都不用费力气了呢 龙腾云瞬间头皮发麻菊花一锦 听着赵康在那说什么盘长大战 直接吓得脸上都没有血色了 赵康念完之又道 记好吗 现在给我出去宣传 让整个青石城的老百姓都知道 龙腾云被咱们上官大人抱了菊花 知道了 一群随军主部忍俊不惊 先前被赵康情下的铁剑门刺客 男的都夹紧了菊花 原本以为这家伙 已经很没有人性了 现在看来 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啊 这要是宣扬出去 咱们主以后还能做人 恐怕自杀 都得被耻消一百年吧 且慢 龙腾云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一手捂着自己的屁股 一手连忙挥着 赵康回头 干嘛 龙门主觉得一个不够 不是 我投降 我这就投降 我以后不练剑了 不收弟子了 可怜的龙门主 一个无品高手 被吓得说话 都不利索了 赵康责了一声 你是真心的 真心的真心的 赵康看向周围 诺 大家伙都听见了呀 龙门主是自愿投降的 我可没有威胁他 众人沉默下来 赵康大手一挥 对着龙腾云道 现在把你们铁剑门的 所有秘籍都拿出来 修为备质 加上面对这个 不是人的家伙 龙腾云纵然有万般不愿 也只能低头 秘籍比起自己的菊花来说 熟重熟轻 还是分得清楚的 很快 一堆铁剑门的秘籍 就被拿了出来 赵康随手翻看一本 看了几眼 呸了一声 看着满脸 不舍的龙腾云 什么拉某某一耳 瞧你这出息 还跟个宝贝一样舍不得 说完赵康 直接一把火 将这些秘籍烧了 龙腾云再也绷不住了 眼泪刷一下就流了下来 我铁剑门的心血啊 一些热血弟子也看不下去了 都不管刀剑架在脖子出声怒斥 狗贼 我们都投降了 你为何还要 烧我们的秘籍 赵康掏了掏耳朵 铁剑门都要解散了 还要秘籍干嘛 擦屁股啊 几名热血弟子顿时一愣 赵康走了过去 喝笑 练武几年了 这弟子也不怂 练剑十年了怎么了 了不起 几品了 七品了 赵康听闻 不屑地吐了口口水 练了十年才七品 老子就练了三五年 现在都是三品中层了 有这功夫 回去挑两桶大分种 种地不好吗 兄弟听我一句劝 练武没前途的 所有人都震惊了 诧异地看着赵康 没想到这畜生居然这么强 三品中层 可以说是整个天下都先有敌手了 那弟子被说得有些不服气 怎么就没前途了 赵康叹了口气 与众心肠道 你想啊 你每年花那么多钱 又是打凹筋骨 又是交学费 练了十年才七品 而我呢 只是练了三五年 就已经三品中层了 你练武睡了以后行走江湖 成奸除恶对吧 弟子哼道 没错 赵康苦口婆心道 你想想 你练了十年七品修为 出去闯荡江湖 要是遇上我这种混蛋 你上来成奸除恶 结果被我一巴掌拍死了 该怎么办 弟子猛逼了 自己以前好像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 赵康又道 所以啊 像你这种平庸之辈 回家种种地 要不读书考考功名 将来当官娶个漂亮老婆生一堆儿女 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江湖太危险 不是你们这些普通人能混的 那是给我这种天才准备的 所以听话啊 练武没前途的 回家种地去吧 我 弟子我了半天 仗红了脸好容易才到 就算你说的有那么点道理 我以后闯荡江湖 又不一定就会遇上你 再说我被行侠仗义 岂能因为你们这种恶人强大就退缩 说得好 赵康啪啪鼓掌 很是欣赏地看着对方 随后又道 你不错 我很中意你 我被你说服了 我要洗心革面 从此做个好人 行侠仗义 不一定要去江湖上打打杀杀 只要我们心存正义 帮助弱小 哪怕只是扶老奶奶过马路 那也是大侠 你说 我讲的对不对 不少人点了点头 赵康又道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既然我是三品高手 所以 为了避免你们以后去江湖上 遇上我这种天下无敌的坏蛋 今后江湖上的恶人 就由我来把他们赶尽杀绝 你们都不用练武了 赵康握紧了拳头高高举起 我与罪恶不共戴天 哪怕他们是二品一品高手 我也会和他们死磕到底 不杀光他们绝不罢休 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 这种事情牺牲我一个就够了 你们都要留着有用之躯 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让天下的人都和我们一样 心怀正义 你们明白了吗 明白了 铁键门所有人都被感染 振奋地看着赵康大吼着 赵康激动道 好 正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 所有的恶人我都将不再惧怕 现在解散都各自回家 有地重点 家里做生意的 就帮帮家里 等待我的好消息 遵命 一众弟子纷纷抱拳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尤其是那名正义的弟子 看着赵康点了点头 满脸的欣慰 此人终于迷途直返了 并且 今后还要匡扶正义 这都是我的功劳啊 有着三品高手 去江湖上伸张正义 想必今后江湖上 一定会少了许多恶人 可惜我的修为真是太低了 他说的对 既然对我来说 练武没前途 那我就回家种地吧 一众弟子结伴 离开了铁剑门 龙腾云都傻了 直到这会儿也没反应过来 自己都还没说解散宗门呢 怎么自己的铁剑门就没人了 而刚刚还叫着 要洗心革面 匡扶正义 与罪恶不共戴天的赵康 这会儿已经开口 上官红 带人 把这铁剑门的牌匾砸了 上官红一愣 大帅 你不是要成奸厨 怎么还砸别人牌匾 赵 康一愣想了想 然后看向了龙腾云 认真道 因为我觉得 铁剑门是很邪恶的存在 你们不这么觉得吗 觉得觉得 真是太邪恶了 没错 你看这些剑 都是凶器啊 这铁剑门 真是太罪恶了 必须要砸了它 砸 一众士兵连声说着 开始动起手来 龙腾云一时间气不过 老子铁剑门 怎么就邪恶了 赵康踢了一脚 骂道 叫人五枪弄棒 导致这些大好青年 今后的志向 居然就是去江湖上杀人 你还敢说 你不是邪恶的 我今天就代表正义 消灭你这个邪恶势力 龙腾云又哭了 砸了牌匾 再加上弟子都走了 铁剑门这会儿 是真的解散了 看着已经了无声趣的龙腾云 赵康走了过去 拍了拍龙腾云的肩膀 走吧 龙腾云愣了一下 去哪 赵康翻了个白眼 你这不废话 铁剑门都没了 你还待在这干嘛 以后跟我混 我带你去匡扶正义 铲除像铁剑门 这样的邪恶势力 无品修为还是不错的 不当朝廷 走狗可惜了 龙腾云直接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指着赵康浑身颤抖 难以置信 畜生啊 你还是人吗 赵康气了 你有没有点素质 怎么还骂人呢 龙腾云直接一口 先血吐了出来 手颤抖着 你回我门派 你烧我秘籍 你蛊惑我的弟子 你说我是邪恶 你现在还要我效忠你 这很为难你吗 赵康眨了眨眼 我去你姥姥的腿 滚 破罐子破摔 龙腾云怒了 直接不客气地骂了一声 赵康笑了笑 上官红 我看龙腾云这家伙 面色发黄 依照我的家传艺术看 他是便秘 拉屎拉不出来 你给他通通 上官红一抓起龙腾云 好嘞大帅 一把将上官红推开 龙腾云双手抱拳 夹紧了菊花对着赵康道 在下誓死效忠大帅 赵康搀扶起他 我得腾云 真乃天赐阴截眼 无成铁剑门就这么没了 赵康让人 将消息散播了出去 尤其是着重提到了 上官红已经效忠警军的事情 让这家伙 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 连成 霸刀宗 一群人聚集在一块 有人愤怒地一拍桌椅 真是气煞老夫 龙腾云这家伙 居然这么没骨气 老夫竟然与这种人齐名针 是侮辱 王前辈莫怒 怕龙腾云如此软弱 简直败坏咱们贯州武夫的名头 既然今天咱们聚在一起 我看不如咱们十六人联手 去刺杀那警军大帅如何 一名白衣男子 打开扇子摇着 众人一听当即道 不错 此法可行 那警军大帅 能灭了铁剑门 收服龙腾云 想必不是什么简单人物 但我等十六人联手 就算是四品下层 也难逃一死 此人竟敢不知死活大张旗鼓 还说什么要敬武天下 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次国难当头是咱们五人出力的时候 杀了这家伙 警军必然大败 不错 咱们该马上派人探查对方行踪 设下埋伏 到时候一轰而上 直接将其碎尸万段 那龙腾云也不要放过 对于这等叛徒 杀他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为过 好 今日我十六人 就煞血为盟 不诛杀此贼 事不罢休 我同意 就在十六大门派的门主 正在用小刀拉手臂 煞血为盟的时候 霸刀宗的一名弟子 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宗主宗主不好了 龙腾云前辈和一群士兵闯了进来 说我们是邪恶势力 要把我们全都消灭 匡扶正义 大帅有令 庆州武夫交出秘籍 解散宗门 大帅有令 菊州武夫交出秘籍 解散宗门 大帅有令 一个个井国士兵 只要攻破一座城池 就开始喊口号 以至于如今 周国大帝基本上都传开了 井国的大帅 没有跟着大军指挥打仗 而是带着人来找 他们这些武夫了 顿是一个个 周国五人气的要死 他骂的 你吃多了撑的吗 于是组织人手 刺杀赵康的宗门 也多了起来 不过小一个月下来 这些宗门惊奇地发现 自己派去的高手 居然一个回来的都没有 而有的宗门 在碰上赵康自己 更是惊奇地发现 自己派出去的刺客 都成了赵康的走狗 并且还念叨着什么 你们是邪恶的 我要来匡扶正义 消灭你们 邪门 真是太邪门了 从原本的三千人 赵康这会儿的行军队伍 变成了三千四百多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五品武夫 四品的只有十来个 还都是四品下层的 不过 赵康已经很满足了 这周国的武夫数量也不少啊 叼着烟杆坐在车头前 看着身边一个个如丧烤笔 垂头丧气的武夫 赵老爷痴笑一声 用烟袋敲了敲 今天刚招收的 一名四品下层 别这么苦大仇深的表情 来笑一个 整得像老子 把你逼凉为娼一样 就算在整个周国 也是小有名气的 剑客愤怒地看着他 你的卑鄙小人 赵康翻了个白眼 别这样看着我 就算咱们两决战之前 喝的那碗 酒我没下毒 你也打不过我 我就试试 那毒药厉不厉害罢了 无耻 剑客破口大骂 翻来覆去 都骂不出点好听的 没啥意思 赵康抖着腿 拿起了上官红刚买的西瓜劈开 老龙接着 前方龙腾云一回头 接住了一块西瓜叫了声 谢大帅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吐了口西瓜子 赵康看着剑客 本来呢 原本我还是挺欣赏 你们武夫 向往你们的江湖的 不过后来在前国发生了一件事 就让我明白了 所谓的侠义武犯禁 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个人的武力 是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否则呢 这个天下就会大乱 不可否认啊 武夫学武一开始的初衷 都是向往江湖 要做个除强扶弱天下文明的大侠 随手将西瓜皮一扔 砸到了霸刀宗的宗主 后者回头忧愿地看了赵康一眼 赵康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笑呵呵道 不过呢 更不可否认的一点是 一千个武夫 就算有999个都是大侠 但只要有一个是恶人 那么这900多个大侠救人的速度 永远也没有这个恶人 伤害人的速度快 所以啊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们这些学武之人 要么今后老老实实为国家效力 要么我就废了 你们的修为 让你们回家种地去 听着他的话 剑客沉默了下来 好一会儿才抬起头冷笑道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狭义二字 江湖二字 是不会被你如此做法就给抹除的 当然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狭窃 这点我从来都是认可的 天这么热 不来一块 赵康笑着 剑客没有伸手 只是看着周边的锦国士兵 买了一大车西瓜 来给众人分着 心里的感觉颇为怪异 队伍日渐庞大 被强行招揽的武夫 除了被赵康点了穴道 为了毒药此刻修为 当然无存之外 其他的并没有受到什么限制 赵康也不限制他们的自由 饿了有饭 渴了有水 就像是跟着赵康的大军旅游一样 期间跑了几个 赵康也没有派人追查 被他封了经脉穴道 为了毒药 除非有人功力 比他高解开穴道 再服下解药 才能恢复修为 不过不好意思 赵康身上林儿牛给的毒药不少 解药一瓶都没有 一路上 整个周国江湖 都被赵康搅翻天 闯进一个宗门 烧密集 揍人 修为到五瓶以上 全部带走 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流程 赵康也不杀人 以至于让武夫们 感觉自己啥也没干 然后就被人冲进来打了一顿 心里那叫一个委屈 赵康给出的解释也很合理 他妈的 老子刚到你们周国 就被刺杀了 由此可见 你们周国武夫 对老子的到来很不友好 所以我报复也是正常的 你们打不过 我那就怪自己既不如人呗 实在是有理有据的 让人根本无法反驳呀 以至于穿过灌州的时候 赵康的队伍 居然一下子 扩大到了四千五百多人 三分之一是武夫 当然这一千多号人 也不都是被赵康感化了 要跟随他扫平邪恶势力的 大多数人 都是跟着等赵康 帮他们恢复修为罢了 穿过灌州是庆州 高渊的十万大军 已经拉着大炮 打下了大半个 休整一天 赵康继续带人前进 看样子 已经是打定主意 走到一地扫平一地的武夫了 反正这会儿 身边跟着大批周国武人 平日里 谁没点小摩擦 自己遭了殃娜 还能见得别人好 随便问一下 谁谁谁在哪个城 修为多少宗门 在哪就全都抖露出来了 因此 这一路出奇地顺利 而赵康近人的修为 也一次次 刷新着武人的认知 管你是五品还是四品 除了还没遇上的三品之外 全都是一巴掌料到 根本就不讲道理 这也让心里暗暗盘算着 找个机会造反的一些人 心里绝望了 跟着景国士兵 喊起了口号 只要别人的苦难大过我 那我就没有遭受苦难 而此刻 刘州青云关 周龙率领着十五万前军 兵临城下 武雄站在城头上 看着密密麻麻的前国大军 他身后的青云关内 还有足足二十万可战之兵 加上前军并没有大炮 是完全可以受得下来的 他召集了关内 所有的统兵将领 众人还以为 他是在商量防御策略的 却听武雄开口道 袁副将 念一下战报吧 袁副将深吸了一口气 今天终于是来了 他手颤抖了一下 拿出了那封五天前送道 却只有他和武雄看过的战报 七月战报 景国大将陈茂凯 率领十万景军 历时二十三天攻破汴州 于七月三十日进攻景州 八月十五日景州沦陷半数 景国大将于成功 率领十万景军 历时二十天攻破梁州 于七月二十六进攻西州 八月十七日 彻底攻破西州 如今正在向菊州进军 景国大将高渊 率领十万景军 历时二十七天攻破灌州 于八月初进攻庆州 三天前庆州全面高破 至此 周国二十州 已基本沦陷六州 所有将领面色惨白 一人大吼道 这怎么可能 一个多月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三支景军 怎么可能攻破我国六州大地 他们景国人都会飞吗 还没完呢 继续 武雄淡淡道 内心却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尽管不止一次看过这份战报 这会儿 还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原副将继续道 两月时间 我军战死将士二十三万 景军伤亡 他顿了顿猜道 不足三万 傻了 清云关所有守将都傻了 原副将继续道 根据碟子探查 三支景军 除了一开始 在梁州汴州和灌州 遇到强烈阻击之后 基本上就在没有受到什么抵抗 景军所到之处 各地官兵士兵纷纷望风而降 甚至有过三名景军 俘虏我军一千人的壮举 操 听到这个离谱的消息 众将终于知道 景军是怎么这么快速 就打下那么多底盘了 合着还没打 就投了是吧 武雄这时候终于开口了 看着众多将领笑了笑 你们有的是我老部下 有的是原本清云关的守将 这会儿和你们 一起听这封战报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当中有的人不知道 前国大炮有多厉害 本帅知道 所以 武雄缓缓举手到 赞同投降的举手 不少将领都傻眼啊 叫咱们来 是商议投降的 原副将第二个举手警 接着那些曾经跟随武雄 和前军作战的人都举手了 不少士兵凑了过来 武雄叹了口气 那么赞同和前军打到底的举手 十几名将领举起手来 武雄点了点头咳嗽一声 下一刻周边士兵纷纷抽出刀来 捅死了这些将领 到死这群将领都难以置信 武雄道 好了 看来没有人打算死战到底 把尸体后葬 原副将通知守军开城门 尸体被抬走 武雄脱下了甲咒 站在城门后 好像是第一个迎接前军入关一般 城门大开 周龙率领着十五万大军入城 翻身下马 周龙眯眼看着武雄这个赵康说的老朋友 他心中只觉得有些可悲 没有什么不屑的 作为军人武雄投降 实在是有损军人颜面 不过周龙自己想了一下 要是自己是国士赵康的敌人 面对前国的大炮 面对根本打不赢的一仗 自己会如何选择 只是这么想了一下 周龙就打了个寒战 想个屁 为难自己做什么 武雄将军 周龙打了个招呼 武雄轻轻点头 随后开口 关内士族都已卸甲 前方战场上警军不杀降族 周龙笑了笑 我们前军也一样 武雄心底这才松了一口气 没办法 前军打齐国的时候 凶名太胜了 齐军 还有那些齐国的门阀士族 死在他们刀下的 何止万千 以至于啥的 现在整个元齐国大帝 已经没有什么士族门阀了 都被赵康带着前国绝了根 接下来 将军又要如何做 武雄犹豫了一下 才开口问道 周龙笑了一声 让士族跟咱们去打仗 我不放心 他们估计也不愿意 所以呢 我来之前 国师让我给武雄将军带句话 什么话 武雄连忙询问 将军继续带人守好青云关 将来的新乾国朝堂之上 二品武将头衔 必有将军一席之地 周龙说完 拍了拍武雄的肩膀 以后 都是钱国人了 别这么紧张 武雄哭笑不得 带到周龙走远之后 才尼南道 从二品 不小了 他娘的 武雄突然骂了一句 甩手离去 以后老子也能用大炮轰人 不是成天被轰了 恐怕只有老天爷晓得 当初在华锦城 见到龙汉被一炮轰的四分五裂 那场景给武雄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 燕都称 无数身穿常山的读书人 聚集在了皇城前 领头之人 振臂高呼 我们还要陛下给一个解释 先帝究竟是如何身亡的 没错 究竟是不是像景军说的那样 是被人联手前国叛徒杀死的 国将布国 究竟是谁在败坏我大洲朝纲 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 成千上万的读书学子 此刻都到了皇城 将帝都八门围的那叫一个水泄不通 进军出面都没有用 赵康的舆论影响实在是太恐怖了 以至于现在整个燕都城船的有板有眼 再加上一些人暗中推波助澜 因此 不光是这些人 就算是书院的那些宝学之士 也都纷纷聚集到了此地 吏部尚书府邸 刘大人喝着茶 管家匆匆忙忙赶来 他连忙放下茶碗 如何了 管家小心翼翼道 皇城门前被人团团围住 都叫着要陛下给一个解释 老爷也太吓人了 冷笑一声 刘大人呵呵道 还早着呢 继续找几个人传播出去 刘大人将李承坤暴毙那一晚 自己看到的事情 全部告知管家 让其继续去煽风点火 他也是推波助澜的人之一 如今他们这些朝堂上的大臣 心里都跟明镜一样 周国要亡了 是时候给自己谋出路了 就在这时候 管家去而复返 手里还拿着一封信 老爷 齐大人派来送的信 齐风 刘大人愣了一下 拆开信件一看 明明是大热天的 却惊出了一声冷汗 连信纸都掉在了地上 管家挠挠头 老爷咋了 武雄投降 前军入关了 刘大人咽了口唾沫 目光看向了皇城的方向 这座咽都皇城 还能存在多长时间 几个月 还是 几天 又是一日清晨 李木义穿戴好了龙袍 戴上刘勉 一步步走向朝会大殿 坐上那张龙椅 不同的是 虽然还没有到上朝的时辰 但本该早就倒裂的文武百官 此刻一个没到 大殿之上空荡荡的 只有皇帝一人 还有太监总管 笑了一声 李木义依旧端坐在龙椅之上 静静等着 尽管这时候 他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皇帝了 这种情况 已经持续三天了 自从武雄投降 青云关失守 前军入关之后的消息传来 这座大殿之上 就看不到周国朝臣的身影 三天来李木义都是早早来到 并且和以往早早退朝不同 每天他都坐到黄昏才离去 周国文武知道后 心中想着 可能实在留恋那张龙椅吧 只有李木义自己知道 他心里在想些什么 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了差错 才造就了如今这个局面 正当李木义深思的时候 一道白衣倩影 出现在大殿前 随后一步步走了进来 依旧和往常一样 没有行朝礼 因为他本就不是臣 然后站到了这座大殿上 属于他的位置上 李木义笑了笑 坐正身子 老师是来送学生一程的 公孙云秀平静道 不是 那就是来解惑的了 李木义双手交叉 那我再位两年 究竟是何时错了 公孙云秀不假思索道 再位两年 整顿军制 削减百姓赋税 合并土地 开通两周河道 选拔各地学子入书院 研发霹雳车 火药 出兵工前景 无论从哪一样 来看你都没有错 都是立国立民立军之举 但这天下 终究是在我手中 变成了一堆破烂 知道究竟是哪里错了 李木义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这便是 他这些天所想的事情 公孙云秀看着他 不由地叹了口气 真要说错的 只有两点 与赵康为敌 这是李木义想出的答案 但他并不觉得 这个答案就是根本原因 就算与赵康为敌 也不会将如此庞大的王朝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糟蹋成这样 如此看来 自己可谓是天底下 最大的败家子了 所以他很不解 他能接受自己失败 接受自己亡国 但想知道 究竟是哪里错了 师父夺位 杀地战母 这些李木义都不觉得如何 天下骂名也好 他也不在乎 且从未后悔 因此 在此之前 他对自己有着十足的信心 天下在我李木义手中 大周有我执掌 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 天下第一强国 但如今 事实却在啪啪打他的脸 所以他很想知道 公孙云秀摇了摇头 这不是根本原因 说到底你太急了 李木义瞳孔猛然一张 公孙云秀继续道 合并土地 你与地主相身站到了对立面 削减百姓赋税 让底下税官虚立 对你心生怨恨 整顿军制 不允许官家子弟烂于冲树 导致那些二世祖 失去一项 躺着捡功劳的差事 选拔各地寒门学子 进入书院 更是让豪门氏族 对你彻底失望 除此之外 开通两周河道也好 霹雳车火药 都多多少少 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 可你没有快刀斩乱麻的胆破 表面看起来 没有任何臣子 胆敢忤逆你的旨意 但私底下却并非如此 不过终究也是好事 公孙云秀南南道 可你太急了 两年的时间 就要做这么多事情 如果你花上二十年的功夫 炖刀子割肉 一点一点将牵扯到 其中利益关系的人 削成一具具白骨 那你将是大洲有史以来 功绩最为卓越的帝王 便是弑君夺位也无妨 可你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做了这么多事情 当他们堆到一起之后 就成了你最大的过错 前国宁王肖飞宇造反为此 折服了三十来年 虽然最终也失败了 但你要是能学到 他这一点隐忍的功夫 便好了 双眼缓缓闭上 这一刻 李沐翼所有的气势 全都消失得荡然无存 他终于明白了 自己错在了哪里 但是却无法补救 不知过了多久 李沐翼才感觉自己 有了力气睁开眼 看向了公孙云秀 让老师失望了 如往常一般 公孙云秀道 我不是你的老师 你展现的才能 也不是我能教导的 犹豫了一下 公孙云秀还是道 真正对你失望的是先帝 李沐翼一愣 公孙云秀叹气 从手中拿出了一封明黄色的诏书 先帝 曾经与我有过密谈 你与李沐森 一娇一舌 先帝其实更看好你能画龙 你曾经写下 让我帮忙辅证的慧明太平册 其实是先帝帮你看过之后修改的 他那时候便说 你的想法很好很务实 但是太急 过于小家子气 帝王行政推令 该狠该毒王霸兼并 可你两样都不占 因此 他冷落你 以此去磨练你的性子 也是那天特留此道遗诏 告知我若有天出现意外 让你继位 如今你的确够狠够毒 但最重要的王霸 却没有学到 这一刻 李沐翼浑身颤抖起来 脑海中回忆起了那一碗 满脸鲜血的李成坤 死死抓着他的手臂 长大了嘴巴 滚烫的鲜血 不断从喉咙涌出 溢出嘴角 那双原本昏暗的瞳孔 从未有一颗那般清明 乃几秒钟的时间 这周国先帝拼尽全力 用此生最后的力气 对抗阎王所命 却最终只是嘴角动了动 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李沐翼这会儿 却终于看懂了嘴形 只有四字而已 你做皇位 失去了眼角的泪水 李沐翼哭笑不得道 原来最好的老师就在身边啊 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向公孙云秀 公孙大家应该 也和国师赵康做了交易吧 所以才会来试军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并没有否认什么 他今天的确是来试军的 不用刀子 只用言语一封诏书 便诛杀了如今大周皇帝 李沐翼开始念出名字 一个个周国 在朝文武大臣的名字 被他念出来 最后伸手虚空指了指 好像那一个个文武朝官 就在他面前一般 我非王国之君 而等境界王国之臣 空荡荡的大殿 李沐翼这位周国皇帝 仿佛嘲笑一般说了最后一句话 眼神逐渐变得晦暗起来 直到再没有了任何光彩 公孙云秀目光游下而上 看着这周国最后一位皇帝 无奈地转身离去 自从景军开始进宫之后 李沐翼的神经便一直紧绷着 心神一直处于莫大的焦虑之中 但他平时眼是压制得很好 只有皇宫内的一些宫女太监知道 他已经整整四天水里未尽了 如今被公孙云秀使君诛心 强称的兴器终于也在得到答案之后崩溃 他的骄傲自负野心 再也撑不住他帝王的身份了 坐在那张龙椅上 如他最后一句话说的一般 他死之时周国还未亡 公孙云秀背过身去 一步步走出大殿 刚出殿门口 就见到了赶来的太监总管 公孙大家 总管太监恭敬的行礼 公孙云秀本不想理会 只是犹豫了一下 接着便开口道 公公召集百官吧 陛下已经驾崩了 总管太监险些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直到公孙云秀走远之后 才冲进大殿中 看着端坐在龙椅上的李木翼 总管太监腿脚一软 瘫倒在地 这一下子周国真的亡了 许久未有朝臣的大殿 却在临近夜晚的时候 来了无数大臣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猛逼 前段时间听说还好好的 怎么说死就死了 怎么样 看着检查失守的太医 陈尚云 曹安国其风这些大臣 都围了上去 太医摇头道 陛下是御节而终的 死得不得其所 群臣一片哗然 没想到李木翼竟会御节而终 着实出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意料 这一下子该怎么办 有人突然开口 原本还有些嘈杂的大殿 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 有种群龙无首的感觉 国家还没亡呢 皇帝老是先没了 这也就算了 偏偏李木翼没有什么子嗣 让他们想要找个替死鬼 都找不到 至于先帝那些皇子公子 二皇子李木森脑袋被萧飞宇拍西瓜 三皇子李木青被赵康火化了 这会儿估计已经四五岁大了 四皇子早妖 至于荣飞的亲生儿子 后来就翻到五皇子李木园 大半年前在封地上暴毙了 不用想也知道是谁干的 这一下好了 偌大的周国皇室 居然他娘的愣是找不出来一个替死鬼 要不直接向景军投降好了 有人突然开口道 顿时引来了众人的鄙视 你还要不要点脸 就是 我们可以等景军打到燕都再投降 但绝不能现在就投降 不然天下学子 怎么看咱们这些人 就是 怎么说 也要向征兴地抵抗一下 可现在陛下都驾崩了 兵部尚书叹气道 那前线还要不要指挥 陈尚云呵呵一笑 别说的像这段时间 你们兵部指挥了什么一样 指挥不指挥 都是让人揍得跟孙子一样 有啥区别 他娘的陈老 你挑事是吧 兵部尚书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眼看两人就要掐起来 李部尚书曹安国突然间眼神一凛然 行了 都少说两句 这会儿没了李木义 大家伙是畅所欲言了 见他这么一吼 居然有个三品官吃笑道 曹大人有什么高见赶紧说吧 曹安国眼帘低垂 一开口就把众人的遮羞布 全部扯了下来 都到这个时候 就都别装算了 现在该好好想一想 将来是不是还有机会 继续站在那新朝堂之上了 人群中的棋风 嘴角微微上挑 背着手慢悠悠地离去了 这事儿完全不用 他去担心什么 他的离去 并没有惊起什么水花 刑部尚书不耐烦道 老曹你有什么想法直说吧 他娘的这两天 老子心慌得很 一闭眼 就是警军打过来了 原本模样敦厚的曹安国脸上 此刻闪过了一抹阴狠毒辣 冷笑一声道 军队的确不是警军的对手 不过老夫前些天收到消息 各州已经有学生组织起来了 准备前往战场抵抗警军 不少人乐了 就凭他们 送死啊 吏部刘大人应笑着 我也收到消息了 都是一些寒门穷光蛋把了 据说光是靖州各地书院 就有三万寒门书生 聚集在了一块前往前线 这群傻X平日 就只知道死读书 我敢肯定等到警军打过来 这群家伙还会弄出什么幺蛾子 咱们不如联手那张投名状 曹安国的眼神 闪过一抹阴狠之色 都是多年围观的同僚 瞬间就有不少人意识到了 曹安国想要干什么 陈尚云深吸了一口气 老曹你压的 可真是个畜生 不过我同意 不错 反正他们都是 要送死的 不如死之前 为咱们办点事 将这些穷光蛋 全部召集一处 一股脑袋给他们全葬送了 既给警军解决了麻烦 又让对方知道了咱们的诚意 嘿 他们这群书生 也慷慨就义 博得美名 简直是一举三得呀 哈哈哈哈 说得不错 老夫这就去写西文 一个月之内 务必召集所有有志之士 就将他们赶往续州如何 那是咱们京城最后一道屏障 周国太学府记久笑道 要不让公孙大家来 有人提议 算了 这种事情 还是别去打扰那家伙了 这女子那双眼睛 每次盯着人看 都让人心惶惶的 听说陛下驾崩之前 他就来过皇宫 我都怀疑 陛下驾崩和他有关 有人点了点头 想到什么皱眉 对了 现在陛下死了 京城各地 可是还有不少学子 等着要个说法 现在他死了 这怎么办 后宫之中 不是还有一位太妃吗 陈上云淡然道 此女乃妖邪转世 脱胎人形 乱我大周后宫 不知礼仪道德廉耻 迷惑皇子李牧义士君 更是于后宫之中 违背人伦 当今陛下 完全是受到妖妃蛊惑惑 我大周百年朝纲 也都因此女崩坏 非礼家非我等群臣之过眼 阴森的笑声 响彻宽敞的大殿 龙椅上正大光明四字 正对着这座人间 最肮脏的地方 周国的百姓 自然是无法得知 今晚的大殿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第二天 聚集在皇宫门前的 读书学子们 看到张贴书的告示 一个个都傻眼了 陛下 驾崩了 妖妃祸国 妖妃祸国呀 我大周江青 谁可力挽狂澜 陛下 一声声不一的哀嚎 悲痛唏嘘交织成一片 一名青年 看着宫墙上 张贴出来的另外一道告示 当即双手揪住秀白 奋力撕扯下两截白布 将一截白布系在腰间 另外一截包裹在头部 青年满眼愤怒 我大周绝不可能就此而亡 朝廷无能 那便以我此副屈体 做大周类师 大周万年 青年一边说着 一边大步离去 不少人见此情形 在看到另外一张告示上写着的 召集有志之士 前往叙州护卫国都 当即纷纷效仿那青年 结衣作孝 谁又言书生无胆气 大周近三百年国作 是这股文风豪气撑起来的 便是即将国破家亡 也不曾减弱半分 仅仅是一天的时间 整个燕都城 竟有三万学子 来到了朝廷颁部的聚集点 平日握笔的手此刻 拿起了刀枪 有人目光坚毅 也有人神情惶恐 却都选择了来到这里 习文已经传告天下 各地只要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 全都赶往了叙州 帝都这三万人也已经出发 有意思的是 那座号称进入之后 就等于一只脚 踩在了朝堂之上的周国书院 直到第二天早上 都没有任何一名学生来到此地 只有几名头发花白上了年纪的教书先生 还有教导兵法战争的退伍校尉老族 后宫之中 对于臣子来说 后宫是绝对的禁地 除非有皇帝的特许才能进入 不过现在皇帝都躺在棺材里了 哪还有这么多规矩 就这一天的功夫 都不知道有多少宫女太监 偷了职钱物件跑路了 曹安国陈上云几名官员 看着面前体态风鱼 韵味十足的美富 难怪陛下生前会独宠其一人 如此姿色 的确是常人所不能把控的存在 不过这会儿看看就行了 望着一干大臣 从昨天得知消息之后到现在 依旧不愿面对现实的荣妃 歇斯底里地叫着 李沐义呢 叫他出来 他怎么可能会就这么死了 你们把他给本宫叫出来 连亲生儿子也放弃了 最后却落得这么个局面 女子险些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崩溃 曹安国冷淡道 陛下已经驾崩了 荣妃还是就好好待在这后宫之中吧 要是合作 还能有几天好日子过 你们 你们这群乱臣贼子 荣妃气得浑身颤抖 指着众人 他会杀了你们 他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这会儿还满口胡言 果然是妖妃 陈上云哼了一声 挥手叫来两名太监宫女 给我好好看着这个妖妃 小人遵命 虽然说已经想了用荣妃 来做大洲王国的替罪羊 但是这会儿 事情发酵得还不够 得等到那群穷光蛋 全部葬送在叙州之后 艳斗百姓群情激愤之际 再将荣妃推出去 吸引所有火力 那样 他们这帮大臣 才能够全身而退 不然早一点或者晚一点 荣妃都不能替他们 当下所有木火 所以现在荣妃可得好好活着 万万死不得 直到被宫女太监拖下去 女子还在歇斯底里地叫着 要见李木义 只不过这会儿 已经没有人会去在意她 这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妃 处理完荣妃一帮大臣便离开 心中甚至有些期待起来了 不知道警军打进来之后 会和乾国如何瓜分 这偌大的二十周 到时候 自己这些人会被划分为 乾国人还是井国人 自己又能不能在将来 两国的朝堂上 有一席之地 夜幕之下 书院显得很寂静 繁星之下 一袭白衣独照松月 粗壮的枝干上 白色衣裙 仿佛围杖一般垂下 绝美的面庞 让星辰也黯然失色 公孙云秀靠着树区 右脚屈其美目 看着一个方向 那只玉箫 被她别在腰间 右手提着赵康宋的酒壶 自小善淫且不对的公孙院长 今日却破天荒有些罪态 原因是她也看到那张 召集全国有志之士的告示 原本她觉得 那些人有权有钱 就算国破之后 想要保全自己 并不是什么难事 只是没想到 人心可以恶毒到如此地步 甚至他们最后 要亲手将这最后一点 文人风骨也给打断 用数万真正的读书人 去写他们那张 鲜血淋漓的投名状 百无一用是书生 父亲多是读书人 这话的确不假啊 那就任性妄为一次吧 感叹了一声 公孙云秀提起酒壶 一口气将那一斤高度白酒 喝了得干净 清澈酒水 顺着嘴角 躺入一斤之中 随后手松开 喷一声酒壶摔了得稀碎 白衣神女站在枝头上 左手取下玉霄 轻轻抹撒着 尼南道 刘 陈 曹 赵 王 六部三省太学府 还真是一个不少啊 足坚轻点之头 身影错落在屋檐之间 偏然若现 李沐一临死之前说 公孙云秀来是军 一是那诛心之言 二是对方真正有是军的能力 大周有女公孙氏 义武剑 气动四方 这一晚的燕独城 曹安国 陈尚云 这些六部尚书在内 那张告示上 联名号召天下学子 前往旭州保卫燕都城的 136名官员 全都死在了家中 死状一模一样 都是眉心被人击穿 留下一个圆形孔状 除了齐峰这样 早早给自己找了退路 还有没有资格留名的官员之外 周国自李沐一驾崩之后 三分之二有权有势的官员 都仿佛陪葬了一班 牵着一匹白马 杀完人之后的公孙云秀 没有半点不适 慢悠悠地走到了城门口出示令牌 然后官兵放行 走出燕都城 看着灰蒙蒙的天空 黑暗之后便是黎明了 公孙云秀想着 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 见到那人所说的大学 那五花八门的学科 听起来是挺有意思的 回到周国之后 其实自己谱了一曲的 比之前宜洪院 所有的曲子都要暴躁 肯定能够让所有人都造起来的 要是有机会 得让原江县那些人听听 白马出城 载着这位周国 所有读书人的精神象征 而他却是要去阻拦 周国读书人报国 哪怕身败名裂 锦州 赵康翻身下马 前方一身戎装的于成功 连忙小跑过来 大帅 辛苦你们了 赵康点了点头 看着赵康庞大的队伍 于成功有些好笑 大帅 你这一路闹得可不平静啊 他们都早早就收到消息 知道赵康带着三千兵马 到处消灭邪恶势力 这不 原本赵康只有三千人的 这会儿被他抓来的武夫 都快破五千了 以至于到后来 赵康身上的毒药都不够了 只能封住这些人的经脉 让其无法运转真气 这么长的时间 也没有什么顶尖高手现身来 和他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解救这些人 让赵康有些小小的失望 这会儿听见于成功的调侃 赵康不在意道 找点事情做而已 战场上我是不打算去掺和 这些年成天打仗 我都烦了 你们情况怎么样 于成功是故意在这等他的 这点赵康心知肚明 大部队则继续在前方战场征战 两人并肩走着 于成功有些兴奋 我军所过之处势如破竹 周国重军全无一核之敌人 光是咱们俘虏的军队 都到了十万多人 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 这周国大军居然变成了 如今一碰就碎的模样 对了 大帅你知道了吗 赵康点了下头 你是说皇帝驾崩的消息吧 知道了 于成功道 是啊 原本周国的抵抗就不强烈 李牧义一驾崩之后 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抵抗了 并且 周龙带领着前军 从刘州入关一路上 同样是势如破竹 就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拿下了两个周 现在周国的地方官员 都在地降表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仗可以打了 所以 你在这等我试 赵康问道 于成功道 是高渊和陈茂凯 两人传信来了 七天前 我们三军合兵一处 准备一举攻破续州 然后直接拿下燕都城 彻底灭了周国 但是出了点意外 什么意外 赵康有些诧异 于成功神色有些无奈到 叙州的陵渊关 出现大批手无腹机之力的书生 强烈抵抗我军 按照高渊的说法 这群家伙一个个弱不禁风的 但是汗不畏死 就算咱们用大炮 轰平了城池 他们这些家伙 直接用肉身 阻拦我军前进的道路 有的甚至 直接钻进了战车底下 被碾压肉泥 也要阻挡战车的前进 赵康惊恶 这么疯 是啊 听说这群家伙完全是不要命的 不是我军的对手 他们就用自己身躯去挡 尤其是三天前出现了一批人 人人都上绑着白布妖际白仇 那才是真的不要命 这群家伙 不知道从哪里翻出来了火药 用筒装着 点着之后 抱着就往人堆里冲 那是顶着咱们的炮火 冲半点不带怕的 赵康的神色凝重起来 没想到 居然人肉炸弹赶死队都出来了 事情比自己想象的 要严重得多呀 于成功叹了口气 据说这群家伙称呼自己 为什么丧君 人人不怕死 说来也可笑 这群书生给咱们造成的伤亡 比周国的正规军都大 所以 你们在等我下令 赵康问道 于成功点了点头 高渊信中说 这种人死了太可惜 说大帅你或许会感兴趣 所以想要问问您的意见 这位陵渊官被我军包围了 但也没有进攻 是杀是流需要大帅 您来决断 赵康笑了笑 想不到高渊这家伙 也会心软 行 那我就去挥挥这群丧君 就算书生丧君 再怎么不怕死 也是完全无法阻拦 井军的脚步的 井军这会儿还没有动手 便是赵康说的 同兵的高渊和陈茂凯 都有些不忍心杀了 虽说他们是军人 杀敌就是他们使命 但两人考虑的更多 就如今的情况来看 周国灭亡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将来这片土地 都将会是井国和钱国的地盘 那么 像丧君这样的人 这会儿杀了就太可惜了 知道了林渊关的情况 赵康来了兴趣 带了一千人 就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林渊关 直到看见战场 赵康才明白 为啥就算是高渊 这样的汉将 也会动了侧影之心 破碎的林渊关前 大地是一片红色的 脚踩进泥地里 土壤中的血迹 就会溅出来染红裤脚 赵康走着 愣是看不见一具完整的尸体 那些散落交织的尸体碎块 将这方天地点缀得 仿佛修罗地狱一般恐怖 就算是赵康看过了大场面 也不由地感叹一声惨烈 大帅 收到消息的高渊和陈茂凯 快速赶来 两将心里都有些忐忑 不知道自己自作主张 会不会引起赵康的不悦 却见赵康笑了笑 辛苦二位了 几个月没见 都胖了不少啊 你们来打仗 还是来旅游呢 两人顿时放心下来一乐 高渊道 看吧老陈 我就说大帅不会怪咱们的 行行行 你说得对 陈茂凯摇头笑笑 赵康问道 那群所谓桑军 就在城关之中 是啊大帅 这群家伙 真是我见过最疯的家伙了 陈茂凯忙道 陵渊关内 应当是有一处制造火药的地方 现在这群家伙 完全用自己的身体 荡成了城墙 外围三千人 人人抱着一桶火药 咱们一靠近 立刻就点着 抱着冲过来 也不管能不能炸到咱们 就他娘的睡觉 都开始轮换着手 就这座城里 至少还有四万左右书生 真他娘的邪门 明明没有领头的 却一个个听话的跟羊羔一样 高渊催了一口 我昨天还想着进去交涉一下 直接让人用木棍打了出来 赵康乐笑了 那还真是一处坚不可摧的关爱啊 周国是第一强国 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样的人 好在都是书生 有的东西 就算是威力再大的火炮 也炸不烂 能轰平他们的城墙 但是却炸不垮他们的意志 眼前的这座残破关爱 那群在里面已死守成的丧君 便是如此 他们的意志 坚不可摧 嫡妻 一声声嫡妻 让赵康见识到了 如今凌渊关守卫的森严 他距离凌渊关少说还有百米 但是那群守在破烂城墙周围的书生 便叫着 纷纷拿起了火把 身边的人抱起火药筒 赵康眯着眼睛 让自己看得清楚些 停住了前进的脚步 看向那群神经紧张的书生 最前沿的一群家伙 基本上都是 两人一列一人爆火药 一人点火 人人脸上都没有害怕之色 他就明白 面对这样的一群人 就算他巧舌如簧 那也是没有用的 他们全凭着一股精神 在和警军对抗 那就是 绝不让一个敌人踏入关内 原本还想着亮出身份 去和这群家伙讲讲道理忽悠一下 这情况 搞不好过去说自己是赵康 就得被人围起来炸 走吧 赵康想清楚之后便转身 陈茂凯问道 那大帅 你怎么看 不可能就因为 敬佩这群丧军的意志 警军就会退缩 真要灭了他们 那也是 用不了一天的事情 赵康笑道 虽然杀他们 有些可惜 一天 明天这个时候 开炮送他们一程 遵命 看着赵康远去 高原想了想 叫来自己的清军副将 派人喊话 再不投降 一天之后 我军将全力进攻 警军的人 开始站在陵渊关外 大声喊话 却没有人回应 城内 锦鸣正在装火药的书生 听见前方的人来传达消息 纷纷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林秀 警军明天要进攻 你怎么看 一人问道 被问话的书生平静道 自来到此地 我就没想着活 明天无非殊死一搏便是 一人怒骂 可恨朝廷无能 我等孤母难知 是啊 这么长时间 帝都居然没有派兵支援 那些官家老爷 心里恐怕早就投降了 简直该杀一千遍 林秀笑了笑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完全没有了平日 所保持的君子风度 摸出从城里一处书店 找到的书籍 翻看起来 书店的老板早就跑路了 倒是便宜了他 这书他早就想买了 但是一直买不起 这会儿 也就顾不上什么 不问字取 视为贼了 一边看书 林秀一边开口 若是我们一死 能够唤醒国人血性 那又何惧意思 朝廷没有兵力支持 但也一定会有人支持咱们的 书院 还有公孙院长 只要他发令 天下学子一定会受其号召 与我们一起保家卫国 旁人听了他的话 都不由得点点头 不错 院长大人各地讲学曾说过 甘心之火 可称燎原之事 我等便是那火中之木 只要咱们能够守住这座林渊观 国人绝不会坐以待毙的 众人意志再度高涨起来 纷纷去做自己该做之事 漫长的夜最终褪色 白昼中世来临 警军列阵 三军和兵 大炮过百拳部对准了前方的林渊观 桑军众人也早就知道了大炮的厉害 当下不少抱着火药桶直面炮火 希望自己能够跑过炮火的轰击 冲进敌军的人群之中 赵康骑着战马在人群当中 望着那群出城准备拼死抵抗的书生 心敌也有些可惜 同时更明白了当初在原江县张胜和自己说的那番话 只要作为书院院长的公孙云秀一声令下 就会有无数读书人赶赴战场 这会儿自己算是见识到了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公孙云秀没有按照约定制止这群人 但赵康也不准备等下去了 就在他准备下令的时候 天边出现了一匹白马 白马城在这一名白衣仙子 有远即近 如画中走出来的人一般 没有丝毫惧怕 就这么出现在两军阵前 赵康心里一喜 这家伙终于来了 而桑军之中 同样有人认出了公孙云秀 一声声激动地呐喊传出 院长 是公孙院长来了 灵修甚至都放下了手中的火药筒 激动地叫着公孙院子 张胜曾经告诉赵康 在他老人家见过的书院院长之中 公孙云秀是最为纯粹的 同时还有一句话没说 也是无数周国学子最为认可的 因为相较于之前高高在上的书院之长 公孙云秀这些年 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书院 激动院长之后的三年 他在周国各地讲学 与各地大儒坐而论道 无论身份高低贵贱 都可以去聆听 都可以向他公孙云秀求教 他也会一一解答 曾经有过两天两夜 不眠不休给汴州学子解惑的事迹 他完全是以自身才学和品行 征服了周国学生 打破了那些 说他一名女子 不能任书院院长的质疑 因此 周国各地见过公孙云秀的学子 还真不少 这会儿也都激动地呼唤着 他们的精神象征 只是却不知道 今天他们心目中的神明 是来摧毁他们坚守的城池的 在呼唤中 公孙云秀翻身下马 站到了灵修等一群丧军的面前 面色平淡 声音分明不大 却传到了每一个人的耳中 近一年之前 我公孙云秀 出使钱国 而后归国 在这期间 我便投降了钱国 与那五雄一样 背叛了周国 今日 我公孙云秀 将引身后大军入冠 谁拦谁死 赵康整个人愣住 所有丧军同样愣住 全场无声 公孙云秀的话 就像是历剑一般 狠狠赐在所有学子的心间 所有的人都愣愣地看着他 他们这些书生 坚守近十年的灵渊关 以至于最后 都还满怀信心地 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拯救国家 更相信心目中的神明 会号召天下书生 一起抵抗警军 如今神明来了 却没有带着援兵 更是与敌人站到了一起 并且代表敌人来摧毁他们 平静地转过身 公孙云秀开口 请警军入关 说完他向着前方的桑军走去 人群自动散开 就像是他当年在 周国各地讲学一般 所有人都恭敬地迎接 他这位院长 只是这一次 书生的眼神中 只有茫然不解 目光中的神采也在涣散 无人知道 剑术天下无双的公孙云秀 这一次以自己作剑 亲手斩掉了桑军的魂 散开的人群越来越广 公孙云秀 站在了林渊关破碎的城门前 警军一个个走进城门之中 完全没有了前些天 那种奋力抵抗的场面 周围寂静地 能够吓死人 从白天到夜晚 再从夜晚到白天 直到最后一名警军 走进了林渊关之中 所有的目光 都木然地 看着公孙云秀 好一会儿 才有人颤颤巍巍地问了一句 为什么 院长 为什么 问话的是林修 直到这会儿 他依旧难以置信 依旧是以院长称呼 那曾经的神明 公孙云秀没有解释 只是平静到 林修 好好回去做学问吧 赵康曾经说过 会让所有人都能够科举 那么 像林修这样的寒门读书人 将来也是有机会展现 自身才华学识的 惨然一笑 林修捂着嘴角 好一会儿 才忍住了那追星之痛 学生受教了 说完伸手入怀 将从书店顺手牵扬的书籍 扔在了地上 步履蹒跚地转身离去 书上沾染上了一片红色 这书还是当初 公孙云秀在帝都讲学之时 他上台请教后 公孙云秀建议他读的 只不过太贵了 对于生活都是困难的林修来说 一直是求而不得的存在 当时公孙云秀也说了 可以借他 不过终究男人还是要点面子的 林修就说 自己会买的 但是这会儿 已经没有必要了 林修等我 有书生喊了一声 回头看了一眼公孙云秀 眼神中终于出现了一抹鄙夷之色 好个平日故作姿态的场景 张某平日竟是你这剑壁座领袖 算我瞎了眼 千夫所指 此刻的公孙云秀万夫所指 都不够形容 最大限度能够形容女子 最为恶毒的语言 全都冒出来 曾经有多敬佩眼前女子 此刻她们就有多恨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这才散去 走上前去 捡起林修扔掉了那本书籍 公孙云秀拍了拍上面的尘土 转身就见到赵康 还在城口等着自己 你怎么还在这 公孙云秀问道 赵康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 只能开了个玩笑 我怕他们动手揍你 所以在这看着 是吗 公孙云秀玩味道 那没发生这样的事情 让国师大人 无法英雄救美 岂不可惜了 嗨嗨 你这话说的 赵康有些尴尬 随后看着公孙云秀 走进城中 便跟了上去 望着女子 赵康试图从那张 绝美的脸庞上 找出些许失落难过 毕竟就先前那些人 骂出来的话 她都有些受不了 甚至觉得长见识了 暗暗记下了好几句 但偏偏公孙云秀脸上 依旧是一副淡然之色 她就半点不难受 就那群人离开之后的模样 赵康都肯定要不了多久 公孙云秀那番话 就会传遍天下 到时候 曾经的书院院长 无数人尊敬的对象 就会变成过街老鼠 成为无数人心中 鄙夷的对象 早知道会这样 赵康觉得自己 早早下令 轰了那群丧君就好了 脚步突然停下 公孙云秀转身看着赵康 你很闲吗 啊 赵康一愣 为何这样说 不嫌你一路 跟着我做什么 公孙云秀疑惑道 哎不是 我怎么就跟着你了 赵康吃笑一声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行吧 对了和你说一声 原本各地 准备赶来叙州的学生 我都拦阻下来了 约定好的事情 我已经做到了 比想象中要顺利 赵康轻轻点头 多谢了 只是这样 有些太委屈你了 我都不觉得委屈 国师矫情什么 公孙云秀的反问 让赵康直接无语了 他有些激动 不是 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什么感觉 赵康 你救了他们的命 他们还那样骂你 你修位应该应该很高吧 我刚刚察觉到了 你就一点不愤怒 咋不动手揍他们啊 我很愤怒 而且很生气 公孙云秀点头道 然后呢 赵康忙问道 公孙云秀 哪还有什么 然后 走了 我靠 这什么女人啊 赵康傻眼 就见向前走了几步的 公孙云秀 又退了回来问道 待久了吗 没 没有 那算了 公孙云秀有些可惜 赵康追了上去 话说你修为究竟多高 什么境界 大概这么高吧 公孙云秀手抬到赵康头顶上 我也不知道 没和人打过 真的假的 公孙云秀认真道 不过我的直觉 告诉我 应该和你差不多吧 怎么一路上打遍了 各地武夫 觉得不过瘾 准备找高手试一试 赵康心动了一下 有这个想法 说真的 练武以来 除了最后和肖飞宇 做了断 我还真没有和什么高手 畅快地打一场 既然你和我差不多 那试试也行 算了吧 公孙云秀犹豫了一下 赵康 怕啥 事后我送你好久 那行吧 公孙云秀点头 那先说好 咱们都出个五成 实力就差不多了 赵康想了想 还是定下规则 不然把对方打伤了 就不好了 行 一刻钟之后 赵康衣衫蓝驴 捂着小兄弟 抬起手 停 周遭大地 全是剑气斩过的痕迹 就他赵康 靠着的这面墙 上面都是纵横交错的剑痕 有的甚至有十来米长 一指做剑的公孙云秀 停下手 皱眉道 怎么了 你这叫后差不多 赵康悲愤道 女人全他妈是骗子 那应该是我的直觉 感觉错了 我现在感觉 能打你这样的三个 公孙云秀认真道 操 骂了一声 赵康捂着重要部位 防止走光 你到底极品 出了多少实力 原本说好的五成 一交手 赵康就感觉到致命的危险 不知不觉中 用上了全部实力 却还是被打得抱头鼠窜 公孙云秀道 极品我不知道 不过用了三成左右吧 没到你说的五成 热了狗了 赵康彻底无语 三成实力 就把自己当狗打 这娘们 铁定是萧飞羽 和乌如龙那个级别的 本以为自己都快天下第一了 又冒出来人 骑在老子头上 还是女人 干 公孙云秀的修为 实在是超出了赵康的想象 同时不由的庆幸 还好这个女子 不是自己的敌人 否则 恐怕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并且更让她有些不能接受的是 公孙云秀自称自己 并没有好好修炼过 只是看书的时候 有时候看一些武学秘籍 都没有人教导 自然而然的 就修炼出了真气 并且 修为一直不断上升 虽然长幅很小 但却没有停过 她下了功夫 学习的法式剑术 妈的 原来你才是主角是吧 赵康有些无语 公孙云秀淡笑道 什么主角 没啥 只是这会儿觉得 果然是人比人得死 公孙云秀 你又何必困苦 这世间总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的 难保不会 明天就出来一个人 同样是三两招就能打败我 你倒是什么事情都看得洒脱 赵康笑了笑 拿起酒壶和对方碰了一个 这周国酒度数不高 也就带着一点点酒味罢了 看着女子仰头喝酒 风姿之美直触心弦 这种美景 恐怕也只有在眼前这个人身上 能够看到了 赵康忽然开口道 你今后怎么办 周国一灭 那老旧的书院 也将不会存在 公孙云秀这个书院院长 也就相当没有了 游历天下 公孙云秀道 这女孩子家家 一个人在外漂泊 不太安全吧 赵康忙道 话出口 赵康就后悔了 用啥理由不好 用这个 女子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那赵大国师 想让我去哪 嗨嗨 你这话说的 用喝酒掩饰尴尬 咽下酒水 赵康道 大学你有没有兴趣 去里面当老师 兴趣自然是有的 但我不能当老师 也当不了老师了 公孙云秀垂下眼眸 今后不会有学生 愿意让我教的 同样的 你那大学 也不是我能去教的 前者赵康好理解 如今公孙云秀 可谓是身败名裂的彻底 向来清高的文人 怎么会容许自己的老师 是一个叛国之人 但是第二点 赵康就有些不理解 怎么会 你学问这么高 公孙云秀摇摇头 目光看向了天空 我可以预感到 你将来要创办的大学 将会是一种 对就有学问 产生巨大冲击的新学问 在这种新的学问面前 所有人都是学生 可能只有你才能称得上是老师 所以我教不了别人 只能以学习的态度去研习 但我很期待他的出现 赵康这会儿 完全是探服了 公孙云秀 这已经不是人间清醒了 而是聪明的有些过分 对未来的洞察 敏锐地让人惊叹 那游历天下之后呢 公孙云秀抬起眼帘 看着天上的圆月道 天下这么大 怎么会看得够 赵康撇嘴 难道就像无根扶贫一样飘着 总要嫁人吧 说完他自己愣了一下 我去 我是疯了吗 难道真成斗了 让人打一顿 就对人有感觉了 就见公孙云秀偏过头来 脸上的笑容 比起以往少了平淡 多了几分意味深长 怎么 赵大国师 想给我公孙云秀一个家 差点被一口酒呛死 赵康剧烈咳嗽起来 我可没说啊 嘴上没说 但心里就不一样了 你眼有男人的贪欲 我看得出来 赵康尴尬了 饶食他的脸皮厚度 也不由得红了一下 这这 这是正常的 男人看见好看的女子 总会有遐想 我没说不正常 公孙云秀突然促瞎一笑 知道 我是怎么明白自己的舞蹈修为很强的吗 赵康摇摇头 公孙云秀 是打了那些和你一样正常的男人 其中有个自称舞蹈三品上层的家伙 人在床上躺了三年了 打住打住 我懂了 赵康连忙摆手 同时心里有些慌慌的 今天已经被打得够惨了 这会儿要是再挨上一顿揍 可就划不来了 所以 等你打得过我的 到那时候再来和我说这正常不正常的话吧 公孙云秀笑着起身走向了白天骑来的那匹白马 没跟赵康说一声道别 只留给其一个背影 不知道过了多久 赵康才反应过来 他已经离开了 心中不知道为何 觉得有些空落落 仰头往后一靠 翘起二郎腿 两久后才笑了一声 这样的骑女子 能拥有 可不得羡慕死天下人 可惜啊 在陵渊关休整了一晚上 赵康随着高渊和陈茂凯的大军出发了 过了叙州之后便是燕都城 拿下那里便天下太平了 进军的路上 公孙云秀的事情也开始发酵 他和武雄一文一武 彻底成为了周国人唾骂的对象 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 都能够听见老百姓 对他们的辱骂 这种事情 赵康有心想要处理 但是没有一点办法 还能把这些人的嘴巴 全都封起来不成 或许只有到周国人 都开始以前景人自居的时候 这份骂名才会消失 15天的时间 赵康的大军 基本上是一个急行军的状态 三分之一的官员 被公孙云秀一晚上杀干净 皇帝李牧一驾崩 周国已经彻底 没有了抵抗的斗志 望着眼前硕大的燕都城城门 赵康不由地笑了笑 这一来诸寿 第二次来没想到 就给他灭了 城门打开 燕都城中还剩余的文武百官 及其家属 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走出来 走在最前头的是齐峰 这个早早就以武雄 给自己谋了一条 后路的兵部左侍郎 和其他人小心翼翼不一样 他颇为淡定 双手捧着响表 来到了赵康的战马面前恭敬道 在下齐峰 携周国旧臣向国师示祥 赵康笑了一声 武雄派原副将传话的时候 提到过这个齐峰 辛苦了 扫了一眼人群 看到陈天一赵康顿时乐了 陈大少 看到赵康陈天 一直接身子一抖 连忙后退 见对方不想搭理自己 赵康心里有些惋惜 难得有个熟人 继而看向齐峰道 让人群都散了吧 平日里干什么就还干什么 谨遵国师之命 抬头再看了一眼 燕都城门 赵康一挥手 入城 大军入城 代表着周国已亡 皇宫大殿上 赵康蹲坐在门口 叼着烟杆子 一旁齐峰恭恭敬敬道 帝都436户 愿意献出家产 只希望国师军队 不要对他们动手 另外 就周六部尚书等诸多官员 一晚上被人刺杀殆尽 这些家族中的人 也愿意捐献家产 只求一个平安 小心翼翼地抬头 看了一眼始终一言不发的赵康 齐峰又道 另外已经准备好了美女千人 经营器物十数万 用以国师犒赏大军 为了活命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赵康放下烟袋 齐峰咽了口唾沫 没办法 燕都城内的豪门贵族 实在是怕了 谁都没想到 周国灭亡得这么快 快到连财产都来不及转移 甚至连怎么迎接 赵康入城都没有商量好 而想到之前 赵康在齐国 对世家下手得很辣 这会儿所有人 都只想着花钱买命了 赵康又道 说是捐献家产 实际上都还留着不少吧 齐峰赶忙道 在下可以帮国师去清点 赵康看向他 有些哭笑不得 你还真够缺德的 作为可以说是 第二个背叛周国的人 齐峰对于他赵康来说 有功无过 肯定不会动他 但齐峰也怕赵康抄自己的家 因此这会儿说 可以帮赵康去清点那些人的家财 便是变相地 在和赵康表忠心了 如果真干这事 那齐峰绝对会把这些人 老底都给挖出来 绝不会给他们留一个铜子 看着对方尴尬的笑容 赵康拍了拍他肩膀 用不着 他们觉得捐多少能保命 那就捐多少 我只要求他们两件事 第一今后老老实实享福 第二 他们的门生 尤其是那些养着 清贵书生老爷的 从今天开始 我不希望 有人辱骂公孙云秀一个字眼 否则查出一个 我杀一族 齐峰连忙点头 明白 明白 这时候 一群宫女太监 夹着一道人影走过 赵康愣了一下 这是干嘛呢 前方人群停步连忙跪地 赵康看过去 发现是个长相美艳的女子 这些天也听了不少传闻 不由地笑道 这就是现在你们口中的 那个王国妖妃 齐峰不由地有些尴尬 这是荣妃 是之前先帝 话说到一半 齐峰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不知道是说 先帝李沐翼 还是先帝李成坤 荣妃双眼无神地看着赵康 紧接着手脚并用地爬了过来 紧紧抱着赵康的腿 不要杀我 我不想死 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不想死 赵康不由地有些唏嘘 这一刻终于是明白了 为何当初华金城被攻破之前 一向温文尔雅的吴关海 会亲手提剑 将那些后宫妃子 全部亲手斩杀 齐峰犹豫了一下才道 国师 现在百姓都觉得 他是王国妖妃 妖魔转世 杀了他可收天下明星 听到这话 荣妃吓得浑身一颤 我大前还是容得下一个女子的 赵康喝了一声 齐峰便不敢再多言 连忙打了个眼色给太监 一行人赶忙告辞 起来吧 赵康道 荣妃这才从地上起来 连忙梳理了一下凌乱的发烧 抹掉眼泪 露出一个迷人笑容 赵康揉了揉眉心 你自己从这皇宫里 拿一些金银啥的 出宫去生活吧 听到这话 荣妃愣了一下 紧接着摇了摇头 我出去之后 无法生活 赵康明白过了 像这种锦衣玉食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就算拿着再多钱 出去之后 都会被人吃的苦头 都不剩 之前公破齐国 他忙着去找宋青年 齐国那些皇妃啥的 都是那些将军处理的 后面听说被他们分完了 就张龙这家伙 还分到了两个妃子 因此 他还真没有处理过这种事情 不由得乐了 那我还得给你找个婆家 我可以伺候你 我之前是皇帝的女人 你会很满足的 荣妃扑了过来 赵康挥手推开 失笑一声 完呢 知道我大老婆是谁吗 之前前国女殿 还皇帝的女人 当我稀罕呢 荣妃惨然一笑 行了 这些天你先住在皇宫里吧 我有个属下威武雄撞你之后 要是看得上 跟他也行 要不然就出宫找个老实人嫁了 这会儿 远处太监 小跑过来恭敬道 将军娘娘 请宫已经收拾好了 赵康顿时无语了 十天时间 前国大军 也逼进了燕都城 这会儿 数千口箱子 堆积在了皇宫 议事大殿前的开阔地 都是燕都城豪门贵族 送上来的买命钱 除此之外 国库之中 还有足足六千万线银子 多得能够吓死人 以至于赵康 直接在国库里面 躺了两晚上 之前打七国 没捞到什么好的 这会儿 是一口气全捞出来了 随着前军 正式进入燕都城之中 两军所有将领 全部都来到了皇宫之中 一众人根本无法掩饰内心的兴奋和激动 从今天开始 这北地就只剩下两个国家了 赵康看着厚厚一落功劳部 翻了翻骂了一声 他妈的 你们这军工跟他娘捡的一样 动不动就是百人千人破城 这老子得发出去多少奖金 操 众人一听都乐了 景国将领开口道 大帅 你这话说的还真没错 这军工确实跟捡一样 都没人抵抗 瞧把你们一个个能的 行了齐风通知一下燕都城各大酒楼 今晚就在这皇宫摆庆宫宴 赵康道 众将欢呼 趁着他们热闹之际 赵康看向吊哥 吊哥 老爷 你要老婆不要 你要我送你一个 赵康眨眼道 吊哥一听顿时来劲了 我要啊老爷 你终于想起我了 他妈的上次打七国 那群完蛋娘们 一个都不愿跟老子 张龙咧嘴一笑 他妈啥姑娘受得了你 对了 老爷怎么没见着皇宫里的那些皇妃呢 这小子又想选妃了 都滚一边去 有他妈两个你还不够 老爷你说的啊 这是给我的 踹了一脚张龙 吊哥连忙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要说吊哥这么久没老婆 也不能怪别人 这事儿全是他自己的缘故 没办法 人太天赋一禀了 赵康自认为是缠腰上的 那吊哥就是扛肩上的 以至于赵康从来不和吊哥一起泡澡上厕所 怕自卑 来吊哥 这就是老爷说的 送你的老婆 带着吊哥来到后宫之中 荣非这些天著的寝殿 赵康指着前方风韵十足的女子说道 就见吊哥惊了一下 紧接着露出一副振奋之色 脱口道 好对手 赵康一猛 你说啥玩意儿 荣非也看着威武雄壮的吊哥 只觉得有些为难 比不上旁边风流俊朗的赵康 吊哥握了握拳头 老爷刚才我耳边盯了一声 此女战斗力竟有一万二 不是一般人能够拿下的 赵康傻眼 啥玩意儿 你脑子里盯了一下 不他妈是该在我这盯一下的吗 还有战斗力是什么情况 超级赛亚人 吊哥轻蔑地看了赵康一眼 老爷你说的什么 赛亚人我不敢太懂 但是你的战斗力 在我这里只有八千 不是这女子对手的 所以让他丢做老婆 老爷你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操 老子怎么就才八千了 赵康不服 吊哥认真道 是真的 你连对付一万战斗力的女帝陛下都勉强 更别说对付这位美人了 虽然说皇帝已经变成了肖玄策 但吊哥还是习惯称呼其女帝陛下 卧日 被人还是自己的下属 小看了自己的能力 赵康心里十分憋屈 我对付不了 你就行了 你战斗力多少 吊哥脸带着笑容 看向了前方的荣妃 已经在想 待会给女子交手时的场景 微微一笑 我的战斗力 不是你这种凡夫俗子 能够想象得到的 赵康震惊 本想嘴硬 但下意识看了一下吊哥藏在裤兜里的大炮 又沉默了下来 随后道 那你见过战斗力最强的女子是谁 吊哥面色变得严峻 当然是之前我们打七国的时候 和老爷 你在的那个八脸女子了 老爷 此女万不可招惹 你的战斗力面对她 简直太弱了 不是你这种喳喳能够应付的 老子知道了 你可以滚啊 赵国师很郁闷 吊哥却道 我可不滚 我老婆在这呢 行 我滚 看了眼荣飞 赵康美好气道 荣飞 这个家伙叫做黄天行 是我的下属 等到回前国之后 以他的战功 至少是个大将军 保你衣食无忧是没问题的 你自己考量吧 说完郁闷地离开了宫殿 等到第二天 赵康再见到了两人的时候 但见荣飞小鸟一人地 依偎在吊哥身边 眉眼间尽是满足 赵康服气了 不由地感慨 吊哥果然不是我这种凡夫俗子 所能够想象的存在啊 在皇宫放肆了一天 第二天 所有的将军 就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等待着赵康下达命令 如今齐州 静灭天下已定 所以诸位将军 接下来便是接管好各地城池 维持各地百姓的生活 这点你们之前都在启国干过了 本帅就不过多说什么了 赵康道 接下来 本帅会立即返回前国 邀请景国陛下 一同确定两国划分 从今之后 这北地就是我们两国的天下了 众将欢呼一声 赵康起身笑着一抱拳 能与诸位一起定顶天下 是我赵康此生荣幸 愿今后前景两国 都不会再有战士 能与大帅纵横沙场 同样也是我等荣幸 愿前景永结同好 一个个将军全都站了起来 激动地向赵康抱拳致谢 如今的天下 是他们和赵康一起打下来的 他们也不愿意 今后两国会兵戎相见 交代好一切 赵康也准备离开了 只带上了周龙和两千兵马 准备轻装急行返回前国 先是去了一趟书院 没有见到公孙云秀的人影 赵康只能遗憾地带人离开 从燕都城急行军 用了十五天左右 赶到了青云关 五雄带着一股心腹出来迎接 只是两人第二次回面 看着赵康五雄 有些忐忑不安 羡慕杀驴这种事情 可不少见 笑着拍了拍五雄的肩膀 放宽心 一个将军的位置 是跑不了你的 听到这话 五雄这才彻底放心 单膝跪地 多谢国师 不用再守着这青云关了 带你的人接下来配合各军 一起安抚百姓 明白 从青云关离开 赶往前国 等到终于见到了帝都的轮廓 望着前方等候的人 赵康激动地跳下马车 和往日的大阵仗不同 这次来接他的 只有一人 看着那朝着自己跑过来的身影 萧玲珑笑出了泪花 同样跑了过去 紧紧将其抱住 我做到了 相拥好久 赵康才轻声道 萧玲珑抬起头 眼眶微红 若是不用给萧玄策铺路的话 这时候 他还是皇帝 赵康之前就表露过 要将这天下送给他 现在他做到了 有你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要了 让周龙等人自行入城 牵着女子柔弱无骨的小手 关到两边是宁静的广野 好似天地这会儿 只剩下了两个人 赵康的心 在这一刻 也终于能够闲下来了 不用再紧绷着 接下来 你打算做什么 萧玲珑歪着小脑袋询问道 赵康一笑 跟玄策要一块封地 我要弄一个更大更好的圆江线 咱们一家子 就在那里安家 萧玲珑心疼道 这样会不会又太累了 这些年 赵康的奔波 他都一直记在心里 从离开圆江线 到去景国结盟 随后领兵征战到 现在的平定齐州 其实并没有多少时间 安稳地待在家里 虽然从没有和其他人说过 但他能够感受到这些年 身边之人有多累 而这一切 都是为他去做的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乾国安定 他就给帮他 让乾国安定下来 听到家人的话 赵康哈哈一笑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怎么会累 美目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看着大笑的赵康 萧玲珑的眼泪 止不住地流着 这个人一开始 就没想过 做什么国师 争什么天下 他是想好好当个小县令 将那县城发展好一点罢了 看着女子的泪水 赵康依旧笑着抱住对方 别哭 和你在一起 才是我这辈子 最喜欢的事情 背着萧玲珑 从城外一直走到了王府 所有的家仆 早已经等候着 叶洪雪带领着秦玉凤 吴馨仪 曹白露站在门口迎接 宋清延这个所谓的 一姐怀中 抱着赵富贵 笑眯眯站在后方 赵康放下背上的萧玲珑 兴高采烈地上前大手一揽 夫人们相公回来了 今后再也不走了 四女一听 心中感慨万千 这个男人终于停下奔波了 管事 通知各方 今天老子谁也不见 什么国家大事 统统等到老子闲下来再说 揽着众女赵康边走边说道 管事乐呵道 尊王爷令 一家子入内从宋清延手中接过赵富贵 屁大孩子立刻哭闹起来 赵康抱着哄了一阵子却哄不好 还被尿了一泡 气得在那小屁股蛋上甩了一巴掌 这小王八蛋还认声吗 宋清延哭笑不得 哪有你这样哄孩子的 交给我吧 吴馨仪也责怪道 你常年在外 孩子肯定认声啊 你看他在一截手上 就不哭闹 赵康善笑一声 见宋清延眨了下眼 不由得感慨 这还真是拿捏住了我老赵家的脉门啊 一家子其乐融融 到了晚间吃过了晚饭 赵康剃着牙齿 今晚上得好好测一下自己的战斗力 是不是像吊哥说的那样不堪 众女只看着她的眼神就明白 她心里在想什么 呼吸都变得些许凝重起来 大背同眠 着实有些为难自己 所以赵康 还是决定一个个挑战过去 当下起身走去 在女子惊喜的目光中 抱起了曹白露 喝道 今晚老爷 我就在老五房间里住下了 可恶 看着赵康离开 其余四人都气得跺脚 到了半夜 点上烟草 轻蔑地看了一眼 不看疲惫睡过去的女子 赵康嗤笑一声 果然 老子的战斗力 怎么可能才有八千 一定是吊哥这家伙 老眼昏花看错了 一日 踹开了叶洪雪的房门 迫不及待 便将曾经的女将军扑倒 一直将近天明 叶洪雪眼神迷离 亲吻了一下赵康的唇半 嘞喃道 你现在好厉害 这话说的 你家老爷我何时不厉害了 以前都是怕伤到你们 让着你们罢了 哎呦 轻点我腰快断了 休息了足足一天一夜 准备完全的赵康 这才敲开了御凤的房门 睡到第二天中午 才捂着腰杆离开 连斩三敌 已经有些疲乏了 心里憋着一股劲 赵康休息了三天 来到了厨房 今晚上弄一个挡身炖机 勾起猪蹄 猪蹄随便弄个小的就行了 还有去买点什么人参 啥的熬个汤 厨房头子一惊 老爷 这么不怕是要不得 赵康喝道 听老爷的就行了 你们不知道 我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这一晚赵康过得十分难忘 愧疚地抱住了怀中女子 心仪 让我休息一下 足足五天过去 赵康居然都没有来到自己的房间 而是睡在了客房 萧玲珑终于忍不了了 一脚踹开了客房的大门 吓得刚躺下的赵康滚落床 一看是萧玲珑顿时 玲珑你怎么来了 你不疼我了 女子眼巴巴地看着赵康 这些天听着夜洪雪 曹白露秦玉凤在牌桌上 说着赵康如何威猛 如何宠爱他们三人 这会儿只觉得受尽了委屈 不是宝贝听我解释 夫君元气大伤 不适合上阵啊 赵康叹息一声 原本听掉歌说 吴星仪战力破九千 有些不幸 心想着拿下吴星仪 这普天之下 便只有宋青年这个对手了 不曾想 敬拜得如此彻底 萧玲珑眼巴巴地来到床前 渲染玉气 明明我当皇帝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的 赵康尴尬了这个真实 妈的 豁出去了 当即决然起身拉开了柜子 取出半粒对死牛一掌拍碎 舔了舔指甲盖左右的粉末 转过身 真气一转 直接炸掉了上衣 六天后 这才离开王府 去到了外城 敲开一间院子的门 女子笑盈盈地靠在门边抱着双手 怎么跑这来了 赵康哭丧着脸 我来你这回回血 宋青年笑得花枝乱颤 掏了一把 随后将赵康提进了院子 后脚一勾便带上了院门 经过治疗 赵康终于恢复过来 一大早换上了那身王袍 来到了皇宫 见这家伙终于啃上朝了 这些天百官冷却的心 又被点燃起来 这两年的投资 终于要得到回报了 等到萧玄策开口之后 房灵赶忙到 回禀陛下国师 明日下午 景国陛下一行人 便会抵达帝都 和我朝确定两国地盘划分 萧玄策看向赵康 国师可有什么建议 赵康拿出了怀中的一幅地图笑道 如今北地加起来 总共四十四周地域 我在这份地图上 已经全部标注好了 今后两国 平分这四十四周 二十二周中就是太多了 所以我划分出了 今后我国九地 已决定 今后以九周称我大前 九周共为清幽 并继扬金江宁永 以周国皇江划分南北 九周之中 各设次使 节度使 将军分管军务 政务 名声 每一周下设九道 共八十一道 汇总起来 今后我朝所需官员 恐怕需要数万 所以诸位大人 哪些家族后辈中 想要冒头的 可就得加把劲了 听到这话 所有官员都是眼前一亮 呼吸沉重 目不转睛地 看着赵康手上的那份地图 紧接着 舅舅听赵康轻笑一声道 之前打仗的时候 我赵康给诸位许诺过 只要灭了周琪 付出多少 我赵康都会加倍地 给诸位补回来 这句话 我赵康不会吃回肚子里 所以 今后能不能有荣华富贵 全看诸位大人自己 但同样的 我对诸位大人 也只有一个要求 对于寻常人来说 这个要求很简单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要做到这四个字 比让他吃屎还难 但从今往后 在钱国官场 他就是真的吃屎 也得把这四个字给我做到 那就是奋功守法 否则诸位大人知道的 我赵康脸皮厚 翻脸不认人这种事情 做起来是全然 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 赵康的话 听得百官一愣一愣的 旋即很快反应过来 一个个连忙拍着胸脯保证 国师放心 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敢啊 是啊国师 您这完全就是多虑了 咱们这段时间 那可是都一直在教导 家族后辈 要遵守律法 绝不会出现 国师你说的这种情况的 赵康笑了笑 没有给什么人面子 光是说说谁都会 关键是得好好做 众人 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没怎么敢去看赵康的眼睛 他们可以约束自己 约束自己的下一代 但将来的后辈子孙呢 这是没有谁 可以保证的事情 尤其是 如今赵康总揽大权 那就更让人心里不安了 因为这家伙武力值太高 杀性也重 就像他自己说的 翻脸不认人这种事情 做起来 那是无比顺手 百官毫不怀疑 要是哪天家族中的人 真干了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 被赵康这家伙发现之后 那是绝对不会给面子的 萧玄策笑了笑 国师大人莫忧 咱们大前的臣子 都是如国师一般忠心耿耿之人 想必一定会严厉家规 归宿家族子弟的 众人连忙应和 并且给皇帝陛下 投去了一个感激的眼神 望着笼椅上的下颌 冒出一节胡茶子的萧玄策 赵康心笑 这小子也学会虚与为疑了 是好事 他躬身行礼道 这是自然的 陛下 臣的建议基本上就这些了 接下来诸位大人畅所欲言便是 一屁股坐在了太师椅上 赵康直接打起了瞌睡 看得众人哭笑不得 萧玄策轻声道 嗓门都放低一些 别打扰了国师休息 这些年 他很累了 赵康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群臣连早饭都没有吃 激烈讨论了一上午 这才确定下来一些诸如千都之类的大事 中场休息时间 赵康见状便起身走出宫殿 望着前方那180级阶梯的龙街 钱国之前太弱 因此 无论是皇宫建设 还是啥都比不上其他国家 一道苍老的笑声在旁响起 这座皇宫看了几十年了 也走了几十年 全然没想过会有一天迁都 老太师 赵康转头笑笑 这位在一些小事上斤斤计较 却拿得起放得下 且在国家大义面前 永远以国事为重的老人 已经很苍老 曾经还能跟赵康在上书房对骂 被气得吐血 如今却走路都要主拐 犹如风中残竹 风过火熄 杨千云笑笑 威慑群臣 固然有一时间的效果 但也只是强行将那些人的性子压制住 终究会爆发的一天的 我知道 不过也就只能趁着现在说话还管用 吓一下他们了 赵康轻声道 毕竟人总是要离去的 是啊 不过国师你还年轻呀 老太师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平定叛乱 数次击败他国百万大军 如今更是强灭两国 国师大人 这会儿怎地有些木气沉沉的模样 赵康愣了一下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杨千云目光看向前方喃喃道 老夫有很多不如国师的地方 但却也自问在国师这个年纪之时 稚气高远 向来是陛下老大我老二 刘继德当时也不过是个四品狼官 但目光一直都是放在三宫之上 坐上了太师之位之后 又将目光放在了死士文正 可不会像国师这般觉得够了 赵康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听着老太师言语 老人笑呵呵道 这大抵便是贪念了 但有些时候 有贪念不全然是坏事 只有不知足 也才会有上进之心 这些天 我知道你虽然不在朝堂 但其实一直在看着这座皇宫 想看看没有你之后 这座朝堂能不能直接拿出一个章程 来确定接下来的步骤 这是一件好事 朝堂之上永远不能只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但对于现在来说 必须得有个人站出来 带着群臣 也带着陛下 更是带着乾国走下去 因为接下来的乾国 将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辽阔的地狱不尽的人口 将会富饶得难以想象 因此 这个时候需要一根绳子 勒在百官脖子上 曾经对于国师种种做派 老头子我很是不理解 不明白 如你这般流氓的家伙 为何能够做到那些事情 后来我明白了 这座朝堂之上 需要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在那站着 有这个人存在 那些同样心理不守规矩的人 才会受规矩 如今天下定了 可他才刚刚起步啊 顺着老人手指着的方向看去 赵康目光中出现的世山的轮廓 天边的云彩 湛蓝的天空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千国 杨千云看向赵康 老夫从出生到现在 看了他快八十年了 却总也看不够 总想看到他接下来的变化 今日请国师答应老夫一个请求 帮老夫再多看看他 别急着放下 他和你一样 都还很年轻啊 赵康眼神复杂地 看着面前的老人 没想到最先察觉 自己心思的 会是对方 好一会儿 赵康才深吸了一口气 轻轻点头 杨千云笑着起身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有你站在哪 这天下就乱不了 说完 老人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走下阶梯 赵康伸手入怀 将昨夜写好的一封折子掏出来 用真气缅成了粉末 看着老人背影 直到看不见 当天下午 乾国三宫仅存的太师巧然而是 好似随着那曾经的乾国一同消失 皇帝百官亲自到杨府送别 老人走时是笑着的 深夜 赵康回到家中 众女围上来 有些欲言又止 赵康笑了笑 我没把折子递上去 我想再看看 叶红雪柔和一笑 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是啊 夫君在当个几十年国师 我们这些家眷 脸上也有面子不是 吴欣怡言不由衷地说着 萧玲珑美目重满是心疼的 看着赵康 自己心爱的人 终究还是操劳一辈子 锦国的队伍 终究是抵达了乾国的帝都 听闻老太师离世 吴观海带着人前往杨府祭奠 随后才进攻 双方商谈得很是融洽 对于赵康最终给出的划分 没有任何人有意义 锦国在原有的七州底盘上 接纳了七国十二州 以及周国三州 而乾国 这是原有的五州之地 加上剩余的周国十七州 两国版图比较起来 还是乾国要更大一些 不过吴观海 以及一干锦国官员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没有乾国 这会儿锦国还在不在 都是个问题 更别说 现在将版图扩张到如此地步 双方立下文书 盖上国喜交换之后 确定了乾锦两分天下的格局 随后 萧玄策安排了宴会 一番畅饮过后 两名皇帝这会儿 一左一右地 坐在赵康身边 颇让赵康感觉到 有些不自在 他妈的 又不是美女 挨着老子这么近做什么 吴观海率先笑道 国师 接下来 你可得给我写一份 今后如何发展的国策呀 萧玄策也忙道 还有老子 他娘的 要不是我姐之前说 老子还不知道 你想撂挑子 辞官不干了 咋的想自己享福 留我一个人受苦 有你这样当兄弟的 赵康翻了个白眼 国策个屁 老子这会儿 脑子里也是一团乱麻呢 吴观海不解道 国师你心里没有什么计划 赵康咳嗽一声 这个计划吗 当然是有的 两人一听 立刻竖起了耳朵 赵康道 现在天下两分的格局已定 接下来就是搞科技发展啊 科技 吴观海 萧玄策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不免有些疑惑 没错 科技 赵康严肃道 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发展科学 搞好科技 咱们才会不断进步 又是科学 又是科技的 这两玩意儿是一样的 萧玄策挠了挠头 只感觉大脑有些昏 吴观海也是一脸猛逼的状态 赵康却是早有准备 叫了一声守在旁边的太监 太监听闻立马端来一个火炉 在火炉上架上了一壶水 老赵你烧水干嘛 萧玄策问道 赵康道 先别说话 仔细看 太监在一旁用扇子卖力地扇风 十分钟不到的时间 水壶开始冒白烟 紧接着盖子翻腾起来 赵康这时候 有些期待地问道 现在你们两个告诉我 你们看到了什么 吴观海轻声道 水开了 可以拿下来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 转头看向了萧玄策 就见对方眯着眼睛 甚至从椅子上起来 摸着下巴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赵康心中的期待感 又冒了出来 莫非这小子 随后 就见萧玄策回过头来 老赵 这水壶漏了 操 妈的两个废物 赵康皱眉道 你们就没考虑过 水被烧开之后 为什么盖子会乱动 萧玄策一脸看白痴的表情 废话 把你放火上烤 你冻得比那盖子还厉害 吴观海点了点头 心中认可萧玄策的说法 但是并没有说出来 因为赵康这样问 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 而萧玄策答案 无疑是错误的 得了 赵康放弃了引导 看来这两人不是瓦特 他轻声道 是争气 争气 两人异口同声道 赵康点了点头 起身去掀开了水壶的盖子 瞬间大量的白烟冒出来 这就是蒸汽 萧玄策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水烧开之后 冒出来蒸汽 所以把盖子冲得乱动 是这样吧 赵康有些激动 你总算明白了 这有什么用吗 吴观海赶忙追问 这会儿 他和萧玄策两人 就像是上学的学生 可惜的是 教书的老师 也是个半吊子 想了一下 赵康满脸神圣道 这就是科学 吴观海顿时大惊 看着水壶 原来蒸汽就是科学 赵康有些尴尬 忙组织了一下措辞 这个蒸汽不是科学 知道如何利用蒸汽 才叫科学 老赵你给我搞糊涂了 萧玄策揉了揉脑门 他骂的这破初衷知识 老子怎么会记得 心里骂了一声 赵康仔细想了一下 突然有了想法 抬起手 你们看啊 就见掌心冒出一团金色的光芒 吴观海是见怪不怪了 轻声道 浩强的蒸汽 萧玄策则很感兴趣 赵康道 这水壶的蒸汽 和我现在展现出来的蒸汽 是一样的 将我的身体当作水壶 我运转功法的过程 便是烧水 而烧水产生的蒸汽 和我现在运转功法 展现出来的蒸汽 是一样的 都是具有力量的 我利用这蒸汽杀敌 这是武学 而利用烧水产生的蒸汽做事 就是科学 萧玄策 这么一听 烧水冒出来的蒸汽 怎么一下子变得好像很了不起了 吴观海点头 我也有这个感觉 赵康散掉了手上的蒸汽 继续道 这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 你们要我给国策 其实我能给出的 也就一条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科学 两人都点了点头 萧玄策想了一下 那要怎么发展呢 老赵你说 这烧水冒出来的蒸汽 只是科学的一部分 那其他的科学又是什么 赵康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想了想才到 科学是完全没有办法被定义的 许多东西都可以被称为科学 比如大炮 炸弹 还比如林二牛搞出来的显微镜 你上次不是给他龙子龙孙研究造人吗 那可也是一种科学 人造人科学 总而言之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研究蒸汽机这门科学 无关海严肃地点了点头 该怎么做 赵康 我暂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你们觉得着急 大批人来看烧水怎么样 人多了 总有一两个会想到争气的 搞科学嘛 想象力是很重要的 萧玄策不明觉厉 明白了 小名字 立刻去把宫里全部叫过来 看烧水 先前山峰的小太监 挠了挠头 只觉得这两皇帝一国师 今天跟傻X一样 陛下 您确定 是叫宫里的人来看烧水 萧玄策政策 你不懂 这是科学 除了皇宫 赵康一路上 情绪都不怎么好 若大皇宫 成百上千号宫女 居然每一个能够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这让她很是失望 看来想要搞科技发展 的确得广招人才才行 回到王府 将自己关在书房 赵康开始着手写方案 一直到深夜都没有离开 书房门被人悄然推开 一袭红衣走了进来 赵康抬头看去 原先紧皱的眉头松开 柔声笑道 怎么还不睡 我去厨房给你炖了点汤 放下托盘 秦玉凤走到桌后 心疼道 都这么晚了 该好好休息才是 还有点东西没有弄完 马上就完成了 你这手艺 可真是越来越好了 赵康的话 听得女子心里美滋滋的 俯身送上一个香吻 别太劳累了 点了点头 看着对方收拾好一切缓缓离开 原先的疲惫在这一刻 好像都烟消云散了一般 赵康不由得心笑 这婚后的生活 貌似也很不错的样子 成亲之后便是打仗 严格来说 还真没几天想现在这样待在家里 如今的生活 虽然平淡 却更加让人觉得幸福 任重道远啊 看着桌子上铺了大半桌子的方案 感慨了一声 继续提笔奋战 一日清晨 睡了两个时辰的赵康 换好朝服 坐着轿子前往皇宫 沿途上看到了不少工匠集合 随着军队出发 这是在提前为迁都做准备了 按照文武百官商议之后的结果 预计两个月之后 迁都燕都城 因此 从现在开始 就得派遣皇家工匠 前往燕都城 修筑城 再加上之前 无论是齐还是州的 各地都有不少城池 被大炮给轰了 这也是 也需要修缮 对此 赵康已经在方案中写好 将来要将 新前国各地的城池 推倒重建 以原江县出产的水泥灰 还有开采云山铁矿链出的钢铁 来打造城池 虽然说到现在为止 还没见过金发碧眼的白人美女 但赵康心里 也得防着一手 万一这世界真有这洋鬼子 而且发展得比前国快 哪天跨海摸过来 那可就好玩了 而赵康之所以要化 周国原有的地方 为前国的新地狱 也是因为原先的周国 是四国之中 唯一近海的国家 由前国来提防 可能出现的洋鬼子 而另外一边 便是由景国去防守 另外一群人 当初的肖飞宇 以及各国流传下来 北地四国的说法 都已经明确地表示 这个世界 现在除了前国和景国之外 还有其他国家的存在 如今赵康不会想着 去再把两国的土地 扩充之类的事情 他已经厌恶了 无休止的战争 但却绝不会放松警惕 要是真有洋鬼子 以及那些 域外风情不老实的话 他不介意 让他们变得能歌善舞 不过 原先齐国因为水系发达 以及周国近海的缘故 两国之中 原本就有不少精通水运的人 将来搞几艘宝船 或者弄弄什么军舰去海外看看 说不定能搞几匹大洋马眼 不对是搞海外贸易 纠正了一下自己的思想 轿子落地 赵康走进皇宫 沿途遇上的官员 纷纷跑过来 热情地打着招呼 会抱着自己的发现 昨天 赵康和两皇帝 召集宫女太监看烧水 看了两个多小时的事情 他们可都知道了 国师不会无地放食 其中必有深意 只要能抓住对方心中所想 搞不好就是将来荣华富贵的机会啊 所以 文武百官回去 也烧了一晚上的水 仔细研究了大半夜 国师 下官昨夜有所发现 如果用王纪的水壶烧水 要比张纪的时间快上一些 国师我也发现了 炉子大的时候烧水慢 炉子小的时候 烧水就快了 国师我家的水烧出来特别清甜 这是不是就是 你说的科学 清甜的屁 你是加糖了吧 看着百官居然如此有科研精神 赵康也是十分无语 只能开口道 科学的事情 你们就暂时不用操心了 这件事情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说得清的 周围百官一听 就更来劲了 一群人将赵康直接围了起来 国师啊 你和我们讲讲 到底啥是科学呗 是啊 国师 听说你和陛下说了 将来科学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也想为国分忧啊 对啊 国师 讲讲吧 我们的想象力 也是很丰富的 赵康一听 觉得有道理 一群人费精神 总比一个人单干要好得多 当即就到 那好 我问诸位大人一个问题 树上的果子 为什么会往地下掉呢 因为它熟了 户部尚书张明远 第一个道 赵康道 不对 如果说果子会往下掉 是因为熟了 那么这枚玉佩 为什么我把它往上扔 它最后还会往下掉 看着摔得四分五裂的玉佩 众人都沉默了 张明远嘴皮颤抖着 国师 赵康 怎么了 这是我的玉佩 十两银子 身上唯一值钱的物件了 这不重要 搞科学 要有为科研奉献的精神 赵康严肃道 如果你们以为是玉佩和果子重 才会往下掉的话 这也是不对的 李源来了兴趣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引力 赵康感慨道 我们这个世界有一种力量 叫做引力 因为引力 所以我们都飞不起来 就算是本国师这种三品高手 也摆脱不了引力 引力拉着我们所有人 所有的物体 因此 就算是这张很轻的银票 也飞不起来 现在你们明白了吗 众臣若有所思地点了点 李源伸出手 赵康皱眉 李大人干什么 李源点着头 国师我明白了 是因为引力的原因 所以这张银票 能还我了吗 嘿嘿 这个不好意思 习惯了习惯了 把差点放进怀里的银票 还给李源 赵康继续道 引力也是科学 和烧水冒出来的蒸汽一样 房林道 有些反琐呀 国师能不能讲点简单的 我们听得懂的 赵康叹了口气 好吧 你们知道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 为什么会生小孩吗 听到这话 在场官员都愣了一下 紧接着 所有人的兴趣都来了 张明远也顾不上 简玉配碎片了 当即道 国师 按照书上所记 男人乃天地之阳 女子乃天地之阴 阴阳和和乃为道 孤阳不长 孤阴不生 只有阴阳结合 才能诞生下一代 也就是道之延续 因此男女之道 乃是大道也 草坯就草坯 不用说得这么玄乎 大道都整出来了 你要休息啊 赵康轻蔑地看了众人一眼 百观都有些尴尬 咱们国师 还是一如既往 要素质有脑子啊 有人问道 大国师为啥男女在一起 就会生孩子啊 赵康 你们都知道精细包吧 林二牛那小子 说的那玩意儿 刑部上书 未观疑惑道 当初林二牛为了搞人造人 让当今陛下 给了点龙子龙孙 就说 这不是什么龙子 而是精细包 只不过这研究后来失败了 还被萧玲珑暴打了一顿 这会儿听赵康这么说 百观都回忆起来 赵康点了点头道 没错 这个精细包 就是我们男人才有的东西 站着太累 赵康就地盘腿坐了下来 其他百观也有样学样 我们男人有精细包 就存在我们蛋夹里 女人也有细胞 你们骂人常说什么卵蛋用 而这个女人的细胞 就叫卵细胞 当我们的精细胞 和女人的卵细胞 通过双方的耕耘结合在一起 才会生出孩子 大家都去过青楼吧 百观纷纷摇了摇头 没有 国师别乱说啊 咱们穷得一别 可从来没去过那种地方 就是 骂得一群虚伪的家伙 赵康翻了个白眼 青楼办事的时候 为了不让女子怀孕 都会使用余镖 这个的作用 就是阻挡我们的精细胞 和女人的卵细胞结合 因为挡住了吗 因为碰不到一块 所以就生不出孩子来 而就算不用余镖 有的时候 两种细胞也不一定就结合在一起 所以 也就生不出孩子来 懂了吧 百观恍然大悟 义人喃喃道 原来国师 你这么多老婆妻子 却只有一个孩子 是这个原因啊 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呢 放你妈的屁 本国师岂会和你一样 老子战斗力有八千呢 足足八千呢 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 岂会和你这种 纵于过度的家伙一样 被骂的官员善善而笑 义人突然问道 国师 那像小人这种 是不是就没有精细胞了 赵康看过去 发现是太监总管 以及一群小太监凑在一起 一个二个听得无比认真 赵康道 这是不对的 你们枪管子虽然被卸了 但是弹夹还在 所以还是有精细胞的 只不过子弹打不出来了 所以呢 生孩子也是一种科学 这叫生物科学 原来草坯也是一种科学 一名想来风流不羁的官员 很是激动地看着赵康 原来本官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研究科学 满朝文武 无一人懂我 只有国师才是知己啊 嗯 理论上是如此 赵康咳嗽一声 总的来说 科学分为三大类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还有思维科学 自然科学 又分生物科学和物理科学 刚才咱们说的 造人就是生物科学 其次就是物理科学 蒸汽和引力 都是其中一部分 这也将是咱们之后 要重点研究的对象 其中囊括的种类繁多 一群官员立马道 国师再和我们讲讲生物科学吧 对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通俗一懂 我感觉我已经明白了一点了 只不过还不太清楚 国师继续说说 赵康气了个半死 他妈的 你们这群不争气的玩意儿 老子给你们上课传授知识 一个个就想着裤裤里那玩意儿是吧 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 上潮了 看着赵康生气地甩袖子离去 一群官人也从地上啪了起来 心里都有些不屑 切 还说我们呢 你自己不也一样 就是 把最美的女人全娶了 还有脸说我们 没错 他不讲 咱们不会自己研究 毕竟他自己说的嘛 要有科研精神和想象力 下了朝万春楼走一趟 有没有一起的 对对对 那张尚书 借点银子呗 张明远 老子有个鸡毛银子 李大人 看着自己的下属 李源将那张银票贴身收好 借给你 本大人怎么研究科学 靠 妈的 只能继续一起凑点了 我出三两先说好我先研究 朝堂上 赵康 在朝上 也将昨晚熬夜写出来的发展方案上奏 确立研究科技 为今后发展方向 将准备在新帝都 建造一所能够容纳数万人的 其次广招天下人才 将在这座大学研究科技 之后便是在全国各地 推广义务教育 让所有人都能够获取知识等等 足足一个白天时间 赵康才基本上阐述完 自己心中所有的想法 然后萧玄策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准字 就给他打发了 让赵康有些不爽 老子呕心沥血忙活了一晚上 你他娘的 居然就一个准字 都不高呼 什么国之注实 萧玄策也很不爽 你他娘的 在这讲了一个白天 老子啥也没听懂 就不能说一句 以后啥都听你的不就行了 浪费老子时间 百官心中更是不爽 终于他娘的下潮 这狗日的也太能巴拉了 这一天 这一年以来 生意都十分冷清的 帝都各大青楼 生意突然火爆起来 而且来的都是官员 乐得老宝姑娘们 一个个合不拢腿 毕竟之前百官都没钱 把银子都拿去打仗了 今天却都一个个地 拿着银票上门 有的甚至买了家里 本就不多的东西凑钱 被家中人骂了之后 更是一个个 毫不客气地反击回去 我这可是按照 国师大人说的 去研究科学 什么 你说什么是科学 生物科学知道吗 这种国家机密 和你说了你也不懂 知道是赵康的原因 才让这些官员 一个个下了潮 就往青楼跑 感动的一个个青楼花魁 给赵康立了长生牌位 国师大人 真是太体恤 我们老百姓了 无形中带动了一波青楼经济 让赵康在勾兰女性中的地位 更加高大起来 回到王府 赵康召集了所有人 众女都有些好奇 看着主位上 翘着二郎腿喝茶的赵康 不知道今天这家伙 为何这么正式 放下茶碗 咳嗽了两声 都做哈 接下来呢 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巫女连忙提起精神来 就听赵康开口道 之前在朝堂上呢 陛下已经彻底答应了我的要求 将未来大前的扬州划分给我 作为我这个赵王爷的封地 完全由我来自治 所以呢 接下来 我得赶往将来的扬州地区 玲珑 萧玲珑忙道 你说 赵康严肃道 你和洪雪接下来去原江县找高全 告诉他 我要将原江县的所有产业 搬迁到扬州去 所有人都被赵康的话 惊道 你要把原江县搬过去 这不太可能吧 萧玲珑傻愣愣道 赵康无语地敲了一下女子 那不太灵光的小脑袋瓜 当然不可能整个都搬走呀 而是让高全 将咱们原江县所有的技术人才 进行一次人口大迁移 你们告诉高全一声 不太机密的图纸啊 啥的 该销毁就销毁 不用太麻烦 另外呢 也告知原江县的父老 愿意跟着走的呢 就一起来 到了地方 我赵康 还是会给他们分房包工作的 虽然现在身处高位 但赵康依旧舍不得原江县那群刁民 这群刁民虽然也怕他 但因为太熟了 所以平日里即便在街上见到 也敢和赵康开玩笑 这种相处模式 赵康才感觉比较舒服 不然一整个国家 谁见了他都唯唯诺诺的 连个吹牛皮的人都没有 那有什么乐趣 叶洪雪明白了赵康的意思 你要我和玲珑 负责原江县的人口迁移之事对吧 没错 你们俩比较稳重 我放心 赵康目光又看向吴心仪和秦玉凤 玉凤心仪 你们两个呢就负责 收拾王府 指挥管事 他们将该弄的都弄好 然后立马赶往扬州 陛下会负责派一万皇城进军护送你们 两女互看一眼 都笑着点了点头 听夫君的 我呢 曹白露眼巴巴的看着赵康 赵康笑道 你跟我一起走 到地方需要风云楼去建立情报通讯 待会你就去北镇府司通知明书一声 曹白露连忙点头 萧玲瓏走过来询问道 事情我们都明白了 不过为什么要选扬州作为封地 赵康解释道 经过文武百官商讨 决定将燕都城作为我们大前未来的帝都 那第二皇宫比较大吗 而且现成的 而扬州这个地方距离燕都城最近 其次水系发达 连通将来的荆州和宁州两地 荆州靠海 这是我最看重的一点 我和玄策准备将扬州作为试点 在由我完全自制的期间 从经济名声到科技火器等等所有的研究 全部集中递扬州来进行一场长时间的实验 这场实验将会验证我心中的所想的那一套律法秩序 能不能够适用于将来的钱国 如果成功了 那就在全国推广 如果失败了 那就以旧制度来管理钱国 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需要皇权专制的 但现在 钱国是实打实的封建王朝 如果直接用赵康心中设想的那一套 去冲击如今钱国的制度 那跟赵康带着人造反 没有什么区别 要这样 前面还费这么大力气做什么 直接把皇位让给萧飞宇 自己带着老婆小舅子逍遥快回去就行了 所以 赵康和萧玄策商议之后 准备寻找两种制度的一个中间点 既能让萧家的江山不被动摇 其次又能够让老百姓真正过上好日子 只不过赵康隐瞒了一点的是 真要达到他前世的那种生活水准 那么 推翻皇权统治 是必须要经历的事情 只不过这种事情 别说赵康做不到 他也根本不会去做 但是只要在扬州 埋下一颗社会主义的种子就够了 将来是谁推倒皇权 那就管不着了 反正那时候他骨头都臭了 一代人干一代人的事情就行了 操心那么多 做什么 若是换做寻常人 听说赵康准备扬州搞的那些事情 估计早就让进军把赵康抓起来 临时处死了 但当时萧玄策只是问了一句 那样做 前国的百姓真的会过得很好 赵康回答 我不知道 但觉得那样好 于是 当今的前国皇帝便大手一挥 既然你老赵都说那样好 那就他娘真的好了 放手去干便是 谁敢避避就给他剁了 所以呢 事情就是这样的 咱们要抓紧时间 这件事越快越好 众女纷纷点头 吃过晚饭之后 曹白璐就去联系风云楼的明书 萧玲珑和叶洪雪 则在一块商量原江县搬迁的事情 秦玉峰无心仪两女 叫来管事交代搬迁的事情 皇宫 挺着大肚子的吴清鸾 看着前方的人影 一旁的太监赶忙道 皇后娘娘 您快去劝劝陛下吧 也不知道咋回事 先前和国师商谈之后 陛下就来到宗祠跪着了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 你们都退下吧 吴清鸾轻声道 随后缓步向前 走进了皇家宗祠之中 看着萧家历代先祖的牌位 据说 这还是萧玄策亲手刻出来的 你怎么了 吴清鸾轻声询问 看着自己男人的侧脸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对方这样 嘴角勾起 萧玄策喃喃道 老赵虽然藏着掖着没有明说 但我心知肚明 按照他那一套搞下去 一旦今后在前国全面推广实行起来 我敢肯定 最多不超过百年 这天下就不会再兴效 吴清鸾吓得捂住嘴巴 难以置信道 师父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是老赵吗 这些年所做的事情 哪一件不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存在 那你 吴清鸾小心翼翼地开口 萧玄策看了他一眼 起身牵起了自己皇后的手 笑道 我就是来看看这些老祖宗 会不会被我气得直接倒下来 吴清鸾无语了 这会儿又在萧玄策脸上 看到了那熟悉的笑容 一手轻抚着自己女人隆起的小腹 一手揽着后腰 萧玄策笑道 如今看来 老祖宗们都还是和我一样开明的 没倒下来 我就说嘛 既然是老赵说的 又是对老百姓好的事情 他们应该不会介意的 还没走出宗祠 后方霹雳哗啦响了一声 吴清鸾无住了嘴巴 萧玄策回头看了一眼 本就没多少的牌位倒了一片 萧玄策回过头 来个人 远处后者的太监总管闻讯赶来 看到宗祠内的一片狼藉 吓得差点没站稳 必 陛下 里边镇的老祖宗不太听话 拿去烧了 太监总管目瞪口呆 陛下 那可是 这么激动做什么 又不是没烧过 翻了个白眼 萧玄策 后面重新刻几个 再摆上去不就行了 会遭雷劈的吧 吴清鸾用手指 戳了戳萧玄策 就见这年轻皇帝 嗨道 怕个球 我是谁 皇帝 那可是老百姓说的人皇 老天爷怎么敢劈我 走了走了 饿死了吃饭去 一日 王府前 赵康满脸不舍地 送着两位大美人上马车 你们动作一定要快啊 不然我会想你们的 萧玲珑翘脸飞红 蜻蜓点水地碰了一下赵康的脸颊 还有白露陪着你呢 赵康看向叶洪雪 后者都没看他 反而是望着曹白露 老五 盯好这小子 你也不想再多一个吧 老婆你怎么这样啊 夫君心很痛 赵康痛心疾首 没有什么是比枕边人的不信任 最让人伤心的了 呵呵 冷笑一声 女子一把揪住了赵康的衣领 提到跟前 青丝荡开 是极其粗暴的一吻 让人无比过瘾 走了 松开了赵康 叶洪雪也红着脸上了马车 目送着两女离去 赵康回过头 将怀中的赵富贵 扔给了一旁的下人 双手还住了女子的柳腰 吴馨仪翘脸一红 满心羞涩 这还在大街上呢 别让魏夫等着急了 轻轻呢喃一声 吴馨仪也大着胆子 亲了一口赵康 秦玉峰和曹白露 刚从王府出来 前者快步上前来 和赵康不舍地告别 朝二人挥了挥手 赵康拉着曹白露向前走着 片刻之后低声道 老曹回头看一眼 曹白露偏过头去 三姐四姐都回去了 赵康当即拉着曹白露 调转方向 来到一家车马行 一见赵康老板 立马跑了出来 大爷 赵康 一个月 我在你这定制的马车 弄好没有 好了大爷 带我去看看 来到后院 曹白露嘴角一抽 有些目瞪口呆 这马车也太大了吧 比寻常马车 大了三四倍不知 赵康一哼 开玩笑 这马车花了我一千两银子呢 瞧这拉车的马 那都是之前 和那群蛮子打仗的时候 脚后的战马 和咱们大前血统 最优良的马配种出来的 车马行老板 笑呵呵地拉开车厢 看到里边曹白露又震惊了 这简直就是一张 移动的大床啊 老板 也惊叹地介绍着 大爷 这马车完全按照您的要求制作的 内设数个箱柜 可存放瓜果点心衣服鞋袜 最下层按照大爷 您的设计做了隔层 存放冰块也没问题 您真是我见过的 最会享受的人 您这是要和夫人出行 赵康挑眉一笑 那是 行了银子在这 老曹上车 坐在车厢间的软床上 老曹对赵康佩服得五体投地 随后察觉到马车停下 刚想询问怎么了就见赵康 扔进来一个个纸袋 老曹把东西放一下 马车边上有人道 老爷所有的都在这了 行诞得不错 下个月让高全 给你多发一辆奖金 就说我说的 马车再度前行 曹白露好奇地打开那些 只带看了一眼 紧接着脸就红了 全是些嗨思内衣裤之类的 三件套 以及一些漂亮的衣服 这个家伙 怎么这么不正经 就在这时候 车厢门又打开 一阵分箱袭来 四目相对两人紧接着 都是一愣 宋青岩下一刻恢复正常 笑盈盈道 白露 青岩姐 曹白露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 看了眼驾车的赵康 后者无耻一笑 小老婆小情人 自驾游开始了 爸爸带你们旅游去 这一下便是那狐狸精脸也红了一下 在赵康 那已经知道了 他们两人都叫过的这个词 是啥意思 黄昏斜阳 无际的旷野 清澈湖面倒映着彩霞 将整个水面映照得犹如黄金湖一般 赵康烤着刚从湖里捞出来的鱼 撒下一把调味料 更使香气肆意滋滋冒油 看得人食指大动 好香啊 靠在赵康怀中羞气的宋青岩 睁开眼睛微微张口 赵康便撕下一块鱼肉吹了下 再喂给对方 一直到吃完整条鱼 女子起身 拿过匕首 将另外一条烤鱼切割 挑出鱼刺 鱼肉放至绿叶上 语气有些感慨 打死我也没想到 有一天我也能有如此轻松惬意的时候 赵康笑着 将其嘴角边上的油脂抹去 这一路会走得轻松些 可以多看看沿途的风景 成天窝在那小院子里闷坏了吧 住在那外城小院 除了去王府带孩子的时候 宋青岩还真就是一个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就连买菜这种事情 也是多亏了有笔兮兮 清闲有清闲的乐趣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的 赵康一乐 就你上车时候的那包裹 里面好像都是些衣服啥的吧 给你们美人做了套衣服鞋子 十来年没弄了 不过手艺还是在的 车厢门打开 两人回头 看着睡眼惺忪的曹白露 赵康笑着起身 将气抱了下来 宋青岩将切好的鱼肉递过去 饿了吧 快吃点东西 谢谢宋姐 曹白露有些不好意思 去北镇府司和明书交代事情 他回府的时间挺晚的 因此 一路上都在休息 旭凤轻轻吹着 撩起发烧 夕阳湖畔交织成一幅画卷 明镜祥和 马铃铛当当作响 在黄土地面留下一个个马蹄印 赵康带着烟袋吞云吐雾 这会儿已经出了前国地界了 要赶到划分好的扬州 少说还得有个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车厢门打开 曹白露扶着赵康的肩膀坐下 侧身躺靠 在了赵康怀中 将烟草抖落 放慢车速免得颠簸 赵康笑道 怎么不在车厢里休息 是太闷了吗 曹白露摇了摇头 笑着双手搂住赵康道 怕你无聊 所以出来陪陪你 宋姐呢 还在睡着 曹白露翘脸一红响到 昨晚看到的情景 吐了吐小舌头 可不 她真是太厉害了 恐怕比萧姐和新衣姐还厉害 毕竟是吊哥认证战力最强之人 赵康唏嘘一声 便是萧玲珑和吴欣怡 赵康自认状态好的时候 还是能堪堪站得平手的 唯独那狐狸精 刺刺败呗 还得修炼啊 曹白露偷笑一声 抬起头美目中 带着些许痴迷 赵康 怎么了 曹白露小声道 你带我和他 是因为我们两个 和你一起的时间最短吧 赵康手自然下移 聊起了些许裤脚 摸着那双库里丝 不说宋姐 其实你才是所有人当中 最聪明的那一个啊 所以 我挺诧异你这种 冰雪聪明的女子 会喜欢上我这个 魂不灵的流氓 曹白露露得更紧 笑容更显得俏皮 所以我现在可以确定了 你会这样对我 你也是爱我的 至少也是在试着去爱我了 对吗 你这妮子 得到答案 现在满意了吗 赵康收回手 揽住了那盈盈一握的细腰 车速放得更加慢了一些 柔声道 玲珑傲 宋姨温婉 宋姐妖妹 而你的聪明 不知道有多迷人 所以啊 别怕也别觉得自己 要低其他人一等 明天的我 会比今天还要爱你 还要喜欢你 听着赵康的话 曹白露不知不觉 红了眼眶 原来身边人尽管相处 时间很短 却一直都注意着 自己的情绪 他一直以吴星仪为对象 对方可以那般大胆 所以 自己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说 吴星仪终究是 给赵康诞下了一子 并且还是男孩 比较之下 曹白露认为自己 倒贴或是失败的 因此 在赵康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这个王府的五夫人 更表现得像是 其他四人的小跟班 赵康只是回来 两天就发现了这个事情 玉凤给众人炖汤 他就负责去拿碗 红血苦练女工 他就给对方准备针线 聪慧的他总能发现 其他四女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 他就会恰到好处地 补足对方的需要 赵康笑着 随后低声说了句 原本美目通红的曹白露 破涕为笑 眼中笑意也有得意 真有那么美吗 比他们所有人的都美 赵康逗弄着 而且 你可是我放在 他们身边的卧底啊 正所谓 三从四得负负七刚 你可要跟夫君 站一条线上 曹白露眨眨眼 多囊道 话是这么说 可现在七个 你都应付不过来了 怎么还想着其他的 对付你这个战武渣 还是没问题的 怎么你要背叛组织不成 赵康故作不悦道 曹白露立即便凑上前来 轻轻蹭着他的脸颊 只要你想 多少个都可以 小老婆的心永远在你这里 你个恋爱脑 罚你今天挖野菜 赵康大笑 什么是恋爱脑 为什么要挖野菜 赵康乐呵 拍拍胸膛 躺下 爸爸今天给你讲故事 话说有个男子 叫做薛平贵 真是好凄惨的 苦手寒瑶十八年 最后只当了十八天皇后 曹白露叹了口气 赵康刚要回应一句 身后传来笑声 这故事中薛平贵一身本事 要是没能遇上王宝川 总是能够出人头地的 岂会家破人亡 沦为乞丐 赵康一笑伸出手 宛住醒来宋青年 只是一个故事罢了 听完就完了 是啊 这样的事情 如果只是故事 那就好了 低落的情绪 只是片刻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着赵康看过来的目光 宋青年含笑不语 眼神也如曹白露一般 变得有些许痴然 每一个人自降生到世间 都是一颗颗璀璨生辉的明珠 然而人世的风霜 总会让珠子染上瑕疵 不过纵然满身尘埃 总会有一双眼睛 觉得你在闪烁独属自己的光辉 怨天下间的悲剧 都只是书中故事 更怨悲剧之后的人 都能如我宋青年一般走运 星光漫天 车铃声让人警觉起来 一群前国士兵 快速集结赶来 拦下了马车 赵康伸手从怀中 掏出那枚帅印 但道 孙芳在哪 众多士兵一看 纷纷大惊失色 紧接着狂喜 担心下跪 参见大帅 领头的使长赶忙道 回禀大帅 孙将军正带人寻城 请大帅入城 赵康恩了一声 重新坐上马车 时常在前方引路 入了城 时常连忙道 大帅 要属下 去通知孙将军吗 去吧 那大帅请稍候 敲了敲车厢门 门开口 赵康笑问道 你们俩要不要下来透透气 宋青年的声音传出来 不了吧 驻军之地 女子出现会影响军容军心 宋姐说的是 车厢里也不闷的 曹白露也道 赵康笑了笑 那行吧 这时候 后方传来铁甲响声 赵康回头 就见孙方带着一群巡夜士兵 快速赶过来 参见大帅 起来吧 靠着车厢 赵康笑问道 这段时间怎么样 孙方凑上来笑呵呵道 一切都是按照大帅 您的指示接管城池 一开始的时候 百姓都有些惶恐 不过到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熟悉的路上碰见 甚至会给咱们打招呼 干得不错嘛 赵康夸赞了一句 明天的时候 去城里找几名雕工师傅 可扬州城三个字 孙方先是一愣 紧接着惊喜无比道 大帅您的意思是 赵康 从今往后 这座城得叫扬州城了 带着女眷 赵康自然就不会 可能会住到驻军之地 如今各地晚上都宵禁 所以赵康只能耗费重金 敲开了一家客栈的门 孙方保证士兵不会找老板麻烦之后 才开了一间上房间 交代了明天的事情之后 赵康这才道 差不多就是这样 总之孙方你安排好 别给我眼砸了 孙方连忙道 放心吧大帅 保证完成任务 只是大帅 赵康 怎么了 孙方道 您不是说 要让老百姓 让对官府有信任感吗 那为啥还要 废话 信官府就得了 又不信我 我干嘛要来真的 赵康翻了个白眼 身边两女都忍不住扑斥一笑 孙方感慨一声 咱们大帅 还是依旧如此无耻啊 一点亏都不肯吃 孙方告退离去 赵康关上房门 又从马车上拿来的笔墨纸验 写了一篇 关于城池更名扬州城的告示 准备明天贴出去的 22周合并为9周 今后全国的一周 可比现在要大得多 写好告示 洗漱一番之后 三人便合一睡下 第二天 孙方亲自来取告示 并且告示赵康 一切都安排好了 这会儿 已经吸引了不少老百姓了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着两女下楼 客栈掌柜 看见宋青年和曹白露 一直到赵康 带着人走出酒楼之后 才反应过来 给了自己一巴掌 他妈的 昨晚上 自己干嘛起来亲自招待啊 不然昨晚上做梦 也是香甜的呀 城中心 左右周围 站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 孙方的士兵维持着秩序 在人群尽头 立着一根粗大的木梁 要是有赵康的老乡在 肯定就会知道他要干啥 只不过 比起那喜慕立信的胃殃 他就像孙方昨晚说的一样 是一点亏都不肯吃的 带着美女 就是容易出风头 也难怪那些有钱的公子哥出行 就喜欢带着几个美人 此刻的赵康 就感觉自己 像是哪里来的领导一样 所有的老百姓 都在对他行注目里 差点他就没忍住挥手 说一声同志们好了 来到了孙方身边 这时候大嗓门的孙方开口了 诸位乡亲 这位就是朝廷派下来的赵大人 现场鸦雀无声 没有人给面子鼓掌欢呼 显得有些尴尬 赵康自然也不在意 他向来脸皮厚 笑呵呵地走了出来 拱手道 诸位乡亲们好啊 以后这座扬州城呢 便是我说了算了 我和诸位乡亲 都是第一次见面 所以准备 和大家玩个小游戏 说着 赵康从怀里掏出了厚厚一大银票 我这里有十万两银票 这下子 老百姓们终于把目光 从他老婆情人身上移过来了 所有人都爆发出贪婪的眼神 只有有人能够扛着这个木梁 从这里走到街镜头 这十万两就是他的 一听到这话 人群沸腾了 当即就有人叫着举手 我来我来 但赵康就像是耳朵聋了一样 看也不看对方 人群中爆出几声呐喊 别信他们 他是前国的官 怎么可能会讲诚信 给咱们十万两银子 有人立马接话 就是 这些当官的最坏了 他们肯定是把咱们当成傻子玩呢 没错 傻X才会信这些前国的官员 不要被他们玩了 原本激动的老百姓 一听 是啊 咱们之前可是周国人 这些前国的官员 怎么可能会给咱们钱 而且还是十万两这种巨款 孙方当即拔刀 谁在诋毁赵大人 所有士兵一同拔刀 吓了所有老百姓一跳 赵康聋了的耳朵 这会儿又好了 当即转头愤怒的一脚踢飞孙方 愤怒道 你在干什么 拔刀恐吓百姓 这一幕直接让老百姓猛逼了 这个官员居然敢打这将军 他什么来头啊 孙方委屈道 赵大人 这些刁民侮辱你啊 赵康冷哼一声 说的什么屁话 老百姓不信咱们 一定是咱们当官的 做得不够好 我告诉你 今后是本官管理扬州 所有的扬州百姓 那就是本官的家人 家里人骂本官两句怎么了 我姓赵的 乐意被他们骂 而你居然拔刀恐吓我的家人 现在立刻向我的家人道歉 孙方立刻受到 对着周围的老百姓歉一道 诸位乡亲 对不起 是本将错了 所有的人都是 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我操 这些当官的 居然在给咱们道歉 今天起猛了 这个赵大人 看起来 好像是个好官啊 居然把咱们当家人 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啊 或许是之前周国 就没有像赵康和孙方 这样厚脸皮的官员和将军 被欺压习惯了 所以这会儿 看到这一幕 有些难以接受 你知道错在哪了吗 赵康严肃道 孙方立刻诚恳道 知道了赵大人 末将以后一定向您学习 将所有扬州的老百姓 都当成是我的家人 绝不会向家人拔刀 没错 记住了 我们当官是要为民做主的 不然还不如回家挑大份去 善待百姓 那就是善待我们的家人 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孙方满脸惭愧 经过赵大人的教诲 我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我要再次向百姓们道歉 家人们对不起 好 人群中有人大喝起来 激动的鼓掌 这才是官啊 终于有人为民做主了 赵大人 您是好官啊 我永远追随赵大人 我也永远追随赵大人 要是有人留心 就发现这会儿开始捧场的人 就是之前在哪叫着当官的 都不能信的那群人 在这些纯路人的带动下 热烈的掌声 如珊瑚海啸一般袭过来 赵康一脸受之有愧的模样 抬了抬手 压下了众人的掌声 然后挥舞着手上的银票 现在我们的游戏继续 有没有人出来愿意意识的 我 赵大人我来 让我来吧 上百双手举了起来 赵康这会儿像是瞎了一样 根本就没看这些人 目光锁定了人群中的一名乞丐 啊 没想到你这名乞丐 居然愿意来试一试 那就你了 没被选择中的人 也没有觉得可惜 他们本来就只想着试一试 那根立着的木梁 光是看着 就至少两百多斤 不是那么好扛着的 纯路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乞丐啊 能行吗 就是 别到时候不给钱啊 哎 乞丐别信他们 赵康一鹤 奇怪怎么了 乞丐也是人 也是我的家人 乞丐你放心 只要你能够完成 这十万两银票 就是你的 乞丐小心翼翼地看着赵康 赵大人 您说的是真的吗 不要骗我啊 本官从不骗人 更不会骗家人 赵康义正言辞道 乞丐好鼓足了勇气一般 好吧 那我就是一事 说着走到了木梁面前 双手抱住木梁 紧接着全身一发力 直接将这根过百斤的木梁 抗在了肩膀上 引起了看客的一阵喝彩 好 太厉害了 这乞丐的力量 居然这么强 坚持住啊 乞丐 是啊 坚持住啊 我倒要看看 官府会不会给你十万两 一定要撑住啊 所有百姓的心 都随着乞丐的步伐悬了起来 现场全是加油打气声 最后看着乞丐 重重将木梁放在了终点 一阵惊天的欢呼声响起 都不用这些老百姓催促 赵康直接从到乞丐面前 将银票塞进了对方手里 然后举起了对方的手 恭喜这位乞丐 赢了十万两银票 他是我们的英雄 英雄 英雄 胜利了 所有的老百姓 看着乞丐手里银票 激动得像是获得了奖一样 赵康说的没错 乞丐是英雄 他们第一次见到 有当官的 居然将如此这一笔巨款 输给老百姓 尤其还是一名乞丐 事情最后的真假 他们根本不关心 他只知道现在 是他们平民老百姓赢了 乞丐同样激动大声吼着 仿佛发表获奖感言 太好了 没想到 赵大人居然真的给了我 十万两银票 赵大人真是言而有信 官府朝廷真是有诚信 我为成为这样国家的子民 感到无比的自豪 我要永远追随赵大人 永远追随钱国 人群之中 赵康少说 安排了一百号拖 纷纷开始吼着 追随赵大人 永远追随钱国 他们喊的是 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 苑州国的老百姓 在他们狂热的怠动下 也有不少跟着喊了几句 赵康知道 这时候该自己出场 给戏落幕了 诸位乡亲 从今往后 我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有任何困难 记得来找我们官府 我们一定会为你们解决困难的 虽然现在官府还没有成立 但是不妨碍赵康话大饼 听得老百姓激动万分 宣布散场 赵康向众人挥手致意 带着两绷不住的大美人离开 乞丐拿着银票 也离开得飞快 纯路人们 开始将今天发生的事情 传播到各个酒楼 客栈中 赵康打了的哈欠 轻轻揉着女子的小腿 悄悄打 打 妈的 好久没演戏了 太累了 在身后给他揉肩的宋青妍 笑得前仰后合 原来你平时就是这样坑人的 享受着赵康服务的曹白露 会心一笑 想起了之前赵康假扮曹家人坑武夫的事情 赵康偏头笑道 怎么样有意思吧 宋青妍 我看老百姓都快被你忽悠瘸了 还家人 哎 虽然是忽悠 但之后要干的事情 可不是忽悠 赵康 笑着往后 靠住那双丰满 现在各地老百姓对官员信任度太低 也只能用这个办法 先提升点好感 之后再慢慢来了 正说着 有人敲了敲门 赵康道 进来吧 曹白露芒把腿放下 外人面前得给赵康留面子的 进来的孙芳 还带着一名士兵 大帅 两人行礼过后 士兵把先前的十万两交了出来 拿着过瘾吧 赵康笑道 士兵咧嘴一笑 大帅 我都想找个人把我抢了 然后和你说钱丢了 你小子 赵康笑了一声 拿出了一万两 孙芳 这一万两 你拿着给城里的弟兄们吃点好的 这段时间 也的确辛苦了 等到陛下和百官迁都过来 算清楚一切之后 你们的功劳抚恤该有的赏金 都不会少你们一分的 在此期间呢 你们和周边的军队联系 只要有缺钱的地方 就和我说 知道吗 如今赵康虽然也不富裕 但这些年东坑西片 终归还是有点家底撑着的 周国国库里的六千万 还有燕都城各大家族 进县的买命钱 是很大一笔入账 不过这些钱是谁也不能动的 这是赵康早就下达的军令 听他这么说 孙芳两人都很是感慨 忙道 大帅放心 该不客气的时候 咱们弟兄都不会客气的 当兵嘛 又不是想服 这思想觉悟 真贪娘的高 不过该解决的身体问题 还是要解决的 就说你小子呢 还看我老婆 羡慕啊 自己娶雀 赏了士兵一个板力 赵康对孙芳道 你传令给燕都城的张龙黄天行他们 让他们 把那群被我封了经脉的武夫 送到扬州城来 再不理他们 这群家伙搞不好要抑郁症了 遵命 打发走两人 随手将银两交给宋青年 赵康闭上眼睛 嘴里喃喃自语着 蒸汽基研究所 火器研究所 医药研究所 大学 武府 热气球研究所 娱乐城 连锁超市 宋青年拉了张椅子坐下 好让赵康躺进自己怀中 伸手轻抚着那紧皱的眉头 这些天 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 听赵康念这些了 甚至连对方做梦的时候 都在念叨 不过短短一天的时间 赵康在街头 喜目立信的事情 便传开了 这都是纯路人的作用啊 再加上老百姓们口口相传 并且越来越离谱 有的说 乞丐抗的那个木粮 有一千斤重 有的说 赵康给的不是十万两银票 而是十万两金子 一个个讲得会声会色 这会儿 基本上全城的人都知道了 此地来了个 把老百姓当家人 言而有幸的赵大人 有赵大人在 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 在众多人的渲染之下 马上就要更名扬州城 城中老百姓 都不禁开始期待今后的生活 城后的牌坊楼 无数百姓驻足 赵康带着两位美人 同样在人群中 牌坊两边架着木梯 石匠凿刻下最后一笔之后 刷上金漆 金灿灿的三个大字 映着阳光 扬州城 赵康提着铁皮围成的 大喇叭走了出来 中气十足地喝了一声 家人们 从今天开始 本城就正式更名为 扬州城了 在孙方等士兵的带动下 哗啦啦的掌声响了起来 赵康心里很是满意 继续道 今后咱们大家伙 就都是大前国的子民了 对于赵康的致辞 在场的老百姓 并没有什么反感 这么多天过去了 城内的老百姓们 都接受这个事实 只有一些认死里 却又不敢以死训国的 穷逼书生 私底下才会发几句牢骚 不过这也无伤大雅 不用在意 一事过后 老百姓也散去 赵康则带人回到了 他这些天租赁的一间宅院中 在桌面上铺开一份地图 用笔 将今后整个扬州的版图 圈了起来 紧接着又用红笔 圈出扬州城另外几处地方 他心中逐渐有了些清晰的规划 随后放下笔抬头 差不多就这样 宋姐咱们走吧 宋青岩连忙点头上 前来挽住赵康的手臂 两人乘坐马车 来到扬州城西城的一间酒楼 一下车就有士兵迎了上来 人都到齐了吗 赵康询问道 校尉连忙道 回禀大帅 您交代的那些护人家 全部请到场了 都在二楼 一个不少 行 你们在下边候着吧 带着宋青岩上了二楼 围了七八桌的人连忙起身 不过大部分目光 都是落在宋青岩身上的 咳嗽了一声 赵康笑着抱拳 诸位好啊 众人回过神来 连忙小心翼翼地看着赵康 一口同声地叫了一声 大人好 赵康笑着摆了摆手 都做都做 不用紧张 叫你们来 主要是和你们谈一点事情罢了 见他如此和善 这些被士兵请来的客人 心里稍稍放松 拉着宋青岩坐下 赵康笑道 比人姓赵 今后扬州城便是本官来管理 赵大人 您叫我们来 可是有什么吩咐 坐在对面的家伙 显然很是上道 赵康也不废话 本官想和你们买几块地 众人一听 原本放松的心又立马提了起来 官员强卖地皮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先前问话的人呢 尴尬地笑着 不知道大人看中的是什么地 赵康道 本官已经派人调查清楚了 西城内华光街整条街的铺面 都是你们几家的 本官要和你们买的 就是这些地 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 他们都是生意人 华光街的铺面经营了十来年了 是他们的生计来源 这要是卖给了赵康 那今后怎么生活 但要是不卖 这能行吗 这家伙可是官啊 一见他们为难的模样 赵康也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 笑道 宋姐 宋青岩闽唇一笑 诸位想必是担心 将铺子地皮 卖给了我家老爷之后 断了生计吧 不少人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宋青岩便道 这一点 诸位不用担心 就算我们买了那些铺面诸位 也还是可以继续做生意的 都是做了十多年生意的 很快就有人反应过来 这 这位夫人 您何大人的意思 是今后让我们租赁铺子 一人眉头紧皱 本来是自己的铺子 卖出去之后 自己还要租 这不傻X吗 在场众人不由地担忧起来 宋青岩言口轻笑 先生说得不错 不过莫及 且先听我说完 你们卖铺子 实际上并非是卖给我家老爷 而是卖给官府 我家大人准备在西城 修建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 所谓购物中心便是老百姓们购买物品的地方 此地 可以容纳上百商户 今后你们的铺子 就开设在这购物中心之中 其次 诸位家中铺子所售卖的货品 我家老爷都调查清楚了 我家老爷可以为你们供货 不少人脸上的犹豫之色 消退了不少 都来了些兴趣 夫人说的供货是指 宋青岩笑道 敢问先生明星 不敢 在下刘志杰 宋青岩便道 刘先生家中卖的是糖货 我家老爷可以为你供货白糖 如今白糖价格有多高 不用我多说吧 而我家老爷给你的价格低于 市面白糖价格五成 刘志杰登时一惊 夫人没开玩笑 他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赵康 后者笑着指了指宋青岩 他的意思就是本官的意思 宋青岩如数家珍 将在场众人各家经营行当 一一说了出来 最后轻声道 诸位 我家老爷卖你们的铺子 不是无地放食 你们各家今后的货品 我家老爷都可以为你们提供 而且价格低得远远超过你们的想象 除此之外 购物中心一旦建成之后 你们只需要花上一点 便能终身拥有一个铺面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这根本就不亏 诸位可以好好考虑一番 其次诸位请记住 老爷他来扬州城做官 不是要压迫你们的 而是真正来给扬州的老百姓 谋福利的 这购物中心只是一个开始 不少商贩都开始异动了 但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将所有细节 都和宋青岩打探清楚 看着女子和在场众人分析利弊 讲解购物中心的好处 赵康靠着椅子 心中笑了笑 带着宋青岩 却是让自己省了不少功夫 对于连锁超市购物中心的理念 赵康只是简单地和他说了一下 宋青岩却一点就通 有他在能省去赵康不少心力 足足两个多时辰 所有的商户都决定和赵康签约 将现在所持有的的地皮 全部卖给赵康 宋青岩有备而来 早早就准备好了所有的合约 等待商户们回家拿地气来之后 便将一切敲定 搞定了 整理好厚厚一落地气 宋青岩笑 看向赵康 心中同样有些欣喜 因为能够帮心上人做一些事情 累不累 赵康笑问一声 将其搂进怀中 就这点事情而已 谈不上 并且总算是能够帮到你一些 就更不累了 宋青岩想了想到 昨晚你和我说过之后 我仔细考虑了一下 要建成这购物中心 少说得一年半载的 商人重力 这么长时间让他们不开张 等着购物中心建成 他们难免会心慌 所以得及早让他们看见所需的货物 稳一稳他们的心 所以 你的供货场得 弄得更快一些 赵康点头道 这些我都想过了 所以才会让玲珑和洪雪 他们去原江县召集人 那就别些找了 还有好多家要谈呢 宋青岩起身 赵康要在这扬州城买的 可不只是这一块地儿 赵康调笑 那就辛苦一减 谁让姐姐就爱你弟弟呢 可惜弟弟不中用 你这司机开的高铁吧 给我等着 早晚有一天 让你心服口服 赵康骂骂咧咧的起身 接下来的时间 赵康和宋青岩化身买地狂魔 十来天的功夫 便将规划好的地区 全部买了下来 光是银子 就花出去小二十万两 更是把两人累得不轻 但好在总算把一切都搞定了 这会儿正吃着早饭 孙芳从外边进屋禀告 大帅 那群家伙来了 你们先吃 赵康放下碗筷 擦了下嘴起身跟着孙芳离去 街道上 满满当当地站了一群人 领头的是张龙和吊哥鲤狗蛋 零二牛四人 老爷 四人激动地打了声招呼 赵康点了点头 随后笑眯眯地看着两人身后 那一个个怨念深重的武夫 诸位好久不见了 龙腾云等一帮子武夫 嘴角都瞅了瞅 有的人忍不了了 当即冲了出来 泪眼汪汪地哭着 大人 求求你了 快把我筋脉解开吧 我实在受不了了 有了带头的 一个个武夫都忍不住了 心里承受能力差地哭的 那叫一个凄惨 搞得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都惊了 一个个大老爷们 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他们这是咋了 赵康疑惑地看向 负责押送的张龙和吊哥两人 张龙 也没怎么着他们啊 哭什么哭 再给我哭 老子抽你们信不信 零二牛抱着双手 就是 还武夫呢 一个个娘们唧唧的 没想到张龙的威胁 非但没有让众武夫害怕收声 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 一人扑通一声 就给赵康跪下了 红着眼眶流着泪 求你了 给我解开 只要让我弄死这四个王八蛋 你让我干啥都行 赵康一愣 想起对方是谁来 你不是武剑狂吗 这家伙可是一个四品上层的顶尖高手 虽然被赵康暴打了 但是却很有骨气 誓死不肯屈服赵康的淫威 还煽动大家伙一起反抗 怎么这会儿直接给自己跪了 武剑狂抹着眼泪 是我 你把我经脉解开 让我干死这四个狗日的 我啥都听你的 赵康乐乐 看向张龙四人 你几个把他怎么了 怎么把人弄成这德行了 离狗蛋不在乎到 也没啥呀老爷 那他们做了下十页而已 还不是二牛的缘故 零二牛 他妈的 怎么救我得问题了 你明明玩得很过瘾的 而且是他们要逃跑 赵康疑惑 他们到底干啥了 武剑狂顿时悲愤地扯开上衣 赵康一看眼皮狂跳 就见这家伙上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还有的地方 呈现出铁灰色 就没一块好的地方 他顿时有些生气 看向张龙四人 你们虐待他们了 张龙赶忙道 老爷我们可没有 是他们自己不听话 离狗蛋也赶忙道 是啊 老爷 是他们自己不老是要逃跑 我们才抓他们的 谁知道一下就些逼了 还武夫呢 我看就是裙菜逼 武剑狂顿时怒了 你放屁 明明是你们让我跑的 你他娘的 用小型大炮轰我 你还有理了 那二牛 不是还给你们吃药了吗 离狗蛋眼神乱嫖 事实证明 你们嗑药 也不是大炮的对手 赵康 打住打住 什么小型大炮 离狗蛋立马从随身的包裹中 拿出那所谓的小型大炮来 老爷是这样的 我觉得大炮太笨重了 要是能把它缩小 做到一人能拿起一门大炮 我军的战斗力会更高 于是在燕都城的时候 我们把大炮的比例缩小了 看着离狗蛋手上巴掌大小的跑车 赵康有些惊喜 效果怎么样 跟弹弓差不多 诺这家伙身上这些 就是用这小型大炮打的 还有后面那些 我都试了下 看着那一个个痛哭流涕的武夫 赵康沉默下来 好一会儿才到 那磕药 离狗蛋道 是二牛说 他研制出了什么 能让人体硬化的毒药 还说 给他这群武夫吃了 就能抗住我这小型火炮的威力 赵康 所以 林二牛杂杂嘴 所以这一路 我和狗蛋都在实验 究竟是他的炮厉害 还是我的药厉害 难怪 赵康咳嗽两声 看着五剑狂身上那不健康的铁灰色 这一路可真是苦了你了 你说 你怎么就不老实一点呢 跑什么跑 五剑狂哭了 哭得很伤心 吊歌小声道 老爷 其实是二牛骗他们说 给他们吃的药能解开什么经脉封印 他们才吃的 赵康险些吐血 然后呢 张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然后我们就放他跑 再然后就去抓回来 就是到后面 他都不跑了 赵康只感觉心抽了一下 紧接着大怒 你们四个混蛋 真气爆发 直接炸得四人腾空而起 飞到了墙的另外一边 紧接着 所有五副都感觉到 大地都晃动了一下 还伴随这赵康愤怒的声音 我说过多少次 要善待他们 他们虽然之前是我们的敌人 但今后就是我们的兄弟 你们居然敢如此对待他们 我打死你们 老爷我们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啊 我要死了 老爷你好残忍 凄惨的叫声 晃动的墙面 片刻之后 赵康满手鲜血地走了出来 衣服上还沾染了不少血迹 满脸惭愧地走到了五剑狂身前 双手将其扶了起来 无比痛心道 我没想到 这四个畜生 居然会对你们下如此狠手 五剑狂吓了一跳 连忙后退 看着满手血的赵康内心震战 我靠这家伙 不会把那四个畜生活死了吧 赵康满脸自责 看着一众武夫 诸位 我赵某有罪啊 把你们交给那四个畜生 让你们这一路受到如此折磨 不过现在好了 你们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你们解脱了 一众跪地的武夫热泪盈眶 这一刻看着赵康 居然无比顺眼起来 赵康趁热打铁 我很惭愧 为了弥补诸位这段时间 所受到的苦难 我决定了好好补偿你们 再过不久 我会请两个顶尖高手 足足三品下层的强者 来教你们练舞 甚至将来还有可能 有个二品高手 亲自教你们武学 听到赵康的话 所有武夫都是一愣 他们最高的 也就是五剑狂这种四品上层 三品二品 在他们影像中 那可就是传说中的人物了 一人颤抖着嘴唇 你 你说真的 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出来混成性最重要 肯定是真的 赵康点头道 三品高手啊 这些家伙可不是那么容易请得动的 不过放心 为了你们 我就豁出去 这张老脸不要 跪着求我 也他们求来 那这就 多谢了 五剑狂看来 是被折磨得不轻 都开始给赵康道谢了 赵康一摆手 哎 五兄这就身份了不是 你我交情 何须说这些场面话 最近我很清楚 咱们现在五道衰落 是因为什么 诸位可知晓 见所有人都猛逼 赵康锤打着胸口痛心疾首 就是因为各大门派 避肘自针啊 还有什么传男不传女的破规矩 这才是五道日渐衰落的原因啊 这一下不少人点了点头 这情况他们早早都知道的 赵康抬起头来 振臂一挥 所以 为了振兴五道 为了让天下人人有功练 我决定成立一座武府 召集天下高手 都加入这座武府 大家一起同修 比起门派之见 彼此之间倾囊相授 振兴五道 所有人都惊呆了 傻傻地看着赵康 就见他拳头高举 兄弟们 姐妹们 我们习武之人 就有要将武学发扬光大的义武 武道有多高 一品禁忌而已 但从今天开始 武道将会因为我们而更高 今后每一个武夫 都会记得武府这个所在 我们的名字 将刻在武道巅峰之上 所以来吧 一起加入我吧 从今天开始 振兴前国 振兴五道 周围负责押送的士兵开始捧场 一声声振兴前国 振兴五道吼着 众多武夫也被感染 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起来 他们脑海中都出现一副画面 后世习武之人所提到的名字 都是他们 今后的一个个强者 都是由他们教导出来的 赵康当即点出十余人 这些都是四品五品的强者 根本没有给他们反应的时间 赵康直接就把植物甩了过去 诸位 从今天开始 你们几个就是我们武府的教师了 你们要努力啊 赵兄放心 我等一定会振兴前国 振兴五道的 十几人郑重地握紧了拳头 有你们 我就放心了 今后咱们一起共勉 赵康同样郑重地点了点头 然后派士兵他们这群家伙 押入军营了 准备立马安排卖身器 让这群家伙牵上 等到所有人离开之后 张龙 离二牛四人 才从墙的另外一边 悄悄摸摸地走出来 你们几个王八蛋 把人玩成那样 要死啊 看见四人赵康气不打一出来 一人踹了一脚 离狗蛋傻笑一声 盲舔着块狗脸凑过来 老爷别生气嘛 行了 赶紧跟我走 有任务交代给你们 以后少和这群练武练傻了的家伙碰面 不然人家非把你们剁碎不可 招呼了一声 赵康带着四人回到了宅院中 宋姐 再去弄点韭菜来 夫人好 四人连忙朝着曹白露和宋青岩打招呼 两女微微一笑 宋青岩去弄韭菜 曹白露很快把桌子收好 赵康铺开地图 让四人坐下 二牛 指着标注着生物研究所红圈 赵康道 老爷我之后会在这个地方 给你弄个部门 你就给我在这带人专门搞研究 毒药也好显微镜也罢 你能搞出什么来 就给我搞什么出来 前提有一点 少弄点杀人害人的玩意儿 能做到吗 他骂的 都多长时间了 那青霉素还没弄出来 再给你两年时间 再搞不出来 我就把你变成青霉素 二牛苦着脸 老爷 你这太为难我了呀 做不到 赵康斜眼 林二牛连忙 能呢 一定能 赵康目光转向李狗蛋 指着火器研究所 狗蛋 至于你就给老爷我研究火器 你之前的思路是对的 大炮虽然威力大 但的确太重了 所以 咱们接下来要研究的 就是小型火器 比如手枪步枪之类的 李狗蛋挠挠头黑笑着猥琐道 那个老爷 金枪我知道 啥是手枪和步枪 你他娘的 能不能有点素质 夫人还在这呢 张龙巴掌呼了过去 赵康翻了个白眼 拿出之前画的图纸 当然就只是个形状罢了 他要是懂得造枪 之前那里还会怕消飞雨 早弄把加特林秃秃了 和李狗蛋讲了一下枪械 赵康最后道 再过不久呢 高全他们就会带着咱们 在原江县的人马 来了 这两研究所 你们要怎么弄 自己心里计划好 老爷我到时候是顾不上你们的 所以都别让我失望啊 狗蛋二牛对视一眼 脸上的笑容都收敛了 老爷放心 一口气吃不成的胖子 因此 即便赵康心里有无数想法 这会儿 也只能一步步来 首要就是 将那些购买来的地皮 赶紧归整一番 为此 赵康直接以军令 究竟吊集了两门大炮 过来干拆迁的活 别说 效果还真他娘的好 两炮下去 管你是什么铺子 一样轰平 耗费了足足一个月的时间 才将购物中心 屋府 以及将来大学 三处要地的建造地址 打扫得干干净净 房门被敲响 正在研究战斗力的赵康 皱了下眉 起身去打开屋门 曹白露看了一眼 正在整理衣服裙摆的宋青年 翘脸微红在赵康后腰掐了一把 还享受呢 大姐他们可以进来 我去 这么快 赵康一惊 连忙拴紧了松垮垮的裤腰带 到哪了 刚入城呢 曹白露无奈道 宋青年笑着走了过来 你快去接他们吧 我收拾下屋子 行 那你们俩弄着 我先去看看 看着他飞奔的背影 曹白露玩耳一笑 继而目光看向身旁女子 犹豫了一下才道 宋姐 你打算就一直这样和夫君下去啊 宋青年柔笑一声 知道你这妮子想说什么 这样挺好 就别话舌添足了 那好吧 曹白露口头上说着 心里却不这么想 那几个姐姐 哪个不聪明 你俩迟早要糟 心里想着 曹白露进屋 拉开梳妆柜 另一边 赵康来到大街上 就见大批人马出现在街上 一辆马车旁 站着许久不见的 萧玲珑和叶红雪 两女自容登时 看待了出来凑热闹的路人 咳嗽一声 赵康快步迎了上去 双手大揽 玲珑 红雪 两女琪琪 转身看过来 都是心头一热 被冲过来的赵康 搂紧怀中 望着两人凌乱的发烧 和眼中掩饰不住的疲惫 赵康那叫一个心疼 刚想说几句情话 萧玲珑抬起头 小巧秀挺的鼻尖耸了耸 回到 怎么有股脂粉味道 叶红雪挑眉 的确有 嗯 伸手拨开了赵康的衣领 看着那残存的红印子 女将军危险地笑了笑 你小日子过得挺快活 刚干嘛呢 吃得那女人唇上的口红 卧槽 大意了 赵康瞳孔一缩 尴尬道 这不是 那个 他非要吗 还还真是的 这也被你们看出来了 轻点轻点 耳朵要掉了 一左一右 两人拧着耳朵 疼得赵康脸都变形了 老实交代是谁 这这 还能有谁 不就老曹吗 余光看见曹白露 缓缓走过来 赵康连忙释出求救的信号 大姐二姐 你们怎么又打他 曹白露快步上前来 伸手抹掉赵康脖子上的口红印 有些不好意思地看向梁女 大白天你梁也不注意点 见到这轻腻的动作 以及曹白露那双鲜艳的红唇 萧玲珑翻了个白眼 这才松开鲜鲜玉手 老五他没偷吃吧 叶红雪问道 曹白露微笑着摇头 我看着呢 他怎么敢偷吃 二位姐姐放心 就是 你们两个一见面 就来这样一出 看他后边 老子微信都没了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任 信任啊 我很伤心 赵康叹了口气 揽住曹白露的柳妖西虚道 还是老曹你好 望着身后原江县百姓 一个个似笑非笑的模样 两女脸一下子就红了 扯了扯赵康的衣角 就听对方喝道 待会再好好收拾 你们两个 老曹你先带他们回 咱们现在住的地方 高全 你死哪去了 萧玲珑忙道 高全在后面调度大部队 他们还要好长一段时间 才会到 我们两仙带人来的 这样啊 赵康恍然大悟 看见探头探脑的纺织厂长 连忙招了招手 老黄 老爷 黄厂长小跑过来 赵康问道 你们来了多少人 各个厂的技术骨干都来了 然后工人 还有县名大部队 跟着高大人的 他们还有一段时间 黄厂长黑笑道 两位夫人的话 传到原江县去 都没一个犹豫的 咱们啊 都是老爷 您在哪 咱们就跟到哪 还算你们有点良心 刘老三 你小子也来了 看见卖书的刘老三 赵康乐了 刘老三勾着腰围索道 那肯定要来了 我之前听说 这周国有个什么 皇宫未亡人的地狱沉沦 相当火爆 都出到第八部了 甚至还把咱们 神女路的角色 都弄进去了 妈的 这老子怎么能忍 所以我肯定要来啊 准备和他们切磋切磋 有人乐呵 你压医卖小皇叔的 还切磋呢 刘老三急眼了 冷哼一声 我是卖皇叔的 但是我没拿卖书 当幌子圈钱啊 我当初干这行 那可全是受了老爷的熏陶 你看现在 那什么地狱沉沦 卖到十两银子一本了 都传到咱们原江县去了 咱们泱泱大国 凭什么遭受 他们外来文化的侵袭 而乐此不疲啊 凭什么我们的青少年 就要天天沉浸在什么 妃子 皇帝 公主 世君 终日不可自拔 不是妖妃葬脸 就是李牧义 凭什么我们原江县的文化瑰宝 少年阿康 大前神女路 就得被他们这样遭见了呀 那是我们的 我这事儿 往小了说是 散不快乐 散不爱 往大了说 就是让这群土壁文学界的人知道 什么是原江出品 我操得嘞 抵御 众人都沉默了 看着慷慨激昂的刘老三 都不由地生出一股敬意 没想到 这个天天写小黄书的 居然有这么高大的理想 赵康怀着无限尊敬 拍了拍刘老三的肩膀 没想到你的志向 居然这么崇高 刘老三郑重点头 抹了一把通红的眼眶 老燕 你能理解 我真是太好了 能否给点支持 赵康 这不太好吧 没啥不太好的 我最近的灵感 是国师大人与江湖女间谍 不得不说的故事 你让五夫人给个授权就行了 滚你妈的 感谢老子的女人 打断你的爪子 踹了刘老三一脚 赵康 骂骂咧咧的叫来孙芳 安置从原江县来的 这一千多号人 自己则带着 萧玲珑等人 回到买的宅院中 看见宋青妍 也在两女都有些意外 曹白露笑道 赵康准备搞一个购物中心 准备让一姐当负责人 原来如此 一姐那你可要多帮衬着点她 叶洪雪笑道 宋青妍道 当然 咱们一家人嘛 你们一路赶来累了吧 屋子都收拾好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 还真有些累了 房间在哪 曹白露 我带你们去吧 看着三女进屋 宋青妍笑不宜走来 屈指弹了一下 赵康毫不客气地还了一巴掌 屋里传来呼唤声 又连忙赶了过去 翻看着这次现行到来人员的名单 赵康点了点头 正如黄厂长说的一样 来的都是昔日原江县各个厂的技术骨干 他们人一到接下来就可以动工了 这些天他已经通知下去 开始招收工匠 随时可以动工 萧玲珑打了个哈欠 靠在赵康身后闭着眼呢喃道 来的时候 张胜先生说了 希望你能够加快速度 先把学校弄出来 孩子们都等着读书呢 赵康有些心疼地 将其抱到身前来 双手搭在肩上揉着 真是辛苦你们了 对面叶洪雪见状 双腿抬起 搭在了赵康身上 眼神示意他伺候 赵康感慨一声 妈的自己 要是有三头六臂那多快活 一手揉肩 一手揉腿 忙得不可开交 叶洪雪这时候道 为何让一姐负责那什么购物中心 赵康气定神闲 废话 夫人你是做生意的料吗 叶洪雪有些尴尬 萧玲珑睁眼娇称道 我可不是 看看人家多懂事 叶洪雪不服气道 那欣怡不是也会做生意 哎 你这话说的 那富贵怎么办 欣怡要在家里带孩子的呀 赵康眨眨眼 叶洪雪一时辞穷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他就会胡思乱想 不要理他 整个人挂在赵康身上 萧玲珑轻腻道 我也想在家里带孩子 这就给生一个 为二老婆 你是一起 还是去守门 赵康无耻一笑 叶洪雪一口气没上来 脸都战红 狗男女 两人只是放肆地笑着 旋即将赵康推给了叶洪雪 萧玲珑打着哈欠 先让给你了 不然嘴巴都要能挂油壶了 你嘴巴才能挂油壶了 叶洪雪回嘴 但对方却只装作没有听见 赵康哭笑不得起身去 将身材高挑 女子搂进怀中 明知道他故意的 还总是被气到 你呀 谁让你不帮我说话 叶洪雪气得狠狠咬了一口 赵康的肩膀 后者顺势一倒 紧紧贴在一起 心中火焰即刻点燃 看着女子俏丽的容颜 赵康只感觉心都好像化了 宫事犹如狂风暴雨一般 将面前的家人淹没 直到第二天 日上三干两人才离开屋子 胡乱对付了 一口早饭 看着桌上的四女 赵康嘱咐道 你们几个就在家里玩吧 等到陛下和百官迁都到燕都城 城中心 那间大宅子 咱们就搬进去 到时候也宽敞了 城中心有一间占地数十亩的大宅 原本是周国 一名朝廷命官的 只不过这官员倒霉 城破的时候 被警军干掉了 家里人跑得跑逃的逃 这会儿就成了无主之物 萧玲瓏问道 不要我们帮忙吗 你们就老老实实带着 等着老爷爷我回来 一个个灵性生孩子就行了 瞎操心什么 萧玲瓏顿时脸一红脆了一口 瞎说什么 一姐还在呢 赵康只是笑着离开 让士兵通知孙芳 还有皇厂长等人集合 片刻的功夫 张龙吊歌等人 还有原江县各大厂房的技术骨干 以及管事的人都到齐了 医药所的人 以后就跟着二牛 具体该干什么 我都告诉二牛了 以后二牛就是你们的头 一切听他的 一群大夫毒师连忙点头 出了林二牛这个怪胎之后 原江县的医药所 已经不只是研究治病救人了 甚至于还分成了两派 一派救人 一派杀人 离狗蛋的火器研究所 则是由原江县 负责铸造大炮的一批人构成 赵康拿出地图来 将各个厂房的安置地点 和众人讲解 比起原江县 这座扬州城 要大了十倍不止 原先就是周国的一座主城 周国齐国 向来有一周抵前景三周的说法 这座城 容纳二三十万人 是绰绰有余的 因此 赵康将各厂的地址 规划得相当庞大 皇厂长责了一声 乖乖 这么大地方 怕是容纳三四千人都可以啊 废话 知道今后老爷我管理的扬州 有多大吗 赵康不屑地说了一声 比之前前国的青州 加上幽州梁州都要大 而你们各个厂房 今后要供给的 就是这么大底盘人口用度 不光是你的纺织厂 还有你们水泥厂的 今后咱们新前国各地建设 将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所以你们水泥厂要给力啊 一众厂长这才知道 尖头上的担子 有多么重 赵康这时候 将一个木盒子 抬到了桌子上 这盒子里可都是好东西 它盒子打开 里面满满灯灯的 都是银票 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赵康笑呵呵道 这些钱是咱们陛下给的 是咱们的本钱 足足一千五百万两 牛逼我已经吹出去了 六年之内 让这本钱翻十倍 咱们之前在原浆县穷的赤树皮 为了一只蚂蚱 都能抢得头破血流 现在的情况 总比原先好许多吧 所以诸位 有没有信心 和老子一起 把这扬州搞好 这一刻 所有人的热血都被赵康调动起来 是啊 像当初在原浆县的时候 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 风吹就到 可咱们都做到了 都将原浆县 搞成了前国最富裕的县城 如今更别说 还有一千多万的本钱了 再怎么难 还能难得过白手起家的时候 当即所有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赵康 就像当年一样 看着那个穿着官袍青色男子 对方说 听我 我能让你们活下去 这一次他们同样道 我们听老爷的 当天赵康 就开始通知人 让现在招收到的工人集合 开始动工 开始建厂 先把厂子弄起来 再将一切设备搞好 恢复经济创造力 然后各个厂子的厂长 都拿着银票去招工去了 有的直接带着孙芳的士兵 离开扬州城 跑到其他城镇上去招工 原浆县众人的到来 让赵康就更加轻松了 这种事情干过一遍 所以都不需要 他去指导什么 于是 赵康一头扎进了 林二牛的研究所 他还是对科技比较感兴趣 当然主要是希望 二牛能够研究出 能够大幅度增加战斗力 且没有后遗症的药丸 毕竟虽然有宋青岩这个神医在 但要是 哪天不管用了 自己可就没地儿哭去了 林二牛的研究所人不少 足有三十多好 目前挤在一间 三进三出的大院子当中 分成了两派 其中一派 是以二牛这个生化狂人为首的毁灭派 另外一派 是以黄大夫为首 坚持大夫操守的拯救派 赵康自认为 是个品德操守俱佳的人 自然是义无反顾 加入了拯救派 这会儿正跟着黄大夫搞那 搞了五六年 都没弄出来的青霉素 毒死两只鸭子之后 两人都叹了口气 摘下了口罩 看来还是不行啊 黄大夫感叹一声 赵康也道 毕竟这种神药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弄出来 黄大夫摆弄着显微镜 这玩意儿 自从二牛鼓道出来之后 经过原浆县这些年的研究 基本上是已经弄出来了 只不过和赵康认知中的显微镜 无论是造型还是效果 都还是有所差别的 对了老爷 我记得 你说过 这青霉素 是用来对抗伤口发炎的炎症的吧 赵康点了点头 怎么了 心比去隔 黄大夫胡一道 那这就奇怪了 这青霉素 如果不是涂抹在伤口上 而是像我们这样直接喝下去 那不成一泡尿了 赵康愣住 突然间一拍脑门 过日 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 怎么了老爷 黄大夫疑惑道 赵康气得发抖 他妈的 老子忘记了 这青霉素 不是用直接喝的 而是注射 怪不得总是失败呢 实验的方法都搞错了 能成功才有鬼了 注射 黄大夫感兴趣问道 赵康兴奋道 这个青霉素 是用针管进行静脉注射 打到人体里 才会有效果 喝是没用的 等会老爷 筋脉我知道 筋脉是啥玩意儿 黄大夫猛逼了 赵康 把你右手给我 握拳 随后 赵康举起大巴掌 他趴往黄大夫手上扇了几巴掌 疼得黄大夫都猛逼了 随后 就见赵康指着附线的青筋 诺这个就是筋脉 拥有极强的医学探索精神 黄大夫也就不计较赵康刚才的行为了 感兴趣到 这不是筋脉 赵康摇了摇头 他本身就是五夫 运行蒸汽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蒸汽在经脉流动 但很有趣的是 不管是在前世还是现在 即便他学了舞 但也只能够感受到那些经脉的存在 而根本看不见 这玩意儿就像是一种无形无质的神秘存在 他有 但你看不见 这会儿 赵康赶忙道 老黄 咱们改变实验方法 用注射的方法实验青霉素 我去弄几个竹筒来 真筒这玩意儿 自然是没有的 但竹筒泡这玩意儿 赵康还是会弄的 改进一下 推进的地方换上胶片 也就大差不差的了 小半个小时的时间 赵康拿着自己做的针管来了 看着赵康手上成人手臂粗细的针管 尤其是那针头 直接就是用一根饮水的细木管子 削尖了岸上的 黄大夫震惊了 姥姥爷 这就是你说的注射器 怎么看着 有点吓人了 只找到了毛竹 妈的细竹子没有 将就这用吧 反正咱们也就是实验一下 这青霉素 究竟弄没弄出来 赵康不在乎到 黄大夫咳嗽一声 那么找谁试呢 这么大根管子 鸭子兔子肯定是不行的 还没这什么注射器大呢 难道用人 那什么静脉也没有这么粗啊 再说了 这一针扎下去 还不得见言妄言 赵康的热情 被泼了盆凉水 是啊 找谁来试呢 你能不能摸出牛马呀 啥的静脉 黄大夫无语 老爷这静脉 还是你和我说的好不好 而且 你这针管这么大 怎么弄啊 赵康想了想 我记得有的医生打屁股的 而且都没有找什么静脉 或许打屁股不用静脉呢 对了 这叫什么肌肉注射 找个人给他屁股来一针 要不二牛吧 黄大夫眼前一亮建议到 对于毁灭派的首领 林二牛 他是深恶痛绝的 觉得对方完全没有医者该有的品德 好想法 不过怎么说也是自己人啊 万一出点什么事啊 他头七 找咱们怎么办 说着赵康眼前一亮 有了 片刻之后 一人来到医药所 看到赵康连忙抱拳 赵兄 武兄 最近怎么样吃的好不好 赵康立马热情道 武剑狂笑了笑 生活方面 赵兄不用担心 我等武夫不计较这些 大家伙现在更在意的是 武府什么时候修好 什么时候 咱们可以广招弟子振兴武道 马上了 武府已经在建造了 看见武兄如此上心 我很欣慰啊 武兄 我有一事相求 听赵康这么一说 武剑狂一百首 何必说这些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是这样的 黄大夫研究出了一种解毒圣药 并且发明了一种注射方式 此事若是能成 将会造福百姓 但现在需要一个实验者 赵康叹了口气 可惜我昨天练功出了岔子 真气逆行 无法担任这个实验者 所以想请武兄帮个忙 一旁黄大夫翻了个白眼 妈的老爷 还是依旧这么狗啊 什么就我研究出来的圣药 黄我发明的注射方式 那他娘不是你弄的吗 武剑狂一听 当即一口答应下来 没问题 此等一局 我武剑狂绝不推辞 赵康大喜 拿出了藏在身后的巨型针筒 武剑狂当即眼皮一跳 看着那二十多灵里 成人手臂粗细的针筒 一种如灵大敌的感觉 从心底升起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赵赵赵兄 这是什么武器 怎如此恐怖 赵康 这是黄大夫发明的注射器 用来服用圣药的 武兄你趴下把裤子脱了 我给你注射 脱 脱裤子 武剑狂猛逼了 赵康正色道 黄大夫这个注射法 需要脱裤子 从屁股打针 这种创新理念医学界 前所未见 武兄 你这次是为了天下百姓 而现身啊 这 武剑狂本想一口答应 只是看着那尖锐的针管 不知道 为何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就冒了出来 这时候赵康突然怪叫一声 武兄 你该不会是不敢吧 谁说我不敢 武剑狂当即一哼 脱就脱 深吸一口气 做足了心理建设 武剑狂按照赵康的指示 趴在了石桌上 脱掉了裤子 看着那白花花的大钉 赵康犹豫了一下 黄大夫 还是你来吧 卧槽 我这怎么来 黄大夫傻眼 赵康 哎呀没事 照着这地方戳一针 把青霉素推进去就行了 对了武兄 你要是感觉到 不是头晕想吐的话 就说啊 这要还在研究阶段 这会儿是骑虎难下 武剑狂只能镇定到 赵兄放心 要是有意外 我会用内力逼出来的 不愧是高手 赵康称赞一声 将针筒递给了武剑狂 两人一同来到了武剑狂身后 勾着腰 看着那白花花的大屁股 场面有些怪异 同样深吸了一口气 黄大夫举着针筒 得罪了 随后狠狠一扎 滋拉一声 一道剑红 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惨叫飞出 直接喷了黄大夫一脸 武剑狂一把针筒 捂着屁股就跑了 留下猛逼的两人 看着地上的血迹 赵康声音有些颤抖 老黄 你 你不会是插中他的花心了吧 我 我不知道啊 我闭着眼插的 卧日闭着眼 你还有没有点道德 赵康严厉地谴责了一声 连忙追了出去 武剑狂这小子 可别被老黄插死了 一直到黄昏 赵康才叹了口气 看着趴在床上 泪眼汪汪的武剑狂 沉痛道 武兄你放心 我回去之后 一定好好教训黄大夫 这家伙也太不是人了 怎么能闭着眼差呢 一点职业操守都没有 放心这事儿算工伤 医药费我出了 武剑狂咬着枕头 眼泪哗哗流 好半天才抽气着 我并没有感觉到身体不适 那剩药是不是成功了 赵康震惊了 看着武剑狂 这一刻感觉到 自己真是太渺小了 都这样了 居然还想着黎明苍生 这武剑狂太大意了 所以他认真的 把事实讲了出来 那个 你跑得太快 黄大夫没来得及 把药注射到你体内 要不等再打一针 武剑狂的身体 肉眼可见地颤抖了一下 好半天都没有回应 就在赵康准备放弃的时候 武剑狂才悠悠开口 换个小一点的针管吧 没问题 我回去立马改进 好人啊 赵康激动地走出房间 心里满是敬佩 什么叫挟支大者 为国为民 武剑狂这就是了 这思想觉悟 真贪量得高 前方围着的人影 看到赵康出来 顿时齐刷刷地往后退了一步 赵康皱眉 你们干嘛呢 没 没干什么 是啊 赵兄我们就是好奇武兄的伤势 那个关心一下而已 真是莫名其妙 好好修炼 以后还想不想进武府了 教训了众人 一同赵康哼着小曲走了 他一走 众人便立即围在了一起 看到了吗 多吓人 没想到啊没想到 赵兄居然是这样的人 真的假的 我还是不信 这会儿都不信 你是没见武剑狂回来的时候 捂着屁股一边跑一边哭 还一边流血呢 他可是四品上层的高手 能把他屁股干出血来 也只有赵兄能够做到了吧 曾经险些让赵康派上官红 爆了菊花的龙腾云 脸色有些不自然 难怪 当初他要如此威胁我 原来是他自己看上了我 都是掩人耳目 旁边人一听 这是有故事啊 忙凑过来 还有这事呢 龙腾云沉重地点了点头 将当初自己铁剑门 被赵康覆灭的过程说了出来 但却没有人缅怀曾经的铁剑门 而是都一脸佩服地看着龙腾云 老龙还好你失去投降了 要不然 恐怕你就成第一个被他干的男人了 谁说不是呢 这个混账东西 老夫年纪都这么大了 他居然也看得上 龙腾云催了一口离去了 一人抱着手 这老家伙 怎么脸上还有些娇羞的模样呢 我看着也像 不行我得准备一下 准备啥 把自己洗干净啊 有人吃笑 前边那人顿时晦气地骂了一声 放屁 老子是想弄快铁板塞进裤裆里 那家伙武学太高 口味太重了 他要是用抢我怕事 都反抗不了 就是就是 我也得准备一下 他妈的五件狂难模样 也太惨了点了 我可不想不他后尘 那我也去买一块铁板吧 赵康还不知道 就这么会儿的功夫 他的禽兽行径 已经传开了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 无辅的人都给屁股都弄了块铁板 一望无际的蓝色 极远处 仿佛水天连接在了一起 渔夫打了个哈欠 带上渔网在沙滩上 留下一个又一个脚印 突然间 一模恍人的金色闪过 渔夫揉了揉眼睛 心情顿时激动起来 就见一块礁石边上 有这一抹喜人的金色 一条一条的 该不会是金子吧 当即 渔夫直接甩了渔网冲了过去 凑近之后 渔夫脸上的喜色顿时一将 蹲下身扯了扯 不是金子 怎么像是头发一样 他一动身子 好让自己看得更清楚一些 随后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些丝丝缕缕的金色后面 连着一颗人头 自从五件狂挨了一针之后 也不知道为啥 赵康发现 好像整个吴府的武夫都刻意躲着自己一样 明明前些天 还赵兄赵兄叫得多么亲热 果然身为领导 不管自己多么关怀他人 也很难和下属打成一片 躺在摇椅上 发出些许感慨 赵康起身 打算去找黄大夫 通过这段时间研究 虽然还不能确定 他们弄出来的是不是青霉素 但至少不是要人命东西 刚走出院子 就见孙芳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 见到他瞬间大喜 大帅 咋了 这么着急忙慌的 赵康有些疑惑 因为孙芳这个杀胚 居然有些恐慌的模样 这可有些不多见 想之前 这家伙在战场上 打仗杀敌 跟撒了手的哈士奇一样 那叫一个欢时 赵康都以为这家伙不会害怕呢 孙芳赶忙开口 出大师了大帅 荆州那边传来消息 那边有鬼 放屁 赵康呸了一声 光天化日之下 哪来的鬼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 神鬼这种东西 赵康是从来不幸的 见他不幸 孙芳连忙道 末将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但荆州那边的官员派来的人说得跟真的一样 带我去见来的人 我倒要看看 是个什么鬼 赵康不由得皱眉 虽然不幸 但仔细想了一下 穿越这种离谱的事情 都让自己遇上了 什么鬼啊 妖啊的搞好不还真的有 片刻之后 赵康见到了荆州来的人 是个穿着甲州的士兵 如今九州大致的划分情况 已经张贴出告示 告诉各地百姓 在官员没有上任的期间 都是由孙芳这样的军人接管 见到赵康士兵 显然有些激动 连忙行礼 青龙军骑足张海 见过大帅 青龙军的啊 我在里边也还挂职呢 赵康笑了一声 紧接着问道 到底怎么回事 张海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收敛了 连忙道 大帅 有鬼 啥样的鬼 赵康连忙问道 张海摇摇头 属下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 那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赵康顿时无语 张海赶忙道 是一群老百姓报官说是 发现了鬼 李校尉带兵前往查看 结果碰上了那群鬼 不是一个 还是一群 赵康有些惊讶 这还成群结队的 张海小兵啄米式地点着头 李校尉是这样说的 那群鬼可厉害了 说是什么手样 就能弄出来火 有点意思 赵康摸着下巴 你们和这群鬼交过手了 张海摇了摇头 李校尉他们被吓回来了 没敢去抓那群鬼 不过有很多百姓 都说见到了他们 所以上面的将军们 让属下赶来向您汇报 这群鬼在什么地方 赵康问道 张海 就在荆州的牢山当中出没 赵康立马道 孙芳 带上你的人 咱们去会会这群家伙 孙芳一听 一张黑脸变得惨白 不是 大帅真去啊 心比去哥 赵康回头 咋了 你怕鬼 谁能不怕呀 那可是鬼 孙芳善笑一声 还真没想到 这五大三粗的汉子 居然会怕鬼 赵康笑了一声 怕个球 跟在老子身边 就算这是鬼 也给他弄死 和萧玲珑等人 说了一下事情的缘由 赵康便带着孙芳 和一千百虎军上路 火速赶往荆州 他们一到 当地的驻军赶忙出来迎接 带头的是个脸色苍白的汉子 赵康依稀有些熟悉 带兵打仗这些年 不少军中的将领 都和他有过照面 听张海一说 这才想起来 对方就是那左军李孝卫 李孝卫 你见当他鬼了 赵康下马 李孝卫赶忙点了点头 似还有些心有余悸连忙道 大帅 这群鬼数量不少 恐怕得请个法力高深的师傅 才拿得住他们 还法力高深呢 赵康吃笑一声 你见过这群家伙了 他们长什么样子 李孝卫赶忙道 长得很高大 老吓人了 对对 还有女鬼呢 旁边一名士兵 忍不住插话道 女鬼 长啥样 好不看 孙芳凑了过来 李孝卫几人摇摇头 天太黑了 没怎么看得清 但有一个那脸 长得跟猴子似的 大帅 要不咱们调大炮 来轰了他们算了 这群鬼可厉害了 也不知道 他们怕不怕大炮 听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 赵康翻了个白眼 一个个乱七八糟 说的什么玩意儿 都记住了 这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不做亏心 不怕鬼敲门知道不 现在各军集合去牢山 跟本帅一起把这群 装神弄鬼的玩意儿揪出来 鼓舞了一下人心 赵康独自离开 黄昏斜阳夜晚将近 牢山外围三千人马 集结完毕 赵康大手一挥 带人走进山中 看着赵康怪异的打扮 孙芳好奇道 大帅 你身上挂一圈大算干嘛 赵康咳嗽一声 不知道还要在这牢山待几天呢 这是本帅的下饭菜 李孝卫凑过来 大帅你没带兵器吗 我的刀给你用吧 不用了 我下午做了一把木剑 用它就够了 赵康扬了阳下午 刚削出来的陶木剑 孙芳又好奇 摸着赵康身上的十字架 只觉得赵康有些奇怪 这又是 这是我做的飞镖 这段时间 我都在研究兵器 打开水囊 刚想喝一口 闻到味道 赵康才发现自己拿错了 连忙塞住 李孝卫捂着鼻子 怎么有股尿骚味 此刻的赵康 手持陶木剑 腰弦童子尿黑狗血 脖子上还带着两十字架 外加一圈大蒜 可谓是半点不怕 甚至还有些期待 目光不时环似周围 希望能够发现 那群鬼的身影 夜色逐渐降临 山道很快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士兵们一个个点起了火把 找了两个多小时 一根毛也没有发现 原本还有些害怕的士兵 胆子变大了不少 正当赵康觉得 今晚上不会有收获的时候 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 突然传入他的耳中 赵康的视力 一向不是很好 但他的感知却尤为敏锐 尤其是练武之后 这种感知力更被增强了 此刻他就感觉到 有东西在左边的灌木丛中 并且好似 还在注视着自己这群人 深吸了一口气 赵康不着痕迹地朝着左边移动 要是打草惊蛇 身边的士兵恐怕会被吓到 反而被对方乘乱逃跑 压抑着紧张的心情 赵康悄悄拧开了 装有童子尿的水囊 目光有意无意地 看着旁边的灌木丛 草丛有人绊腰这么高 黑乎乎的显得有些诡异 赵康感觉到 自己距离对方已经很近了 突然间 他猛地将手里的水囊扔了出去 同时打出一道真气 装有童子尿的水囊 瞬间被真气炸碎 里边的童子尿 仿佛下雨一样洒落 一道趴在灌木丛中的身影 立马起身向后逃跑 赵康一愣 没想到这鬼居然连童子尿都不怕 他立即撤下手上一团大蒜甩了出去 大蒜头打在对方背上 这一击赵康用了五成力 直接将这道人影打得向前一扑 响起一声哀悠的惨叫声 周围的孙方李孝卫等人 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举着火把看过来 听到惨叫声 赵康就知道 这道身影不是什么鬼 而是人 这下子他就更加不怕了 直接纵身一跃 哪里跑 一身真气在这一刻如莲花绽放 爆发出恐怖的破坏力 对方身边几棵大树 直接被炸断 周边三米的草丛 全部被摧平 看到这么可怕的一幕 对方直接被吓猛逼了 瞪着眼睛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赵康 然而去发现 冲到跟前的赵康也呆了 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前这道人影 孙方等人反应过来 虽然害怕 还是举着火把冲了过来 火光映照下 终于显露出了 这道人影的形貌 一头金色的长发 白皙绒帽 有着一双湛蓝色的眼眸 惊慌失措地 看着周围的一切 仿佛第一次见到生人的精灵 简陋的一惊下 是一对藏不住的伟岸的山巒 看得赵康最为震惊 李孝伟激动地叫起来 就是这个女鬼 夏昆巴说什么呢 这是人 赵康反应过来呵斥了一声 这哪是什么女鬼 分明是人 还特么是个歪果人 妈的 原来这个世界 真的有大洋马 而且 也太夸张了 果然是种族优势啊 赵康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 看着惊慌失措的女子 连忙开口 好啊哟 却见女子脸上 非但没有闪过惊喜之色 反而有些迷茫 赵康一愣 不应该啊 难不成不是美国人 或者英国人 可自己 也不会其他外语啊 就英语也就会两句 孙芳等人 好奇地凑上前来 大帅这家伙是人 不怎么像啊 你瞧着蓝眼睛金头发的 怎么看也不是人啊 就在这时候 女子开口了 让赵康震惊了 你才不是人啊 我操 你居然会说汉语 你不是应该说英语的吗 赵康惊讶万分 女子迷惑道 什么英语 不是 你一直都这么说话的 赵康问道 女子的眼神仿佛看白痴一般 人不都是这样说话的 赵康沉默下来 看来是有股神秘力量 让这个世界的所有人 说的都是汉语 确定对方 是人还是个歪果人 赵康便扔掉了身上 挂着大蒜桃木剑啥的 然后有兴趣地看着 还有些惊慌失措的女子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来的 女子犹豫了一下 这才怯生生地开口 我叫伊丽莎白 女王啊 赵康笑着吐槽一声 伊丽莎白顿时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 你怎么知道的 不是吧 你真是女王 赵康错愕道 对方没在开口 眼神变得警惕起来 小心地看着 他和周围的士兵 赵康想了一下 开口道 你放心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们可以帮你 你不是还有同伴吗 听见同伴两个字 赵康发现着 伊丽莎白的眼中 出现了一抹担忧之色 顿了顿才开口道 你能给我找医生吗 当然可以 你同伴生病吗 赵康赶忙问道 伊丽莎白点点头 走走走 快带我们去 别担心 我们都是好人 紧紧衣服 伊丽莎白这才带路 这一直盯着自己胸口看的人 会是好人 心比去隔 他实在是很难相信 但为了救同伴 也只能是一世了 约某半小时左右 赵康一行人 来到了一个山洞 见到了伊丽莎白的同伴 看着十几双饿的 多块冒绿光的蓝眼睛 赵康总算知道 为啥这群家伙 会被当成鬼了 这一个个劈头散发 一不必体 饿得就剩皮包骨了 能不被当成鬼才怪了 拿点吃的来 瞧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饿成什么模样了 赵康招呼了一声 李孝伟立马安排士兵 拿出随身携带的行军粮 十几个鬼佬 立刻激动的热泪盈眶 几乎是抢一样狼吞虎咽 有几个都噎着了 孙方凑过来小声道 不是 大帅这些家伙 真是人啊 废话 你看过鬼吃东西的 赵康吃笑一声 孙方挠挠头 这不 我也没见鬼啊 那你之前怕成那个德行 我跟你说啊 这群家伙是歪国人 和咱们一样都是人 指不定是从哪里流来的 他们这边交谈着 另外一边 伊丽莎白蹲在一名中年男子身边 男子显得有些消瘦 语气中也满是虚弱女王陛下他们事 伊丽莎白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我出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的 他们应该是这个国家的军人 那就好 伊丽莎白忍不住问男子 派克 这里是不是古文献中说的古国 男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个我也不知道 风浪将我们不知道推到了哪个方向 不过不管这里是不是古文献中说的古国 但看起来 他们这些人好像不是坏人 或许我们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伊丽莎白心中不由地叹了口气 目光看向了一旁 正在和孙芳窃窃私语的赵康 看一群饿的古兽如柴的老外 狼吞虎咽 这情况不由地让赵康想起了 当初刚穿越过来 在原江县的日子 不免得也有些共情 走到伊丽莎白身边 将自己带的肉干递了过去 你好像还没吃吧 诺吃点吧 伊丽莎白愣了一下 刚才她到手的食物都给了派克 这会儿肚子不争气地叫了两声 脸顿时就红了 谢 谢谢你 结果赵康的食物 连忙小口地吃了起来 望着不时用余光打量自己的两人 赵康也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你们究竟是怎么到这来的 文言 派克强撑着身子起身 恭敬道 这位大人 我们是受到风浪袭击 这才来到此地的 听着对方的讲述 赵康明白过来 有些好笑 原来这群家伙是乘船打算 前往什么古文县中的国度 结果遇上了暴风雨 把船给打烂了 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飘到了什么地方 一群人飘到海滩上后 遇到几名渔夫 结果就被荡成了鬼追打 然后一路东躲西 葬 最后跑进了牢山之中 十多天的颠沛流离 让这群家伙 可谓是受尽了苦难 又不敢去讨要食物 生怕被揍 只能趁着夜晚 偷偷摸摸地 去周边的村子 偷些鸡鸭和蔬菜 一旁早就跟过来的李孝卫 忍不住开口 你们要不是鬼 怎么会能凭空弄出火来 派克苦笑一声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瓶子 是白灵的作用 赵康泽了一声 注意力落在派克身上 居然都能搞白灵了 看来自己有必要查探一下 这些外国佬的国家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于是他收敛了笑容 轻声道 派克先生 还有这位伊丽莎白女王 你们这些人 应该不是因为海上旅行 才误打误撞 来到我们的国家吧 两人瞬间精神紧绷起来 派克赶忙道 这位大人 我们的确是出海航行 寻找那个国度 才误入贵国的 赵康翻了个白眼 行了 你们就少骗人了 要真是出海航行 干嘛连国家的女王都带上了 那样 你们的国家领导人 岂不是都没了 周边的老外都是一惊 伊丽莎白默默放下了手中的食物 赵康又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 你们应该是逃难来的吧 派克顿时紧张起来 连忙起身 将伊丽莎白护在了身后 眼中满是祈求 这位大人 求您仁慈 放过我们和女王 赵康顿时冷哼一声 你们这些人 突然来到我们的国家 不管你们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 我都要查清楚 不然 你们要是危害我们的国家 那怎么办 不会的 大人 我们绝不会危害你们的国家的 我们都是好人 一名老外哀求地说道 赵康却不为所动 好人不好人 不是靠嘴说的 老实交代 你们究竟是从什么国家来的 没有人敢说话 赵康喝道 看来你们 是不打算说了 那就别怪本大人 把你们抓起来了 慢着 一直被派克护在身后的伊丽莎白 这时候开口 赵康轻笑道 女王陛下 有什么想说的 伊丽莎白走了出来 看着赵康沉默了片刻之后 才开口道 这位大人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请说 赵康点头 结果 就听到伊丽莎白小心翼翼道 您信上帝吗 瓦特 赵康有些猛逼 更是惊奇道 你们也信上帝 看来这个世界的老外 和前世的外国人 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的 却不曾想 周围的老外一听到他的话 顿时变得恐慌起来 伊丽莎白更是向后退了一步 欺然道 原来这个国家的人也信上帝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等等 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围的老外 神情突然变化了 一个个眼神坚定 并且都摆起了防御的姿势 让赵康有些摸不着头脑 孙芳和李孝却看出了 这是要干架 当即纷纷抽出了战刀 伊丽莎白冷声开口 美目看着赵康 既然你是上帝的信众 那咱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们是绝不会屈服的 喂喂喂 你究竟在说啥 上帝不是你们信的吗 赵康猛逼了 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就见周围的老外愤怒了 义人甚至破口大骂 你才信上帝 你全家都信上帝 就是 你这个上帝的走狗 和他们拼了 卧日 赵康仿佛见鬼了一般 看着一众歪果人 还真是新鲜了 一军老外 居然对上帝如此深恶痛绝 难不成你们信撒旦呢 赵康疑惑道 你才信撒旦 你们全家都信撒旦 老外气愤了 派克拿着白鳞瓶子 这好像是他们唯一的武器了 他满脸悲怆 正义是杀不完的 真理永远存在 上帝的走狗 我和你们拼了 他慷慨地冲向了赵康 眼神无比地坚定 要为心中的真理拨命 赵康也不由地动容 随后扬起了巴掌 啪一声 派克跪了 捂着脸 眼泪都流了下去 跟我动手 你有这个实力吗 赵康不懈地笑了一声 紧接着 一脚踩碎了身边的石块 看到这一幕 一众老外眼皮狂跳 纷纷告诫自己 不要冲动 伊丽莎白更是想起了 之前被赵康抓住的一幕 那种可怕的破坏力 这会儿萦绕在他心间 吓得整个人都颤抖起来 都老实点 瞧你们一个个皮包骨的样子 还学人打架 噓 指了指派克 赵康 你刚才说什么上帝 真理啥的 究竟啥意思 上帝的走狗 我是不会向你屈服的 派克冷哼一声 赵康扬起了巴掌 派克捂住另外一边脸颊 眼眶都红了 老实交代问题 上帝的 看见赵康又扬起了巴掌 派克连忙改口 大人别打了我说 这不就结了吗 赵康翻了个白眼 随后 听着派克讲述 他的眼睛都亮了起来 甚至到最后 都有些激动了 自己今天 这是捡到宝了 按照派克的讲述 伊丽莎白这群老外 来自一个叫做 克鲁王国的国家 原本这个国家 及其下属的各个公国 都信仰上帝 但是大约在百年前 出现了一批反对 上帝信仰的人 他们宣称 这个世界没有上帝 火种不是神赐予的 通过白灵 或者钻木取火的方式 都能得到火种 总而言之 他们是一群 宣扬新兴理念的人 但这样的人 在信仰上的克鲁王国中 无疑是恶魔一样的存在 于是 各大公国的人 都在追杀他们 为此这些人 总是东躲西 仓 尽管如此 也依旧在宣扬自己的理念 更厉害的是 连这一代的女王 伊丽莎白 也觉得他们是对的 有了女王的支持 派克他们 自以为找到了出路 于是派克他们 当中的一名杰出人 才站出来 主动暴露行踪 然后 发表了 金氏骇俗的宣言 说什么 人们都是 生活在一个球体上的 这个球体 围绕着太阳旋转 太阳才是宇宙的中心之类的 然后这位真理战士 就被绑在柱子上烧死了 也因为他引发了 克鲁王国 大规模地 收缴他们这群 不信上帝的恶魔 结果就是 藏在王宫里的派克等人被发现 伊丽莎白 也不信上帝的事情 暴露出来 这下子热闹了 克鲁王国底下的几大公国 趁机造反 直接把伊丽莎白 赶下了台 好在伊丽莎白 他们也有所准备 历经艰险才逃了出来 坐船去往海外避难 但是却遇到了风浪 给打到钱国来了 赵康听着 也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看着派克伊丽莎白等 一众老外 心里那叫一个吃惊 同时激动万分 自己这次 是真的捡到宝贝了 他下意识追问 这么说 你们都不信上帝 伊丽莎白激动地大喊 要是真有上帝 世间怎么还会有人遭受苦难 怎么会有人吃不饱 穿不上衣服 上帝是不存在的 大吼出心中所想之后 伊丽莎白就一脸 誓死如归地看着赵康 这个上帝走狗很强大 不是他们能够对付得了的 自己这样说 接下来应该是活不成了 却没想到 赵康突然鼓起了掌 说得好 你们说得对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上帝的 一众老外猛逼了 呆呆地看着赵康 不对劲啊 这走狗 怎么在为咱们叫好 他不应该很愤怒吗 你 难道不信上帝 伊丽莎白反应过来 少女的心有些激动和迫切 赵康正色道 当然 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 什么上帝如来啥的 我才不信 我信科学 派克等人一惊 忍不住看着面前这个家伙 什么是科学 赵康冷哼道 就像你们说的 人是生活在一个球体上 并且围绕着太阳转动 这就是科学 白灵能够燃烧产生火焰 这也是科学 你们追求的所谓的心理念 其实就是科学 所有老外都激动了 一个个狂热地看着赵康 这番话 就像是给他们打开了一段关闭的大门 一人冲了过来 抓着赵康的衣袖 这么说 我研究出来的水蒸气转化动能 也是科学 赵康心里一惊 原来瓦特在这 他连忙拉住对方的手 郑重道 没错 这叫物理科学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克劳德 老外激动道 赵康 这个名字不适合你 以后改名叫瓦特吧 好 大人我正在研究这种东西 能够爆炸 这也是科学吗 一名老外也冲了过来 激动地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瓶子 宝贝地倒出来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孙芳大惊 这不是火药吗 火药 老外猛逼 赵康转过头来 深情地看着他 这个东西叫做黑火药 我们之前已经研究出来了 还做成了武器 这也是科学 你叫什么名字 大人我叫诺提 赵康 这个名字不适合你 你改名叫诺贝尔吧 老外有些迷茫 大人这有什么寓意吗 赵康 这是大人 我对你的期望呀 诺贝尔 说着 赵康大手一挥 诸位 不要再去找什么古文献中的国度了 我们前国 才是你们能够一展本领的地方 在这里没有神佛 没有上帝 我们只追求科学的进步 瓦特 你不是喜欢研究蒸汽吗 我先聘请你 担任我蒸汽机研究所的特别顾问 还有你诺贝尔 你这火药 我们早早就弄出来了 而且还在不断改进火药制作出来的武器 想要见识一下 它们强大的威力吗 现在只要你们愿意加入我们 就能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 你们都有各自的才能 回到那什么狗屁 克鲁王国 只会被那群傻X当成恶魔 赵康拍着胸脯 而我能够 则会支持你们 对于科学的研究 并且会保护你们 要是克鲁王国的人追杀到这来 我将守护你们 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 让我们一起研究伟大的科学吧 一群老外激动地看着赵康 派克欣喜若狂 大人 你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从不骗人 目光看向伊丽莎白 赵康露出和善的笑容 女王陛下 我现在以前国赵王的身份 正式向您许诺 我们大前国将会为您提供庇护 保护您的人身安全 甚至等到时机成熟 我们前国可以帮您重新夺回王位 您意下如何 伊丽莎白心小鹿乱撞 您说的是真的 您能庇护我们 保护我们的安全 当然了 不信你 问问他们这群家伙 我在大前国 说话有多管用 伊丽莎白犹豫了一下 小心翼翼道 可是我们克鲁王国人很多的 有好几万士兵 他们要是打过来 你就这些人 听到这话 孙芳一群人都笑了 赵康不屑道 几万 不好意思女王陛下 我这辈子打过的仗 敌人的数量 就没有少于五十万的 几万人 给我塞牙缝都不够 一群老外直接给跪了 要不要这么夸张 整个克鲁王国 加上麾下的各大公国 也就才二十多万人啊 孙芳 去牵马 怎能让我们尊贵的女王陛下 还有各个高级顾问走路 遵命 大帅稍等马匹马上就到 不一会儿的功夫 劳山脚下 就牵来十几匹战马 伊丽莎白众人 都有些恍如隔世 前段时间还东躲西 藏 这会儿居然就受到了极大的礼遇 这种从地狱一下子到天堂的感觉 让他们感觉有些不真实 赵康和孙芳 骑马走在前边 孙芳小声道 大帅 您要带他们回扬州城 废话 这些家伙可都是宝贝啊 咱们前国将来能不能更加强大 说不定就得靠他们了 孙芳诧异 这群跟鬼一样的家伙 有这么厉害呢 这些东西你不懂 就说我刚改名的 那叫诺贝尔的家伙 说不定他能研究出新的炸药和火器 这么说 你知道有多厉害了吧 孙芳惊叹 那还真是有些了不起 那大帅 我先赶回去通知众人 以免以后生出什么时段 你瞧那个什么伊丽莎白女王的 长得怪好看的 以免有人见色起义 赵康吃笑 不用这么麻烦 老外就能搞特权了 不可能 到了地儿 就给他们全关研究所去 能惹出什么时段 这个伊丽莎白我亲自看管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群家伙对这女王还是很忠心的 把这女羊鬼子伺候好了 让他乐不思扬 忘掉什么狗屁克鲁王国就行了 孙芳佩服的五体投地 还得是你呀大帅 别给我下坤巴乱说啊 赵康警告一番 离开牢山范围 赵康让李孝卫弄了几丁马车 装着派克这群外国佬 随后写了一封书信 让人快速带回扬州城 然后押送 不对势护送伊丽莎白等人 前往扬州城 车帘子被打开 宝石一般的蓝色眼眸 看着一旁的赵康 伊丽莎白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那个赵王陛下 赵康咳嗽起来 连忙道 女王陛下 在我们前国我只是赵王 不是国王 是不能称呼陛下的 你要不就叫我赵康好了 这样有些不尊敬名 伊丽莎白连忙道 赵康笑道 有什么不尊重的 咱们不应该是朋友吗 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 要搞定一个女人 就先跟她做朋友 赵康对此深以为然 伊丽莎白眨了眨眼睛 这样吗 那你也不用叫我 什么女王陛下了 我们都称呼彼此的 名字怎么样 这样当然好 赵康笑着 看出对方有事情 便主动道 你是有什么问题吗 伊丽莎白连忙点头 我是想问你 你是怎么做到 踩碎石头 还有把树破坏的 就算是克鲁王国 最强大的战士 我觉得 也不是你的对手 赵康听他这么说 也没有掩饰 满足了对方的好奇心 是武学和伊丽莎白 解释了一下武学和真气的事情 惊讶的这二十出头的姑娘 何不拢嘴 人体居然还有这种神奇的力量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旁边马车也掀开了车帘 是听了一路 终于忍不住的派克 这回不可思议 看着赵康手上的真气 人体果然是巨大的宝藏 那个赵先生 你能教我怎么修炼真气吗 派克 你想研究真气 赵康反问 派克点了点头 赵康笑道 你年龄太大了 应该是修炼不出来的 不过 我有很多属下都修炼真气 你想研究多少都可以 这真是太好了 多谢你赵先生 虽然听说自己不能修炼 有些失落 但一听说 将来有很多修炼出真气的人 可以研究 派克又变得激动起来 伊丽莎白这时候又发问 赵康 我们究竟是要去哪里 赵康 去我的城 那里叫做扬州城 我会把你们安顿在那 好好研究科学 不会有人打扰和伤害你们的 听他这么一说 伊丽莎白最后一点担忧也消退 这一路走来 他对赵康的感官有了很大的改变 至少这个见面就盯着他凶看的男人 这些天晚上都没有闯入他的房间 让他感觉到了些许的安全 时间就在赶路中消逝 一行人终于抵达扬州城 赵康翻身下马 敲了敲马车 伊丽莎白到了 听闻 伊丽莎白赶忙探头出来 看着前方高大的城池 有些心惊 怎么比他之前的王公还要雄伟 其余人也在赵康的要求下 走出马车 看着一个个忐忑不安的老外 赵康笑道 诸位请跟我入城 一进城门 伊丽莎白等人就看到两侧站着许多人 一个个脸上满是笑容地看着他们 随后这些人异口同声地叫道 欢迎克鲁王国使团入驻扬州城 这欢迎仪式直接给老外们整机动了 尤其是派克他们 当初在克鲁王国 他们都跟鹰沟里的老鼠一样朵朵藏藏 哪里被人如此迎接过 这会儿都兴奋地想要落泪 伊丽莎白目光注意到 一名长得好似天使的女子面带微笑地走了过来 正惊其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貌女人之际 对方笑着开口 这位一定就是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吧 您 您好 您长得真美 伊丽莎白赶忙打招呼 萧玲珑文言大放一笑 女王陛下也很美丽啊 您好 我是赵康的妻子 同时也是乾国的神皇公主 我代表皇帝陛下 欢迎女王陛下的到来 这是我国陛下 托我送给您的礼物 赵康尴尬地将头 别到一边去暗骂一声 这个萧玄策 这群家伙 可千万别见过玻璃啊 看着萧玲珑打开的木盒子 伊丽莎白不由得眼前一亮 好漂亮的宝石 听到这话 赵康松了口气 多谢贵国皇帝陛下 伊丽莎白弯腰行了一礼 这才接过萧玲珑手中的玻璃 随后有些汉言道 抱歉公主 我没有准备好礼物 萧玲珑温和地笑着 女王陛下不必 你们都是我们前国的尊贵的客人 希望诸位今后在扬州城生活地开心 他的话 让一众老外感动得热泪盈眶 终于有人把咱们当人看了 不用再过东躲西 藏的日子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感激地看着赵康 心中暗下决定 将来一定好好报答这个人 赵康也很感动 心中开始思考着 要如何压榨这群老外 一番热烈欢迎 让伊丽莎白派克等一群老外 体会到了被尊重的感觉 老外天性终归是比较开放的 这会儿 什么瓦特贝尔的 已经开始在挥手和老百姓们打招呼 对着姑娘们眨眼 只不过都得到了一些嫌弃的眼神 这让赵康看着很是欣慰 咱大前的国女可不重扬妹外 一路来到了赵康安排好的酒楼 李狗蛋等人早就准备好出来迎接 目光不时看着老爷信中 说给他们找的顾问 让酒楼老板准备上菜 众人分成两座落座 赵康起身开口给老外们介绍 伊丽莎白 这孙芳将军 你们都知道了 他如今主要负责城内的安全 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不在的时候 可以找他 另外诺贝尔 这位是李狗蛋 我们大前国研究火药的第一人 以后你们就是同事了 狗蛋 这诺贝尔可不得了 自己弄出了火药 你以后要和他多学习啊 诺贝尔一听研究火药的第一人 那就专家了呀 不敢大意连忙起身鞠躬 狗蛋大人您好 我是诺贝尔 李狗蛋也很震惊了 居然是和老爷一样 自己鼓刀出火药的厉害角色 连忙谦虚道 你好你好 以后我要和你多多学习 赵康依次介绍众人 二牛狗蛋 他们都看过赵康送回来的信件 明白这些都是老爷看中的人才 自然不会有什么轻视高傲 一圈下来 相处的都很是融洽 没有语言障碍 交流起来更是方便 这就一会儿的功夫 零二牛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 带着派客回去给他看显微镜和毒药了 韭菜上桌之后 更是让一路风餐露宿的老外们 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因为赵康急着赶路 所以一路上他们吃的都是干粮 虽然味道不差 但吃了这么久 生理上总会抗拒 接封宴过后 零二牛等人已经带着各自的高级顾问 去了各自的研究所 赵康和萧玲龙 则领着伊丽莎白来到一处大宅院 萧玲龙笑道 女王陛下 对面便是我和赵康现在居住的地方 这些人都是给你安排的下人 还有什么需要你只管通知我 这实在是太好了公主大人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伊丽莎白十分满足面前的宅院 虽然比起她之前住的王宫来说 不那么奢华 但逃难一路 到这会儿有个落脚地 她已经觉得足够了 一起参观了住所之后 交代好下人一切 伊丽莎白这时候开口问道 那个赵康 还有公主大人 怎么了 赵康笑问道 那个我能到处看看吗 伊丽莎白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萧玲龙一笑 当然可以 这会儿 对面宅子走出一道歉影 伊丽莎白看着身材高挑的绝美女子 走进一时间不由地有些惊叹 叶洪雪美目之中也满是好奇 这就是那伊丽莎白女王 你好 请问您是 伊丽莎白好奇道 我叫叶洪雪 是赵康的妻子 女王陛下你好 伊丽莎白猛逼了 呆呆地看着赵康 你有两个妻子 可嗨嗨 萧玲龙呵呵一笑 女王陛下说错了 两个妻子怎么够 我们赵王大人 有五个妻子呢 厉害吧 这真是太厉害了 赵康赶忙道 这个不重要 伊丽莎白你以后会一一见到的 你想出去逛逛是吧 洪雪玲龙 你们两个陪一下 我去看看其他人 话还没说完 赵康人就到了十米开外 伊丽莎白整个人都懵圈了 她怎么了 紧急避险而已 没事 走女王陛下 我们俩陪你转转 一路跑到了火器研究所 赵康才是松了口气 刚想抬脚进门 就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 就看到一间屋子的房顶 飞了出去 把赵康都吓了一跳 连忙飞身冲了进去 随后就见满地狼藉 李狗蛋和诺贝尔 以及一帮子 曾经火炮军的精英灰头土脸 靠在一起 这是咋了 赵康傻眼 李狗蛋咳出一股黑烟 紧接着直接兴奋地冲了过来 老爷 这诺贝尔是个天才啊 你从哪捡来的 这家伙 简直太了不起了 一旁脸都黑了的诺贝尔 傻笑着露出一口白牙 谦虚道 没有没有 狗蛋大人 我只是提出了一点意见而已 咋了 赵康赶忙追问 李狗蛋兴奋道 这个家伙说什么 觉得粉末状的火药 使用起来不怎么方便 不如弄成颗粒状的 还有加入 什么什么钾来着 绿酸钾 诺贝尔赶忙道 李狗蛋 反正跟盐一样 碰一下就给这间屋子炸了 威力探娘的 那脚一个大 赵康沉默了 扭头看着被炸的灰头土领 还一脸兴奋的众人 以及诺贝尔眼中 那熊熊燃烧的小火焰 这家伙 也是个炸药疯子 那个 我看火器研究所 还是搬到城外去吧 沉默了一下之后 赵康才开口 这群家伙凑到一块 别哪天炸死老百姓 可就好玩了 搬城外去 诺贝尔有些慌张 赵康大人 是我做的不对吗 没有 干得很漂亮 外锐古德 看着赵康对自己 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诺贝尔放心下来 同时还有些激动兴奋 同胞们都害怕 自己弄出来的那什么火药 没想到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人喜欢 自己终于找到组织了 交代了狗蛋注意安全 赵康来到了医药所 结果 一进去 就见一大帮子人围成了一圈 林二牛和派克两人 都倒在了地上抽搐着 一人蹊跷流血 一人口吐白目 看那样子 离死已经不远了 黄大夫和另外一个老外 在对两人进行全力抢救 顿时给赵康吓坏了 我草这是干嘛呢 一人扭头过来 抱着手笑道 没啥老爷 你说的这群老外 听说二牛的毒烟弄死了不少人 有些不服气 二牛做的毒药 拿出了一瓶子粉末说 那才是最厉害的 二牛也不服气 两人就杠上了 然后吃了对方的毒药 这会儿都倒下了 我靠 那还不赶紧救人啊 卧日 赵康震惊了 看着蹊跷流血的派克 和兔墨子翻白眼的二牛 一时间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旁人挠挠头 他们敢吃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紧接着就听黄大夫吼一声 都他妈别看着了 两人快不行了 我草 一群人都吓坏了 纷纷冲了上去 好一通抢救 才将两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二牛气息萎靡地坐在地上喘着气 这个鬼老还真有些本事 差点给我送走了 一旁还在吐血的派克抬头来 艰难道 你那是什么物质 好厉害 看着两人交流 各自毒药吃下去之后 多久能毒死人 怎么做的 赵康光是听着 都有些心惊肉跳 黄大夫走到刚才和他一起 救人的老外旁 你是叫达克是吧 你好黄医生 老外赶忙打招呼 黄大夫 你刚才为啥一直按二牛 这王八蛋的胸膛 达克挠了挠头 我是在给二牛大人做心肺复苏 有点意思 心肺复苏 我最近弄了新的青霉素 还学习了注射方法 有没有兴趣看看 达克 当然了黄医生 您刚才就职派克大人的办法 我很感兴趣 您可以教教我吗 当然没问题 走我带你去找五府的人 那些五夫耐操 炮都轰不死 怎么玩都没事 两人勾肩搭背地离开 赵康很是欣慰 同时给五夫们祷告了一下 在蒸汽研究所外边 看着瓦特正在搭建心目中的模型 带着人研究蒸汽动能 赵康点了点头 就目前来看 老外们和原江县的人 融入得都很快啊 那他也就可以放心了 傍晚 派克一群老外凑在一块吃饭 纷纷说着各自今天的见闻 狗蛋大人实在是个天才 他正在研究的东西 我可以肯定会对将来世界战争 起到极大的作用 他要弄出来 别说十个克鲁王国 一百个也不会是对手 而且还很欣赏我的发明和思想 诺贝尔抓着猪头肉 一边啃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瓦特赞同地点了点头 撕扯着手上的羊排 蒸汽研究所的人 也很听从我的安排 并且很多想法和我一样 我相信 要不了多久我就能研究出来 赵康大人说的蒸汽机 黄大夫的蒸酒技术 简直是神技 注射法 是天才才能想到的办法 能够最有效地 让人体吸收药物 林儿牛将来一定会是 化学里程碑式的人物 并且对生物研究 也堪称天才 是神给人间最好礼物 如果有上帝 那他就是林儿牛 泰克擦了擦嘴角 依旧保持着优雅 毫不吝啬地对林儿牛的赞扬 随后感慨一声 这里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啊 一众老外纷纷点头 没错 我决定 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能够每天享受美食 还能研究科学 这里就是我的归宿 什么狗屁克鲁王国 让他见鬼去吧 就是 就是 泰克点着头 看来你们和我想的都一样 这里才是 我们能够发光发热的地方 我要将我毕生所学所想 都在这里实现出来 只有这里才是 容得下我们的地方 众人一阵激动 过了一会儿 达克小声道 女王陛下怎么办 我们不帮他复国了 一名叫做马克的老外挠了挠头 来的路上 赵康大人和我说了什么社会主义 说什么 王权是邪恶的压迫民众的 是万恶的资本 应该人人平等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同志 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决定成为一名社会主义战士 哦 老天 社会主义 人人平等 这简直是真理 什么狗屁王权 让他见鬼去吧 今后 我也是社会主义战士 马克激动起来 看着身边的人 和这些人不一样 他是搞思想的 在科学方面 没有什么建树 但这会儿 看到同胞们都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 他感觉到极大的认同 自己一定要好好和赵康大人 学习社会主义 他直接举起了酒杯 同志们一起加入社会主义吧 让我们干犯万恶的资本 众人慷慨地一饮而尽 随后有人想到什么猛逼道 可是 赵康大人的钱国 好像也有皇帝啊 马克想了想 坚定道 就连赵康大人 都愿意做这个皇帝的属下 那么这个皇帝 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的皇帝 也是我们的同志 没错 一定是这样的 而在另外一处 赵康和原江县的一众精英技术人才 也凑在一块 二牛呼气 老爷你口中的 这群养鬼子很厉害 不是简单就能忽悠住的 是啊 尤其是那个诺比尔 他居然还有好几种炸药配比的方案 那个达克也是 居然说 可以给人换心脏啥的 那个派克 甚至有了培养细菌方案 这群家伙不得了啊 赵康皱眉 你们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这就没信心了 被打击到了 再怎么屌 那也就是一群老外 这是咱们的地盘 怎么能够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众人善笑一声 都有些不好意思 讲真的 他们是 有些被打击到了 因为他们现在弄的事情 研究的方向 都是赵康给的思路 然后自己弄 但那群养鬼子 连思路都是 自己开创想的 以至于他们都有些觉得 这群老外 是和自家老爷 一样厉害的人物 可不就有些自卑了 赵康哼道 老子把他们弄来 那是给你们当下属使唤的 这群家伙是厉害 但你们 就不如人了 想想看 他们被人撵得 跟丧家犬一样到处跑 你们可从来都是撵别人的 就这一点 你们就比他们强 知识不如人 那没事 咱们可以学 让他们过来 就是要你们好好跟他们学习 就算是学 那咱们也是老大 他火药弄得厉害又咋样 狗蛋 你都能弄出来大泡泡蛋 这不就比他厉害 二牛你都搞出显微镜了 没这显微镜 他眼珠子挖出来 都看不到细菌 所以 他娘得一个个给老子打起精神来 平日好日子过多了 给你们上点强度就不行了 对得起老爷给你们的期望 一众人被赵康说的头都抬不起来 林二牛猛地抬起头 老爷你说得对 你放心 我非给那养鬼子放番不可 赵康吓了一跳 二牛冷静啊 我可不是让你杀人啊 科学交流 科学交流 一众人都笑起来 赵康也乐了 这就对了吗 人给你们找来了 人家有技术 你们也不差 所以啊 就给老子折腾去吧 别弄死人就行了 天塌了 都有老子 给你们撑腰 老爷万岁 低调低调 给下属们打了一通鸡血 吃过饭之后 赵康这才溜达 回了自己家 一进门 就见换了一身衣服的伊丽莎白 正在和自己的女人们聊天 别说钱国的衣服穿在这妞身上 还挺有味道 见她来了 众女都起身 曹白路上前来挽住她的手臂 聊什么呢 赵康笑道 和伊丽莎白聊了一下她的国家 宋清言笑着回应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伊丽莎白也问了你的一些事情 伊丽莎白显然心情很好 看着赵康惊叹道 赵康你真是太厉害了 有这么多漂亮女孩喜欢你 而且 你在大全国身份居然如此高贵 之前是我不太礼貌了 低调低调 咱们是朋友吗 没啥礼貌不礼貌的 都吃饭了吗 叶洪雪翻了个白眼 早吃过了 原本还打算等你回来的 见你半天没有消息 我们就自己吃了 我和二牛他们吃了个饭 目光转到伊丽莎白 赵康道 伊丽莎白 以后你就安心在这住下来 平日没什么事 可以来找玲珑他们玩 我知道 谢谢你了赵康 那你们聊吧 宋姐 这段时间 商场的事情怎么样了 我带你去看看 两人来到西城 看着正在施工的商场基地 赵康跟着宋青年绕了一圈 估计要完全弄好 得有个一两年的时间 宋青年道 赵康点了点头 就算现代要盖个商场 那也要不少时间 这种事情急不来的 只能让 宋青年一笑 也都在见着 我抽空去看了看 洪雪弄得都很好 大大小小的事情 处理得极有章法 看得出来他这段时间很充实 赵康沉默 宋青年却继续道 对什么事情都很上心 仿佛不会累一般 不愧是西年锦国的女子武神 赵康哭笑不得 这么点我 你俩穿一条裤子去了 我瞅瞅 想看不会自己动手脱 宋青年翻了个白眼 赵康便败了 随后摇头无奈笑笑 他一直这样 一身武学给了我之后 便总觉得 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做了 宋青年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他和寻常女子不一样的 不会觉得在家里享福就足够 是个闲不住的人 能够帮到你 反而会最开心 那就劳烦姐姐 你平时多待待他了 这还用得着你说 天色渐晚 返回宅院 赵康神威大展 来了一次以一敌三 让三女幽怨的神情 消失得无影无踪 青丝父辈 叶红雪撑着下巴 笑盈盈道 那位女王陛下 你要怎么安排 就一直放在那宅子中 赵康疑惑 不然呢 萧玲珑翻过身来 指头绕着圈圈 赵王爷应该没有动心吧 嗨嗨 你们想哪去了 是个女人我就要 真龌龊 女孩子家家的 思想这么邪恶 切 叶红雪哼道 那行 我就看着你 啥时候给人送回去 这是肯定的嘛 留着他不过是 为了稳住他那群下属而已 赵康赶忙陪笑 再说了 我和他都种族不同 放心放心哈 来再让我好好疼疼你们 萧玲珑拍了拍被子 老五你偷吃 也该有个度吧 该换人了 一直缩在被子里的曹白露 这才探出头来 你们继续拷打他 我看他挺不老实 不用管我的 让你们休息会 都牛逼起来了是吧 想要挑战我的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老外抵达扬州城的第十天 一个个适应的都很快 完全不存在什么水土不服的情况 赵康赵就来到研究所人员的专用酒楼来慰问 这会儿两拨人都没有分开吃饭了 一直凑在一块 不过今天有些奇怪 赵康来了 就看到老外们都有些无精打采的 这事咋了 怎么一个个的都心事重重的模样 赵康坐下掏出烟草 开始卷纸烟 那烟袋 他实在有些抽不惯 这卷烟还是派克提起 他才想到的 派克接过赵康递过来的卷烟 用火折子点上 指了指达克道 赵康大人是这样的 达克你咋了 受委屈了 有啥事说 赵康疑惑道 达克叹了口气 赵康大人 我被讨厌了 赵康乐了 谁讨厌你了 黄大夫 一旁黄大夫连忙解释 这可不是我呀 我讨厌他干嘛 赶来蹭饭的吊哥吃笑一声 老爷是达克这小子 今天早上去逛街的时候 看上了一个姑娘 结果让人姑娘骂了一顿 还有这事呢 赵康瞪大了眼睛 这时候 派克叼着烟卷 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那个赵康大人 城里的姑娘 好像不怎么喜欢我们 那个我们毕竟是男人 那个你懂的吧 赵康迷糊 你只说 遮遮掩掩的 我怎么都听不懂 这时候 身后传来呼唤 赵康回头看是叶洪雪 便笑着招了招手 女子提着水果篮子 笑道 我一想这会儿吃饭 你们估计都在这 诺那个派克 这些给你们买的水果 都拿回去吃 知道这群老外 对于赵康很重要 因此 无论是叶洪雪 还是其他女子 对她们都很照应 谢谢夫人 派克满脸受宠落惊的模样 行 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赵康晚上回来吃饭 我下厨 叶洪雪眼神威胁道 赵康冷汗都下来 这 不要了吧 一旁的灵二牛 却是眼前一亮 夫人我也去 二夫人做的菜 那可不是简单的菜 那可是发明啊 能上战场的 叶洪雪笑容灿烂 行啊 我先去买菜了 等到叶洪雪离去 赵康开口 派克 你刚才话还没说完呢 随后 就见一群老外痴痴地 看着叶洪雪背影 再看他赵康 满脸都是羡慕极度恨 赵康一下子明白了 这群家伙是想女人了 心底责了一声 赵康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紧接着故意叹息了一声 看向派克一群老外 派克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一众老外脸一红 虽然说都是男人 但毕竟他们 才刚来扬州城不救 这就提起这种事情 终归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紧接着就听赵康道 男欢女爱是正常的 我支持你们去 追求自己的幸福 达克哭丧着脸 赵康大人 可是扬州城的姑娘 好像不喜欢我们 说我长得像鬼 还把我骂了 赵康叹气道 达克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虽然说 你们是我请来的高级顾问 可这种感情的事情 我也帮不了你们啊 达克的眼神有些黯然 派克诺贝尔等人 也着急起来 显然对这件事 很是上心 毕竟 要是扬州城的姑娘们 真的都看不上他们 难不成 还要他们孤独终老 一辈子 用五指姑娘不成 派克着急道 那个赵康大人 您能不能帮我们 想想办法 这种事情 可没有什么好办法 赵康感叹一声 我们大钱国的女人 那眼光可都是很高的 你看看你们 一枚钱二枚房 活脱脱一个穷逼 怎么去追求幸福 就算人家姑娘愿意 家里人也不能同一步事 赵康的话说得 一众老外有些猛逼 来到扬州城这段时间 他们吃的是专属食堂 住的是研究所 需要什么生活用品 只要说一声 孙方立马就带人送来 还真没有什么 需要用到钱的地方 以至于这会儿 才反应过来 他们都是一群穷光蛋 瓦特犹豫了一下 才道 爱情应该是浪漫的 不该被物质需求 所影响吧 赵康顿时不屑 浪漫个屁 瓦特你好好想想 你要是没有钱 那么将来遇上了喜欢的姑娘 两人出去约会 姑娘想要吃点好的 穿点好看的衣服 你都没有钱买 那么 你作为男人的尊严呢 瓦特说不出话来 赵康接着又道 还有 你们都没有房子 难不成将来娶了老婆 要他们和你一起 住研究所呀 而且 你们都是外来者 没有咱们大前国 本地户籍 都不能买房子 那么姑娘怎么嫁给你们 在我们大前国娶老婆 那可是得给彩礼的 众老外都绝望 说着 怎么会有这么多规矩 赵康继续精神凌辱 废话 我问你们 我们前国的姑娘 漂不漂亮 很漂亮 老外们纷纷点头 赵康 这不就得了 这么漂亮的姑娘 凭什么就一定要喜欢你们啊 瞧你们一个个长得跟鬼似的 偏偏物质方面 还拿不出手来 那姑娘们 就更加看不上你们了 就算退一万步 你们现在有钱了 同等条件下 人姑娘干嘛不要 前国男子要你们呢 一众老外被打击的无地自容 马克激动道 赵康大人 我们也可以加入前国呀 我们也可以做前国人啊 是啊 达克有些激动 派克也道 是不是我们 只要成为了前国人 那些姑娘 就会喜欢我们了 想学黑鬼是吧 赵康喝笑一声 紧接着叹气道 这件事不是大人 我不想帮你们啊 外国人要加入我们前国条件 可是很苛刻的 必须要为我们前国 做出重大贡献 才有可能获得 咱们前国的国籍 而且就算如此 你们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老婆 你们看看我身边的二牛他们 到现在的 还是个老光棍 竞争压力很大的呀 众老外一愣 派克看向调哥和张龙 大人他们俩不是 张龙和调哥两个 那可是都有着黄飞做女人的 前些天见到过一次 可把派克他们羡慕怀了 赵康忙道 他们两个不一样啊 就说张龙这些年 跟着我东征西讨 立下了无数功劳 这才娶上的老婆 调哥更不用说了 等到咱们皇帝迁渡过来 他们两个可都是将军了 统领几万人的那种 他们都是为我们大前国 做出巨大贡献的人 能跟你们一样吗 派克等人 显然有些不服气 叫嚷着他们也可以 赵康一听 很好 你们的精神值得赞扬 这样吧 房子和薪水的事情 我帮你们处理了 从今往后 你们每人必须要在研究所工作 五个时辰 每个月给你们五两银子 干满十年 一人分一套房子 多谢赵康大人 那么国籍 派克激动道 瓦特等人也纷纷看过来 这个就得看你们的表现了 这种事情 也不是我能够做主的 但是 赵康严肃地道 只要你们好好干 我保证将来会给你们争取 加入前国的机会的 感谢赵大人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一众老外 心里全是感激 赵大人对我们 实在是太好了 居然连这种事情 也肯帮我们解决 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待 这就对了吗 你们工作干得越出色 这事情就越容易 甚至将来 要实在没有姑娘喜欢你们 我赵康给你们帮忙 给你们弄几场相亲 说着 赵康想到什么 从怀里掏出了一百两银票 目光看向老外们 我赵康是向来 不会亏待下属的 这是我们前国用的钱 这有一百两 算是我借给你们的 都是大男人的 却得好好放松一下 待会就让二牛 带你们去青楼放松放松 等你们发了工资 再还给我 派克们差点流泪 多好的老板啊 激动过后 又有些疑惑 达克好奇道 大人 青楼是什么 那种地方我没去过 二牛会带你们去的 将银票递给二牛 赵康说了两声鼓舞人心的话 就起身 二牛收到眼色 也借口离开 来到外边 老爷 待会给他们找几个 那种上了年纪的意思 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明白吗 赵康吩咐道 就算是青楼姑娘 也不能让他们糟蹋了 二牛连忙点头 我明白 要不以后每月发薪水 就带他们去一次 五两银子 让他们去一次 就白干一个月 咋都买不起房 你小子真是越来越进步了哈 狠狠打击了一番老外们的精神 让一众老外知道了 他们这回在前国就是群下等人 只有努力工作 才有出路 赵康这才心满意足地 回到自家的宅院当中 然后就看着夜红雪 端着一碗蓝色鸡汤 放到桌面上 还颇为得意地说道 回来的还挺是时候的 饭好就到家了 赵康内心狂震 看着一桌子的菜 早知道就不回来了 看着那绿油油的猪蹄 他有些惊叹道 这是什么 翡翠猪蹄 这可是要善 夜红雪骄傲道 手有些颤抖地点上一只卷烟 又看着那七彩颜色的牛肉 那这玩意儿又是 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可是我翻遍了好多菜谱 菜研究出来的奇幻辣牛肉 我看菜谱上说 吃了会看到不可思议的景象 老神奇了 赵康 你确定 那特么不是中毒了 还有这鸡汤呢 你是怎么把鸡汤做成这种颜色的 我这就是用了染布的颜料弄的 我问过了 是可以吃的 夜红雪有些不满 而且这颜色多好看 我突然想起来 还有事情没有交代吊哥他们 你先 赵康一听就打算开溜 身后传来冰冷的声音 你给我站哪 砰一声 将鸡汤放在桌子上 夜红雪眼神低沉着走过来 你这什么意思 看不起老娘的厨艺是不是 嗨 你这话说的怎么会呢 这颜色是挺好看的哈 玲珑他们呢 我去叫他们一起 死也得找几个垫背的 他们不在 饭都做好了 非说要陪什么伊丽莎白出去吃 一点不知道顾家 来 快去洗洗手 开饭了 片刻之后 看着倒在桌子上口土白沫的赵康 夜红雪叹了口气 看来那些菜谱也不能全信啊 这回刚好有人走了进来 看到这场面不由地吓了一跳 异地这是怎么了 夜红雪回过头来 没啥 一姐没吃饭吧 我去给你拿碗 这时候 原本昏厥过去的赵康 强行睁开了眼睛 看着还在猛逼当中的宋青年 虚弱地吐出两个字 快跑 烈日当空 赵康带领着众人在城门口等候着 视线中终于出现了一道道人影 金色的龙面上 萧玄策打着哈欠 身边陪伴着吴清鸾 看到赵康 原本有些微米的皇帝陛下 立刻就来精神了 挥了挥手 赵康笑着点了下头 赵康带着所有人行礼 迁都的大部队 终于是赶到了 赵康提前就让人安排好了 孙芳带人接应百官 扶着吴清鸾下鸾架 萧玄策这才转过头来扫了一圈 轻轻点头 然后搂过赵康 老赵 这群家伙 就是你心里 说的养鬼子 小点声 人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赵康翻了个白眼 转身看向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这位就是我们大前国的皇帝陛下 伊丽莎白赶忙上前来 与其带着恭敬和好奇 克鲁王国伊丽莎白见过皇帝陛下 萧玄策这会儿 都快把眼珠子抠出来 放在伊丽莎白胸口了 世间竟有如此雄伟山峰 赵康连忙咳嗽一声 萧玄策这才反应过来忙笑道 女王陛下不必客气 你们的事情 赵王已经书信告诉朕了 女王陛下只管放心在前国住下 我们前国会尽一切力量 保护女王陛下的安全的 伊丽莎白这才松了口气 连忙致谢 赵康带着众人来到安芝的住所 萧玄策等人则围着 吴青鸾和伊强宝中的男婴 赵康凑过去看了一眼 责了一声 小家伙挺白嫩啊 这就是咱们今后的太子了 叫啥名 本来萧玄策他们早就该到 就是因为吴青鸾生产的事情 耽搁了一些时间 萧玄策嗨了一声 我说叫萧大炮 吴小鸟死活不让 闭上的你狗嘴 萧玄策和吴青鸾同时吼了一声 再对赵康那可就温柔许多了 师父 这孩子叫萧正邦 赵康来了兴趣 萧正邦 还算不错 还没有取婊子吧 我来取一个 滚 萧玄策骂了一声 抱起了小孩满眼欢喜 这可是咱们大前今后的太子爷 你可别来祸害 怎么就祸害了 赵康不服气 一旁抱着孩子的吴新仪 撇了撇嘴角 有些羡慕地 看着墙堡中的萧正邦 这时候 萧玄策懒洋扬道 说起婊子 昨晚我梦到一只鸡 飞到了芭蕉树上 会不会是什么神仙赐名预兆 赵康扑刺一声笑出声来 众人看过来 咋了 没什么 我想起来高兴的事情 行了 一个婊子而已 你们自己想吧 走老赵带朕 去瞧瞧那些研究所搞得咋样 一边说着 萧玄策将龙袍甩到了一边去 他可不想出去的时候 被人围观 两人上街来到了火器研究所 诺贝尔小心翼翼地看着萧玄策 介绍着在他主张下 新弄出来的火药 尊敬的皇帝陛下 按照新的火药配比制作的火药 爆炸威力 比起以前提升了三成 另外 赵康大人说的 枪械我们还在研究 目前有了一些设计思路了 但真的做出来 还需要一些时间 萧玄策点了点头 很不错 那诺 诺啥来着 贝尔 赵康提醒 萧玄策 诺贝尔是吧 好好干 你们的诉求 赵王已经和朕说了 只要你们好好工作 娶妻生子还有房子 都不是问题 想要加入咱们大钱国 也是可以的 诺贝尔激动颤抖 就要跪下给萧玄策刻一个 这可是大钱国皇帝的许诺 自己将来讨老婆的事情 应该是稳了 紧接着 赵康又带着萧玄策 继续去给一众老外花大饼 可把他们感动坏了 纷纷表示 自己一定会为了大钱国 鞠躬尽瘁 在街边茶水铺子 点了一壶茶 一皇帝一王爷 跟市井百姓一样凑在一起 按照你说的 有这群洋鬼子在 咱们发展科学科技的事情 基本上算是又着落了对吧 赵康 只能说 他们给咱们的研究所 提供了不少思路 咱们前国人 不一定就不如这群老外 双方思想的碰撞 或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 也说不定 萧玄策轻轻点头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路上的时候 我和百官已经制定下了 接下来的第一场科举 以此选拔官员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赵康摇了摇头 还是就按照就有的来就可以 选拔出来的官员 到时候送一批来扬州旧城 萧玄策思索一番 等到了帝都 我会下令调集一部分工匠 过来扬州城 务必要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处试点全面建造起来 到时候 你这边的设计可得跟上 这就完全不用你担心了 我现在就是确认 地批全都已经规划好了 赵康接着询问 接下来的官员 士兵封赏 你和百官都决定好了没有 名单已经统计出来了 萧玄策感叹一声 要不是如今地盘大了 真不一定能摆得下这么多官员 那就好 公事商量得差不多 萧玄策眼珠子一转 老赵 那个伊丽莎白 你啥意思 萧玄策坐到了赵康身边 咱们是好兄弟是吧 当然了 赵康正色道 萧玄策 你看 你都有五个老婆了 再多一个我姐 肯定会弄死你的 所以这伊丽莎白 让你好兄弟我吧 你原来想这事呢 赵康翻了个白眼 不怕青鸾打死你 老子再怎么说 也是个谎点 多取一两个妃子怎么了 敢动手 废了他崇丽皇后 哟哟哟 还硬气起来了 吃笑一声 赵康打了个哈欠 这事你要想 就自己追去 不用问我 走了回了 嘿 我这不是 怕你已经下手了吗 先说好青鸾要是揍我 你可得拉着点啊 我会给他递刀的 你某某妈的 还是不是兄弟了 一日 百官再度出发 赵康自然也跟着去授风 先前重金打造的那辆房车 可就派上了用场 五个老婆全装上 也还有空间 吴欣怡和秦玉凤 两女多日未见 这会儿都走出车厢 依偎在赵康身边 抵达燕都城 萧玄策是直接就住进皇宫之中 其余百官 也都被安置好 这会儿最忙活的 就是房龄一众礼部官员 什么几天导文 等等 都得他们去策划安排 赵康什么也不管 也没打算管 花了点钱包了一手船 带着美人游烟湖去了 傍晚的湖景 有种别样的美 湖面在夕阳的点缀下 呈现出一片金色 脚尖轻轻踢打着水波 玉凤翩然一笑 看向身边人 赵康回过头来 笑着搂住那纤细腰枝 吴欣怡则躺在她怀中 笑容甜蜜 萧生有眼极近 一夜孤舟靠近 白衣女子坐在船头 身前放着一壶 还没喝完的酒水 赵康眼神微动 看向对面的人 公孙云秀也有些意外 轻笑一声 国师大人好兴致 见过公孙大家 之前也见过公孙云秀的 秦玉凤和吴欣怡 连忙打了声招呼 前者笑着回应 赵康 你怎么会在这出现 不是说要四处走走 公孙云秀笑道 我也是今日刚回来 不曾想会在这燕湖狱上 听闻百官已入燕都 接下来便是定都了 赵康点了点头 公孙云秀又道 如今版图扩张 原本的官员应当是不够用的 所以 接下来会有一场科举 用来选举官员 见赵康没有反驳 公孙云秀犹豫了一下才到 那 能不能请国师大人告知百官一声 让原本前朝的那些书生学子 也能够参与这次科举 赵康 这是当然的 你忘了咱们之前在原江县说过的 公孙云秀笑了笑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 举起酒壶晃了晃 那就多谢国师大人了 再下就不多打搅了 赵康刚想挽留 公孙云秀已经让船夫撑船 吴欣怡感叹一声 这位公孙大家 可真是世间少有的奇女子 可不是 这家伙文武双全 一只手就能打得我抱头鼠窜 渴了不得了 秦玉凤眨巴着眼睛 公子莫不是又心动了 吃醋了 赵康笑眯眯道 秦玉凤撅起嘴 哪敢啊 瞧着小嘴翘的 来让公子尝一尝 嬉笑声响起 船只渐渐远去 目光注视着 公孙云秀放下酒壶 船夫上前来 小姐 他就是那位赵王 嗯 车夫择了一声 这家伙还真是半点不怕呀 你这有什么消息就说吧 公孙云秀道 车夫幸灾乐祸道 那些个平日里藏头鹿尾的老家伙 这会儿都在城里 就等明天新皇帝寄天了 这赵王嘖嘖虽然厉害 恐怕也要遭殃 这样啊 公孙云秀笑了笑 之前不出力 这会儿天下都定了 出来抖威风了 船夫挠了挠头 好像是有人收到消息 说 将来前国有一条政令是针对武夫的 要搞什么禁武天下 这会儿大家伙都反应过来 先前这赵王打仗的时候 弄出来那么多风波 是因为这个 所以决定给这新皇帝和赵王爷一个下马威 都来了些什么人 公孙云秀轻声道 船夫想了想 基本上平日里不在江湖上 走动的那些个老家伙都到了 毕竟这赵王爷实力有些深不可测 老小的几个老朋友也来凑热闹了 至少九个三品 这样啊 女子有说了一声 神情依旧平静无波 片刻后道 你去告诉他们自认为扛得住我一剑的 只管留在城内 车夫一阵愕然 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小心翼翼道 小姐不用吧 那些家伙 也就只是想杀杀新皇帝和这赵王的威风 让他们出出丑 你扛得住我一剑了 公孙云秀好奇道 车夫接连咳嗽几声 老朽明白了 公孙云秀转过身去提起玉霄 霄声悠悠响起 一日清晨 闻五百官数万士兵灵力 萧玄策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 宣读祭天导文 随后将祭文焚烧 带上天子流勉 下方百官守卫的赵康 眼神东张西望 心里泛起嘀咕 怪事了 昨天察觉到的那几股强大气息 咋还没出现 一直到祭天大典结束 赵康都没有等来那些个 可能是敌人的强大的武夫 心底不由地泛起疑惑 不过也没有多想 对方没来捣乱 那就是好事 否则要是真来了 赵康也早已经准备好了应对之法 大典结束 百官封赏 光是这一项就弄了两个多时辰 没办法 战果太辉煌 各军的功劳不堆起来 跟人都差不多一样高 其中封赏最大的 自然就是赵康了 直接将扬州作为了他的封地 对此 百官虽然提前知道了 但陛下真的开口之后 都有些喜忧参半 喜得自然是赵康有了封地 那么就代表着 今后基本上是要常年待在扬州了 也就表示 这块滚刀肉 终于不会再待在朝堂上了 忧的是 扬州他嘛 离这帝都也太近了 并且锦衣卫这会儿 除了皇帝陛下之外 就听他赵康的 要是这小子玩鹰的 平时的时候不说话 暗地里收集证据 啥时候来的一锅端 那可就倒了血霉了 因为文武百官都很揪心啊 感觉就好像 是赵康故意要了块封地 就在不远处看着他们 然后等待着他们犯错一样 糟心得很 对于他们的担忧 赵康也看得出来 自然就更不会说什么 哎呀 诸位放心 我老赵是那样的人吗 毕竟说了也没人信 那还不如回去 研究战斗力 这不 一下朝就回到了住所 抱起温柔可人的 玉缝耕耘去了 而在城外 有几名上了年纪的 老家伙凑在一起 几人面色都有些难看 笼共八点九人 都是花白头发的老头 穿着不普通 一眼看上去 还以为不知道 是从哪来的糟老头子 但要是有上了年纪 见识不凡的五人 在这看到这几个 糟老头子 恐怕会吓得腿软 这可都是上一代江湖中 响当当的人物 当初这九人 联手号称 可挡千军万马 天下之大 就没人能够拦得住他们的 不过 当初有人为了验证 这个传言的真实性 亲自来了一趟周国 和他们九人过了几招 结果 就是让原本 正值五道巅峰的几人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 归隐山林了 那人叫吴如龙 奶奶的 谁能想当那五弟都隔屁了 本以为又到了自己 作威作福的时候了 没曾想 又冒出来一个人 还是个女娃子 在他们准备出来 让世人好好认识 认识他们的威名之后 拿着玉箫 敲得他们满头包 这不昨晚被揍了一顿的九人 这会儿凑在一块看着城门口 一人挠了挠没几根的头发 要不咱们还是走吧 那凶婆娘 看着温温柔柔的 下手推狠了 走什么走 一缺牙 老头喝道 老子们 不进去还不行 他公孙云秀 有本事 一辈子待在城里 护着那新皇帝啊 就是 老子明天就在这摆个茶摊 另一名老头哼道 只要他一走 老子就进城去 等那新皇帝行房的时候 冲进皇宫去 吓也吓死他 没错这么走了 咱们面子往哪方 江湖威名不要了 有本事 他就把老夫熬死 这时候 有人轻声道 诸位前辈 晚辈的确不能熬死你们 一听到这个声音 九个老头吓得好悬抱在一块 一个个如灵大敌地看着 那走出城门的女子 先前叫嚣着摆茶摊的老头 善笑一声 公孙丫头 你咋出来了 这是要出门游学 缺不缺保镖啊 喊着江湖威名的老头 憨厚地笑着 公孙芸秀轻声道 是啊 想出门散散心 熬死九位前辈 有些费时间 但打死九位 好像不是那么费力气 我翘 动手 货牙老者满脸凶向 真当老夫 怕了你个厚生是吧 今天就让你好好知道 老夫镇江狂龙的威名 浩荡东流 富海天商 小辈今后 要记得尊老爱幼 诸位前辈还有招吗 公孙芸秀轻声问道 镇江狂龙擦了擦鼻血 不打了 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我也不打了 要尊老爱幼 你是晚辈 老夫不跟你计较了 原本只是掉了一颗牙的三品高手 这会儿掉了三颗牙 其余七人也都鼻青脸肿 公孙芸秀上前一步 他们就后退一步 既然不打了 那前辈们可否答应晚辈一个请求 公孙芸秀道 一众老头有些疑惑 这娘们居然要请求自己 当下一个个都挺直了腰杆 尽量摆出些许先锋倒鼓的模样 有啥事情说便是 对咱们都是老江湖了 不必客浅 都是同道中人 你个晚辈有事请求 我们这些前辈 岂会袖手旁观 公孙芸秀点了点头 那就好 听闻赵康在扬州城建了一座武府 已有不少武夫在其中效力 但多是四品武品 少了一些如诸位前辈这样的高手 可否请诸位前辈 前去武夫坐镇 老人家们一愣 好一会儿正将狂龙迷惑道 公孙丫头 你是要我们 去当新朝廷的走狗 公孙芸秀摇摇头 众人松了口气 走狗不好听 如前辈等人这样的强者 应该说是鹰犬 众高手 痴心妄想 这事儿没得商量 诸位风紧扯呼 看着四处跑路的一众老头 公孙芸秀一笑 那晚辈就只能和你们慢慢商量了 足坚一点 白衣女子亲身追去 一日 赵康驾驶着房车 带着五个老婆赶回扬州城 正行驶在管道上 走得好好的 突然间 一道黑影从天而降 赵康心里 一惊乐庭马匹 纵身飞了出去 一掌递出 砰一声 两人悬身落地 赵康还没看清对方是谁 就听到一阵豪迈的笑声 好 没想到天底下居然有年轻后生 能和老夫对上一掌 而平分秋色 小子我看你根骨惊奇 是练武的好苗子 既然如此 本座身为江湖前辈 当以培养后辈为己任 今后老夫就护卫在你身边了 赵康看着前方的人 责了一声 老头 你说这话 好像没有什么幸福力啊 前方老人跟猪头 没有什么两样 一山蓝驴好像被人用剑砍过似的 什么江湖前辈 说是乞丐都不为过 幸福力啥的不重要 总而言之以后 我就跟在你身边了 被砍了一晚上的三品高手 擦了把鼻血 赵康乐了 从刚才的交手 他已经察觉出对方那股气势 曾经在帝都感受到过 这老家伙莫非是故意想要以此让我放松警惕 他也不拆穿 连忙大喜 哎呀 老前辈此话当真 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啊 当然是真的 有老夫这种高手在 你的安全今后无忧了 赵康 那可真是多谢老前辈了 前辈上车 小子 厌福不浅啊 看了眼纷纷探出头来看热闹的一众人 老头惊叹了一声 同时心里嘀咕 你妈的 这小子都五个老婆了 那死丫头这么上心做什么呢 叶红雪皱着眉 镇江狂龙 江啸天 老头一愣 紧接着反应过来 叶红雪啊 难怪我说 这小子一身那里好大如海 感情你是倒贴的 呵呵 管你屁事 叶红雪笑了一声 紧着道 你个老不休 跑来干什么 江啸天 什么老不休 你们这些后辈婉生 尤其是女人 就一点不知道 遵老爱幼 老夫与赵小友一见如故 这是忘年交 赵康连忙点头 老前辈说的是 喝酒吗 前辈 啥酒 江啸天 接过酒壶嗅了一口气 眼前顿时一亮 狂饮了一口 好酒啊 早知道有只好酒 哎不对 我的攻略 臭小子你下毒 江啸天吓了一跳 想要运功逼毒 却发现这毒镜无比诡异 转瞬间就将他一身内力化解了 差点魂都飞了 我是来 赵康吃笑一声 一巴掌拍晕了对方 糟老头子想害我是吧 躺下吧 你 二老婆 这老头 什么来练 叶红雪乐道 周国早年江湖上的顶尖高手 外号镇江狂龙 早早就是三品中层了 后来被师父以一滴酒 暴打了一顿 就归隐山林了 我后来舞到有成的时候 去周国找他 和他打了一场 这老家伙不害臊 联合朋友围攻我 原来如此 居然敢围欧我老婆 赵康又踹了一脚 随后上车翻了个麻袋出来 给人装麻袋里 挂车后面去了 吴欣怡哭笑不得 夫君 怎么说也是个老人家 这样怕是不好吧 没事 虽然功力被划了 但这老小子武夫的底子还在的 问题不大 笑了一声 赵康让众女上车 随后继续前行 走了半里地 赵康吐掉了嘴里的烟卷 看着前方拦路的老人 老人家 干嘛挡在路中间啊 老者呵呵一笑 一声浩瀚内力如海狂涌 赵王爷 老夫在这等你很久了 出招吧 来了个不屑阴谋诡计的 赵康冷喝一声冲了出去 交手数十招之后 对方突然叫停 怎么了 赵康冷声道 老头 想不到赵王爷功力如此高深 老夫甘拜下风 这么说不打了是吧 老头 不打了 王爷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功力 真让老夫汗衙 不止可否让老夫并行一段路 好与王爷讨教武学 原来是想让我放松警惕啊 赵康笑了 当即道 当然可以 本王也好久没有遇上老前辈这样的顶尖高手了 快上车 老头不由地心里嘀咕 咋不见江啸天那老鬼 坐在车上 赵康递过来酒壶 前辈喝酒吗 这酒闻起来好香的味道 多谢赵王爷 一口酒下肚 老头刚打算再喝一口 眼珠子一凸 直接扔了酒壶 臭小子你下毒 躺下吧 你 一巴掌呼了过去 直接给老头打得晕头转向 一头栽倒 赵康 老婆 这老家伙 又是啥来练 叶洪雪探出头来 看清老者面容 脸上露出了担忧之色 这是唐浩 与那江啸天一样 是成名已久的江湖高手 当初围攻我的也有他 他怎么也来了 赵康拴着麻袋 又呼了一巴掌 老家伙不学好 学人为殴 随后将这唐浩 也挂到了车后面 也好在两老头重量不重 赵康拉车的马都有四匹 这才扛得住 萧玲珑担忧道 赵康 这些顶尖高手全都来了 是不是为了针对你 赵康 估计错不了了 昨天我就感觉到他们了 估计是觉得一哄而散 怕我跑了 所以这才会在半路 堵咱们 还用上计策了 这群家伙果然不要脸 马车再次上路 果然又遇上了第三人 老头躺在中间 哀哟哀哟地叫着 赵康提起精神 连忙跳下车 老人家你怎么了 我摔倒了 好疼啊 年轻人救救我 赵康 老人家莫怕 我这有药 治伤的 老头感激无比 嘴里咽着丹药 年轻人 你可真是个好人啊 老头子我可怜啊 中年死了妻子 老年死了 孩子白发人送黑发饿 王八蛋你给我吃的什么药 破公散 赵康咧嘴一笑 你 我其实是来 躺下吧 你 翻身上车 玉凤把麻袋都拿来 我看看 这群笨笔 究竟有几个 给老头装麻袋里 也挂到了后边 赵康将麻袋 别在了腰间 哼着小曲上路 饶是赵康有心理准备 也被老头们整累了 他娘的 居然有足足十个 而且编故事都五花八门的 有要收他为徒的 有要和他讨教武学的 有死了爹娘老婆儿子的 有被骗了钱的 还有拿着把破刀拦路抢劫 然后要痛改前非追随他的 最后一个罪绝了 直接拿了个破碗 装成了乞丐 赵康乐乐 老头装得还真像呢 叶洪雪站在一旁 这人我没见过不认识 赵康拴着麻袋口 扔到了车座上 估计是什么影视高人吧 他妈的老子回扬州城一趟 居然绑十个老头 等回去我得好好审问一下 让这群家伙痛改前非 加入五辅深造 一群糟老头子不学好 叶洪雪哭笑不得 看了眼马车四周挂着的麻袋 忽然笑了 让你们当初围攻老娘 活该 小县城呢 公孙云秀喜悠一番 刚准备休息 突然间觉得有些心悸 怪了 怎么突然感觉 做了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从帝都赶回扬州城 赵康快马加鞭之下 也用了三四天的时间 这才入城 孙芳收到消息 早早赶来迎接 一看赵康马车上 挂着十个麻袋 当即有些猛逼 再看那麻袋显露出的形状 里面好像装着人啊 孙芳不由得吓了一跳 大帅 您这是 劫道去了 嘿 你这小子 瞎说什么呢 正伺候着 一群老婆下车的赵康 翻了个白眼 里边装着的都是坏人 而且武功高强 并且想要刺杀我 我也是好不容易 才将他们制服的 孙芳满脸佩服 原来如此 行了 把车拉走 找些人把这群危险人物 看管起来 这些家伙 我过后要亲自审问 他们被我 封了修为 不用怕的 拍了拍其中一麻袋 赵康打了得哈欠嘱咐着 这袋子装着的王八蛋 居然还敢骂自己 威胁说什么功力恢复 就要弄死他赵康 还有他的婆娘 气得赵康一路上 好好收拾了一顿 揍得一个个不敢说话了 这次才老实了 还有个一直喊冤的 看起来是个耸淡 之后要策反 就从他开始好了 走了走了老婆们 一路上累死老子了 该你们伺候我了 几女笑声连连 也乐得配合赵康装逼 一口一个王爷的叫着 看得孙芳那叫一个羡慕 再看几个麻袋 突然剧烈地挣扎起来 应当是里面的人醒过来了 弄得车厢搁直响 孙芳一巴掌呼了过去 老实点 他娘的 居然敢刺杀我们大帅 信不信我给你们扔份坑里 听到这话 麻袋们瞬间安静下来了 这一路上 可竟遭罪了 被公孙云秀追着打了一顿 被逼当赵康的走狗 不对是鹰犬 结果我们不就是要点面子吗 至于给咱们喂毒药吗 老子们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三品高手 天底下数得招的强者 没有让你小子三败九寇 请回家也就算了 你还动手打咱们 还给咱们装麻袋里掉了一路 这要是传出去 咱们这些张老脸 还要不要了 这走狗不当也罢 这一刻九大高手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早点恢复功力 然后逃得远远的 狗日的赵康 简直就不是人 就算你公孙云秀打死老子 老子也绝不当这个走狗了 赶着马车的孙芳正思考着 要将这群危险人物安置在哪 路边正在刚买了两烧饼 准备返回研究所的灵儿牛 看到他不由的疑惑 老孙 你这干嘛呢 说着 还将手里的烧饼扔了一个给派客 后者连忙接过咬了一口 只感觉到满满的幸福 自己的头儿也太好了 不光借钱给我 带我上青楼 平日里还给我买吃的 听见叫唤 孙芳没好气地看过去 什么老孙老孙的 叫孙将决 你小子不当兵了 就连称位也不叫了是吧 灵儿牛嗨了一声 凑上前来 老孙这咱老爷的车吧 这挂的什么呢 孙芳也懒得去计较了 是大帅的车 大帅刚回来 说是这袋子里装着的 都是他抓到的高手 这群家伙还想行刺大帅呢 他让我看管起来 过后要亲自审问 高手 灵儿牛眼前一亮 有多高 能让大帅亲自出手抓获的 怎么这也得是五品四品吧 孙芳摸着下巴思索道 麻袋里突然传来一声 不屑的和声 老子是三品中层的 顶尖高手江孝天 你们这群家伙快放了老子 二牛一听 顿时来劲了 三品中层 派客问道 三品中层那是什么境界 跟老爷一样 二牛随口答应了一声 然后道 老孙 这群人拉 咱们医药所去吧 不太好吧 大帅说了这些都是危险人物 哎呀 问题不大 谁还不是个危险人物了 老爷时候问起来 我来处理 孙芳由于片刻才点头 行吧 你可千万得看住了 没问题的 马车被零二牛派客 拉到了医药所 零二牛打开了 先前出生的袋子 一看不由地惊了一下 眼前老头脸上 青一块紫一块 半边脸都肿了 还有两乌黑的拳印 挂在眼眶上 都没人样了 看什么看 望着零二牛和派客 惊异的目光 正将狂龙 感觉到了极大的侮辱 狗日的赵康 你等老子 恢复修为之后 老子就改头换面 躲藏在城里 听说你小的有孩子是吧 老子到时候 见一次打一次 旁边这怎么 还有个黄头发的家伙 怎么长得跟他娘鬼一样 零二牛咳嗽了一声 你是高手 三品中层 废话 江啸天不爽地哼了一声 零二牛讥笑了一声 那怎么会被我家老爷给生情了 不是说你们这种同等级高手 就算打不过 但是要跑起来 是拦不住的 江啸天顿时悲愤地险些流泪 要不是那卑鄙无耻的小人 给老子下毒 老子岂会被他生情 卑鄙小人赵康 简直就是个畜生 一点不懂 尊老爱幼 零二牛立马跟着点头 老前辈说得不错 赵康就是个卑鄙小人 江啸天一愣 你小子不是他的属下吗 二牛连忙叹气道 我也是受他胁迫 不得不为虎作娼 晚辈要是估计得不错的话 他用来封印前辈你功利的毒药 应该还是晚辈我给他的 江啸天一听来劲了 你说那诡异的毒药 是你给的 解药呢 零二牛连忙道 前辈稍等 说完 一把搂住派克背过身去低声道 去把咱们前几天做的毒药 全弄出来 给这老头吃 派克心里一惊 会死人的吧 不会 他们都是高手 零二牛自信道 我曾经问过老爷 就到了他们这种境界 虽然什么那里啊 真气啊 被封印了 但其实还在的 只是用不出来吧 毒药吃下去 都会自行开始化解 再说 真吃出毛病来 咱们不还有解药 现在无腹的人见了咱们就跑 咱们也打不过他们 好容易来了这么多实验对象 可得慢慢玩 不对是 慢慢实验啊 听着零二牛的话 派克轻轻点了点头 觉得很有道理 不禁感叹一声 咱们大钱国能人意识 真是太多了 太棒了 注意措辞啊 你还不是钱国人呢 零二牛不忘精神打击 派克正色道 我的精神上已经是了 那就加把劲啊 老派克 不然小心老爷送你去种棉花 为啥 老爷说了 没用的洋垃圾 种棉花 才是他们的归宿 派克去拿药了 零二牛转过身来 看着还装着麻袋里的江啸天 连忙上前将其扶起来 老钱被宁受苦了 江啸天只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多好的小伙子啊 还好迷途知返了 没有跟着赵康 那狗东西 喂虎作娼 此时 正躺在摇椅上打哈欠的赵康 突然坐了起来 怀中无心仪眨眨眼 夫君怎么了 赵康 没啥 怪事了 怎么突然感觉好像做了什么 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无心仪偷笑一声 柔声道 哪里会 夫君做什么都是对的 没错 看来是我修心还不到家啊 居然会有这种想法 干坏事之前 那就得先说服自己 心安理得呀 低头看着怀中的美娇娘 赵康弯腿抱起 走 生孩子去 无心仪听得翘脸一红 以为在赵康怀中 要不叫上几位姐姐吧 赵康心仪颤 随后切了一声 那群不中用的 叫他们做什么 这次给夫君升剑暖心小棉袄 知道吗 都听夫君的 一日 休息了一天的赵康 这会休闲地泡起一壶茶水 大门处两道身影走了进来 他定睛看去 一者妖媚风鱼 浑身散发着成熟女性才有的美丽 一者金发闭眼容貌白皙 显得青春靓丽 但那一对凶器 看起来可半点不清纯 是宋清颜和伊丽莎白 宋姐 伊丽莎白 你们怎么来了 宋清颜笑道 有些事要和你汇报 伊丽莎白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在家里待着无聊 遇上宋姐就过来看看了 什么事 赵康感兴趣道 宋清颜 前些天你们上京的时候 各大工厂的厂长负责人找到了我 说是现在的招工进度有些慢 各地响应的老百姓很少 一天下来招不到几个工人 这样下去 等到工厂开业 人手肯定是不足的 所以让我来找你想想办法 居然还有这事 赵康坐直了身子 都是些什么地方 宋清颜表情也有些严肃 基本上各个工厂的驻地 都招不到什么人 就以咱们给出的待遇条件 应该不至如此 我想 其中恐怕是有什么猫腻 所以也没敢自己去处理 赵康点了点头 小心一些是没错的 行 那我待会就去看看 几大工厂 都在距离扬州城不远的周边城池 等到众人回来 赵康看了看五位大美人 就你们俩 走都去收拾一下 待会跟我实地考察去 玉凤 你帮我的收拾一下 萧玲珑满心欢喜 凑到赵康身边 咱们去哪 其余三女撇了撇嘴 倒也没有去争什么 先去落马城看看情况 赵康笑道 落马城 距离扬州 也不过七十里的路程 起码一天半的功夫 也就到了 玉凤不会骑马 就只能被赵康揽在怀中 萧玲珑单成一品 三人都换得平常装束 两女戴上面纱 因此入城 也没有引起什么风波 在落马城建造的工厂 是砖摇厂 厂长是刘景 赵康先是去看了看工厂的建造 有不少工人正在施工 进度还算可以 然后就来到招工办 望着正在打瞌睡的招工人员 路上行人经过 都没有什么人驻足 便皱起了眉毛 不应该啊 问清了刘景在哪 赵康带着两女找了过去 就见一胖呼呼的中年男子 满脸愁容地待在院子里 刘景 刘景抬头一看 紧接着大喜连忙跑上前 老爷 您怎么来了 废话 我再不来 你这砖头厂 怕是开业 都开不起来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小子 把我给工人的待遇降低了 两位夫人好 刘景先是朝着萧玲珑 秦玉凤两人打了个招呼 这才哭笑不得地看着赵康 我哪敢啊老爷 都是按照您说的 贴出去的三餐 供应每月五钱 赵康齐了 那怎么会没有人来 刘景 一开始的时候 是有很多人报名的 两百多号人呢 但来有人和咱们过不去 暗中下半子 什么人 赵康乐了 居然还有人在这结果眼上 给自己找不自在 刘景叹气道 是一群书生 人数还不少 四五百是有的 书生 萧玲珑有些诧异 赵康玩味地笑了笑 大周都忘了 这群家伙 莫不是贼心不死 刘景无奈地点了点头 应该是这样的 这群家伙到处散播说 咱们的厂是什么压榨老百姓的 让老百姓回去种地 说什么 种地一年还能有收成 要是进了厂 就没有保障了啥啥的 城里的老百姓 被他们这么一鼓动 也就都不敢来了 秦玉凤皱眉道 你们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应对 夫人啊 您是不知道 那群泼皮 有多么难对付 刘景哭笑不得道 本来之前嘛 我想着这是老爷下令要办的事情 那我肯定得办好啊 所以 这群家伙闹事的时候 城里的官兵就出动了 抓了一波 可第二天 其余的王八蛋 就凑到了一块 逼迫咱们放人 萧玲珑 出动官兵赶走他们就是 人不走啊 直接扯张席子 往大牢前一趟 还他娘的被起输来了 我寻思着之前老爷说过 不要和这群穷逼书生气冲突 那就放他们一马 结果那人放出去 那群王八蛋 就到处去说什么 我们联合官兵对他们用行了 说得跟真的一样 搞得现在城里的老百姓们 都不信任咱们了 说什么他们是周国的旧子民 我们这些人会虐待他们 这乃是什么读书人 分明是流氓吗 刘瑾脸色胀红 言语之间声音渐高 显然是被气坏了 别人都是秀才 遇到兵友里说不清 他这倒好 让一群穷酸读书人给折腾了 这回还引得赵康亲自来查看 心情能好才怪了 赵康笑了笑 有点意思 看来我得想个办法 制止这群家伙了 刘瑾一听 立马眼前一亮 老爷要不像以前一样 找些人扮土匪 把这群家伙绑了揍一顿算了 我看他们就是欠揍 打一顿就老实了 要不是老爷 你之前说要什么 好好对这群家伙 我早就动手了 萧玲珑和秦玉凤 两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赵康忙道 瞎说什么呢 老爷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小子污蔑我是吧 刘瑾捂着被踹的屁股 尴尬地笑了笑 背过身去 小声嘀咕一句 以前不都这干的 行了行了 这事就交给老爷 我来处理 你不用管了 让人继续招工 另外给我和夫人们 安排个住处 好嘞老爷 刘瑾的办事效率 还是很高的 不到下午的时候 就弄好了住所 给赵康租了间带院落的宅子 安顿好了萧玲珑和秦玉凤两人 赵康便出门了 两女想要跟着 去凑热闹 只是赵康不许 只能郁闷地待在家里 这会儿赵康跟刘瑾 就在招工办的不远处 坐着喝茶 没一会儿的功夫 赵康就见到一群 身穿长衫的青年 冲到了赵工办前 领头的人开始叫嚣 关停工厂 停止压榨 身后的书生们 纷纷跟着举拳震臂高呼 关停工厂 停止压榨 负责赵工的人一看这情况 只能灰溜溜地 收拾着桌椅板凳跑路 赵康见状 看着刘瑾问道 这群家伙就这么闹 可不是 三天两头就来一次 这次人还是算少的了 刘瑾叹气道 有点意思 赵康乐得笑了一声 走 带我去见落马城的驻军官兵 给我叫来 在落马城驻军的 是前军的一名校尉 统领着八百多士兵 名叫袁红 这会儿见到赵康 很是激动 国师 袁校尉 我有点事要和你说 赵康凑上前去 搂住袁红的肩膀 袁红听着面露诧异之色 但还是点了点头 下午间 招工办开始招工之际 书生们又来了 这次人更是不少 足足一百多号人 就在他们高喊口号之际 从四面八方涌出大批士兵 一下就给书生们干猛逼了 我靠 怎么这么多人 李兄快跑吧 草来不及了 别慌这群当兵的 不敢把咱们怎么样的 卧日 他们带刀来的 袁红冲上前去 一巴掌就将带头的书生 按到在地上 一巴掌呼了上去 只打得对方双眼 火辣辣的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看着袁红愣愣地叫道 你你竟敢打人 之前他们来闹事 可从来没有被打过 顶多被抓老李官两天 时候就放出来了 老李的人 还好吃好喝地供着他们 打得就是你 袁红又是一巴掌 胡了过去 居然敢带人扰乱治安 臭小子 终于被老子蹲到你了 书生吃不住疼 惨叫起来 救命啊 当官的打人了 杀人了救命啊 周围的老百姓 看着这一幕 都只是抱着手观望 哪有人上前帮忙 就在所有书生 书生都被按到在地上狠踹之际 一声怒吓传出 住手 众书生抬头看去 就见一名约莫二十八九岁身穿长衫的男子 急急忙忙跑了过来 脸上满是愤怒之色 袁红看着赵康不屑喝道 你是谁 赵康一把推开袁红 将那被甩了两耳瓜子的书生扶了起来 关怀地问道 没事吧 书生愣愣地看着他 抹了把泪水 没 没事 您是 赵康没有回话 扭头看着袁红大声怒斥 光天化日朗朗乾坤 你们这群匪兵竟当街殴打读书人 我大前国 还有天理吗 还有法律吗 你 袁红脸色扭曲起来 呵斥道 本将执法 何须你说三道四 还不退下 不然把你也抓起来 好小子 演技不错呀 赵康心里表示肯定 随后冷哼道 我等读书人犯了何罪 你们这群家伙 平日无所事事 不思保家卫国 此刻居然还势强凌弱 身后一众被按在地上的书生 纷纷叫好起来 先前挨了两巴掌的书生 更是激动得满面红光 这人好大的胆子 袁红好似一时雨色的样子 支支吾吾 半天最后冷横道 强此夺礼 把他们给本将抓起来 我看谁敢 赵康一声大喝 挡在了众人身前 慷慨激昂道 谁敢再动手 等到官家人道 我一定报官 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你 袁红脸色胀红 显然是进入了角色 挥手说了一声撤 最后看着赵康 臭小子 我记住你了 别犯在本将手里 说完 立马带着士兵杀青了 书生们激动地吼了一声 纷纷冲到了赵康身边 大声叫好 这位兄台 今天可真是多亏了你啊 是啊 要不是兄台你 今天我们可就遭殃了 兄台贵姓 今日幸好有你 在下李京 脸上还带着巴掌印的书生 盲询问道 眼里满是感激之情 赵康拱手笑道 诸位客气了 在下姓爸 名叫爸爸 今日才到落马城落脚 有幸相识诸位 原来如此 我说之前为何没有见过爸兄 再次多谢了 李京笑道 赵康做足了姿态 李兄客气 对了话说 诸位兄台 为何会与当兵的起了冲突了 李京等书生面色一僵 犹豫了一下白手道 此事 爸兄就不用掺和了 否则对你不好啊 这样啊 赵康心笑一声 这群家伙看来还真不是平白无故来闹事的 得打入敌人内部了 当下赵康抬头道 相逢便是有缘 不如找个地方做作 在下请诸位吃茶 书生们 一听都有些异动 有人不好意思道 不好爸爸兄 我们人太多了 这又何妨 爸爸我颇有家资 难得与诸位相识 钱算什么 见赵康居然如此慷慨 这群平日里囊中羞涩的书生们 都有些羡慕 也就没有再拒绝 赵康吆喝一声 便都跟着赵康来到了酒楼 殿小二乐呵了 立马招待 准备让后厨加大火力 结果赵康只是点了十几壶茶水 气得殿小二心里直骂娘 没钱还摆阔 没在意殿小二的眼神 赵康给众人倒茶水 他身边坐着的 是李静这些领头的 一群穷逼喝茶水 都喝出了好气 大兄 再次多谢 你今天解围了 在下敬你一杯 好说好说 喝着茶水 赵康再次问起他们为何闹事 但李静等人依旧是闭口不谈 显然是对他有着防备 就在赵康心想要细水长流之际 门口处传来一声娇滴滴的呼声 夫君 赵康听到这声音错愕地回头 就见门口萧玲珑和秦玉凤两女 换了一身寻常女子的装束 怯生生地看着酒楼内 没有繁琐的头饰 但两人的天生励志难以掩盖 即便是寻常装束也难掩风华 直接给一群书生看呆了 神女吓烦了 好美丽的女子 李静眼珠子都不会转动了 赵康心里骂娘 看着两女 妈的 演员自己家戏是吧 不对 老子也没请你们两个演员啊 在一众书生惊恶的目光之中 萧玲珑和秦玉凤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 别说两女演技还挺好 那不安事事的小眼神 看得众人那叫一个 我见游连 然后在一众书生想要杀人的目光中 来到了赵康身后 秦玉凤红着脸声若游文 夫君他们都是谁啊 萧玲珑也柔弱地拽着赵康的衣袖 直接给众多书生们心都干碎了 既然演员都毛遂自荐了 赵康也只能继续演下去了 摆着脸色冷哼一声 你们俩来干什么 不是让你们好好待在家里 没见我与众好友正在聚会 一旁的李静 强行忍住了 抄起板凳给赵康一下的心理 连忙道 霸兄 这两位是嫂夫人吧 赵康瞳孔一缩 深吸了一口气 朝着李静微笑道 没错 他们俩是我那人 平日里胆子小没见过啥事面 让朱军见笑了 原本拉着赵康衣袖的萧玲珑 此刻变成了掐肉 胆怯一笑 对着李静等人行了个万福利 赵康连忙道 既然来了 就坐吧 妈的 再掐下去 肉都要掉了 书生们呆呆地看着落座的两女 再看赵康 这会总觉得先前的霸兄怎么看 怎么面目可憎 两女一落座 一个个书生们 立刻凑了上来介绍明信 这场面看得赵康心中有些忧怨 一群狗贼 萧玲珑琴玉凤两人 好像胆子也放大了些许 热情地和书生们打着招呼 场面一下子变得其乐融融 气氛都到这了 赵康再不花点钱 也就说不过去了 叫来店小二安排上韭菜 原本板着快脸的店小二 结果银子 立刻变得殷勤起来 看赵康递出的五十两银票巨款 书生们再次感受到了被打击 摸了摸兜里的几个铜板 纷纷叹了口气 瞧瞧人家 有钱不说 两个婆娘也是天仙般的人物 还长得帅 都是读书人 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难怪我这一生负重前行 原来是有人替我岁月静好了 酒一上来 一众书生便纷纷都有些借酒消愁的意思 这时候 李静突然开口道 爸兄 敢问您之前在哪高救 看着李静瞳孔中闪烁的光芒 赵康瞬间就明白 这小子在试探自己 当下苦涩地笑了笑 没有犹豫地 给自己换了个阻击 我是梁州人 因为战乱一路颠沛流离 如今才选定在落马城落脚的 听到萧玲珑和秦玉凤 两人心里直翻白眼 这家伙说起瞎话来 是越来越离谱了 原来如此 李静点了点头 看了看萧玲珑和秦玉凤 又看了看赵康 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一般 霸兄敢问 如今家住何地 今日多亏霸兄你解围 过后我等也好拜访 小子终于上套了 赵康忙到 我就在东街三巷子 第一家就是 到时候欢迎诸位兄台 去寒舍坐坐 众人纷纷一口答应下来 吃饱喝足过后 赵康便告辞了 众书生那是极力挽留 最后也只能看着赵康 带着两大美人离开 一个个叹息不已 早知道刚才就少吃点 多看看人好了 这爸爸真该死啊 回到住所关上门 赵康就无奈地看着两女 谁让你们去的 秦玉凤抬眼看天 右手悄悄指了指身边的萧玲珑 后者哼了一声 允许你出去 我们就不能出去了 凭什么 赵康气笑了无奈到 外边多危险 妾 谁还不是个高手了 再说了 萧玲珑哼道 要不是我们俩去了 人怎么会和你勾搭上 你得感谢我们才是 妈的 怎么说得我好想 再用美人计一样 赵康无语 秦玉凤偷笑一声 倒也大差不差了 那群家伙一直盯着 我和玲珑姐 让人不舒服 萧玲珑这时候道 你咋不直接让人 把他们抓起来 还费这劲 总得弄清楚 这群家伙 是要干什么吧 拉起摇椅 一屁股坐下 将萧玲珑抱在怀里 赵康解释道 再者 就目前来我可以确定 这群家伙 就是些穷逼书生 用武力镇压 当然简单 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也会让舆论对咱们不利 所以 打进他们内部 从根源上瓦解他们 原来如此 而在另一边 书生们出了酒楼 还在激动地讨论着 刚刚两名女子 谁比较漂亮 众人来到了西街一座院子 其余人散去 李静几名领头地走了进去 院子中同样有几名书生 见他们回来连忙起身 李兄 你们怎么样 听说官兵出马 把你们抓了 李静摇了摇手 有惊无险 还好有一个自称爸爸的人 救了我们 喝退了那群书生 诸位 我想邀请这个爸爸加入我们 其余人有些震惊 忙道 李兄 这个爸爸可信吗 先前和李静一起见过 萧玲珑和秦玉凤的一众书生 纷纷点头 拍着胸脯保证 非常可信 这爸爸 简直是我被书生的典范 没错 此人值得深交 见到李静他们 居然如此认可这个爸爸 其余人不禁好奇 一人开口道 李兄 你们与这位爸兄 不过今日才相识 为何就如此肯定 此人值得深交 不出意外的 李静已经人都有些尴尬 毕竟惦记 人家老婆这种事情 说出去怎么听懂 有些不道德 并且 自己等人还是读书人呢 有人忙到 爸兄此人十分豪爽仗义 今日与咱们素不相识 就能仗义直言 喝退官兵救下我等 足见其品行 没错 李静也赶忙找了个理由 而且爸爸此人颇有加资 咱们既然要做那件大事 那就不能 只是阻拦官府 政令这种小打小闹 必须要团结一切 有志之士以及力量 李兄说的有道理啊 咱们现在是没钱没事 空有人 但是咱们人数再多 但也斗不过官兵啊 所以 必须要团结他人 循序渐进 听着李静几人说着 其余人也觉得十分有道理 当即点了点头 你们说的对 那李兄就有你们 负责招揽爸爸此人 没问题 一日 大早上的 赵康还在打瞌睡 就听见了敲门声 谁啊 揉着眼一开门 结果就见李静等十几号人 就站在门外满脸笑意 手上还提着几文前一惊的唐膏 虽然还不是空手来的 读书人就是他娘的讲究 赵康连忙神色一变 热络道 原来 是李兄你们啊 快请进 爸兄叨扰了 大早上的就来拜会了 李静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 递上了手上的唐膏 赵康顺手接过 哎呀 这真是的客气什么呢 来来快进来 正在厨房忙活的秦玉凤 听到动静 系着围裙 拿着锅铲走了出来 夫君是谁啊 这一幕 可把李静等人羡慕坏了 他们都是一群光棍汉呢 肩不能提手 不能抗的 除了知乎者也啥也不会 如何能够娶得上媳妇 玉凤啊 早点多弄点 李兄他们来了 好的夫君 李静等人连忙道 麻烦嫂夫人了 嘿 又混了一顿好的 萧玲凤也眼神轻松地走出了房间 笑着和李静等人打声招呼 只让众书生感觉来得直了 都坐都坐啊 拿来凳子 招呼着众人落座 赵康直接开门见山 李兄还有诸位兄台 今日一早拜访 可是有什么事情 众人这才把眼神 从萧玲凤身上移开 李静忙道 爸兄 待会还请你 跟我去一个地方 何地 赵康顿时来了兴趣 左边书生挠了挠头 暂时不方便说 赵康立马懂了 无妨 那咱们吃过早点 之后再说 在赵康这混了一顿饱饭 还和两女聊上几句 有的没的 一众书生们都心满意足了 嘱咐了两女一句 赵康就跟着李静等人出门 一行人来到了西大街 走进一间宅院 赵康打量着这地方 莫非这就是他们的大本营 走进院落之中 赵康发现 院中还有三名书生 李静率先开口介绍 这位就是爸兄爸公子 爸公子这位是黄安兄 中间这位是康超兄 这位是张祁兄 三人拱手目光 都好奇地打量着赵康 赵康也忙回礼 见过三位兄台 昨日听起李兄言及爸公子 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啊 黄安笑着 赵康心里嘀咕 穷酸秀才 就是喜欢客套啊 众人寒暄一番 黄安开口道 爸兄 可否请你入内 看着这群比自己小伤不少 平均下来 也就二十二三的穷书生 赵康并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当然 跟着三人一同走进了李屋 赵康眼神有些惊恶 并非是屋内有什么脱光了的美人 而是这屋内的摆设 居然是灵堂 而且 祭祀牌位上写着的 居然是李牧义的名字 两侧烛火闪动着 那是君沙帝 最终坐上皇位 却又不过两年 就成了亡国之君的皇帝 如今这会儿 恐怕也就只有 这群穷逼书生会惦念了 赵康当即眼神一变 直接冲到了灵堂前 当即就跟死了爹一样 毫了起来 陛下呀 他这一嗓子 直接给李京黄安四人吓了一跳 纷纷冲上前去捂嘴 爸兄冷静一些 你哭得太大声了 小心被人听见了 四人惊慌之余 还有些欣慰 尤其是李京 暗自点头 自己果然没有看错爸兄啊 好一会儿 赵康才止住了悲痛的神情 摸着掐大腿 才挤出来的眼泪 转头泪眼婆娑地 看着一众书生 想不到 想不到啊 在如今 居然还有李兄黄安兄 你们这样的人 在祭祀先帝 陛下有之九泉之下 也可明目了 陛下呀 你怎么就死了呀 李京别过头很是唏嘘 多好的爱国之人啊 想不到 爸兄居然如此忠君为国 我李京居然心里 还在想着他的老婆 我真的太不是人了 其余三人 也都看着赵康表演 纷纷佩服地 想要五体投地 这一把公子能处 李京这时候叹了口气 爸兄你之前不是问我 为何会与官兵起了冲突吗 就是因为这个 赵康看向他们 李京悲声 想之前 我大洲坐拥天下 二十余洲人口不计其数 何等强大 没想到最终居然被 前景灯小国给灭了 我心不嘎 所以 我们要复国 反前复州 因此 无论如今前国朝廷 想要做什么事情笼络人性 我等都要将其破坏 要让百姓们知道 我们不是什么前国人 而是周国人 大洲绝不应就这样亡了 真他娘的是不怕死啊 看着李京慷慨陈词 赵康是真的吓了一跳 并非是说 因为李京他们这群家伙 打算谋反 而是惊讶 这群家伙 也太不怕死了 就这么点人说要复国 并且还把自己 这个才刚认识一天的人 就拉倒他们大本营来了 你这样 搞不是找死吗 然而 旁边黄安等人 这会儿还满脸激动地迎合着 没错 反前复州 我们一定要推翻前国 重新建立大洲 反前复州 只不过很快 赵康也就想清楚了 这群家伙年龄小 正是一腔热血的时候 空有满腔暴腹 可惜没啥脑子 造反这种事情 也不是谁都有经验的 而且又是一群穷逼 光看供奉李牧逸的水果都发霉了 还放着就看得出来 所以 见自己有钱有盐 估计就想着拉拢了 说白了 就是一群有文化的 但是没脑子愤青罢了 还是太年轻啊 既然如此 就让爸爸好好教教你们吧 对于李京这些青年 赵康还真不想动刀子 因为太小题大做了 就他们这群人 翻不起什么花浪来 因此他成因片刻之后 诸位 你们这样 怕是不太好啊 李京四人一愣 赶忙道 怎么罢凶 难道你不愿意加入我们 这倒不是 赵康赶忙道 而是我觉得 你们现在不怎么严谨啊 你们想想看你们要做的事情 那可就是造反啊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要是被人发现了 可都是要掉脑袋的呢 法不则重 他们还能把咱们全杀了不成了 康超愣愣道 赵康翻了个白眼 康兄你这话说的 那赵康狗贼你知道吗 那家伙可是个杀配啊 齐国多少世家子弟被他砍了头 那人头都能填平了这间宅子 四人吓得脸色一变 张齐犹豫了一下 开口 但就算如此 我们也不会放弃的 一定要复国 没错 看着这四个二百五 赵康有些哭笑不得 几位你们理解错了 我不是要你们放弃 而是得严谨 要好好计划一番 他问道 你们现在笼络了多少人 这不问不知道 一问吓一跳 李京心里合计了一下到 八百六十七人 我操 赵康抱了句粗口 这么多人跟着你们造反 黄安神色有些得意 那是当然 我被书生也可历晚天青 没错 我们可不是公孙云秀那个贱臂 身为文人领袖 居然早早就投降了钱国 与那青楼祭院里 给钱就脱衣服的娼女合议 赵康差点一个没忍住 呼死这家伙 盲调整心态道 想不到有这么多大号青年 那样的话 咱们就更得好好谋划了一番了 八兄你说 康超搬来凳子 四人围着赵康坐下 就跟上课听讲的小学生一样 清了清嗓子 赵康道 首先咱们得有组织有纪律 不能瞎干蛮干 其次呢 咱们还得大力发展老百姓 让他们加入咱们 一起复国 而且不能让百姓们知道 咱们在干什么事情 里经疑惑 这是为何 并且百姓愚钝 有何大用 赵康翻白眼 废话 你们要想啊 读过书的聪明人 今后都要到朝廷里去做官的 所以要对抗朝廷 咱们就只能用一些笨蛋 应付笨蛋 那就不能和他们讲真话 而且百姓胆小怕事 要是听说 咱们要拉着他们造反 那还不转手就给咱们卖给朝廷换钱了 对对对 霸凶说的有道理 张奇表示肯定 李经也恍然大悟 无比佩服地看着赵康 并且还得让老百姓有钱赚 这样他们才会听咱们的 毕竟没钱谁卖命啊 造反也是一样的 富国不富国的就是句口号 实际上就是在抢回咱们的钱和女人 所以以后反钱富州这种口号 就不用天天挂在嘴上了 李经四人顿时只感觉自己 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赵康拿出卷烟 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火折子点上 看得李经四人一愣一愣的 吐了个烟圈 赵康道 说回到组织上 我提议把咱们的组织改名天地会 代表咱们要干的事情 那是天经地义的 这样以后 说说给会内的人也好听 李经四人赶忙记下来 并且高度赞扬了赵康的提议 赵康紧接着又道 其次 天地会是咱们这些人私底下的叫法 对外 咱们可不能叫天地会 我看就叫前国工人协会 四人都有些不理解地挠了挠头 李经提出异议 为啥要叫前国工人协会 难不成还要叫周国工人协会 那不找死吗 赵康翻了个白眼 李经小机着迷失地点着头 赵康有些心累 这群家伙 究竟是怎么聚拢八百多人的 赵康抽了口烟卷 刚才那我说过了 咱们要动员老百姓 但是得让老百姓见到钱 他们才会跟着咱们干对吧 康超 没错 赵康 所以你们都有多少钱 这问题一出 四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张琪摸了摸口袋 尴尬道 我还有十五文钱 家里还有二两岁银子压在床底下 要不我去取出来 你他娘的还真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啊 赵康无语了 看向其余三人 你们呢 黄安 这栋宅子 是我的可以卖了 李经和康超则双手一探 表示自己就是个穷逼 得 赵康无奈道 这没钱怎么造反 那怎么办 李经有些着急 赵康故作姿态地想了想 有了 快说快说 赵康 我听说如今各地正在办工厂对吧 几人都皱了皱眉 他们就是在搅和工厂的事情 这会儿赵康提起来都觉得有些怪异 赵康叹气道 既然咱们没钱 那就只能让老百姓进场打工了 这 那不还是给朝廷办事吗 张奇很是不乐意地说道 赵康 你们傻呀 老百姓进场打工 那是谁发钱 废话 肯定是朝廷的工厂啊 赵康这不就结了 朝廷花钱老百姓挣钱 之后老百姓又帮咱们做事 那相当于朝廷自己出钱 帮咱们养兵啊 李京黄安等人 灯饰惊为天人地看着赵康 罢兄 你简直就是天才啊 妙 实在是太妙了 咱们不出一分钱 朝廷还帮着咱们养兵 今后 咱们还要造他们的反 这简直太妙了 赵康笑着 诸位赞誉了 说着抹了把额头的汗 忽悠这个四个傻X 还真有些累人啊 真是太笨了 李京四人没想到 原本今天只是想要 说服赵康加入自己等人 一同进行反潜复众的大事 不曾想居然被赵康 给狠狠递上了一刻 这会儿看赵康的眼神 那叫一个崇拜和狂热 抖了抖烟灰 赵康道 最后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咱们的工人协会 不对是天地会啊 如何要让老百姓认可幸福 并且加入我们 就是一个大难题 诸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听赵康这么问 四人都很有默契地摇了摇头 赵康心一动 我倒是有个法子 只是恐怕会委屈了诸位啊 八兄你只管说 为了大业 咱们受点委屈怕什么 就是 咱们干的可是杀头的大事 区区委屈算得了什么 八兄有何妙招快说吧 瞧着这哥四个 一个个骄傲的模样 赵康也是毫不客气 道 那就是 咱们这个工人协会 给在一定程度上 给将要去工厂 干活的老百姓一些福利 心比去哥没有好处 他们是不会幸福咱们的 你们说对吧 四人点了点头 赵康 从古至今就没有什么比银子更能激励人心的 所以我提议咱们工人协会 哎不对 是天地会每月 给老百姓们发一些钱 用来笼络人心 我赞同 我也赞同 四人没有意义 赵康就开口了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咱们都是 一群穷逼 他话还没说完 李静就下意识到 八兄 你颇有家资 赵康黑了一声 紧接着道 李兄啊 咱们造反 那肯定是人越多越好吧 将来要是拉起几十万大军来 那爸爸我就算是印钞机 也发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啥是印钞机 私人疑惑道 赵康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咱们没钱 就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 那该怎么办 四人都慌了 赵康顺势道 眼下就只有一个办法 快说 赵康 那就是 咱们去工厂打工赚钱 给老百姓谋福利 私人一听都明白了 为何赵康说 会委屈自己 张其为难道 我等读书人 去工厂烧砖头 不太好吧 是啊 传出去不太好听啊 赵康眉毛一挑 看着四人为难的模样 心中早已经有了应对的办法 收敛了笑容 赵康表情严肃道 诸位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啥咱们大洲 会败给钱国和锦国 朝廷腐败 官员无能 皇帝昏庸 妖妃祸国 四个人四个答案 赵康有些哭笑不得 你们说的都对 但又都不对 四人迷茫了 那是因为啥 赵康 那是因为 钱国和锦国 比咱们发展得快 所以咱们大洲打不过他们 这段时间 国破非常心痛 走遍各地 终于让我发现了 钱国发展如此迅速的秘密 四人都激动了 连忙催促赵康快说 赵康道 那就是因为现在朝廷 在扬州建立的各大工厂 他们有先进的工艺 别看只是烧砖头 可能工厂里烧出来的砖头 就比普通的砖头硬 比普通砖头好用呢 有点道理 赵康继续忽悠道 所以啊 咱们去工厂干活 其实并不只是去打工的 而是去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 把朝廷的东西都学会 咱们就和敌人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将来要是能够进入 铸造大炮的工厂 去造大炮 那可就不得了了呀 所以啊 咱们不是去打工 而是去学习啊 同志们 赚钱只是顺带而已 四名书生恍然大悟 纷纷惭愧地低下头 原来爸爸说的是这个意思 可笑 咱们之前还以为是要去给朝廷干活 比起爸爸 咱们的眼光 还是太浅了 赵康叹气道 所以啊 为了将来的大业 诸位可愿意 和我一起牺牲 我愿意 我也愿意 还有我 看着四人都一脸振奋坚毅的神色 赵康内心也有些感慨 多好的工人啊 至于他们 是为了造反去打工吗 赵康半点不在意 进了工厂给你们弄点福报 一天让你累得跟狗一样 我看你们还有没有经历造反 所以呢 目前咱们就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成立咱们这个工人协会 也就是天地会 第二吸收老百姓 加入咱们工人协会 然后一起去工厂打工 第三给老百姓谋福利 让百姓们更加的幸福咱们 追随咱们天地会 但是要注意 隐藏真实情况 赵康笑了笑 最后 我再提一件事情 咱们得选个会长出来统领咱们 对于会长的命令 咱们要无条件服从 这样才能保证目标一致 我看 就你们四位当中 选一个如何 会长肩负重任 要带领大家前进 就是咱们的头领了 将来要是造反失败 杀头也是第一个杀的 责任重大 四人就只听见 第一个杀头这话了 一听说赵康 要从自己四人当中选 立刻变得谦虚起来 霸兄说笑了 我何德何能 能够担当会长大任 是啊是啊 霸兄如此聪慧过人 做事讲话条理清晰 我看霸兄 你才是会长的不二人选 没错 咱们天地会 也是由霸兄你提议出来的 今后如何带领大家走下去 还要我看 除了霸兄你之外 旁人断没有这个资格 霸兄 你来当会长吧 咱们都听你的 赵康一听 盲谦虚道 折煞我了 我资历尚浅了 资历不资历这不重要 关键是要有能力啊 并且论年纪霸兄你 也比咱们大 会长由你来当 是众望所归啊 是啊是啊 霸兄就别再推辞了 赵康当下也不装了 站起身来激动地扬起拳头 好 既然大家伙如此信赖在下 那爸爸 我就担任这个会长 带领大家一起发展 拜见会长 李京很有眼色的 第一个起身行礼 其余三人也有样学样 拜见会长 这才两天 打入敌人内部不说 还当了老大 赵康也有些感叹 这对手太弱了 在李京四人的 极力请求之下 赵康无奈地成为了老大 于是便开口道 好 既然你们 推举我为会长 那么接下来 你们四人立刻去联系 所有成员 三天之内赶到落马城 然后咱们 正式成立天地会 明白 张奇说着犹豫了一下 不过会长 咱们之前在工厂 招工的那里闹事 之后又要去打工 恐怕他们不会要咱们啊 赵康一脸悲壮道 这件事 就交给会长我来负责吧 就算用尽办法出卖尊严 我也会让那些人接受咱们的 会长 四人热泪盈眶 只感觉赵康将要受到天大的委屈 一个个都心痛得不能呼吸 赵康摆了摆手 一切都是为了大业 我在所不惜 联络其他人的事情 就交给你们了 三天之后 咱们天地会正式成立 四人纷纷点头 赵康刚打算出门 想了想 又转过身来 给四人打预防针 诸位 先前张奇说了 咱们之前和工厂招工的人又冲突 所以之后进了工厂 恐怕会被刁难 康超打断他的话 正色道 会长你都不怕出卖尊严 我们受些刁难 又怎么了 一切都是为了大业 我们在所不惜 好样的 赵康表示赞许 随后便告辞 一路送着赵康出门 黄安这时候感叹道 看来咱们之前的确是有些粗糙了 今日听了会长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啊 是啊 将来有会长大人带领咱们 咱们一定能成就大业复国的 嘘 小点声 没听见会长说了 对外要掩饰咱们的真实身份吗 我的我的 慢悠悠地回到宅子里 看着萧玲珑 正在逗弄着一龙 不知道从哪弄来的小鸡仔 赵康笑着走上前去 回来了 事情怎么样 萧玲珑抬头询问道 你夫君我出手 那还不守道秦来 这会儿 那群人都恨不得对我那头变败 都开始让我当老大了 真的假的 萧玲珑来了兴趣 忙追问其中缘由 赵康简单说了下 女子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群家伙 真是被你卖了 还得给你数钱 小看别人不是 这群家伙 居然能拉起八百多人的队伍 不得不说 还是有些本事的 伸手点了一下赵康的眉心 萧玲珑道 毕竟那群人看起来年纪轻轻 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龄 现在目的达成 你接下来要怎么办 赵康想了想到 这群傻蛋 我杀他们欲望都没有 所以得把忽悠好 要我看他们现在 之所以成天想着复国啥的 除了一腔热血之外 那就是对生活不满 毕竟一群除了知乎者 也挑大份都没力气的穷秀才 等到他们日子有了盼头挣到钱了 时间一长 他们也就不会想什么造反不造反的事情了 所以得好好调教一番 萧玲珑点了点头 钻进赵康怀中 阳光温和清风吹拂 两人惬意地依偎在一起 这要是让李京等人看了 少不得又要到心破碎了 年轻有冲净就是好 办事起来 那叫一个快 三天功夫 李京四人 就将八百多号人全都召集了 有些是从周边小城赶来的 赵康要是心狠一些 这会儿都能一锅端了 这会儿 各个代表更是来到了赵康的家中 一共小二十人 听着赵康讲解组织的重要性 纷纷大受震撼 对于赵康担任会长 更是没有二话 李京拿出了一本名册 会长 这就是咱们现在所有成员的名单了 都在这上面了 赵康严肃地收了起来 此物就交给我来保管 为了诸位兄弟安全 可不能落在其他人手里了 另外 我已经吃巨资置办了一栋院子 作为咱们天地会的根据地 明日就把咱们工人协会的牌子挂上 一众书生激动起来 纷纷叫着 让赵康带他们去看看 三进三出的大宅院 住二三十人都不是问题 到了第二天的功夫 赵康就带着八百多号书生 直接沾满了街道 然后开始挂扁 工人协会四个大字 看得一些老百姓 有些摸不着头脑 叫上了李京黄安这些造反头子 一众人来到内堂 赵康坐在主位上 咳嗽一声 既然咱们现在已经正式成立 接下来我就宣读一下 咱们工会的十六字准则 那就是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众书生虽然不太懂 但是都大受震撼 有人举手 会长 赵康 说 这十六字准则是要做什么 赵康微笑道 这是咱们工会的核心价值观 所有人都得牢牢熟记 不光是你们还有今后加入咱们工会的老百姓 接下来赵康和众人一一讲解了这十六字真言的含义 书生们这一刻感觉到自己由内而外的升华了 熟记十六字准则 它将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 其次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咱们要狠狠打工 要有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只有打工打得好 咱们将来才有能力光复大舟 所以 为了这个高尚伟大的目标 咱们率先要忘记自己 将来要造反的事情 铭记自己打工人的身份 来跟我一起念 想成功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拼一次赴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今天睡地板 明天当老板 众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起来 有人喊过口号后 犹豫了一下才开口 会长 一直给工厂打工 会不会和咱们初衷不一样啊 赵康起身严肃道 同志 你的思想很危险啊 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你们要铭记打工人的身份吗 对方摇了摇头 赵康激动道 因为咱们今后要造反啊 这是杀头的大罪 一人出错 将来就会连累全部人 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所以咱们要忘记之前干的事情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大家伙的安全 其次 要记得 打工就是为了将来造反做准备 你在打工的过程 越拼命越卖领 咱们将来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过程不重要 我们只看最后的结果 一切都是为了大业 来再念一遍口号 想成功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拼一次赴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今天睡地板 明天当老板 给李京等人培训了一天 让所有人都紧记十六字真言和口号 再由他们去传授 然后问题就来了 看着李京等人尴尬的笑容 赵康心里气得牙痒痒 妈的一群穷逼 还特么造反 八百多号人 一多半居然连住客栈的钱都没有 得让他这个会长来掏 有水还没捞到呢 就得先出血了 没办法 赵康只能咬牙 掏钱给这群家伙安排住所 还得管饭 看着第一天就花销出去小一百两银子 赵康心到这样不行 得赶紧把这群家伙送常理打工去了 他连忙找到刘景 刘景 那群书生老爷我已经搞定了 你这有没有活了 工厂还在建立 这群家伙想要进场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成的 刘景一听 顿时来劲了 有啊 当然有啊老爷 搭建砖窑 挖煤渣 啥的可很缺人呢 赵康听得十分满意 随后问道 那收入呢 将扬州作为试点大批量建造工厂 光是这段时间下来 赵康至少扔出去了百万两 不创收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之前打仗的时候 各地城池有不少都毁坏了 需要修缮 砖场自然也就排上了用场 刘景一听忙道 这肯定有啊 弄场这段时间 我跑了不少地方 和二十多家签订了合约 就等着砖头送出去呢 目前的话 有个六万多两 赵康 那就没问题了 集体宿舍弄出来了吗 那群穷逼 都他们没住的地方 早弄好了 盖了十六间 按照老爷你说的高低床 每间二十号宿舍 一间住个两百多号人 完全不是问题 行吧 等我消息 确定了刘景这边 吃得下这八百多号人之后 赵康跑回了工会场地 召集人 诸位 工厂那边我已经谈妥了 对方愿意接纳咱们 每个月每人三千银子 每天干活五个时辰 一个月休息三天 每天供应三餐 还有住所 有人疑惑 百姓都有五千 我们为何才三千啊 妈的 一个个手无腹机之力 天天想着造反 还想要高工资是吧 赵康掐了一把大腿 满脸愧疚地落泪道 抱歉了诸位 是我这个会长无能 之前咱们闹事 让工厂的负责人 很不待见咱们 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 最好待遇了 听到这话 原本有意义的众人 一下子都变得无比惭愧 李静赶忙道 会长别这样说 都是我们不好 才让你如此辛劳 是啊 要不是咱们之前胡来 哪里需要会长你去求别人 都是我们的错啊 赵康擦掉了眼泪 握紧了拳头 只能暂时委屈诸位了 众人登师一口同声 一切为了大业 思想觉悟 一个个的都很高啊 赵康心里想着 随后开始分配任务 黄安 明日你集合所有人 工厂负责人刘景慧来找你 带着所有弟兄们 听他安排 除此之外 每一位弟兄 在休息时间 别忘了去拉拢百姓 让他们也一起 加入咱们工人协会 我制定了以下工会福利 凡是加入咱们 工人协会的老百姓 每四个月 就能够白领一两银子 其次每年年关 都能在工会 领到两斤肉十斤米 说着 赵康拿出了一百两银票 看着众人叹气道 主委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加资了 这钱就作为咱们工会经费 在这之后 工会的经费 就要靠咱们去打工了 众书生们 心里那叫一个惭愧 会长为了咱们 天地会可真是尽心尽力啊 全耗光了加资 有人连忙安慰道 会长莫要气馁 我等众人 一人一月三千银子 加起来一个月 就能在工厂挣两百多两 今后工会的经费 我们出了 没错 为了大业 何须心疼钱财 会长如此尽心力 也该让咱们出出力了 好兄弟 赵康也感动的 无以复加 都是好样的 为了大业 所有人一同振臂高呼 为了大业 一日 刘瑾带着一众官兵 来接人了 就见前些天 在招工办抗议的书生们 这会儿一个个满脸笑容 神情自豪地走到了队伍当中 有人还在窃窃私语 读了这么多年书 我还是第一次打工 有些迫不及待了 是啊 咱们绝不能让会长大人失望 打工但活而言 能有什么难的 我一定要拼命打工 想成功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前冲 拼一次负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今天睡地板 明天当老板 真想快点打工啊 众多书生们 依依不舍地 和赵康挥手告别 作为高贵的会长大人 赵康自然不可能和他们 一起去砖头厂打工的 以自己接下来 要留在工会根据地 发展为由作为解释 也让书生们无法质疑 更觉得赵康在为他们操劳 李京等人 痴痴地看着赵康的身后 目光不断搜索 仿佛在期待着什么人一样 好在赵康这个下属 足够体恤他们 没有让他们失望 萧玲珑和秦玉凤终于出现了 让李京等人心情振奋 萧玲珑提着两篮子 干粮走来 造反书生的小头目 都是见过他们的这会儿 目光之中满是不舍 萧玲珑走上前 将篮子交给了李京等人道 诸位公子 要好好打工啊 嫂夫人放心我们会的 李京激动地 看着篮子里的干粮 这让人怎么舍得吃啊 秦玉凤也上前来 将手里的东西交给了他们 多说了两句 诸位公子在工厂里 一定要好好听话 好好打工 切记不要惹是生非 说着 秦玉凤叹气忧怨道 我家相公把宅子都卖了 如今已经没有钱了 只能给诸位弄一些干粮 这一斗印堂 是奴家当了簪子 给诸位公子买的 一番心意莫要推辞 书生们内心都流泪了 嫂夫人真是太疼我们了 黄安握紧了拳头 嫂夫人放心 我们一定会好好打工挣钱 将来把宅子再给你买回来的 赵康唏嘘地挥着手 兄弟们 一定要坚持住啊 记住我们的口号 一切都是为了大业 八百多号人一起高呼 想成功先发疯 不顾一切向钱冲 拼一次付三代 拼命才能不失败 今天睡地板 明天当老板 最终人群都走了 只留下赵康夫妻三人 殷切的目光 久久没有收回来 好半天赵康才看向刘景 行了 老刘愣着干嘛 还不把钱给老子 老百姓们五钱 书生三钱 剩下还有两钱 我算你八百个人 一百六十两拿来 刘景 我草 不是吧 老爷这钱你也要 废话 那可都是我天地会兄的血汗钱 赵康一把抢过银票 扭头看向两女 走逛街去 御凤忙道 夫君我看上了一只簪子 萧玲珑 我想买衣服 买买买都买 赵康带着两婆娘逛街 而李靖他们这些工人协会的第一批劳工 也踏上了打工之路 专场没有建在城里 距离洛马城有一段距离 便由袁洪带着所有士兵负责押送 专场的副厂长赵济跟随一同 起初 书生们虽然被赵康忽悠出来的一腔热血 对进场打工这件事有着不小期待 但是随着被士兵押送落马城 内心也不禁有些惶恐 人都是这样的 兴奋头过去了之后 就好似容易胡思乱想 不少人的眼神开始飘向路边 颇有种准备跑路的苗头 只是看着袁洪那群带刀士兵又有些胆怯 这些书生的反应 都落在了副厂长赵济的眼中 要说赵济那也是袁江县 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有着小赵康的名头 之前还在袁江县的时候 就是老爷赵康的狂热脑残粉 赵康那些坑蒙拐骗的手段 属他学得最为迅速且精通 这会儿 一见书生们眼中都流露出了担忧之色 有了想跑路的苗头 这怎么能行 向来是老爷最近忙于国事疏忽了 还是得给这群人加强精神建设呀 赵济心里想着 这事儿就只能让自己来干了 袁洪将军 休息一下吧 我看他们也累了 赵济开口朝着袁洪说道 书生们听了 都觉得心里有些暖洋洋的 都走了半小时了 还顶着大太阳 他们早就受不了了 原地休闲 袁洪也没有什么意义 发出号令 书生们当即就三三两两的凑到了一块 李金和黄安两人 一人提着一个竹篓子 里面装的是他们最爱的两位嫂夫人 临行钱送给他们的礼物 康兄 咱们把嫂夫人给的东西发一发 和其他书生不同 李金他们几个小头目 那可是浑身都充满了干劲 有着嫂夫人给的东西 那真是什么都不怕 为了省着点 吃得还不敢太大口 吃相那叫一个优雅 其余的书生 也早就眼巴巴等着了 一人分了颗印堂 真甜啊 赵济这时候 背着手走了过来又喝一声 吃着呢 李金等人的眼神顿时警惕起来 有诗 嗨 能有什么事儿 我那是专厂的副厂长 叫做赵济 以后你们的生活方面 也就是由我来负责的 赵济笑着一屁股 坐到了李金等人的身边 让几人都觉得有些许不舒服 黄安皱眉道 赵厂长有什么事 赵济 报上明信 赵济满意地点点头 很好 你们都很不错 咱们专厂呢 还有一段时间才得建成 你们实际上呢 算是第一批入职的员工 所以是有优待的 李金等人不禁疑惑 下意识问道 什么优待 这个嘛 赵济没有指说 目光看向一旁 袁红已经开始催促 众人上路了 轻轻拍了拍几人的肩膀 赵济神秘地笑了笑说了句 优待也不是谁都有的 走了上路吧 看着赵济离开 李金几人更迷糊了 四人你看我我看你 这家伙什么意思 好像是故意来提醒咱们的 张琪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那优待该不会是说咱们吧 不知道啊 找个机会问问他 赶路期间 李金四人几次想要找赵济问话 但都被赵济躲开了 瞧着四人不时凑在一块看向自己 赵济心中更加满意 老爷说得不错 想要压榨坑人 就绝不能让对方又被压榨 和被坑的感觉 来到了工厂建造地 看着到处都被挖得坑坑洼洼 书生们的心情更加坎坷了 随后 被赵济安排士兵带到了宿舍 宿舍完全是赵济按照学生宿舍弄的 只不过要更加的大 每一号住十来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看着住宿条件 这些书生们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毕竟他们这群穷逼 以前过的也就是苦日子 山猪没吃过细糠 李金 你们四人过来一下 赵济出现在宿舍之中 李金几人连忙凑了上去 跟着赵济离开 都做吧 不用拘束 赵济随和地笑着 紧接着拿出了几本手册交给四人 你们都是读书人认识字 这本是咱们工厂的员工守则 你们看看 李金等人翻看了那所谓的员工守则 看着 对于工作时间啥的 有赵康先前打过的招呼 几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赵济这时候开口了 你们会长之前和我说 你们四个是这群人当中 学问最高的 我们专场是最喜欢你们有学问的人了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优待吗 四人赶忙点头 赵济这时候道 我手上呢 有几个小组长的名额 这个你们大概不理解 在我们工厂小组长 那是不用干活的管理层 只要你们荣升小组长 那你们就是管事的 管理好手下的人 那些粗活累活交给 康超眼前一亮 赵厂长您的意思 是让我们四个担任小组长 赵济这时候叹了一口气 我是有这么个意思 不过康超我要是把小组长给了你们 那其他人怎么办 毕竟你们是同一批来的 现在还没开始干活 就给你们当组长 我怕之后有人会不服你们 张琪点了点头 是这么个理 那咱们怎么才能当上组长 赵济这时候道 咱们厂那是能力为重 能力越强 职位越高 我已经决定好了 要重点培养 你们四人 你们能力强 那么别说 让你们当组长 就算是当厂长 其他人也会心服口服 努力干活 那就是自身能力的体现 所以你们得加强自身的能力才行 明白了 几人点点头 读书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讲道理 只要有道理的事情 他们就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赵济说着与众心肠道 不要辜负了我对你们四人的期待 厂里都很看好你们的 我很想 你们都早日当上小组长 李京 厂长放心 我们四人一定加强自身能力 很好 赵济激动地起身 握着李京的手 我们厂就是需要像你们四人这样的人才 四人这一刻也都有些激动 看来我们四人无论到了那里 那也都是注定要成为领导人的 好了 都下去好好休息吧 我期待你们的表现 对了 这件事一定要保密啊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否则我这个厂长就很难做了 对你们的风评也不好 四人连连点头 表示这种事情 他们都心里有数 从赵济的房间中离开 张琪这时候 也没有忘了自己天地会的隐藏身份 小声道 我看这个赵厂长人还是不错的 咱们才来就想着给咱们优待 你们看 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 让他加入咱们大业 康超摸着下巴 这主意不错 不过别忘了 工厂是官家的 这个赵厂长人虽然好 说到底也是朝廷的人 咱们要策反他 那得从长计议 不能鲁莽行事 否则身份暴露 咱们都很危险 黄安也道 康兄说的很有道理 赵厂长显然十分看重我们四人 那咱们 就好好展现一下自身的能力 取得他的信任 等到时机成熟 再让他加入咱们 李兄觉得如何 李经背着手 不错 所以咱们四人 一定要当上这小组长 毕竟咱们说到底 也是会长亲信 不能让其他人给比下去了 是啊是啊 好好干出成绩 让会长和嫂夫人 咱们骄傲 四人走后 几名书生也来到了赵济房间 赵济打开门 都做都做 我很看好你们几个呀 接着就是什么小组长 厂里决定重点培养 你们之类的 听得几名书生热血沸腾 从赵济的房间离开 几名书生互看一眼 都给彼此加油打气 咱们一定要好好 加强自身能力 没错 早日当上小组长 咱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了 也能经常回去看看嫂夫人 还有会长 就是 狗日的李经 明明嫂夫人给的糖 她却才给咱们一颗 自己兜里装着十几颗 简直是混账 等咱们先当上了小组长 看她还怎么中饱私囊 晚饭期间 几百号人来到了 早早就建造好的食堂 一荤一素一汤的伙食 让他们都激动了 没想到 厂里吃得居然这么好 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 赵济这时候背着手出现 诸位 咱们厂里的饭菜还可口吗 不少人硬喝起来 赵济哈哈一笑 好吃就对了 你们啊 是赶上好日子了 想当初我在厂里打工的时候 一天只能吃一顿 还都是杂粮 每天干八个时辰的活 累得跟狗一样 说着 书生们都吓了一跳 八个时辰 那还要人活吗 有人赶忙到 厂长那咱们 赵济笑道 你们不用担心 厂里都很看重你们 你们只用干五个时辰 而且啊 我保证 只要咱们工作努力绩效好 咱们顿顿有肉吃 上个月 咱们厂里创下了一万两银子的营收 这个月人更多了 只要突破两万两 厂长我给你们组织团建 让你们上青楼 和姑娘们迎师做对去 这话所有人都来了精神 纷纷表示 自己一定努力干活 第二天 还在熟睡中的书生 就被铜锣声惊醒 还不明白什么情况 就被召集的人叫了起来 换上了工作服 来到广场排队 拉去挖煤渣了 起先书生们 一个个的干劲都很足 那叫一个卖力 铲子锄头挥舞的 都快冒烟了 但是很快就一个个都烟了 毕竟之前他们哪里干过活啊 一个个都累趴下了 一旁观望的召集 看得直皱眉 这群家伙虽然好忽悠 但是这身子骨实在是太弱了 许多人干活干着 直接晕了过去 别说五个时辰了 都不到五个小时 一个二个就累得跟死狗一样 吃饭都没力气了 赵继也知道急不得 等书生们吃完饭了 就叫了李静四人到房间里 给他们灌鸡汤了 没一会儿的功夫 四人就熊啾啾气昂昂地走回了宿舍 组织宿舍的人一起被员工守则 看得同胞们都惊呆了 给几十号书生打完鸡血 再让他们去给其他人打鸡血 赵继叫来食堂的人 让他们将明天的肉类减少 但菜里的猪油多放了一些 给这群书生补充体力 不过到了第二天 书生们还是都趴下了 有心理承受能力差的 在那挖煤的地方嗷嗷哭 不知道的 还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 这个时候 李静几人立志要当上小组长的人 就会出现 安慰劝解他们 接连四五天下来 书生们也逐渐适应了 虽然干活很累 但是吃得很不错 所以虽然有人抱怨 但也只是少数 书生们的身体 也逐渐壮实起来 到了第八天 李静几人坐在食堂里 看着只有一块肉的饭菜 纷纷皱起了眉头 诸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最近肉好像变少了 好像是的 没之前好吃了 难道咱们干得不好 厂里减少伙食了 操 老子一天累得跟狗一样 居然就吃这种X食 食堂负责人呢 给老子出来 打了几天功 书生们的火气都暴躁起来 俨然有了要闹事的苗头 不少没被赵继心灵鸡汤 蛊惑的书生 瞬间聚到了一块 厂里人发现之后 立马报告赵继 厂长那群废物闹事了 不着急 赵继却丝毫不慌 都在我意料之中啊 老爷说过的 对付横得得软着来 对付奖礼 那就得让他心里有愧 对付刁民 那就皮鞭伺候 不过这会儿 老爷也该差不多到了吧 工厂入口 逍遥快活了几天的赵康 这会儿和两美人 提着给书生们 买来的慰问品出现了 只不过比起之前 易容了一番的赵康 显得很落魄 穿的衣服打不定的 两大美人看起来 也十分的憔悴一般 说的话 更是让人无比心痛 待会都演得像一点啊 别让那群傻X看穿了 哼 谁被看穿还不一定呢 你这屁股的洞不够明显 我给你撕大点 玲珑节 你都给他撕得漏定了赵康 甚至还没靠近食堂 就已经能够听见 书生们敲着碗筷闹事的声音了 看来反响还不小啊 他笑了一声 心里也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 人都是这样的 由减入奢一由奢入减难 当标准一降低 那自然会有人受不了 读书人尤其是穷逼书生 大多都是自命不凡的清高之辈 哪里受得了 果不其然 三人一到广场边缘 就见一大群书生 正在和工厂内召集手下对峙 老子们要吃肉 不要别用那些肥肉来糊弄咱们 没错 咱们天天这么努力干活 吃得还不好 老子们不干了 罢工 罢工 不知道是谁吼了一句罢工 百分之八十的书生都跟着喊了起来 这时候 就算赵记的鸡汤再好喝 李静这些人 也是不敢跳出来复合的 免得被打死 赵康深吸了一口气 提高嗓门 发什么事了 这一声 吼他用上了内劲 声音瞬间传开响彻在每一个人的耳中 人群纷纷回过头来 一看到居然是赵康 李静等人是又惊又喜 同时还有些愧疚 会长让咱们打工 咱们却在这里闹事 对不起会长的期望啊 赵康带着良女走上前来 不少书生都低下头 不敢和他对视 没曾想赵康没有呵斥他们 反而扭头看向了赵记 赵副厂长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弟兄们 为何聚集在此点 赵记演技 那也是堪称炉火纯青 丝毫不逊色赵康的表演 冷哼一声 爸会长 你还好意思问 我宣布 你这群工人协会的人 我们工厂不要了 你带他们回去吧 听到这话 书生们一下子惊住了 纷纷抬头 赵康一听顿时大怒 副厂长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兄弟们怎么了 怎么了 赵记也是毫不客气 嘴巴一张 便开始数落书生们 你工人协会的这些人 连工作都干不好 成天就想着吃喝 来了快半个月了 就没有一天是完成工作量的 今天更是长本事了 居然还聚重闹事 朝着要吃肉 还得吃瘦肉 肥的还不行 我们工厂哪天没有给他们肉吃了 再说了 工作量完不成 工厂没有收入 哪来的肉 每天睡得跟死猪一样 叫都叫不起来 工作期间就只会偷懒 爸会长 这就是 你和我们工厂说的好工人 能吃苦耐劳 礼经一群人 纷纷羞愧地低下头 根本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因为赵记说的是事实 带头闹事的书生们 更是都快把头埋进地里 都是读书人要面子的 被人当着自家会长老大 这么数落 谁受得了 他们甚至都想着 赵康待会苛责的时候 该怎么道歉了 却没想到 赵康愤怒的一鹤 紧接着浑身颤抖着 赵副厂长 我不许你这么说 我的弟兄们 萧玲珑这时候 也瞪着眼 活像之发怒的小母猫 礼经公子 他们都是民事里的人 怎么会像你说的那样 是啊 公子们都是读书人 怎么会带头闹事呢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的 秦玉凤的话 直接给书生们 整得无比羞愧 虽说最爱的嫂夫人 向着自己说话是好事 可咱们 终究还是辜负了 赵记冷亨 误会 不信爸会长 你自己问他们 都是读书人 我倒要看看 他们会不会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撒谎 赵康一脸愤慨地转过头 还说着 我的弟兄们 绝不是这种人 说看向李经 李经 究竟怎么回事 李经叹了口气 没说话 赵康又道 黄安 黄安蹲下身 不敢看赵康的眼神 赵康气得颤抖 张琪 康超 刘申 周同 被点到名字的人 都没有开口 很是惭愧地抱着头蹲下 赵康身子一晃 此刻发挥出 最强的演技 难道你们真的 夫君 会长 看着赵康身形摇晃 李经等人都慌了 神连忙起身围过来 赵康一摆手 都别说话 紧接着连忙看向赵济 赵厂长 那个我们借一步说话 哼 赵济冷哼一声 走进了旁边的屋子里 赵康回过头来 看着众书生们叹了一口气 跟着走了进去 就见门扑通的一声关上 赵康坐在椅子上打着哈欠 赵济就在一旁愤怒地骂着什么 你求我也没用 这群书生就是废物 工作都完不成 要他们干什么 我们工厂不要他们了 你跪下来也不行 赵康靠着椅子 就开始叫着 赵厂长我的弟兄们 都是读书人 之前没吃过苦 您多担待 我在这给您赔不是了 光是听着房间里的争吵 书生们眼眶都红了 甚至脑海中都想象出了 赵康在房间里跪地 苦苦哀求的模样 李经愤怒地在地上打了一拳 扭头看向那几个带头闹市的书生 看看你们这群王八蛋都干了什么 萧玲珑这时候上前 李公子别骂他们了 来 快拿着 这一包是夫君这两天去别的工厂 打工赚钱给你们买的干果 夫君说 你们之前都没受过苦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你们 秦玉凤上前 康公子这 这是夫君给你们买的郁寒衣服 暂时只有十件 夫君说对不起你们 他这些天只赚了这些钱 你们坏着穿穿 不过夫君 要你们放心 他一定会努力打工 拒须挣钱的 书生们都哭了 康超上前 看着那一包衣服 嘴皮子都在颤抖 看着穿着补丁衣服的良女 嫂夫人 你们穿着 为何如此寒酸 萧玲珑红着脸低下头 很是不好意思的开口 夫君把我们以前的 衣服家当都变卖了 说是公子们最重要 还说什么大眼 他的演技 那也是非同一般 俏脸上幽怨神情明显 却又有着释然 我一个妇道人家 不懂什么大眼 不过既然是给诸位公子 买东西 那就不要紧了 我真该死啊 萧玲珑话一说完 就有个书生 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蹲在地上就哭了起来 哭声就像是病毒一般 瞬间蔓延 所有书生都蹲在地上哭了 尤其是那几个 叫着要吃肉 不吃肥肉 要吃瘦肉的 这回大耳瓜子 一个劲地朝着自己脸上招呼 那是真下手啊 打得秦玉凤 都有些心疼了 我们对不起会长啊 太不是人了 我们太不是人了 会长啊 哭声一片字字悲怆 不知道的 还以为赵康死了呢 这一刻 康超和李净发现 自己手上的东西 是那般沉重 看着那些衣服 他们甚至能够想象得出 赵康这些天 努力打工赚钱的场景 他们这些天 打工都累得跟狗一样 有时候 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 而赵康 居然还能攒出钱 来给他们买衣服买零食 那得累成什么样 难怪之前看到 会长一脸憔悴的模样 我们还是人吗 比起会长受的苦难 我们这些天 至少有吃有喝 累点算得了什么 而会长时时刻刻 都没有忘记 大业努力打工 我们却 而这一刻 书生们 心中那受尽了委屈 和折磨体恤下属的会长大人 此刻翘着二郎腿 打着哈欠 听着外面哭声一片 心里想着差不多了 赵济 趴在窗户边上 捅破纱窗 看着外边的场景 择了一声 回过头来低声道 老爷我看差不多了 再演下去 我都怕这群家伙羞愧地自杀了 有这么离谱吗 赵康翻了个白眼 赵济忙道 您自己来瞧 有个都把自己脸打肿了 泽泽 这哭得比死了爹还伤心啊 赵康感慨一声 之前都是骗小姑娘 这会儿骗了这么多少男的心 真是罪过呀 走走走出去吧 门被打开 两人走了出去 书生们直接带着眼泪就冲了过来 一声声会长叫着 望着那一双双阴盼望的眼神 换做一般人 怎么也得愧疚几天 可惜赵康不是一般人 只愧疚了一秒钟 他叹气道 弟兄们 咱们走吧 既然在这里干得不开心 那咱们就换个地儿 李京顿时几乎是吼出来一般 我们不走 我要在厂里打工 黄安更是激动 我死也要死在厂里 我也不走 会长您受苦了 我们对不起您啊 会长 我们哪也不去 就在厂里打工 把铁掀给老子 老子今天要挖一千斤煤炸 挖不够 老子就不吃饭了 一群人哭得稀里哗啦 跟出病现场似的 赵康激动地叫着好 都是我的好兄弟啊 有志气 你们是我的骄傲 我以你们为荣 不 会长 你才是我们骄傲 我们绝不会再辜负会长您的期望了 赵级这时候也出来 既然你们都愿意知错悔过 那本厂长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都滚食堂吃饭去 吃完饭给我狠狠干活 书生们含着泪水和赵康告别 这一刻会长大人光辉的形象 彻底取代了嫂夫人的位置 成为了他们心中的最爱 赵康抱着手感叹 瞧瞧 瞧瞧 这才是栋梁啊 这些今后 可都是咱们大前国的打工人才啊 萧玲珑翻了个白眼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你 以后会遭雷劈了 呸呸呸下说 竟敢对夫君如此不敬 家法伺候你啊 抬起手敲了一下女子的小脑袋 赵康回过头来 看着赵姐 行了 这群家伙 估计至少三个月之内 都不会出什么问题了 老爷我这亲自陪着你演戏忽悠人 你要是管不好 那老爷我可是要骂娘的 赵姐嘿嘿一笑 全没了先前的耀武杨威 谄媚道 老爷放心 不彻底让他们爱上咱们工厂 我也死在这工厂里 嘿 你小子 行了 老爷我先回了 赵康带着两女走了 李京等人吃过饭之后 连午休时间都没有休息 直接扛着工具 就冲向了干活的地点 那家伙比第一天的时候都卖力 铁仙锄头抡的 都不是冒烟 而是着火了 原本两天的伙计 愣是让他们这八百多人 两个时辰给干完了 把铁仙往地上一插 书生们现在只想大吼一声 还有谁 还有什么火 统统给我们全弄上来 这进度 直接给赵基督吓了一跳 当即就让食堂 宰了三头猪夹菜 晚饭吃过之后 一个个宿舍 更是响起了 背诵员工守则的声音 一直到深夜 所有人这才睡下 书生们的打工之魂 在这一刻全都觉醒了 做梦都在轮铁仙 另一边 赵康回到洛马城 他之所以还没有走 一是在等着书生们闹事 去激活打工之魂外 另一个原因就是在等人 毕竟他这个会长跑路了之后 工人协会还是得继续下去的 而对于接替他忽悠人工作的人选 他心中也早就有数 门外响起敲门声 玉凤从赵康怀里起身去开门 门口的高拳 一见秦玉凤赶忙打了声招呼 三夫人 你可算来了 夫君刚才还念叨你呢 玉凤笑着让开路 高拳笑道 收到老爷的信 安顿好其他人 我就赶过来了 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钱儿来了 赵康听到声音招呼了一声 高拳走进院子 大夫人 老爷 赶紧坐 你小子可算来了 这下我也能放心走了 赵康笑道 咱们原江县的父老乡亲 都安顿好了 都安顿好了 不少人一般进新家 就会原来的常理上班了 要不是为了招呼他们 我也早就到了 高拳回话道 赵康点头 那就好 那群刁民愿意来 咱们可得安置好 事情你都清楚了吧 都清楚了 不就是忽悠读书人吗 您放心 这事儿我说 那就好 以后就是天地会父会长了 我待会带你去认认路 另外也留意下 有真才实学的那种 你可别给老子也忽悠去打工了 李治州那种事 一次就够了 高拳一乐 那不是李先生倒霉吗 银子没带够 才去的水泥场 哪能再次发生 再说了人也算是多学了一项本事 您是不知道 李先生现在跟着张老先生 成天在大学建造地转悠着 见工人和水泥 还能上前指点呢 将工人协会甩手给了高拳 赵康放心地带着两大美人跑路了 对于高拳 那是无比的放心 对方之所以能够做到原江线二把手 最主要的原因 那就是 能够独当一面 赵康在的时候 看赵康坑人 赵康不在 他就自己坑人 就李经这群书生 还真不够他高拳玩弄的 起码返回扬州城 这一次 萧玲珑和玉凤可都算是过瘾了 虽然说戏份比较少 但是跟着赵康 将八百多号人送进工厂打工 那种强烈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已经使得两女爱上了这种 骗傻子的不道德行为 就是还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他们 还是有道德的 听两女说着 赵康哼了一声 你们啊 道横还是太浅了 萧玲珑别了别嘴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这么心安理得 因为 玉凤也竖起耳朵 很想知道自己公子 怎么每次干坏事 都能不内疚 不像他这会儿 还有些可怜那些书生 赵康掏出烟卷点上 吸了一口吐出烟雾 满脸严肃 我没有节操呀 太无耻了 两女都哭笑不得 自己居然还期待地以为 有什么窍门 真是太低估他了 一路说说笑笑 回到扬州城 将两女送回住所 赵康本打算休息 紧接着皱了皱眉吗 总觉得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事情一样 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 那就懒得想了 起身出门 来到了商场建工的地方 远远的就看到 宋青岩在工地上视察着 便走上前去打了个招呼 看到赵康 宋青岩妩媚一笑 刚回来啊 刚到呢 怎么就你一个 红雪呢 宋青岩在前走着 刚二牛来找他 不知道说什么去了 二牛找红雪 赵康有些讶异 宋青岩点点头 对 说是想和红雪求教 什么菜谱啥的 我也不太懂 赵康一阵恶寒 那蓝色鸡汤翡翠猪蹄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吃了 走着 宋青岩忽而停住脚步 顿了顿到 明儿托陈先生来信了 赵康愣了下 紧接着尴尬地笑了笑 这好大 他都忘记了 说什么 宋青岩笑道 问我这段时间过得如何 伤势好了没有 然后说 他打算去景国找他的霸凶 准备在景国做生意 好好干一番事业出来 元齐国的地儿 都分给了景国 严格来说 这会儿 周明也算是景国人了 赵康乐乐 还真是有出息了哈 有志气 还有呢 宋青岩翻了个白眼 还说了 还说了 要是你这赵叔叔 对我好 我也愿意的话 那就让我跟着你 说是什么 只要你对我好 他将来挣了大钱 就会好好孝敬你的 说着就连宋青岩自己 都忍不住乐起来 拿出那封周明写的信 在而写得着实不咋地 颇有赵康风骨 这孩子还真是 别的不说 周明这家伙 孝心是无庸置疑的 宋青岩推开自己住所的门 萧玲珑等人来了之后 他就搬了出来 所以 你得让景国那边布置一下 要不就说他哪个霸凶 已经死于战火了 免得他傻乎乎地到处找 这也得怪你 当初非要和他称兄道弟 赵康善笑 那不是不知道 后来会有那么多事吗 要不给景国打声招呼 宋青岩又了一声 那要不直接告诉明儿 当今大前赵王和他的关系 让他直接成了 世子不更好 赵康哭笑不得 被女子随手推倒在了床边 宋青岩俯身躺下闭眼休憩 轻声道 明儿不用去理会 让他自己闯闯才能长大 道是周贵 我想你帮忙 让他后半辈子一事无忧就好了 我明白了 赵康感慨一声 宋青岩睁开双眸坏笑一声 然后我再给你生一个 来啊 谁怕谁 宋青岩 想得倒霉 先叫生好姐姐来听听 没有做什么白日宣淫的荒诞事 仅是彼此调笑 便足以让二人心情愉悦起来 从一解处离开 赵康回到住所 就见灵儿牛派客 还有叶洪雪 以及其他女人凑在一堆 一群人对着一口锅子 看得聚精会神 赵康闻见那位转身就走 就不该回来的 叶洪雪却先生夺人 赵康 你来了 赵康 你去哪呀 赵康 王八蛋 你是不是聋了 善笑着回头 赵康 咋了二老婆 快过来 见他愣在原地 叶洪雪小跑上前来 挽着他的手臂 就往里边拽 满脸兴奋 赵老爷心里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才坑了八百人 报应来得这么快 炉火烧得很旺 窝里翻卷着一锅赵康用肉眼 实在是无法辨别的食物 叶洪雪咬了一勺吹了吹 体贴地凑到了赵康嘴边 期待到 尝尝 赵康笑了 你怎么不吃 还有你是不是忘了 上次喝那鸡汤的时候就答应过我 再也不做菜了 叶洪雪忙道 这可不是我要做的 是二牛要求的 二牛 赵康惊呆了 二牛和派克尴尬地笑了笑 是啊老爷 是啊 赵大人 不是 你们嫌日子太好了 给自己找罪受 全吃我老婆做的菜 赵康惊呆了 铿枪一声 铁勺砸在了锅里 赵康忙缩到了萧玲珑和吴欣怡中间 护驾 叶洪雪气得双拳紧握 王八蛋 你看不起人是不是 老娘还不稀罕给你做饭呢 嘿哟 我可真是谢天谢地了 哪位人兄如此铁位 竟能承受如此人间剧毒 是少说的 是个三品中层吧 林二牛和派克笑得更加心虚了 叶洪雪提着铁勺 就朝赵康追了过去 好一阵鸡飞狗跳 才一勺子打翻赵康 好心当作驴肝肺 你不吃 不知道多少人想吃呢 你以后跪下来求我 我都不做 老娘今后就给别人做 妈的听到这话 赵康有点绷不住了 自己婆娘给被人做饭 这跟贝律有什么区别 她爬了起来 冷笑 谁傻X啊 吃那东西 真不怕死啊 拉出来我瞧瞧 二牛 告诉她 多少人喜欢吃本夫人做的饭 林二牛咳嗽几声 哪个老爷 我们医药所来了几个新人 他们可爱吃夫人做的饭了 花样多味道好 天天叫着要吃呢 真的假的 赵康满脸的不可思议 一句他们可爱吃了 着实让赵康有些难以置信 世间竟有如此强人 那可是连老爷 我都抵抗不住的东西啊 林二牛和派克两人一边说着 还一边端起铁锅 和赵康说了一声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走了 整得就连萧玲珑和秦玉峰 都有些好奇了 这两人究竟咋了 无心一笑着道 也不知道怎么的 前段时间 二牛找上洪学姐 说是让她帮忙做菜 一连好几天了呢 瞧见没有 叶洪雪哼了一声 颇为自得地看着赵康 你不珍惜 有的是人喜欢 也不知道那天天吃我菜的人 长啥样 俊俏否 嘿 你这家伙 得好好教教你辅导了 赵康气得呲牙 叶洪雪翻了个白眼 那你还是好好镇下富刚吧 站住 今儿非让你见识见识 一家之主的厉害 而另一边端着锅子 林二牛和派克 一路小跑回了医药所 拿出显微镜就开始了研究 分工那叫一个明确 一人取样观察 一人记录物质成分 完事之后 林二牛和派克 都露出了感慨之色 二夫人真是天才啊 没错 明明都是些没毒的东西 硬是能做出这样一锅 有毒的玩意儿来 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 只能用天才来形容 林二牛 行了 下去实验吧 我看哪个老家伙也饿了 片刻之后 望着倒在地上 土白墨子的老头 派克拿着探笔写写画画 随后道 比起昨天解读速度 快了一炷香 好像是身体 产生抗体了 这些高手 真是太厉害了 我一定要把他们研究清楚 林二牛点点头 扫了一眼前边 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老头子们 还有六个呢 足够咱们研究的了 一群老头都绝望了 其中一人更是激动地叫了起来 放我出去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林二牛顿时喝道 闭嘴 就你特么事最多 能不能有点高手气质 这会儿知道怕了 早干嘛去了 杀我家老爷是吧 弄死你 我真不是高手啊 我就一个乞丐啊 还他妈撞 再逼逼为你吃春药 老头赶忙捂着嘴角呜呜地叫着 江啸天一众人看着他 也不由得心生疑惑 这家伙究竟是谁啊 医药所的研究还在继续 一众高手只能祈求着赵康赶紧回来 只要你回来就咱们 别让咱们再吃那些难吃的要死的东西 我们立马就给你当走狗 哦不 是鹰犬 只不过赵康这会儿忙着重振夫刚 根本想不起来 他们这群老家伙 好好收拾了一顿二老婆 重新建立微信 赵康神清气爽地走出了家门 他直接来到了城外 自从上次李狗蛋和诺贝尔给研究所炸了一次之后 赵康就决定将这火器研究所搬到城外来了 免得哪一天这群炸药疯子玩出火来 直接来刺大爆炸 那可就有乐子了 因为是二次建立的缘故 所以这会儿研究所还显得有些不完善 再加上经常做爆炸试验 导致火器研究所周边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 赵康的到来 让一众研究所的人都很是兴奋 纷纷热情地打着招呼 赵康也一一回应 和其他研究所不同 火器研究所的人员构成 大部分都是来自前国的火炮军的士兵 这些年赵康常年带着他们到处打仗 因此都很熟悉了 狗蛋和诺贝尔呢 叫住一名熟悉的士兵 赵康询问道 士兵忙道 他们俩啊 那边屋子呢 好像是最近弄了什么新的研究 赵康顿时来了兴趣 朝着小屋走了过去 还没进门呢 就听到了砰的一声 他不由得愣了一下 这声音怎么听着 跟枪一样 随后更是听到了 狗蛋激动兴奋的声音 成了 能打出去 赵康赶忙一脚踹开大门 鼻腔嗅到了一股火药味 什么成了 拿出来老子看看 屋里狗蛋和诺贝尔 都诧异地回过头来 赵康的目光 一下子就落到了狗蛋 手上滴溜着的东西上 那东西造型很是古怪 双管连在一起 用布条帮着 管子下面垫着木板 造型和枪很是相似 赵康一下子就激动了 快步走上前去 快 拿来我看看 离狗蛋也无比的兴奋 老爷 这是不是就是 你说的那种枪 刚打响了 说着 还一脸兴奋地 指了指一旁碎裂的木板 赵康赶忙接过去 仔细看了起来 一遍看一遍激动 太特么像了 你们怎么搞出来的 手上 这把粗裂制造的枪 和真正的枪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不过不妨碍 这是一次成功 和双管裂枪 看起来很是相像 尤其是这造型 简直了 诺贝尔盲道 是按照狗蛋大人 小型火炮的设想 弄出来的 不过还不是很稳定 我还是觉得 全部以铁打造更好 不过一些部件的 连接和打造 还是个问题 赵康赶忙道 诺贝尔你说的对 不过能做到这地步 也很不错了 你们要再接再厉啊 两人连忙表示 自己会努力的 紧接着 离狗蛋赶忙展示了 一下自己所用的子弹 其实也就是铁弹子 两人的构思也很简单 就是将大炮所用的炮弹 用铁弹子代替 用火炮的发射原理来搞 这就导致这把枪 还得用火折子点引线 赵康便和他们说了下 什么撞针点火子弹头之类的 这东西 他也就是一知半解 只能将自己知道的 告诉两人 希望两人能够得到启发 赵康的讲述 让两人都是受益匪浅 用心记着 心中更是有了不少想法 看着赵康手上 自己两人弄出来的玩意儿 离狗蛋挠头笑道 这玩意儿 虽然也叫枪 不过可比长枪厉害得多了 不过现在威力还太小了 我想 要是能够弄出来 老爷你说的那种什么子弹 威力就会提升不少了 赵康晃了晃手上的双管枪 那是 不过我没想到 你们这么快就能搞出这神器来 诺贝尔有些诧异 神器 这把枪如此不凡 赵康 这把枪的造型不凡 想着赵康恶趣味地笑了笑 这枪叫啥知道吗 两人虽然是制作者 但这会儿都不解地摇了摇头 赵康责了一声 这造型叫安贝切啊 不知为何 听到安贝切三个字 李狗蛋和诺贝尔心中顿时产生了一股敬意 听的就是不得了的东西 诺贝尔严肃道 李狗蛋点了点头 没错 赵康更是 那当然 此神器那可是当初的山上剑圣所造 不过这位大佬弄的是电机打火装置 可比你们厉害得多了 你们这把也就是造型相似吧 诺贝尔惊叹 山上剑圣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我以后一定要多多向他学习 显然诺贝尔很有学习的精神 这样才对 加油啊 你们两个 我很看好你们 给两人喂了口鸡汤 看着手上的安贝切 赵康又仔细欣赏了一番 还让李狗蛋装子弹 打了一发 威力还算不错 近距离应该还是能够打死人的 就是开枪太麻烦 还得深入改进 不过这会儿暂时也用不着枪 所以赵康也不着急 从火器研究所出来 赵康回到了城内 一双美目见到他 眼前不由的一亮 连忙招手 赵康 寻声看过去 赵康就见到了 那吸引了不少人的金发 闭眼精灵 来到扬州城生活好了 如今伊丽莎白 可不像之前那样 饿得皮包骨 跟鬼一样了 这会儿长得白白胖胖 身段风韵 尤其是那天赋异禀的地方 赵康觉着 也就无心仪 可以和这妞一觉高下了 再加上那白皙的面容 很难不吸引人注意啊 这部大街上 基本上所有的男人 这会儿都在看着他流口水 赵康还没过去 伊丽莎白便脚步轻快地跑了过来 你今天回来的 是啊 刚回来到处看了看 逛街呢你 赵康笑问道 心里也不由得嘀咕 这老外和前世电影里 看到的也不一样 咋不就先抱抱亲亲脸啥的 说好的开放呢 伊丽莎白哪知道她心里的想法 听赵康这么说 颇有些不好意思道 你的夫人平时都挺忙的 我啥也不会 就只能自己到处走走了 赵康一听 也觉得有些不厚道 人一个女王 来了扬州城之后 就被扔到医院子里 不闻不问 虽然生活上融入得很好 但说到底是外来人 派克这些老外 为了娶妻生子 都忙着上班呢 哪里有时间搭理他 这家伙不嫌得无聊才怪了 赵康笑问道 所以平时挺无聊的吧 两人走着 伊丽莎白勉强一笑 还好 皇帝陛下前段时间 倒是来邀请 我去边城看了看 不过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没消息了 赵康一听乐了 怕是被揍得不敢来了吧 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啊 看了眼被手走着 虽然表面不说 但那蓝色眸子里 始终藏着些许失落的女孩 赵康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玩 伊丽莎白眼前一亮 去哪 好地方 跟着来就是了 两人从东街来到了北街 天色都有些暗了 伊丽莎白就看到 前方有间挂着大红灯笼的店铺 店铺招牌上写着 怡红夜场四个醒目的大字 不由得好奇到 赵康这里是什么地方 赵康微笑 找乐子的地方 作为原江县一大娱乐场所 怡红院怎么会不跟着来扬州城 而且老板雪怡如今也发现了 那皮肉生意 远没有直接干夜场赚钱 姑娘们受罪不说 接待的还都是些喝得醉醺醺的酒鬼 并且也没啥赚头 四前想后之际 雪怡直接来了一次大转型 将原先的怡红院 更改成了怡红夜场 不做那皮肉生意了 两人还没走近 伊丽莎白就听到了乐器碰撞的声音 有些兴奋地看着赵康 你带我来听音乐会 赵康咳嗽一声尴尬道 这可不是听音乐的地方 是喝酒跳舞找乐子的地儿 跳舞吗 好像也挺不错的 伊丽莎白没有失望 反而有些期待 夜场门是开着的 赵康带人直接走了进去 守门的是老相识了 一看见赵康顿时激动起来 老爷 您可算来了 雪怡刚还念叨呢 说是咱都搬过来了 你也不来蓬蓬场 撕着大美人事 女老外 看到赵康身边精灵一般的女子 守门的家伙有些惊叹 早听说了城里有群老外 男的也见过不少了 女的还是第一次见 居然如此漂亮 伊丽莎白有些胆小 往赵康身后藏了藏 赵康笑道 别吓着人家 还有什么女老外女老外的 叫女王大人 守门人赶忙开口 女王大人 小的失礼了 没 没事 赵康 还有没有桌子 嘿 老爷您来了 那没有也得有啊 快请进 咱们这呀生意可好嘞 里边场子早热起来了 走走走 拉开木帘 一进到里边 别说伊丽莎白了 赵康都吓了一跳 除了灯光不是那么给力之外 他都以为回到前世的舞厅酒吧里了 巨大的舞台上 无数男女在上边扭动着身躯 多数是原江县的面孔 也有扬州城的本地老百姓 大厅里少说有二三百号人 作词分明 周边挂着红绿彩带 台后无数能够制造噪音的乐器 汇聚发出嘶鸣 舞台后的高台上 一名白衣女子 更是站在台上嘴里 不断叫着什么宝贝造起来之类的 形象打扮 显然是模仿怡红院传奇女子 无数原江男人的梦 公孙云秀 伊丽莎白眼睛都看直了 甚至还瞅见了派克他们在台下摇头晃脑 赵康低下头问道 感觉怎么样 好像挺不错的样子 伊丽莎白小声回应着 翘脸飞红 但是眼睛一直盯着台上跳舞的那群人 去给老爷我弄桌子去 今晚所有消费我买单 赵康大手一挥 接待的人激动了 立马安排 台上女DJ听到消息 当即弯腰捡起了大喇叭 宝贝们 今晚全场消费赵公子买单 让我们忘记一切烦恼 尽情地玩吧 无数声狼嚎响起 音乐更加暴躁起来 什么气氛组 刚管舞女郎大腿舞 一节目接一个 这大概便是无师自通了 都是怡红院的人自个儿琢磨的 那犹如群魔的乱舞的场面 有花了大钱的人 当即就抱着舞女护啃起来了 看得伊丽莎白面红耳赤 忍不住看了一下赵康 小心脏砰砰跳 灯红酒绿的场面 处处充斥着发泄的叫喊声 一切一切 看得身边的伊丽莎白满面红光 女王陛下一起上去跳舞啊 派克他们一群老外 早也就看到了伊丽莎白 这回都跑了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曾经的女王陛下 没办法 他们就是一群没房没钱的穷逼 就连来这夜场的钱 还是灵二牛出的 兜里根本没有银子 去和夜场里的姑娘 贴身扭动身躯 只能将注意打到了伊丽莎白身上 伊丽莎白翘脸一红 摇了摇头小声说道 你们自己去跳吧 诚信而来 拜信而归的老外们 只能又跑到灵二牛那里 开口借钱 二牛很是大方帝 甩出二十两银票 不忘了拉着派克 老派克 你可是欠我五十两了呀 发了工资扣 发了工资扣 上头的老派克挥着手 搂着刚到的气氛组 去台上扭了十分钟 这才有些意犹未尽的下台 另一边 伊丽莎白拿着杯酒 小心翼翼地坐在赵康身边 不识小口的米一口 目不转睛地 看着前方台上扭动身躯的男女 像急了出道夜店的三好学生乖乖女 看得赵康不禁发笑 喝了口酒 目光放到了台上的女DJ上 回想着当初在怡红院 见到公孙云秀的那一幕 心里嘀咕着 这娘们怎么就不来了呢 忽而觉得耳边有些臊痒 回头过来一看 不由地愣了一下 就见伊丽莎白 瞪着双蓝色毛子看着自己 赵康疑惑 伊丽莎白咋了 女王翘脸一红 低声道 我们要不要上去跳舞 这不太好吧 赵康咳嗽看了眼台上 这特别叫跳舞 要是把衣服脱了 跟当众造人有什么区别 自己堂堂赵王 大庭广众之下这样搞 岂不是有损形象 你 不愿意吗 女子有些小失望 赵康心中莫名觉得有些怪异 忙道 不是 行吧行吧 反正今天是陪你高兴的 来人 给老子上二十个舞伴 银子一洒 当即就让台下的人感受到了 什么叫做超能力的力量 派克一帮穷逼 眼睛都看直了 望着台上 被一群女人环绕在中间 贴身扭动的赵康 不时还亲上一口 他们的心疼地都在滴血 尤其是看着伊丽莎白 紧紧挨着赵康笨拙地摇头晃脑 实在不会之后 就拉着赵康的手转圈圈 更是道心破碎 都想要抱在一起 痛哭流涕了 城里姑娘不待见咱们也就算了 连同种族的女王陛下 也开始对着赵康大人 头怀送抱了 还有咱们的活路吗 夜场开始打烊了 寂静的街道上 纵情发泄过后的男女 开怀地笑着 女子显然有些到位了 白皙的肌肤 透着些许红韵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酒量不错的赵康 却很清醒 笑道 今天开心了吧 最开心了 伊丽莎白表现得很是兴奋 随后又抓着赵康的手追问 以后我还能去吗 当然可以 想什么时候 去就什么时候去 可我一个人不敢去 伊丽莎鼓了鼓塞帮 模样很是可爱 今儿她可是夜场里 唯一的一个女客 赵康发笑 怕什么 到时候我陪你去 这太好了 送着伊丽莎白到家门口 看着兴奋劲没有减少的女子 赵康忍不住拍了拍对方的小脑袋 快回去休息吧 那明天见 话还没说完 女子便抱向赵康 后者只感觉胸口一软 被伊丽莎白来了 刺带球撞人的违规操作 本能的双手也搂住女子 伊丽莎白脸一红 挣脱了怀抱 跑进家门中 随后又回头露出半边小脑袋 语气很快很害羞 谢谢你赵康 还要你好英俊 说完砰的一声 关上大门 飞快地跑回了房间中 这家伙 愣在原地的赵康 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真软啊 只有心仪能和他一较高下 今晚得好好研究 想着自己那贴心温软的四房 赵康心头一阵火热 连忙转身打算往家里赶 就见巷子头 有人提着跟木棍冷笑一声 舒服吧 玩到大半夜不回家 我当和谁呢 跳得开心吗 赵康瞬间冷汗都下来了 看着前方的夜红雪 立马扭头就跑 随后 让人一脚踹了回去 另边接到同样手持木棍的萧玲珑 一边说着 你好英俊啊 一边走了过来 谁来救救我 一日午间 看着赵康殷勤的忙前忙后 端茶倒水 刚回家的曹白露疑惑 看向磕了一地瓜子皮的秦玉凤 夫君怎么了 昨晚和那女王玩到了饮食过后 让大姐和二姐抓到了 这会赎罪呢 女子娇笑着 又撒了一把瓜子皮 看得赵康眼神很是幽怨 曹白露吐了吐舌头 暗道一声 真不怕死 赎完罪 女人们都出去忙活去了 赵老爷终于清闲下来 拉了张腾乙到门边 泡了壶茶水 享受着悠闲的下午时光 看似清闲 他的大脑却在转动着 如今扬州城各地都在建设 工厂 商场 大学等等 一切都按照计划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家里几个女人 也都掺和上去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反倒是自己清闲下来了 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了 要不再搞个天上人间娱乐会所 光是想想 赵康都有些兴奋 只不过一想到 昨晚上那一顿双打 赵康又冷静下来 这玩意儿 少不了和女人接触 自己近期要是再和哪个女人 暧昧不清 怕是得被打死 正苦恼之际 街上传来不少孩童的欢笑声 赵康睁眼看过去 灯石眼前一亮 就见前方十几名孩童 追着一个球形状的物体 踢得那叫一个欢石 足球 不对 这会儿应该叫醋狙吧 正好这会儿 一个小孩一脚将球 踢到了赵康脚下 赵康起身捡起球 仔细看起来 发现是藤条编织出来的 弹性很垃圾 倒是可以用皮革缝制 里边可以用动物的胃囊之类的 充气填充 赵康想着 不由地起身踮球 思绪在这一刻 五味杂陈 我本是足球爱好者 可惜一次次被白斩鸡们伤透了心 如今众活一世 一定要振兴国足 叔叔 能不能叫我们踢藤球 看着赵康颠球 小孩们都惊呆了 赵康差点就一脚 将球踩爆 来去海踢球了 当下赵老爷 又找到了奋进的目标了 搞体育建设 将藤球还给了孩子们之后 赵康立刻开始去了解 这藤球的来历 走访城内的百姓 一圈下来之后发现 这玩意儿 不叫醋狙 就叫藤球 曾经是风靡各国的运动 只是近些年战火不断 忙着打仗 没人玩球了 赵康听得痛心疾首 多好的体育 不说能够加强百姓的身体锻炼 用来赌不对势 搞搞世界杯 让老百姓闲下来 玩上棘手娱乐娱乐也好啊 赶回家中 早回来的萧玲珑和叶洪雪 原本还有些生气 这家伙地没擦完就跑了 又见他兴冲冲的模样 不禁好奇 你咋了 捡到钱了 哈哈 我找了点玩意儿 将女子搂紧怀中 不顾对方挣扎 赵康狠狠啃了一口 说出自己的想法 萧玲珑顿时来了兴趣 藤球啊 好久没有玩过了 你也会 赵康诧异 哼 看不起谁呢 萧玲珑骄傲道 当初没有继任皇位之前 我可是玩这个的高手 赵康乐乐 我要搞的这个 可不是简单的藤球 而是足球 当即 赵康叫来了扬州城内的 大小官员前来集合 迁都开国也一段时间了 鉴于扬州的重要性 最先就位的 就是扬州各地的官员 这段时间 不少官员都想来拜会赵康 不过都让赵康一句话拒绝了 因此 这会儿得到赵康照见 官员们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老老实实地战成一排听着 赵康讲述 半天下来都明白了 王爷要大力发展藤球 不对是足球 扬州九到各县 都可以组建足球队比赛 赢取比赛 将有丰厚的奖金 听到奖金二字 官员们都心动了 连忙追问这个足球的事情 他们能不能组建足球队 赵康一一解答说清的足球规则 玩法甚至大小赛事 官员们听得那叫一个认真 都开始做起了笔记 一直到了天黑 讲了足足两个时辰的赵康这会儿道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 成交建立一个足球场 所有的一切开支 由我赵王辅出 每个县最多只能有两支足球队 多了不行 另外成立一个足协 本王那县担任第一任足球协会的会长 好了暂时就到这里 这件事要尽快落实 一个月之内要传遍扬州 足球场建设更是要加快动作 最后两个月后举行一次新一杯足球比赛 奖金一万两 扬州内所有的足球队都可以报名啊 瞅了一眼抱着孩子的吴欣怡 赵康便将这个世界第一次足球赛事 命名为了新一杯 官员们都热血沸腾了 一万两的奖金 这可着实不少了 刚王爷可是说了 他们这些当官也可以去参加足球队的 与民同乐嘛 赢了 那可是都能够拿到奖金的 不就是藤球吗 谁小时候没玩过 虽然说规则和人数不一样了 那也就是个球 能难到那里去 重新捡起来 练练就行了 收到赵康的命令 官员们立即下去准备了 赵康感慨一声 全力就这点好 有的是人帮忙办事 吴欣怡笑着走过来 夫君该吃饭了 赵康接过孩子 揽着美人腰 走走走吃饭去 一日 赵康要组建足球队的消息 就传遍了大街小巷 不少人来了兴趣 李二狗但一群研究所的人 更是都来到了赵康的临时王府 就那小破宅子 新王府还在建着 老爷 你要搞足球队 我来成不成 您瞧我这一身剑子肉 不踢球浪费了 吊哥努力展示着自己的雄壮 张楼 老爷我从军中 给你拉一队人来当队员 赵康大人 我们也很会玩球的 派克一群老外赶忙道 主要是盯上了 那一万两的奖金 你们懂个屁的球 赵康不屑 瞧你们一个个 挖瓜裂枣的样子 还想进老子的足球队 老子的足球队队员 那得是德智提美劳 全面发展的宇宙级战队 不说大罗小罗 那梅西姆总得有几个吧 你们还是算了吧 自个组去 狠狠贬低了一通自己的下属 赵康扭头去和纺织厂的黄厂长 讨论足球怎么缝制去了 被打击的众人 只能搭拉着脑袋离开 有些懊恼 张龙越想越气 自己搞就自己搞 踢腾球而已 还踢不过你们 钓哥有没有兴趣 就是 咱俩组队 到时候狠狠打老爷的脸 赢他的银子 没错 两兄弟越说越起劲 正要勾肩搭背地走了 派克赶忙道 钓大人张大人 我们得了把老派克 瞧你们一个个歪瓜裂枣的样子 我和钓哥的队伍 那得是德智提美劳 全面发展的宇宙级战队 你们不行的 林二牛这时候很仗义 老派克 走他们 不要你我要你 咱们组队去 老黄有没有兴趣 黄大夫点了点头 叫上了达克 走咱们医药所自己组队 黄大夫 你对我真好 达克感动得眼泪汪汪 各大研究所的人 发誓都要争一口气 好让赵康看看他们的实力 无福 现任辅主 从齐国赶回来之后 就没再回去的沉浆 合泡了几壶茶水 看着对面一帮 无福的重要骨干 都听说了吗 王爷要搞一个新一杯足球赛 所有人都可以组队参加 新笔区格 五剑狂有些缺乏性质 藤球有什么意思 不如修炼 是啊 辅主 这种事情 咱们掺和进去干嘛 陈江和咳嗽一声 我听说医药所李二牛他们 准备组队参赛了 人数都齐了 而且已经开始训练 还有张龙李狗 但黄天行 他们也都在组建各自的组球队了 操 老子报名 老子要干死医药所的王八蛋 五剑狂激动地站了起来 其余人也各个满脸扭曲 群情激愤 和刚才死眯养眼的模样截然不同 都兴奋了 陈江和一拍桌面 好 那咱们五副足球队正式成立 来来来都看看这个足球的玩法 咱们好好训练一番 干死医药所 拿下新衣杯 干死医药所拿下新衣杯 赵康怎么也想不到 他投入了极大心血 信心满满 搞的比赛 在后世被称为神仙杯足球赛 行了老黄 就这样吧 早点把足球给我造出来 越多越好 明白了老爷 黄厂长点点头追问 对了老爷 我们纺织场 也能组建足球队的吧 你那场里都是些女工 组队干嘛 踢得过我 赵康吃笑一声 虽然我们扬州城 有很多足球队的名额 不过 你还是歇着吧 老老实实到时候压我战队 等着收钱就行了 这样啊 行吧老爷 到时候别忘了拉我下庄 黄厂长一听 倒也是这么理 整一群女的去 怎么踢得过别人 确定了足球怎么搞之后 赵康就离开家了 准备好好物色一下他的宇宙级战队的队员 只是晃荡了一圈之后 也没找到心仪的人选 当即赵康还是决定以权谋私 让官员张贴告示 在城内聚集足球高手 开始挑选人才 为了体现自己的专业化 赵康甚至连后补啥的都考虑到了 一中午的高手 城内就有不少藤球高手 来到了赵康的报名地点 足足小100号人 赵康也早已经准备好藤球 试试这些人的腿法 别说还真有一些花里胡哨的 看得赵康心里痒痒 你叫什么名字 看着先前表演了一番盘带技术的庄家汉 赵康问道 汉子傻乐道 大人俺叫维豪 赵康一听 脸色就沉了下来 你回去吧 我不中意你啊 维豪满脸失望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经过赵康仔细挑选 他的宇宙级战队 23人全部就位 再加上赵康这个主教练 24人全部到齐 瞧着一个个年轻积极的小伙 赵康也是心情澎湃挨个握手过去 和球员们打好关系 见他如此和蔼可亲 球员们也很是兴奋激动 进了我的足球队 每个月每人五两银子包 三餐食宿 你们要做的 就是狠狠的踢球卖力的踢球 赵康始终坚信前才是 激发斗志的最好物品 看着队员们一个个亢奋的眼神 他很是满意 为了壮大声势 直接召开了一个记者发布会 带着他的队员 出现在了老百姓的面前 望着前面来看热闹的老百姓 赵康咳嗽了一声 乡亲们 今天起我正式宣布 咱们扬州足球队正式成立了 本人就是足球队的主教练 你们可以叫我赵大人 也可以叫我赵娇 我身后就是咱们扬州足球队的队员 虽然听不太懂 老百姓们还是纷纷叫好 紧接着 赵康就开始和众人扯皮了 什么足球队身体的好处 参加足球队的待遇等等 只有24人还是不太够的 一切都得往好的来 老子有的是钱 超能力砸下去 还怕踢不赢那群穷逼 退一万步说 到时候裁判 球证 旁证 主办方 协办 全都是老子的人 你们地方上的球队 怎么跟我玩 开玩笑呢 一番演讲 说的是百姓队员 连他这个主教练都激动了 最后 赵康振臂一吼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扬州足球队 接下来 我们将努力备战第一届新一杯赛事 扬州足球队 所有队员连带一些老百姓都吼了起来 必胜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着队员们找训练的地方去了 恰好看到了二牛他们医药所的 在一处开阔地抢的藤球 这是已经开始训练了呢 边上还竖着一什么医药所足球队的牌子 心道一声垃圾 带着队员趾高气扬地走了 可惜他走得太快没注意到 医药所的人正训练着 抢球的黄大夫突然倒地吐沫子 一旁的达克冲过来 就给他扎了一针 黄大夫竟是一个鲤鱼打听起身 朝着二牛就追了过去 你妈的 林二牛 自己人用得着下死手吗 随后 一针就给二牛肝倒在地上抽搐着 黄大夫虽然是拯救派的 可不代表他不会用毒啊 都医药所的人 而赵康则带着队员们 来到了早已经准备好的训练地方 和队员讲着什么 越未造点球之类的 旁边还有一群等待他传授知识的裁判 信头一上来 那真是连家也不顾 点着火把的操练队员 一直踢到了大半夜 赵康才心满意足地 回家洗漱完毕 爬上老婆的床 萧玲龙也未睡 搂着赵康的脖子 听他说足球队的事情 听着赵康之后 还准备做妆 很赚一笔 女子乐了 我看你是想坑人 赌博 不知结果叫赌博 知道结果 那叫投资 赵康节节笑着 捏了捏那怎么也看不够的俏理容颜 到时候就跟着老爷下注 保管小娘子你 赚得盆满波液 都听你的 看着黑夜中 那双扑闪扑闪的大眼睛 那不是什么人都能抗住的 当即赵康就起身 把那龙袍翻出来 女子笑着 配合赵康 玩起了那沙头的剧情扮演 短短几天的功夫 足球的事情 就传遍了整个扬州 赵康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 什么规则人数 都写得清清楚楚 有兴趣组建足球队 参加新一杯的 都开始拉人头 足球场的建造 让曹白璐和吴欣怡 弄到了自己手头上 弄这个场地 可比盖楼轻松 麻烦的就是观众台罢了 不过赵康也跟着施工设计 那就简单得多了 上千号工人一起搞 没日没夜地干 一个月的功夫 就将足球场给弄了起来 同时 纺织场的新足球 也弄了出来 比起真正的足球 自然是有些差距 不过问题不大 慢慢改进总是可以的 作为足协第一任会长 赵康当即开后门 给自己的扬州队 弄来了足球场训练 看着场下的队员 热火朝天的训练 赵康的心满足了 就自己这么专业的训练规划 到了后世别的不说 去了足协大小 也能当个官吧 不过嘛 还差了一点 扭头看向后边台上的两女 赵康走了上去 一左一右搂住 足球场搞得差不多了 咱们可以搞足彩了 吴欣怡眨眼道 就是你昨天说的那个 好像赌博一样的 哎 我们这是福利彩票 与明同乐 不是什么赌钱 拉着两女赵康 简单讲了一下彩票的玩法 吴欣怡听了半天有些愧疚 夫君 这个妾身好像弄不好 太复杂了 她尚且如此 就跟不用说老曹了 赵康疑惑 很复杂吗 吴欣怡点了点头 是啊 什么胆让球啊 搞不清楚 那还是我亲自来弄吧 赵康话音刚落身后 传来个笑声 不如让我弄弄看 一姐您来了 吴欣怡笑道 赵康笑道 你会弄 和几人打了声招呼 宋青岩坐到了曹白露身边 听了一耳朵 你说的什么 主队让一球啥的 我看太麻烦了 我看可以先慢慢来 直接就像赌场赌大小赔率一样 两队比赛设置一个赔率 先压胜负 这样买你这个彩票的 总会有人赢钱的 那样 他们才会继续压下去 等熟悉了这个规则之后 就可以推出你说的压比分 这时候 赔率自然要再设置的高一些 到了决赛 还可以半场加注 方便你按箱操作 赵康哀了一声 瞎说什么呢 我是干那事的人吗 换做其他事情 赵康是丝毫不会顾及脸面 直接操作的 但这足球 是他上辈子心里的痛 他是真的到死都没有看见 国足冲进世界杯啊 这会儿回想起来 这感觉 家人吧 谁懂啊 你说 要是实力不行也就算了 你特么实力不行 还不好好训练 踢得跟他们 买了一样 浑身上下出了嘴 每一样东西是硬的 越南泰国都能说 也就是你们他马的 没有跟着一起来 否则老子非让你们天天吃答辩不可 所以 关于这心目中神圣的运动 赵康可不会亲自下手去玷污他的纯洁 听宋青言说的头头是道 赵康笑道 那这事儿就得麻烦一姐你咯 我来吧 正好工地上的事情也不需要我 都不上正规了 吴欣怡柔声笑着 还好有一姐你帮着 不像我简直太笨了 你以后也多教教我 说什么傻话呢 你呀 抓紧机会 再给我这好弟弟 多生几个孩子 才是正事 第二天 宋青言就带着钱 买下了一个铺面 随后找人设置足球彩票的门头 紧接着 又张罗了一批人 开始满城市地 开始宣传这足球彩票 引起了无数人的注意 赵康给裁判和球员们 传授知识之际 抽空去看了一趟 直接提笔写下了几句广告 与两文钱不影响您的生活 但是 可能决定您的一生 两文钱的投入 五百万的希望 两文与百万 偶然与必然 直接给扬州城内的老百姓 整兴奋了 不少人都来到彩票点询问玩法 对此宋青言早有安排 布置了大批手下 给他们讲解玩法规则之类的 见好姐姐如此能干 赵康大手一挥 给宋青言提拔了成了足协的副会长 她忙着给球队训练 给那些裁判传授知识 实在是疼不出手来了 其余的事情 就一律交给了宋青言统筹 又是小半个月过去 宋青言还没进门 就听见几人对着赵康鼠罗着 我看你 跟你的足球过去吧 还知道回来 就是 一连五天不着家 饭不好好吃 今晚再不回来 老娘晚上开着门睡觉 嘿你们几个 那是老爷我的梦想 身为足球人的伟大梦想 你们不懂 宋青言抬脚进门 训着呢 几女俏脸一红 忙起身相迎 一解宁来了 这家伙搞足球 搞得魔正了 宋青言笑伸手 点了一下赵康的脑门 你怎么回事 给我几个弟妹 都冷落了是吧 还是说 外边有人了 嘿嘿 这个事后面再说 你来干嘛呢 吃饱喝足 赵康点了支烟 宋青言拿出一摞本子笑道 各个足球队的情况 都申报上来了 我已经通知了球队集结的时间 一共22只球队 光是这扬州城就有8只 这么多 早知道 我也组一个玩玩了 萧玲珑诧异 赵康吐出一口烟雾 一边翻着本子 一边不屑 都是些渣渣罢了 我瞧瞧 医药锁足球队 火器锁足球队 武甫足球队 嘿 争气锁足球队 宋青言翘起二郎腿 还有地方上的呢 我按照你说的 派人给他们 带去了足球踢法规则 一个个都很信心十足 你的扬州足球队 可别阴沟里翻船啊 不能够 赵康眼神屁腻 他们这群野鹿子 也想干得过我专业球队 开玩笑呢 足球都是老子 搞出来的 你们还能有我懂球 叶洪雪看着本子 诱了一声 皇帝陛下也来凑热闹了 哪呢 秦玉凤看过去 赵康指着道 诺这呢 大前皇家足球队 又这小子 还亲自当队长吗 那大前皇家足球队 下边写着成员名单 好家伙 那可真是群星璀璨 皇家足球队队长萧大炮 不用想都知道是谁 中锋礼宾部 前锋张护部 边锋卫行部 又后卫王立部 左后卫周大将 右边卫防礼部 左边卫阳公部 门将更觉直接就方总管 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太监一样 那真是老中卿都齐全了 皇帝太监文武大臣 也都全了 萧玲珑满头黑线 这混账 都当皇帝了还这么胡来 赵康冷笑 是啊 得在球场上给他点教训 让他知道 这足球不是谁都能玩的 宋青言笑道 还不止呢 队伍名单送上来的时候 还搭着三十多万两银票呢 带话的人说 皇帝陛下亲口说了 钱全部押他们大前足球队 还说要盈盖你这个赵王 嘿 这小子 还真是长本事哈 赶着送钱是吧 赵康嘴都笑歪了 以为弄一些朝廷命官 就弄得过我 这三十万 老子就笑那了 宋青言挑眉道 所以 咱们全收 收 不管什么人下注买彩票都收 多少注都没问题 那行吧 话说你给我拿点钱吧 宋青言道 赵康疑惑 你要钱做什么 姐姐也想小玩棘手啊 一姐你不厚道呀 咋还想赢自家银子呢 叶洪雪道 彩票店是赵康搞的 别人赢 可不就是赵康的钱呢 赵康感动 瞧瞧二老婆 多向着自己 宋青言娇笑一声 姐也想过好日子吗 得攒点嫁妆啊 加点穷啊 谁让我给弟弟白肝的呢 菜都快买不起了 叶洪雪也只是开个玩笑 看了眼赵康 敲了下脑门 原来你才是最不厚道的 嗨嗨 这瞎说什么呢 什么就白肝了 听着宋青言那别有深意的话 赵康只感觉到一阵刺激 连忙去给宋青言拿银票 回来也不禁叹了一声 妈的 这段时间忙着花钱 咱们这小破王府 也快接不开锅了 就他们二十几万了 正好这次皇帝陛下来 得找他要账了 要论投资钱国 赵康才是最大的股东啊 虽说收获了一个可人的大老婆 但是钱那也是 不能少的 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 何况是小舅子 妻女也才发觉 自己家里居然快要财政危机了 萧玲珑开始鞭策 可得多捞点 那是 老有我什么时候失手过 干完这一票 让你们天天穿金带银 时间一会儿过 距离赵康这新一杯开赛的日子 越来越近 二十二支球队打扮 都来到了扬州城内 作为足协会长 当然得给安排好了 住所时速全都提供上了 不过各大球队 显然不怎么会做人 赵康如此接待了 各球队保密工作做得还挺好 训练都不让人看 不过赵康也不在意 一群不懂球的业余人士 怎么和自己这个专业的比 为了体现自己的专业化 赵康直接安排上了球衣球鞋 衣服上绣着硕大的五个字 扬州足球队 没想到的是 身为皇帝陛下的小舅子 在这方面 比起他这个大舅哥 居然不遑多让 萧玄策带领着自己 大前皇家球队 以一种极其高调的派头 来到了扬州城 首发加上后补二十四人 一人一辆马车 人人穿着金黄色的球衣 那叫一个烧包 老赵瞧瞧 怎么样 干得过你的扬州队不 萧玄策满脸自得地 拍了拍身边的球员周大将 也就是周龙这个 郑二品大将军了 妾 我看你们 还是改名叫海参队的了 瞧你们一个个满脑肥肠的 还想和我的扬州队拼 你们有着这个实力吗 不久之后 就是要球场上见的 那可就是敌人了 赵康怎么会给敌人夸奖 身为皇家战队的中锋 已经快朝五十分的李源 摸着山羊须微微一笑 国师这你可就错了 想当初我李某人玩着藤球 那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 咱们那时候设的风流眼 可比你这个球门小得多了 前锋户部尚书张明远笑道 那是 想当初老夫人称金城第一脚 曾经腾球比赛 一人独进七球 啊 忘了你当初是败在谁的脚下了 右边位的礼部尚书房林 神态巨傲 看着赵康笑了一声 国师大人请输老夫之后 不能脚下留情了 赵康面色严肃起来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们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 队长萧玄策猖狂地笑起来 那是 老赵到时候 可别求饶 赵康笑了 咱们一场比赛 可是踢九十分钟 也就是六个钟 你们几位嘖嘖嘖 到时候 可别累死在球场上 不曾想萧玄策笑得更加猖狂 皇家战队的队员们 给老赵开开眼 赵康有些猛逼 就见刚过五十的张明远 冷笑着扯开了胸前的扭扣 双手插腰 瞪大你的狗眼 好好瞧瞧 老夫这充满力量的身体 是多么的年轻 赵康差点眼珠子 都吓出来了 你X 八块腹肌 紧接着 周龙李元房临位观阳前 一个个都在萧玄策猖狂的笑声中 解开外套 露出那一副 富满式肌肉的健壮身躯 萧玄策同样也摆出了一个凶贵造型 羡慕吧 老赵 这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皇家足球队 可是经历了地狱式的魔鬼训练 你根本不知道你和你的球队 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至于吗 赵康傻眼了 萧玄策挑眉 当然至于 这是我们赢过你机会 我安插的间谍 早已经告诉朕 你有多么在意这个足球比赛 你每天的训练我都有消息 并且已经做出了针对性的训练 你的所有战术 我都了如指掌 而你 张明远 对我们一无所知 杨前 我们将会在球场上 彻底碾碎你 还有你的球队 未官 让你跟着你的球队 第一轮就出局 新比去隔 我们除了是皇家战队之外 更是虐杀扬州队 辛苦训练 就是为了在你在在意的东西上 狠狠击垮你 王元庆冷笑 萧玄策最后道 不然你以为 朕怎么会掏出三十万两银子 来买你那个什么彩票 操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太卑鄙了 赵康生气了 居然给自己身边安插间谍 偷窥老子的战术 老子的训练 赵康正要狠狠谴责这种不道德行为 萧玄策已经穿上了衣服招了招手 走吧队员们 今天晚上就按照老赵说的 给你们加海参大餐 吃饱喝足 给我狠狠虐老赵 我等遵命 看着这一群卑鄙小人 得意洋洋地远去 赵康暗骂一声 好一群卑鄙的狗东西 看来萧玄策和他那一群卑鄙的凶贵小人 将会是自己最大的阻碍 心中一阵冷笑 你不仁 那可就别怪我不义了 当即 赵康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了纺织厂 皇厂长惊讶 老爷 你咋了 我了的模样 别说了 老子需要你的支援 笔墨伺候 然后派个人去把雪姨给我请来 片刻之后 赵康将画有JK服装的草纸 推给老黄 给我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衣服缝制出来 十万火急 老黄面色严峻 保证完成任务 这时候 雪姨也到了 老爷怎么了 这么急着叫我 别说了 让你场子里最美的女孩 全部来这里集中 我需要24个足球宝贝 夜半无人私语时 是谁倾寇屋门 生生入耳 让人难以入眠 吃了不少海参的李源 疑惑地起身去开门 随后惊呆来 就见一名容貌交好的妙龄少女 站在门外 上身一件白色小衬衣 下绳超短裙 一双长腿 竟然是致命的黑色 李源当即就感觉鼻血要出来了 连忙偏过头去 姑娘你 李大人 奴家是您的足球宝贝 李源一听惊讶之际又有疑惑 足球宝贝什么意思 虽然不能 但是你小姑娘穿成这个模样 岂不是在挑战 我牢里的软肋吗 女子娇称道 足协会长说了 我们足球宝贝啊 是专门伺候那些有真冠 实力队伍的人 李大人 你们是皇家足球队的队员 所以我们 就得来伺候你们呀 大人外边好冷呀 能让奴家进去吗 稍等 李源咳嗽了一声 你是说 我们皇家战队所有人都伺候 不光是我一个 嗯啊 李源一听 立马将这足球宝贝拉进了房间里 一脚关上房门 既然大家都有 那自己 就不算犯错误了 你这腿怎么是黑色 快让本大人瞧瞧 李大人 这是能增加您站立的嗨思 哎呀 大人您的身材好魁物啊 李源哈哈大笑 那是 奴家最喜欢您这样的成熟男人的李源感叹一声 果然足球强身健体 是有大好处的 而此刻球场上 赵康吼着 弟兄们强敌已经出现 但是不要怕 教练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都给我狠狠地加强训练 冠军一定是我们的 毕胜 一日足球场上 尽管只是抽签一试 但却早已经做满了买票的观众 他们都是来视察战队 好去买彩票的 宋青岩拿着大喇叭扩音器 连大声叫了几遍 这才让场面安静下来 现在有请本次新一杯 22支参赛队伍入场进行抽签 本次新一杯足球赛 规则如下 队伍进场 观众们立即瞪大了眼睛 诶 这曹县足球队看起来不错呀 一个壮实的很 这武林县的也不错 不想季县的一个个瘦不拉几的 看着就不能踢 你们买谁 你们啊都不懂球 有人打着扇子摇晃 买球 那当然是得买皇家足球队 和咱们扬州足球队了 为啥呀 用你们的猪脑子想一想 扬州足球队 那是咱们赵大人亲自组建 亲自训练出来的宇宙级战队 那能差得去 你瞧那个球队最前头的那人 这家伙叫罗娜 以前咱们扬州踢腾球的时候 就数他最厉害了 赵大人有此战将 怎么会说 另外那个皇家战队 别看队伍里的队员 好像年纪大 这会儿也有些精神恍惚双腿打战 但他们可是 带着皇家自演的 买他们能错的了 可我看彩票站这两只给的赔率都很高啊 没什么人买 他们好像是弱队 看着不像是能踢的啊 摇扇子的人冷笑 计谋 这都是彩票站的轨迹 抬高这两只队伍的赔率 营造出两只队伍是垃圾的假象 让咱们去买其他球队 然后彩票站大赚一笔 这种伎俩 岂能瞒得过我 听我的 要买就买扬州和皇家 稳赚不赔 我已经把房子卖了 三百两银子 一口气压在了扬州战队上 五倍的赔率 第一场只要赢了 直接就是一千五百两后 半辈子不用筹了 我靠你可真有魄力 千载难逢的机会 明摆着捡钱的事情 岂能不豁出去 我可是听说了 有人去去彩票站 给扬州球队一口气 买了足足两万两 这肯定是赵大人 自己偷着买的 还说什么 足球反着买房屋靠大海 冷门下重柱 超越拆迁户 我也听说了 买最稳的球 跳最高的楼 就是赵大人 亲自搞出来的球队 怎么会输 行了 我也会去买房子去了 明天一炮而红 就去宜红夜场 好好潇洒几天 不少人当即抽签 都不看了直接离场 买彩票去了 赵康这会儿 作为足协会长出席 发表演讲 一套流程下来 累得不清 随后偏头 看向一旁的雪怡 还有闯进周龙房间的 足球宝贝问道 昨天情况怎么样 足球宝贝娇笑着 我来了七次那老爷 他们厉害得很 赵康笑了 看着皇家足球队的队员 这会儿一个个 精神唯米的样子 尤其是萧玄策 咧嘴一笑 自言自语道 那他们 还不变成软脚虾 可惜了第一轮 他们没有抽到老子的队伍 敢给我弄间谍 玩不死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随后第一轮足球赛的赛程 被张贴出来 赵康的扬州战队 首轮对手 是曹县足球队 有不少人看好 队员一个个绑大腰圆 萧玄策的皇家战队 面对的是武林县球队 曹县和武林县挨着 听说这两队 经常在一起训练 这小舅子和大舅哥 都没有什么好担心 区区地方球队不足为虐 当天 彩票站都快被人挤爆炸了 好在宋青岩办事能力强 组织下属稳住了局面 但是就算这样 买彩票的 也一直排队到了深更半夜 点起了油灯 女子纤细的手指 轻轻拨弄着算盘 脚尖跳着袖 欢快地晃荡着 难挨的夜晚 终于熬过去了 第二天清晨 可以容纳千人的足球场 早早就坐满了人 一个个拿着手里的彩票 都很激动 第一支比赛的队伍 正是肖玄策所带领的皇家战队 比起武林线球队 他们统一着装 要的就是一个专业 赵康也来视察敌情 有些激动 仿佛自己正在看世界杯一样 双方队员入场 裁判入场 双方队员握手致意 为了让比赛更加专业 赵康甚至找了武夫的两名四品高手 来担任球赛解说 并且十分专业地教导了他们 如何去解说一场球赛 武夫可以利用真气波动扩音 担任解说再合适不过了 这回两名解说开始上班发工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本场球赛解说白凤 观众朋友们大家伙 我是本场解说金元 白凤 来我们看双方球员已经入场了握手了 A武林线队长身上 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出来 哦原来是个木锤啊 金元 一问来了 他踢球带个木锤做什么 哦资料上写了 原来他是个木匠呀 场上 武林线队长不好意思道 捡起木锤塞进了裤子里 羞涩道 俺是木匠 身上带个木锤很合理吧 众所周知 汽车修理工踢球带扳手合理 那么木匠这会儿踢球 带个木锤也是很合理的 就连皇帝陛下也觉得很合理 木匠嘛 带个木锤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只有在场边准备好好看球的赵康 皱了皱眉 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啊 随着裁判一声哨响 万众期待的新一杯第一场足球赛 终于开赛了 赵康也抛开了乱七八糟的念头 准备好好观摩一下皇家足球队的实力 就见足球到了萧璇策脚下 皇帝陛下脚法 还真是不容小觑 一个盘带准备过人 解说席上 白凤和金元都激情地解说着 就在这时候 木匠出身的武林球队队长 从裤兜里掏出了木锤 朝着萧璇策就是一下 直接给这大前皇帝给放到了 哦 比赛真是太刺激了 就在皇家队萧大炮准备突破的时候 遭到了武林线队员的木锤攻击 斜洒赛场 足球被抢走了 一旁的金元这时候淡淡地来了一句 如果这一下用的是猴子偷逃 那就更好了 招式上观赏性有些不足 赵康直接傻眼了 坐在场边看着自己调教出来的裁判 怎么不吹哨啊 瞎了吗 这么明显的犯规也看不到 最诡异的是 连被放倒的萧璇策 居然也只是抹了一把鼻血 就爬了起来 苟日的 原来这木锤是武器是吧 随后皇帝陛下直接三步并坐两步冲了上去 白凤吼了起来 萧大炮飞了起来 一个飞毛腿踹飞了对方球员 重新抢回了足球 不愧是皇家队的队长 实力强大 操 不是这么替代啊 赵康直接冲到了场边 裁判 你怎么不吹哨啊 犯规了没看到吗 裁判回过头来疑惑道 赵大人 乃犯规了 没有你说的 手球 越位 产人拉扯阻挡冲撞拖延时间 没犯规啊 赵康一愣 他们打人了呀 踢球嘛 有点小动作 不是很正常的 这不就是 你说的身体对抗 我们以前玩藤球 都是这样踢的啊 再者 你给的犯规上面 也没说 不能打人啊 这特么叫小动作 这特么叫身体对抗 血都干出来了喂 赵康惊呆了 就这说话的功夫 拥有着八块腹肌的张护布 已经被对方球员踢得在地上滚了 愣是连滚带爬的突破了对方的封锁 裁判挠了挠头 黄家队的也没说什么啊 场上观众更是热血沸腾 甚至赵康还听到了给我打死他这样的加油声 赵康直接傻了 回想着裁判说的话 我们以前玩藤球都是这样踢的 有些心慌 连忙跑去找自己的球员追问 你们以前踢藤球 可以打人 队长罗娜淡定道 大人 那不叫打人 用你的话说叫身体对抗 卧日 赵康猛了 这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足球赛啊 就在这时候 足球场内发出一声惊天欢呼 他赶忙跑回去 就见黄家队的门将方少 一巴掌稳稳当当地把足球按了下来 方总管不屑地笑了一声 紧接着一个大脚开球 那足球仿佛炮弹一般射了出去 瞄准了先前给了萧悬侧一锤子的武林队队长 连人带球地给射飞了 敢对我们陛下动手 踢死你 是真切 是真切 皇家球队的守门员用上了真切 金元激动地叫着 白凤也伸长了脖子 谁能想到 皇家球队的守门员竟然是一个顶尖高手 有他在看来 武林是攻不破皇家球队的大门了 不过球出界了 现在是武林队的球权 解说十分激情 球员也踢得激情 观众更是看得过瘾 除了赵康 方少的那一脚 直接踢碎了他的三观 他都以为看到了新爷的电影《少林足球》 以至于球赛结束了 都没有回过神来 皇家球队的球员 人人鼻青脸肿 呆立在场上 看着对面同样鼻青脸肿 却获胜的武林队 想不到我们都这么强大了 居然还是输了 兵部尚书在台下无奈地闭上眼睛 拍着满是邪印的大腿 要是老夫再年轻个二十岁 怎么会受伤退场 非战之罪啊 虽然说皇家队有着方少 这名四品高手 可他们的队员太老了 除了萧玄策 都是四十岁以上的老东西 直接让武林队的干退场了 结束哨声的时候 场上就特么七个人 T不都给干受伤了 最终 因为上场人数不足 输掉了比赛 第一轮惨遭淘汰 江山带有人才出啊 不服老不行 被踹掉几个牙的杨前 唏嘘着 位观垂头丧气 萧玄策也有些失落 想不到只能走到这里 还没遇上老赵呢 自己居然就被淘汰了 可恶 一定是那足球宝贝的原因 然而最难过的 还不是他们 而是观众 日 你 妈 退钱 一名皇家战队的观众 激动地骂了起来 对得起我们吗 你们对得起我们吗 太辣机了 我翘 不少人更是失魂落魄地 跌坐在座位上 我的钱啊 老子可是卖了房子 买你们赢啊 操 你们这群畜生 猪狗不如的东西 居然踢成这样 我辛辛苦苦从外地赶过来 买了五两银子的黄牛票 你们就踢成这样 还不如老子上呢 老子还能多挨几拳呢 垃圾 垃圾 全是垃圾 没有一点战术 先特么围着一个打呀 你们懂不懂球啊 还好老子 没有全买你们皇家队 扬州队接下来丢好好剃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多人拳击赛呢 赵康这才回过神来 你X下一场 就是老子的球队了 可惜他回神的太晚了 队员已经开始入场 比赛都已经开始了 就算他是足协会长 这会儿叫停比赛重新弄规则 也不可能 看着场上开球 赵康心里变得忐忑不安 随后就见到他亲自调教出来的罗纳 被曹县球队的一拳打得满地滚 完了 完了完了 站起来啊 罗纳 赵康心痛地叫着 只能希望队员能够扛住了 哦 真是太激烈了 扬州队不愧是我们扬州城的主队 面对曹县疯狂的进攻 他们防守的滴水不漏 仿佛铁桶阵一样 曹县球队的打人都打得有些不耐烦了 白凤的激情解说刚完 足球就被踢进了扬州队的球门 赵康气得跳起来 一群猪啊 怎么能让他进球 战术 战术 裁判 裁判吹犯规啊 他们打人了 鞭才翻了个白眼看过来 你刚才队员打人的时候 你高兴得跟过年一样 那时候怎么不叫我吹 场上情势那叫一个风云变换 赵康一度以为自己在看什么武林高手大战 就见他的队员 刚一个漂亮的盘带过人 随后就被曹县队员一个冲撞 飞出了三米远 看样子是无法继续比赛了 随后就被医疗队抬了下去 白凤兴奋了 更是解说起来这一招撞击 好漂亮的铁山靠 这曹县队员绝对是练家子 真有晃榜撞天岛 跺脚震九州的气势 观众们则是群情激愤 扬州队的 你们没吃饭吗 干他们啊 草 已经被肝废一个了 听说皇家队前几天吃了海参 你们他妈也吃海参了是吧 进宫啊 干他们啊 赵康也火了 抓着场边围来眼眶都红了 老子可是把身价二十万两放进去了 你们要是输了 老子底库都没了啊 彩票站就是他搞的 他自然不会去买彩票 而是去得外围下主 准备再捞一笔 谁能想到这才刚开赛呢 就废了一个 赵康觉得自己 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连忙表明了主教练的身份 来到场边 让替补上 看着满天飞的球员 赵康心里那个急啊 真想自己上场 捶死这群王八蛋 可自己要是上场动手 岂不是玷污了这心中最神圣的体育事业 我赵康也是有信仰的呀 一边是信仰 一边是银子 真是把赵康折磨得有些受不了 就在这煎熬之下 上半场结束了 医疗队迅速上场 抬着几个扬州队的球员下场了 休息室内一边哀声 别使劲 我就够赖皮了 他们比我还下流啊 想不到 我罗那一世阴影 这会儿让人开了话 教练你教的那些根本没有用啊 赵康更是愤怒气地失去了理智 岂有此理 想不到他们玩得这么过分 报过案 把他们抓起来 几个替补看着郑选的惨状 纷纷慌了 我家里突然着火了 教练我不踢了 先回去了 对不起我娘突然早产啊 我一定要回去帮忙啊 赵康一把抓住他 拜托让你娘晚点早产 球踢了一半 怎么可以走呢 无论如何 都要踢完这一场比赛啊 对抗太激烈了 再踢下去 会死人的啊 这哪是踢球 这是要命啊 踢补全都跑了 现在就剩下八个正选了 罗那叹气 教练说得对 无论如何 我们也要踢完这场比赛 现在就只有八个人了 再有人受伤离场 我们就和皇家队一样要输了 所以 一定要顶住啊 怎么顶啊 你顶一球 我顶三球 休息室里顿时乱作一团 赵康这时候 掏出火折子 点了一支烟 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 所有人一愣 目光纷纷看向了他 就见到他们亲爱的主教练 深邃的目光中满是纠结 一手扶着墙面 思想在信仰和银子中 来回蹦跳 球门我来手 你们只要别受伤下场 想办法打进一球 拖过四十五分钟 就平局了 哨声响起 解说席上 金元和白凤 看着最新的消息 激动地叫了起来 来看看 我们最新收到的消息 扬州队竟然派出了他们的主教练赵大人 来担任守门员 据我所知 赵大人乃是一名三品中层的爵士高手 老实说 我很不理解 如此强大的他 为什么要担任门将 而不是前锋 听到这话 正在入场的赵康不屑 你们懂什么叫信仰 虽然说上场守门 也相当于背叛了足球 不过是这群家伙逼人太甚 老子只是守门 已经很对得起他们了 观众们都激情了 奶奶的教练都上场了 这下能够赢了吧 赵大人加油啊 老子可是把身家性命 都压在你身上了 哈哈 三品高手这下子赢定了 裁判一声哨响 曹县队员率先开球 随后连过几人 见赵康守在扬州队的大门前 就是脚报社 赵康自然是稳稳当当地接住 引起无数观众欢呼 不愧是主教练啊 这球接得好 扬州队反攻 打死他们 赵康赶忙把球传给了罗娜 着急地吼道 罗娜组织进攻 只要队员进一球就行了 球在脚下 罗娜也不愧是队长 先踢人再踢球 先后衔接得无比巧妙 两名曹县队员被干翻在地 随后爬起来又追了上去 罗娜见状想到了赵康之前 传授的假摔技术 直接往地上一倒 边上的裁判 直接冲了过来 给他一张黄牌 赵康要气死了 MB的 狗裁判 打人不罚 假摔居然给了牌 曹县的队员 之前也听到了解说的声音 知道守门的赵康是高手 当下直接也就不打算去攻门 就在前半场踢了 赵康虽然上场了 可对方直接不带他玩了 解说惊员感慨一声 没想到主教练上场 也没有挽回扬州队的颓势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留给扬州队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呀 他骂的一群卑鄙小人 去特么的信仰 就在赵康终于决定背叛信仰 上去狠狠来一脚 讲比分扳平的时候 比赛结束 哨声响起了 观众们顿时愤怒了 纷纷起身 手里的彩票 茶杯啥的 朝着球场就扔了过去 日 你 马 退钱 什么昆巴教练 达萨比 你三品高手 你干死他们 草 达萨比 赵娇 达萨比 毒狗的怒火瞬间被点燃了 一口一个萨比地骂着 到了最后 声音甚至整齐划疑 赵教 大萨比 观众强烈地骂声 让赵康感觉自己 好像又回到了当初看球的时候的 只不过那时候 他是跟着一起骂人的 而现在变成了被骂的那一个 全场都是赵教大 傻 逼这五个字 听得赵康赶忙带着球员退场了 免得待会这群毒狗冲进场来 那可就好玩了 可毒狗们不知道 赵康此刻同样心痛愤怒 你们只输了几百两 老子一口气 输了二十万两啊 底库都赔进去了 狗屁信仰 此刻赵大国师心中 只感觉到十分后悔 金元白凤两个 姐说惋惜 想不到 被我们寄予厚望 扬州队和皇家队 都倒在了第一轮 白凤叹了口气 梁姐说居然还聊上了 是啊 不知道金元你怎么看待这场扬州队的惨败 听说扬州队平时的训练 可是很刻苦的 金元淡然道 我觉得身为主教练的赵大人 最好先去把足球的理念搞懂 你看就这么几个人 什么赵鹏啊在踢中卫 他能踢吗 让曹县的人几拳就撂倒了 踢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吧 白凤善笑一声 没想到身边这家伙 胆子居然这么大 连赵康都敢吐槽 他忙道 不过赵大人身为足协会长曾经说过 除了这一次的新一杯之外 还会有更多的足球赛事 换个角度想 扬州队和皇家队 是最早备战这些比赛的队伍 金元 哦哟 谢天谢地了 你想 这样的比赛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 你能保证之后的比赛 他能赢啊 务实一点 我劝两队 把自己的战术打法理念先搞懂 你照叫去踢前锋不挺好的 你跑去当门将做什么 三品高手 输给一群普通人 你告诉我 怎么解释 脸都不要了 他妈的 让老子 也输了一百两 赵娇 大傻X 白凤算是明白了 为啥金元如此生气了 感情也堵了是吧 带着沮丧和后悔 赵康离开了足球场 没走几步呢 就看到有人跳楼了 还好被人接住了 站旁边听了一耳朵 发现是这人唆哈了他的扬州队 当即赵康立马花钱去街边买了顶帽子 戴上压低帽颜 免得被人认出来的追着骂 以前老原江县的人 可是都搬来了扬州城 不少人还跟着他下了重主的 一路小跑回家 赵康做贼一样的东张西望 没人注意自己之后 这才开门回屋 一眼就看到了眼神不善的大老婆和二老婆 尴尬地笑了一声 赵康道 都在呢 萧玲珑冷笑 老爷 钱呢 叶洪雪接着就笑呵呵道 想必咱家老爷一定是投资成功了 咱得好好想想 买些什么贵重奢侈品哦 三品高手呢 怎么会输呢 是吧老爷 瞧这情况就知道 两人都知道了他扬州球队输了的事情 赵康更加尴尬了 但一想到皇帝也在呢 立马又自信起来了 妈呢妈呢 不就是输了一次 就这点小钱也值得放在心上 走 跟老爷一起找皇帝陛下要仗去 一旁的秦玉奋无奈道 陛下早跑了 啥玩意儿 赵康一愣 萧玲珑走了过来 揪着赵康的耳朵 你们两个真是不知道怎么说 选策刚跑路的时候 让我告诉你现在国库里也没啥银子了 根本没钱给你 他拿着最后三十万两参赛 也是想要来你这赚一笔的 结果这三十万也赔进去了 我操 赵康惊了 这不玩犊子了 叶洪穴扯了扯嘴角 你呢 你压了多少 我说你懂不懂球啊 怎么第一轮就让人干趴下了 赵康咳嗽一声 没敢说话 吴馨仪瞪远眼眶 夫君 你不会把二十万全输了吧 之前大姐不是让你少压一点 嗨嗨 好像是全输了 赵康这下更后悔了 果然是毒狗必死 萧玲珑都气无语了 好啊 这下 咱们得要饭去了 你可真有本事 赵康心中感叹 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一招回到解放前了 一场球赛 让赵老爷输了个底朝天 那真是吃啥啥都不香了 连后续四五天的球赛都没去看 当然 他们也还不至于像萧玲珑说的一样 去大街上要饭 只是心里有些不痛快 想我赵康自出道以来 坑蒙拐骗无往不利 谁能想到 居然在足球上栽了个跟头 尤其还是他一手策划的 当初万达老大不玩足球 果然是有原因的 大前足球 真是太黑暗了 可笑的是 他这失忆着 足球的热度却直接飞起 这段时间 几乎成了扬州城内 所有人讨论的话题 一个个都化身了足球专家 大街小巷是个人 就在分析球队强弱 然后去彩票站下众主 赢了会所 嫩魔输了 就工厂干活 更让赵康无语的是 他口中那群歪瓜裂走 全特么进入八强赛了 什么吊个张龙二牛狗蛋 派克诺贝尔啥的全都赢了 就特么自己输了 这真是比输了 那二十万 还让赵康心痛 再加上足球热度高 他扬州队 还有他这个赵交大萨比的骂声 就越强烈 以至于赵康这会儿 都懒得出门了 这会儿坐在门槛上 点着烟丝烤人声 赵大人 前方一人快步上前来 赵康抬头认出 对方是彩票站的人 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咋啦 没事别烦我 彩票站工人连忙说自己的来意 是宋夫人让我来叫您的 嗯 是出什么事了吗 小人也不知道 宋夫人只说 让您赶快去他家一趟 赵康吸了烟卷 宋青妍这段时间 都忙活彩票站的事情 读狗书几眼了 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可别出什么事了 等他赶到宋青妍家中 却见宋青妍穿了一身艳丽的仇子 盛装打扮了一番 侧躺着 显得更加妖魅动人 赵康这才松了一口气 来了 宋青妍笑道 出什么事了吗 这么着急 叫我过来 赵康心情好上一些 上前坐在床边 将轻抚摸着好姐姐 那白嫩诱人的长腿 宋青妍娇笑着 没啥 听说你呀输了 那二十万之后 这几天都待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跟个黄花大闺女一样 咋了不敢出门了 你也取笑我 赵康郁闷地捏了一把 滑滑嫩嫩 对方该是刚刚沐浴过 宋青妍笑声更加悦耳 成穷光蛋了呀 这小脸垮的 看得姐姐心疼 接下来是得过几天苦日子了 妈的垃圾足球 再玩剁手 赵康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手也不规矩起来 宋青妍笑脸浮现些许红韵 狐媚眼看着赵康轻轻眨着 再往里边一点 我有礼物给你 赵康一愣 手探进裙内 竟然抽出了一张 带着些水痕字句 宋青妍笑脸浮道 这张值五十万白银哦 喜欢吗 赵康眼神错愕地 看着字句上元周国四大良行签名手印 宋青妍单手解着扣子 他们四家回去凑银子了 明天送钱来 随后又拉着赵康手摸到小腹上 赵康又摸到一张字句 这更厉害 是元周国瓷器大亨写下的欠条 对方以前还购买过元江县的瓷器 赵康并不陌生欠条上的名字 宋青妍悠悠道 这张值六十万 哈哈 这傻子压了你的扬州队 书惨了 赵康感觉自己这会儿 仿佛在闯关寻宝一般 宋青妍没解开一颗扣子 他就能摸到一张字句 这会儿已经六张了 全是元周国那些 身家数百万的大富豪历下的 紫色文胸包裹着一双歼 勾缝间露出纸张一角 宋青妍伸展身躯侧身躺着 手指夹着那张白纸提出来 笑盈盈道 这张可就厉害了 相邻两周 一共六十七家家主的手印都在上边 价值三百万两 够不够包好弟弟一碗了 操 你怎么做到的 赵康经了七张字句 夹起来都快七百万两了 宋青妍将赵康搂倒 轻轻蹭了蹭对方的脸颊 闭着眼 语气中带着些许疲倦 你让我当副会长之后 我就给所有球队做了详细调查 最后得出结论 你和皇帝陛下的球队 是最垃圾的 然后我就让白鹿 用最快的速度 调查了整个包括扬州 在内三州之地所有的赌方 联合他们开了赌局 在弄彩票之后 又限制了彩票投注金额 最高五百两 最后再派人通知了 三州之地所有的富豪 这些人想要玩大的 但赌方的人都被我联合起来了 就只能在我这里吓住了 赵康直接目瞪口呆 宋青岩悠悠道 为此我这两个月 可是起码跑遍了三州 你这个笨蛋 只顾着弄你的球队 都忘了去看看其他球队了 输也是活该的 说着 宋青岩突然笑了一声 昨天吴府踢药所那一场 他们那六十七家 先前输几眼了 然后联合起来 压了三百万 想要一口气全部赢回来 我就让二牛给吴府队员的饭菜里 加了点料 踢了个七比零出来 把那些人气死了 赵康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看着宋青岩娇媚的容颜 只想狠狠轻死这只狐狸 原来 你这个足协副会长 特么才是最懂求的那个人啊 女子睁开眼 轻咬了一口赵康的右脸 这个礼物喜欢吗 我真是爱死你了 你可真是我的嫌内助啊 赵康兴奋地大笑着 随后又有些又疑惑地笑问道 你做了这么大的局 那之前怎么还来找我拿钱 宋青岩听闻 唇叫勾起 因为 我是你养的鸟啊 我只想花你给的银子 穿你买的衣 你就这样一直悄悄养着我好不好 这话直接让赵康 瞬间热血沸腾了 单手解赵 足足奋战了五十分钟以上 情迷之际 宋青岩刚要将他推开 却被赵康紧紧搂住 女子眼角温润贴着赵康脸颊 傻瓜 要是能把心掏给你多好 足足在宋青岩家中待了三天 赵康才大摇大摆地离开院子 收拾着院子里的杂物 听见推门声 宋青岩抬起头看去笑道 白鹿怎么是你来 曹白鹿官上门上前放下药包 小声道 青岩姐 大夫说了 这不能常喝的 对身体不好 一两个月也就喝一次 奶灰不好 宋青岩笑着拿出火炉煎药 曹白鹿坐在小凳子上 趁着下巴看对方忙活着 撇嘴 我们的日盼夜盼想着怀上 你倒好他走后你就喝这样 宋青岩抬头笑 我可不想给他惹麻烦 对了 这两天结果如何 曹白鹿不假思索道 医药所把张龙他们淘汰了 火器所把蒸汽所淘汰了 后天决赛 医药所踢火器所 宋青岩点了点头 用蹲下身 用蒲扇山着火 陈鹰片刻开口 所以医药所压住的比较多 对 宋青岩 那你通知二牛和狗蛋他们两个 决赛踢成5比5 最后点球大战 火器所4比3胜 曹白鹿疑惑 为什么要这样 宋青岩笑道 决赛精彩 之后的比赛 他们就会更有兴趣 新一杯之后 我要搞一个更加大的赛事 让前国九州都可以参加 然后采用赵康想要的那种 踢法来踢比赛 曹白鹿有些不太明白 为什么 发亮了吗 看到了吗 像该在岛灾的那种